红井军团在废土,制作,阿法尔说,第一章,丧失列车,一辆老式绿皮火车,光当光当,驶向梁市。 梁市是腾龙联邦的西北部的三线城市,尽快有特快高铁,但价格便宜的绿皮火车依旧是沈林出行的第一选择。 沈林在梁市长大,母亲是老师父亲做生意,家里算不上多富裕吃穿用度,也没短了她的。 从小沈林就是家长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懂事听话学习好,可惜在春心萌动的高中岁月浪费了太多心思在注定没有结果暗恋里,高考一落千丈,一年复读奋起直追,也是收获寥寥,最终矮子里面拔大个,考入一所民办二本。 大宝,到哪了?一家四口人的微信群里,弹出一条母上大人的消息。 大宝是沈林乳名,自从家里又给她添了个妹妹之后,她的乳名就从小宝变成了大宝,妹妹沈田自然就成了小宝。 快到东阳县,还有三小时车程,晚饭前准能到家。 迅速给母上回了一条消息,沈林又,切回高中同学的微信群里,看他们闲侃。 听说了吧,今晚有百年难遇的半人马座刘兴宇,我要向刘兴许愿彩票中投奖。 魏凯别傻了,许这样愿望的没一万也有八千,明天一开奖全都中了投奖彩票公司,还不得赔破产呢。 你们的愿望太脱离现实不可能实现的,我的愿望就简单质朴,年前能找到女朋友就行,嘿嘿。 我可去你的吧,就您那幅尊容,找到女朋友的概率低于魏凯中投奖。 去死去死。 哎,我记得沈林好像读的天文专业,沈林快出来告诉他们,我今年一定能找到女朋友。 看着手机屏幕这群牲口聊天打屁的沈林,情不自禁露出微笑,不过他们许的愿望一个也实现不了。 因为,半人马座刘星宇只有南半球才看得到,我们在北半球,现在刘星宇八成都结束了。 有时间在这扯淡不如去视频网站上看看老外上传的刘星宇视频,不知道对着视频许愿有没有效果。 沈林没有凑热闹看刘星宇,她在天文系,各种刘星宇早就看腻了,最主要是舍不得刘亮。 翻开她上半年入手的二手笔记本,几年前的配置光,开机就开了三分钟,撸瓦撸吃鸡什么的,想都不要想,能玩的只有十几年前的老游戏。 当年的局域网三剑客,CS,红色警戒和流星蝴蝶剑是一代人的回忆。 前者和后者没人连击就变得格外无趣,只有红色警戒是沈林多年不变的挚爱,显来无事就打开玩几盘,书签都是用Q版弹哑的卡片,显然势中独以身。 车厢里的人越来越少,陆续有人下车。 绿皮车就这点不好,屁大点的地方都给一站,有的时候走不上五分钟就得停一站,走走停停,一个小时的车程硬拖到一个半小时。 朝前看了一眼,沈林所在的最后一节车厢只剩一个抱着孩子的少妇。 上车前水喝太多了,得去上个厕所,应该不会有人吧。 人有三急,沈林带上手机,脚步轻快直奔厕所,厕所门微微开出一条缝隙,看来没人。 沈林心中暗喜,锁上门一边开闸放水一边摆弄手机,就看到同学群里未阅读的消息,显示九十九。 我靠,该不会魏凯那小子真中了彩票吧? 怎么大家这么活跃? 带着好奇点进去,群里消息还在迅速滚动着。 好像真是生化危机爆发了,我家养的旺财眼珠子通红给我爸咬伤了,才五分钟不到,我爸现在发了高烧,开始乱咬东西,狂犬病也没这么快的。 我和我妈躲在西屋不敢出去,咋办呢? 我家情况差不多,我老弟证实我电脑打游戏,也是突然发了高烧,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刚把他捆起来正要送医院呢。 消息源源不断,同学纷纷讨论出现在在身边的异常情况,而此时,文字里突然混杂一条语音消息,沈林立刻点开。 快,快跑,他们,吃人,我的手被咬断了,他们还在,吃我。 里面传来,想买彩票一夜暴富的老同学,魏凯绝望痛苦的哀嚎,背景因纷乱嘈杂,应该是广场超市这样的人流密集区域。 悲鸣哭喊声此起彼伏,更清晰的是,受性嘶吼声伴随着咀嚼的声音,咯吱咯吱好像骨头都咬碎了的声音,令人不寒而栗。 请客间,沈林脸色煞白,她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和平有序的生活难道要被打破了? 如果真的是生化危机,丧失末日,那老爸老妈,千万不要发生这种事啊。 心脏跳动的速度绝对超过了每分钟一百,沈林能清楚听到她强有力的年轻心脏跳动的声音。 急忙打开家庭群,却见家庭群里只有小妹沈田发了一条视频连接, 这时候也顾不上流量不流量了,当即点开。 临时插播一条新闻,防疫部发来通知,半人马座流星雨带来强传染性外星病毒, 经由空气传播,南半球已陷入政府瘫痪状态,病毒正在以极快速度向我国传播, 抵抗力弱的老人小孩为一感人群,望广大民众惜之。 端庄严肃正在播报的女主持的脸色突然变得惊恐, 从不在镜头前露面的摄影师摇摇晃晃走出来, 口中发出呵呵的声音,女主持因为太过惊恐, 两腿发软,已经是走不动了, 被病毒感染的摄像师在接近的一瞬间爆发出急速, 扑咬上去,视频戛然而止。 今天不是愚人节,电视台更不可能开这种玩笑, 丧失病毒真的爆发了, 沈林大脑一片空白,所有情绪只剩惊慌和恐惧。 她双腿发软,倚靠在门上, 门外却突然传来一声痛苦的嚎叫, 听声音是抱着小孩的女人发出来的。 沈林的脑海中回想起新闻中的一句话, 抵抗力弱的老人小孩为一感人群, 随机挠不出画面, 那婴儿第一时间被丧失病毒感染了, 然后咬伤了她的母亲, 病毒已经在列车上开始传播了。 顾不上担心家人, 沈林自己都是泥菩萨过和自身男保, 她正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 病毒一旦传播开她跑都跑不掉。 拥有极强危机意识的沈林, 很快想到了另一种危机, 如果火车的驾驶人员也被感染, 火车失控不管丧失还是人类全都要完蛋。 这时候再怎么紧张都是没有用的, 沈林努力平复加速的心跳,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我绝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要做点什么, 哪怕是死我也不能窝囊死在这里。 一脚踹断木质拖把杆, 尖锐的木刺对准另一面, 沈林提着木棒, 准备出去搏命, 脑海里突然想起一个甜美的女生。 侦测到宇宙优能, 系统苏醒, 开始对宿主进行检测中。 身体机能一切正常, 宿主体质评估, 健康, 符合条件, 开始绑定。 脑电波绑定, 绑定成功, DNA绑定, 绑定成功。 世界线更替, 所有红颈相关题材彻底抹除, 抹除成功。 第二章, 少尉套装, 听脑海内系统的提示音, 它的系统似乎和红颈有关。 读过网文的沈林, 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曾经她也渴望有个神豪系统, 一天发个几百万不花完不准回家, 现在, 幻想成为现实。 那个, 系统你好, 能不能向我介绍一下你的功能? 这时, 沈林反而不急着出去了, 能靠系统扭转乾坤, 何必自己拿命去拼? 沈林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Q版谈雅的形象, 巧笑奄然地向她介绍着, 伟大的长官您好, 我是您的私人助理, 您可以叫我阿雅。 阿雅的画尾的语气纤微上扬, 透着一股活泼欢快劲。 本系统为红井系统, 和您所知的红井游戏一样, 通过收集贵金属, 宝石获取资源建造单位。 基础兑换规则为, 每一克黄金可以兑换系统中的一金, 白银石克兑换一金, 钻石一克兑换十金, 其余玉石玛瑙等珠宝, 基于现实价格兑换金钱。 这金融系统倒是简单粗暴, 一钻石等于十金, 一金等于十银。 系统建造的单位对宿主的忠诚度 固化为满值100点。 另外,在陈旧游戏基础上, 阿雅又基于现实情况做出一些细微调整。 阿雅仰起头, 做出求表扬的表情。 比如说, 沈林挑了下眉毛, 探寻道。 首先, 阿雅将针对某些特殊兵种的造价做出改变, 最基础的动员兵造价为100斤维持不变, 以火箭飞行兵为例, 原价600斤的火箭飞行兵线造价提升为3000斤。 沈林点了点头, 价格虽然是增加了, 却也很合理。 红颈是十几年前的游戏不假, 但其中的很多兵种都参考了未来科技, 许多兵种哪怕是以现在的科技 都是绝对无法批量制造的, 比如火箭飞行兵。 加装火箭喷射装置 可以自由翱翔进行空中打击的兵种 如果价值只有600斤, 相当于6个普通动员兵那就太变态了。 阿牙也对单兵素质和装备 进行了一次贴合现实的提升, 动员兵人种改变为黄种人。 配备基础装备为 零七式军服,山地防滑坐战靴, 具以西防弹头盔, 单兵口粮一日, 简易睡袋, 九五式突击步枪, 被弹三十发, 八厘米多用图军刀。 其中,单兵口粮几子弹, 被弹每日凌晨刷新。 沈林嘴巴张得老大, 这也太强了吧, 这还是红经理那个穿着一身臃肿丑陋军装, 拿一把打一枪拉一次拴的 老实扮突击步枪的最弱兵种动员兵吗? 而且她的造价只需要一百斤, 天哪! 一颗黄金的金价大概在四百五十联邦币左右, 一百斤也就是四万五。 四万五千联邦币, 不说动员兵本身, 光是她这一身装备价值就超过金钱价值, 何况使用这些装备的 还是一个对沈林保持百分之百忠诚训练有素的士兵, 这是最难得的。 不说别的, 先给我来几个动员兵。 沈林兴奋了起来, 一想到她日后指挥千军万马, 谭笑间强弩灰飞湮灭的场景就忍不住热血沸腾。 阿雅及时泼了一盆冷水, 浇吸了沈林的热血。 不好意思呢, 伟大的指挥官, 您现在拥有的金钱为零, 无法建造任何单位。 不过, 作为有史以来最最伟大的指挥官, 红颈系统的拥有者, 您的基础军衔为, 少尉, 基于军衔, 您拥有少尉套装一份, 是否领取? 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新手礼包了吧。 沈林看了一眼她手上的木棒, 总不会比这更差了, 领取吧。 几个字脱口而出, 沈林顿时感觉自己的脑海里多了一些东西, 除了古灵精怪的阿雅, 还多了红颈中的三种虚拟建筑, 发电厂, 矿石精面厂以及兵营。 发电厂的作用不用多说, 其他任何建筑都要依靠发电厂, 没有电力其他建筑就无法运转。 矿石精链厂是熔炼贵金属, 转化为系统金钱的建筑, 同样必不可少, 而兵营则是生产动员兵, 磁爆步兵, 火箭飞行兵等等兵种的基础设施。 一是集中在兵营, 目前兵营可以产生的兵种只有四种, 价格100的动员兵, 价格200的警犬, 价格500的工程师, 以及价格1000的重装步兵。 还真是有很多不一样啊, 装备如此精良的动员兵只需要100斤, 警犬却需要200, 游戏里的警犬是很厉害, 能识破间谍, 咬动员兵一口一个。 基于现实的话, 警犬再厉害也厉害不过全副武装的动员兵吧。 沈林的疑惑并没有得到解答, 奖励还在发放之中。 除了虚拟建筑奖励, 还有实物奖励。 首先是一套叠好的绿色军装和漆黑军靴, 尖章上是代表少尉军衔的金黄色一杠一星, 衣服的质感非常棒。 沈林用力撕扯军装都没有破损的迹象, 能一定程度抵御丧尸的攻击, 沈林立刻换上军装。 她相貌一般, 浓眉大眼是加分相, 再穿上一身干净利落的少尉军装, 手机屏幕当作镜子一照。 嘿,我竟然这么帅, 好一个英雄少年。 不自觉地挺直几倍, 站如镖枪, 整个人散发出如同出鞘利剑般的凛然锋芒。 有军装自然少不了枪, 一柄黑沉沉的九十二式手枪, 加上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夹, 出现在腰部的枪袋中。 九十二式手枪的弹容量是十五发, 加上被弹一共三十发子弹, 同样是每日凌晨刷新。 抚摸着冰凉枪身, 如同擦拭一柄神兵利刃。 没有哪个男儿不爱枪, 黑沉沉的枪身, 入手厚重的质感让沈林安全感倍增。 与此同时, 沈林感觉到身体内部突然产生了一股灼痛感, 疼痛来得快去得也快, 难以忍受到了最巅峰的时候, 又骤然消失。 阿雅及时出现解释道, 这是少尉礼包的最后一项, 将宿主自身的体制改变为抗病毒体制, 丧失病毒无法以任何方式感染宿主。 沈林文言大喜, 要知道, 丧失病毒最厉害的就是高传染性和百分百致死率, 一旦被丧失病毒的携带者抓伤或者咬伤, 那就死定了。 刨除这一点, 行动迟缓没有理智的丧失威胁并没有那么大。 我兵营中生产的兵种是否同样免疫病毒? 如果真是那样, 那就牛逼大发了, 一只无惧病毒的铁血雄军还不横扫漠视。 只有英雄级单位拥有免疫病毒的能力。 什么是英雄级单位? 英雄级单位这个说法是红警原作中没有的, 不用想, 又是阿雅基于现实情况做出的调整。 伟大的指挥官, 请不要好高骛远, 您现在应该解决的是自身安全的问题。 阿雅手插着腰, 小脸鼓成包子状, 可惜它是虚拟的, 沈林真的很想捏一下。 等以后占据一块根据地就招募会做手办的工匠, 到时候做一百个小阿雅出来, 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保持着对未来的畅想, 沈林持枪姿势标准, 谨慎地一点点推开门, 是时候大干一场了。 第三章, 第一桶金, 从沟通系统到更换军装适应手枪, 总共耗时五分钟左右, 仅仅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待孩子的少妇已经完全转变结束。 披头散发, 布满血丝的鲜红毛子, 诉说着他蜕变为丧尸所承受的痛苦, 他上身半裸着, 胸前有咬伤痕迹。 丧尸病毒爆发, 第一时间感染的就是抵抗力微弱的婴儿, 婴儿毕竟只是婴儿, 变成丧尸也没有任何威胁, 可心系孩子的母亲 以为挣扎狂躁的婴儿是饿了想要喝奶, 正好此时沈灵去了厕所车厢没人, 悲剧就这么发生了。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此时看着变得恐怖猙獰的丧尸少妇, 沈灵的心中只有淡淡的恐惧和必杀, 赚取第一桶金的决心。 人不狠站不稳, 怜悯慈悲在废土漠视是没有生存空间。 丧尸少妇的感官异常敏锐, 沈灵放低脚步的声音都被他捕捉到了, 快速转身, 交好的面容只剩凶利残暴 以及对新鲜血肉的饥渴。 镇定, 一定要镇定。 沈灵举起枪, 对准少妇, 这是他第一次用枪, 在此之前他接触最多的远程兵器就是弹弓, 他弹弓打得极准, 枪械料想也大抵如此, 不到十米的距离, 不存在拖把的可能。 丧尸的唯一弱点只有大脑, 凝望少妇争獰脸孔, 沈灵心中最后一丝怜悯, 也消失不见, 咬牙扣动扳机, 枪口喷出火光, 灼热的子弹带着毁灭的气息穿堂而出, 直接从少妇的眼眶钻入, 从脑后贯穿带出一盆鲜血。 第一次用枪的沈灵对自己的枪法还是不自信, 他连开了两枪, 第一枪命中击毙目标, 第二枪却偏地打在天花板上。 沈灵低估了枪械的后座力, 这不是游戏, 按住鼠标就能一直开火, 第一枪打出去枪的后座力, 就震得沈灵手腕苏麻, 枪口上扬打出的第二枪直接甩在天花板上。 显然常年握笔的手腕适应不了枪械后座力, 好在第一枪就精确命中。 三步并坐两步来到死去少妇身前, 沈灵的眼睛第一时间盯在他手腕的金镯子上, 抓着金镯子打算撸下来。 其实, 不需要这么麻烦, 在他指尖处碰到手镯的那一刻, 阿雅俏皮甜美的声音立刻出现, 发现可收集贵金属资源, 是否转化为系统金钱。 转化, 转化成功, 获得22斤, 目前财产总值为22斤。 沈灵兴致勃勃地开启虚幻的系统界面, 标注为零的系统金钱跳到了22, 沉甸甸的金手镯蕴含足金22克, 制造第一个动员兵所需的100斤, 这就凑够了五分之一。 高兴了不到几秒钟, 纷乱嘈杂的脚步声在其他车厢响起, 并且在朝着他所在的车厢迅速靠近着。 沈灵的心态还没有和平时代, 立刻转变过来, 他犯了第一个错误, 没有立刻锁上车厢门, 忘记了开枪的巨大声响, 势必会吸引来其他丧失。 车厢门被撞开, 夺门而入前后三人, 两名穿着皮衣, 手腕有纹身, 带着大金链子的社会大哥和穿着制服的成务小姐。 从身体的残缺程度来看, 转变顺序应该是成务小姐第一个转变, 她的身体保持完好, 而两名社会大哥一个被啃掉了半张脸, 另一个咽喉被咬断, 喉管暴露在外。 沈灵不是贪财的人, 视线却也不由自主锁定在大金链子上。 这两条粗长的金项链, 入手建造第一个动员兵的价格肯定够了。 一想到, 她将拥有效忠自己的士兵, 面对多个敌人的恐惧都压低了几分。 沈灵的胆量来自于手中的九二世。 对比人类, 其实丧尸的优势很显著, 没有恐惧, 没有痛绝, 汉不畏死, 身体素质相对较差的女性成务员, 都可以干掉两个身材魁梧的社会大哥。 沈灵也不过是身两还没有彻底长成的大学生, 如果没有枪, 缺乏武器的沈灵估计连刚刚被杀死的丧尸, 少傅都不是对手。 但是, 沈灵有枪, 那结局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次, 沈灵有了经验, 她站在车厢尾部, 把距离拉得很开, 接近二十米的距离, 以新手沈灵的准度势必会空枪。 沈灵首先要保证的是自己的安全, 千万不能被丧尸进身, 她不惧怕丧尸病毒, 可一旦被丧尸进身扑倒, 想再起身可就困难了。 就算没被病毒感染, 被咬穿喉咙, 咬伤大动脉等要害部位, 那是必死之局。 子弹浪费就浪费了, 只要攒够第一桶金, 召唤出第一名动员兵, 三十发子弹加三十发被弹, 基本上足够在人员稀少的列车上, 横着走了。 丧尸的速度并没有影视作品中表现得那么迟缓, 也没有近期大火同样是丧尸题材作品的釜山形一样拥有疯狗一样能追火车的跑速, 基本能维持着跑步的速度。 绿皮车通道狭窄, 只能允许单人通过, 这就给了沈林逐个击破的机会。 沈林率先发难, 她右手持枪左手拖着手腕, 比之前开枪的姿势更合理。 可惜她第一枪就空了, 打在跑在第一个的社会大哥肩膀上, 强大的动能推得她奔跑的速度骤然停滞, 趁着这个功夫沈林一连又开了三枪, 两枪身体一枪打在脸上。 面骨裂开, 整张脸都被打开花了却没有致死, 采用9毫米子弹的920手枪威力不足劣势显现出来。 铁人, 打不死。 沈林有些急躁了, 重重扣动扳机, 终于, 第五发子弹命中已经残破不堪的脑袋, 带走了社会大哥, 被枪械动能推动后, 扬倒的社会大哥又压到了紧随其后的乘务员小姐, 沉重的身躯直接将她压在身下一时半会起步来。 走在第三个的社会大哥则大跨步越过两名同伴, 发出野兽一样的嘶吼朝着沈林扑了过来, 却刚好闯进沈林最精准的10米射击范围内。 枪口火光闪过, 一枪命中眉心, 枪械的威力不足没有能脑后穿透出来, 灼热的子弹却也将她的脑干彻底摧毁。 此时, 乘务员小姐还没能挣脱出来, 沈林从容走到近前, 近距离一枪抱头带走了张牙舞爪的女丧尸。 巨大的砰砰枪声在狭小的车厢内回荡, 很快就有其他丧尸循着声音找来。 子弹已经锁剩不多, 沈林急忙先把车厢门锁上, 然后才开始摸尸。 她可不想陷入一波一波丧尸来袭的死循环, 毕竟她没有豌豆射手太阳向日葵这种神奇的植物。 带着激动难耐的心情, 将手放在社会大哥搏梗上的金项链, 一秒钟, 两秒钟, 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阿雅根本没理她。 你妹啊, 假货, 你就不怕泡澡的时候飘起来吗? 抱着侥幸心理, 沈林再次拿起第二位社会大哥的金项链, 阿雅声音终于响起。 死心吧, 伟大的指挥官大人, 阿雅检测到这两位人类男性身上没有任何可收集资源。 第四章, 上等兵张龙。 沈林翻了个白眼, 放下手里的假货吐槽道, 没钱冲什么大哥。 她也没想到, 真有钱谁会坐绿皮车。 搬开两人沉重的尸体, 露出相对完好的女乘务员尸身, 只有眉心一触弹孔。 白皙的手腕上没有手链手镯等饰品, 手腕往下, 无名纸上的璀璨钻戒十分晃眼。 好大一颗钻石, 该不会又是水钻吧? 沈林陷入了对假货的怀疑之中, 将信将一伸手触碰到了钻戒。 发现可收集宝石资源, 是否转化为系统金钱? 转化吧。 转化成功, 获得50斤, 目前财产总值为72斤。 祸! 竟然有50斤, 一克拉等于两克, 五克钻石就是2.5克拉, 买得起接近三克拉的钻戒, 有钱人啊。 如此一来, 就只差28斤了。 沈林目光迅速游移, 又发现一对白金耳环, 阿雅发来提示是真获沈林, 便立刻选择转化, 再获得10斤, 只差18斤。 明面上已经看不到值钱的东西了, 沈林按道一声误怪, 手有些微微颤抖, 又在女子的身上搜索片刻, 确认她身上没有值钱的资源, 这才起身。 还是不够, 看来需要再去冒险一波。 沈林苦笑一声, 沈林打心眼不愿意与嗜血丧尸搏斗, 但她知道, 这将是漠视的常态, 无法适应就要被淘汰, 拥有系统也一样。 呼听声后, 啪哒一声响, 沈林下意识回头望去, 却见是最先感染为丧尸的婴儿, 她正脱强宝摔在地上。 新生儿弱小无力的四肢, 让她连爬行都做不到, 乳牙沾着母亲的血, 娇嫩的肌肤下每一根血管 都呈现出可不得暗青色暴露出来。 爬都不会的婴儿都在丧尸病毒, 嗜血欲望的驱动下朝着沈林蠕动, 这一幕任谁看了都会感受到 一阵发自内心的寒意。 这就是末日啊, 连无辜的婴儿都无法避免。 沈林摇头铠叹, 面对成年丧尸, 无论男女她都下得去手, 可一个对她毫无威胁的弱小婴儿 却触动她恻隐之心。 咦,长命锁, 好像是纯金的。 婴儿出现有重大意义, 沈林突然发现她脖子上挂着金灿灿的长命锁, 眼睛一亮, 长命锁抢过来还是下不去手, 将挣扎的婴儿重新裹在墙堡里 塞在角落不去管她, 发现可收集贵金属资源, 是否转化为系统金钱。 这么重的长命锁, 少说也有50克黄金, 这波发了, 转化转化, 转化成功, 获得53斤, 目前财产总值为135斤。 终于够了, 沈林大喜过望,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她闭上眼睛, 选择虚拟建筑兵营, 点选兵种中唯一亮着光芒显示 可以制造的动员兵, 开始制造。 和游戏中几秒钟一个的制造速度不同, 现实中, 制造一个红颈动员兵看指针滑动一圈的速度 大概在一分钟左右。 前方响起丧尸撞门的声音, 果然又来了一批丧尸, 沈林整理了一下军装, 正金威作, 静静等待一分钟度过。 这绝对是她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分钟, 喜悦, 期待又带着少许迷茫, 种种情绪不一而足。 独秒终于到了尾声, 耳旁响起钉的一声提示音, 制造成功, 高大军人的身影出现在前方。 动员兵正步前行, 皮靴踩踏地板咚咚有声, 他身高接近一米八, 神情冷峻, 相貌威严, 穿着军装身材魁乌壮硕, 端着钢枪走到沈林身前, 立正敬礼, 上等兵张龙, 向长官报道。 你好,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叫他长官, 沈林先一愣, 随后脸上露出笑容, 站起身来跟张龙握手。 两人身高差不多, 但身材张龙确实比沈林壮硕许多, 一身剑子肉恐乌有力, 要是和他动手, 用不上十秒钟, 张龙就得哭着喊着, 求沈林不要死。 张龙, 汇报一下自身情况, 包括你的来历。 有这么一位训练有素的士兵, 为他保驾护航, 沈林终于能感觉到安全感。 张龙左顾右派, 见四下无人, 食言相告, 不满长官, 小人原本是北洋水师杨 梅号上一名普通海军, 阵亡于人武兵变。 是至高无上的长官大人将我从亡魂的世界招募出来, 并赋予现代军人的身体和记忆, 小人方有今日之幸能为长官效力。 日后长官招募的士兵有许多来历和我一样, 是阵亡于过去的战事, 又或者是死于未来, 或是现在的士兵。 无等使命只有一个, 为长官的荣耀, 为人类未来存续而战。 张龙说到激动处再次向沈林敬礼, 而且言语中对沈林有种是如神明般的崇拜, 他将重新复活并被植入现代军人记忆的功劳全部归于沈林, 或许这就是百分百忠诚度永不背叛的原因。 沈林点点头, 动员兵什么都好, 只有一点, 你以后不要再自称小人了, 现在不信这个。 是, 长官, 门外有不少丧尸, 我去帮你开门, 你的枪法不至于歪到打中我吧。 沈林存有考验张龙战力的意思, 接下来这批丧尸就交给张龙来对付, 一些近距离和丧尸接触的危险性工作沈林他自己扛起。 手头就一个兵, 万一张龙被感染了又剩他自己孤军奋战, 反正他不怕丧尸病毒, 能分担一份张龙就能更从容一些。 请长官放心, 三十米之内, 我的命重率在95%以上。 张龙信誓旦旦道, 新兵入伍要从最普通的裂兵开始, 经过满一年的艰苦训练可晋升为上等兵, 而系统挑选的各顶各都是上等兵中的佼佼者, 拥有强健体魄, 精准枪法和钢铁般的意志, 是十分可靠的战士。 简单的作战计划制定下来, 沈林靠近车厢门, 她连杀数名丧尸, 身上的血腥味很重, 一靠近就感觉到门后的丧尸变得更加狂躁了, 疯狂拍打金属门。 打开门锁, 拉开大门, 将身体躲藏在门后一套动作一气呵成, 然后沈林开始关注张龙的表现。 张龙冷峻严肃, 半点不见慌乱, 端起九五式突击步枪, 嗜血的丧尸就在面前也能保持着有节奏点射, 枪声响起必有一个丧尸倒下, 一枪一个弹无虚发。 越来越浓重的血腥味刺激的丧尸发狂, 狭窄的通道一股脑涌进来十几个丧尸, 丧尸是不知道恐惧的, 同伴接连被杀依旧顶着子弹往前冲。 只有一个丧尸突然掉头, 他发现了躲在门后的沈林, 危机显现, 相距只有两米, 丧尸短距离扑杀快如大型猫科猎食者, 近在咫尺, 浓郁的血腥味扑鼻而来, 沈林甚至能看到他齿缝间的鲜红肉丝, 一时间大脑一片空白, 他猛递了。 之前, 沈林一直不肯让丧尸近身的做法是正确的, 远程射杀他还能当作射击训练来处理, 一旦近身直面丧尸浴血搏杀, 从和平年代刚走出来不到一个小时的沈林 根本没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就像没见过写的新兵第一次上战场, 没呕吐出来都算心理素质过硬了。 长官情况危急, 张龙爆发出全部能量, 怒吼咆哮, 扣死扳机, 剩余子弹倾泻而出, 威力强劲的步枪将面前的丧尸全都扫得支离破碎, 迅速解决掉其他丧尸。 没敢朝着扑咬沈林的丧尸开枪, 怕误伤沈林, 张龙一步两米, 三步就跨越过来, 飞身一脚将丧尸远远踢开, 随后步枪射杀, 动作简洁干练。 近距离, 沈林清楚看到丧尸的头骨都被踢变形了, 可见这一脚用了多大力气。 第五章, 清理车厢。 解决掉丧尸, 张龙一脸惭愧地低下头自我责怪, 属下无能, 让长官受惊了。 沈林这边惊魂未定, 大口喘着粗气, 文言也露出尴尬之色, 连摆手道, 不怪你, 是我一时大意, 你也不用太担心, 我拥有抗病毒体制, 不然也不敢这么乱来。 不管怎么说, 长官千金之躯, 岂能涉险? 以后这种事情交给我。 不愧是忠诚度满职的战士, 自身濒临绝境, 张龙会选择点根香烟, 坦然面对死亡。 可一旦沈林遇到危险, 他急得比家里着火还要慌张。 好吧, 我以后尽量。 沈林自是满口答应, 现在是资本初始积累时期, 马爸爸在这个阶段都要亲自上阵, 等以后手下士兵多了, 让沈林身处险境他都不干,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道理他明白。 先不谈这个了, 你把守大门, 我来搜一搜值钱的物件。 沈林吩咐, 张龙当即口称遵命, 端着枪站在门口, 目光如鹰损一样注视着前方, 一旦有丧尸, 进入他的视野内立刻击杀。 附近的丧尸大多被枪声吸引过来, 没来的要么是距离还远, 要么是被其他幸存者吸引走了, 留给沈林充足的搜集时间。 九五是突击步枪, 可比他的小手枪凶残太多了, 近距离命中肢体就是直接打断, 要是命中要害脑袋, 更是脆得像西瓜一样直接炸开, 头盖骨都能给先飞。 刺鼻的血腥味伴随着恶臭, 让沈林味不一阵抽搐, 却偏偏还要在这样的环境内 搜集贵重资源。 脑海中K版小阿雅充当帮手, 她能在近距离感知到贵重物品将其指出, 让沈林省了许多心力。 可惜收集到的资源并不多, 十几个丧尸只贡献66斤, 其中一位商务人士手上的斤表 就价值40斤。 开局能遇上自己带着金镯子孩子, 带着长命锁, 选择坐绿皮车的有钱少妇和未婚夫, 送了一颗价值数万大钻戒的女乘务员, 是沈林的运气。 不过66斤也够了, 加上制造张龙之前剩下的35斤刚好, 凑够101单位金钱, 刚好又能制造一个动员兵。 沈林毫不犹豫, 轻车熟路心神沉入兵营之中, 再次选择制造。 一回生二回熟, 各种情绪都变得狠淡了。 一分钟时间, 沈林也没浪费, 她先是拿出手机, 最后一条消息停留在几分钟之前, 网络连不上电话打不通, 信号已经彻底断了。 猛然想起她笔记本上, 应该还在运行着暂停的红颈游戏, 连忙回到自己座位上查看。 来到电脑前, 沈林微微正住, 游戏不见了, 桌面图标图标也消失了, 包括笔记本侧面, 一张天奇坦克的贴纸也无影无踪。 沈林想起之前在绑定系统时系统的一条提示, 世界线更替, 所有红颈相关题材抹除。 难道说, 绑定系统之后, 红颈从世界上消失, 一切痕迹都不存在了。 阿雅给予肯定的答复, 是的, 红颈题材彻底被抹除, 独属于伟大的指挥官大人, 包括人们记忆中也永远不会有红颈存在。 沈林点点头, 没有说什么。 片刻功夫, 沈林的第二个动员兵战士也制造完成。 身高比张龙略矮, 腰板宽厚, 臂膀结实, 虎背熊腰这个词正式形容她的, 走到沈林身前端正镜里, 上等兵赵虎, 向长官报道。 赵虎声音低沉, 浑厚有词性, 向播音主持。 虽然都是系统制造, 同属于动员兵, 但他们各自不同, 有不同的经历, 不同的记忆, 面对事情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绝不是千人一面。 沈林却注意到有趣的一点, 两人的名字, 一个张龙一个赵虎, 在脑海中打去问阿雅, 我接下来的两个部下应该叫王朝马汉吧, 凑够这四位我就可以去坐镇开封府了。 阿雅是红警系统的人工智能, 理解不了沈林的玩笑话, 歪着头问道, 伟大的指挥官大人需要更改动员兵战士的名字吗? 随便说说的, 不需要。 另外, 不要总是动不动就伟大的指挥官, 把伟大去掉, 我现在还不伟大, 舔得太生硬了, 一点都不圆润, 以后直接叫我指挥官或者长官都行, 好好看好好学, 你还有进步的空间。 嗯, 知道了。 阿雅的翘脸又鼓成两个小包子, 委屈地蹲在一旁。 沈林笑了笑, 玩笑到此为止, 该开始新的征途了。 现在凑够三人, 子弹加起来一百多发, 两个精锐战士加沈林一个凑数的, 应该可以清理其他车厢, 不能让火车一直开下去, 必须要及早控制火车, 把命运掌控在自己手里。 把接下来的行动告知两人, 张龙主动请鹰打头阵, 照虎选择在后方压阵, 同时保护沈林。 张龙只剩三十发子弹, 要省着点用, 在突击步枪的枪口下, 加装八厘米多用涂炭钢军刀档做刺刀使用。 张龙是沈林第一个制造出来的红警单位, 对沈林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见他打算和丧尸进战, 沈林忧心忡忡地让他多加小心。 这辆列车的车厢有二十节, 沈林在最后一节, 附近几节的车厢的丧尸, 都被引到这里被清理一空, 三人一直走到第十六节车厢, 才看到丧尸的身影。 几个丧尸的围在一个已经死去, 还没有完全转化的死人前, 贪婪地大口吞吃着, 只有一个更敏锐大脑没有被嗜血欲望完全占据的丧尸, 注意到了推开车厢门进来沈林三人。 还在犹豫要不要放下手上鲜肉, 去攻击沈林三人的时候, 张龙跨步上前, 端枪前刺, 锋利的刺刀从眼窝里插进去, 令其瞬间毙命, 拔出刺刀抬手再刺, 动作快准凌厉又刺杀一个丧尸。 此时, 丧尸们才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 逃跑在丧尸字典里不存在, 纷纷起身扑向张龙。 可明显张龙速度更快, 力量更强, 出招也更有章法, 一边腿先把侧翼袭来的两个丧尸踢成滚地葫芦, 随即从容刺死, 面前丧尸, 近身期前将还没起身的丧尸刺刀处决。 此时, 沈林才意识到造价一百斤动员兵的战力有多高, 他一个都对付不了的丧尸张龙, 近战交锋几个回合刺杀五个, 传说中的兵王也不过如此吧。 赵虎在后方全程架枪, 如果张龙遇到危险就立刻开枪, 如果没有危险就让张龙近身刺杀, 他们的战术素养也很高, 很快适应丧尸这种特殊性敌人, 并总结出行之有效的作战方案。 对付丧尸能少开枪, 就少开枪, 能不开枪就不开枪, 在狭窄人员稀少的列车上还好, 要是在街道上一升枪想能引来四面八方成百上千丧尸, 没有足够火力就是找死。 连续清理了四节车厢, 张龙一身军装已经布满血迹斑痕, 包括初始车厢在内, 死在他手上的丧尸已经超过五十了, 掩护张龙的赵虎也开了张, 他的枪法和张龙差不多, 力量比张龙还大不少, 一枪托能砸碎丧尸的脑袋。 可惜收获不多, 只找到41单位金钱, 距离制造下一个动员兵还差一半多。 一路杀到第十节车厢, 车厢门被锁上了, 透明的玻璃窗也被报纸糊住, 张龙把耳朵贴在门上, 听到里面传来微弱的交谈声音, 朝着沈林点点头。 第六章,幸存者。 熟悉的操作让沈林不禁露出微笑, 能做出窗户上胡报纸这种举动的, 肯定是看过去年大火的丧尸电影《釜山行》。 咚咚咚敲了几下门, 突如其来的声响 让车厢中的幸存者紧张起来。 不像沈林有人有枪, 只要不遇到成规模的失群, 就是一路横扫。 幸存者失口逃生, 亲眼看到了丧尸的凶残强大, 已经被吓破了胆。 车厢内一共有五人, 两名穿着情侣装放假回家的大学生, 带着大包裹, 皮肤有黑的农民工, 还有受到惊吓, 脸色惨白稍显肥胖的中年妇女, 以及一个真正的社会大哥。 和那两个带着金链子招摇过世的社会人不同, 此人名叫郑雄, 眉骨上斜披一条刀疤, 身材精瘦面有横肉, 一看就给人很不好惹的感觉。 他手底下见过血, 身上背着人命官司, 偷了他人的身份证, 乘火车向西北边疆跑路, 仅有五人的安全车厢里, 现在是郑雄说了算。 里面还有人吗? 外面的丧尸已经全部被清理了, 你们可以放心开门。 沈林清澈干净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淡定从容, 让车厢里的幸存者相信他们背后没有丧尸追赶, 也没被丧尸咬伤, 让他们放心开门。 车厢里几人面面相去, 谁也没动身, 谁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 性命攸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自私的心理在此时占据上风。 车厢内部的情况沈林不知道, 是自私怯懦, 怕沈林他们带来麻烦, 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沈林都不想管, 他必须快速抵达火车的驾驶室。 沈林朝上方铭抢市井, 巨大的枪响震得车厢内众人心间一颤, 便听门外沈林说道, 里面的人立刻开门, 否则我们就要踹门了, 应该是火车上的城景, 我们有救了。 情侣中的男人激动得手都在颤抖, 起身要去开门。 腾龙联帮进枪, 对非法持有枪械惩处极严, 偏远小县城发生一起枪击案都是全省重视, 举国关注, 拥有枪支的不是警察就是军人, 所以车厢里几人听到枪声就知道就新来了, 欢心雀跃。 可除了一个人, 郑雄, 他发自内心的不想和警察有牵扯。 恶行恶壮, 一脸凶狠地望向其他人, 拔出匕首压低声音威胁道, 全都给老子闭嘴, 谁敢乱动我捅死他。 新知救援人员就在门外, 可面对凶神恶煞的郑雄谁也不敢开枪, 本想去开门的大学生吓得浑身一哆嗦, 当即坐下, 和其他人一起低着头装鸵鸟。 门迟迟未开, 隐约能听到里面有动静, 看来里面的人不打算配合, 那就只能来硬的。 挥手示意张龙和赵虎一起上, 打开大门, 拉开一点距离, 赵虎持枪对准门锁位置, 挤枪下去门锁被打得残破不堪, 两人训练有素, 动作整齐一致, 把力发到一处, 一脚踹下去金属门当场倒塌砸下, 整节车厢都有小幅度震动, 全部不许动。 张龙赵虎率先冲入, 大吼着将枪口锁定其他人, 控制住局面, 沈林诗诗然现身, 目光扫过车厢内五人, 然后停在郑雄身上。 看了他几眼, 看得郑雄背声含一头皮发麻, 沈林又一开了视线, 询问道, 车上除了你们还有其他的幸存者吗? 沈林已经不打算追究他们不开门的事情了, 不过是人性的自私一面展现, 没有犯原则性错误就可以被原谅。 情侣知道些消息, 男人说话前看了一眼郑雄, 看他老鼠见了猫一样, 吓得不敢动弹, 这才开口, 我逃到这里之前和车长, 乘务员一起, 后来走散了, 忙乱中, 我看到车长躲在六号车厢的厕所里, 应该还活着。 稍显肥胖的大妈一脸热情地询问道, 同志, 你们一共有多少人呢? 就我们三个, 沈林道, 听到沈林回答只有三个, 大妈热情消减了不少, 就三个人够干嘛, 能保证她的安全吗? 只有郑雄听到这话眼里闪过一道金光, 低垂着头不知道盘算些什么, 我们要去其他车厢清理丧尸, 愿意同行的可以和我们一起走, 要是怕了就留在这里, 我们会很快控制住火车。 得到珍贵线索, 这里已经没有停留的必要, 沈林决定立刻前进, 前往六号车厢救援车长。 沈林不会开火车, 要想保证火车平稳前进不出问题, 必须要找到车长, 最次也要找到董行的乘务人员。 大妈却突然跳出来阻拦道, 你们还是别走了, 外面很危险, 就凭你们几个人出去, 就是送死。 一会火车到站肯定会停, 不要做无意义的牺牲, 你们必须护送我安全回家, 之后你们想干啥随便你们。 沈林面露不悦, 这大妈凭什么理所当然, 说出这番话, 就你有家, 别人就没有了, 我家人现在都生死为不我, 还得先管你, 还是说你是太阳, 大家都要围着你转。 没有理他, 沈林静止走向车厢门, 哎, 我说你这个小同志, 怎么这么不听劝, 你是哪个部队的, 我要向你长官投诉你。 大妈插着腰栏在路中间, 指着沈林的鼻子数落道, 沈林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对抗丧失没有勇气, 被黑社会威胁, 唯唯懦懦, 不敢作声, 面对穿着军装的军人, 却敢以止气使, 重拳出击, 是谁给她的勇气, 立刻给我让开, 沈林急言吏色, 就不让, 你不是当兵的有枪吗? 你开枪打死我吧, 大妈瞒不讲理, 就地撒泼, 说什么不肯让路, 大娘, 她们也是为了大家好, 咱们帮不上忙, 也不能添乱不适。 小姑娘看不下去了, 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 她男朋友却不想趟这趟浑水, 在背后一直拽她衣服。 小丫头, 偏自反了你, 这儿有你说话的份。 蛇战群雄, 大妈声调越来越高昂, 浑然忘记了还没有脱险, 所有人都在丧尸横行的火车上。 脚步声叠起, 丧尸被她尖锐高亢的声音吸引过来, 嘶吼着敲打撞击车门。 丧尸感到大妈也不狂了, 惊叫一声, 肥胖的身躯灵敏得像个兔子, 滋溜一下钻进桌子下方躲藏。 蠢腹! 沈林被她气笑了, 拔出手枪严阵以待。 这波丧尸数量众多, 老旧的车门被挤压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压声, 眼看着就要被丧尸冲垮。 对抗丧尸的第一线只剩沈林三人, 其他人包括大妈在内, 全部撤向后方车厢, 沈林他们是从后面来的, 这就证明后方已经安全, 遍布的丧尸尸体也证明这一点。 轰隆一声巨响, 大门轰然倒塌, 几个在最前面的丧尸被直接击倒踩踏, 后续丧尸络绎不绝黑压压一片, 争先恐后冲进来。 张龙召虎扣动扳机, 子弹如洪流一样涌出, 沈林也瞅准机会连连点射步枪, 枪声瞬间响成一片。 丧尸数量太多, 以张龙的伸手近战也一定会被尸巢淹没, 这个时候不能节省子弹。 第七章, 人心险恶。 就在沈林与丧尸激烈交锋的时候, 郑雄等人已经来到了十四节车厢, 把门紧紧锁上, 就算沈林等人被丧尸杀死丧尸一时半会也攻不破好几道门, 只要他们不发出太大声音引起丧尸注意, 没有理智的丧尸怎么也不会跟门作对。 眼见众人惊慌不安, 郑雄知道时机到了, 拍了拍手, 让大家注意到他。 诸位, 都听我说, 现在的情况想必大家心里都有数, 丧尸病毒爆发, 世界末日降临, 我们只能自救。 那几个当兵的什么态度, 大家也都看在眼里, 他们只顾自己, 不管我们死活。 就是就是, 大妈对这句话尤为认同, 对沈林三人仍有怨气, 却不曾想到, 如果不是沈林等人阻击丧尸, 他还能安然坐在这里发牢骚吗? 世道已经如此艰难, 我们赤手空拳, 很难活下去, 当兵的和咱不是一条心, 咱们要想活就必须同心协力, 在死局里找出一条生路来。 说完, 郑雄首先望向农民宫, 在郑雄心中, 农民宫虽然沉默寡言, 却是最好的帮手, 有一把子傻力气不说, 逆来顺受也更好控制。 年轻人, 你有话就直说, 别藏着掖着, 到底有啥办法, 你先说来听听。 大妈有些不耐烦。 好, 那我就说说我心理想法。 一会等那几个军人打完, 他们要是死了万事皆休, 他们要是顶过了这波失潮, 我们假意投靠, 他们刚对抗丧尸, 就算没有损伤, 也势必精疲力尽, 到时候, 大家伙想办法牵制驻年轻军官, 我和农民宫兄弟趁机夺枪, 有三把枪在手, 我们就不用再怕丧尸了。 此言一出众人皆惊,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正雄鹿子这么严, 竟然敢抢军人的枪, 这是一旦传出去要被枪毙的。 可仔细一想, 现在是末世, 都自顾不暇, 法律在几十分钟前就失去了制约力。 第一个响应的不是农民宫, 也不是一直不满士兵的大妈, 而是情侣中的男子。 我同意大哥的想法, 如今是末世, 谁有枪谁就有话语权, 我们不能被那几个当兵的牵着鼻子走。 郑雄目录赞许之色点点头, 这小子挺懂事, 到时候发他一把枪。 有了一个帮枪的, 郑雄语气越发高昂, 还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干? 我郑雄保证带大家都能安全回家。 回家这个字眼格外触动人心, 一直沉默不语, 惦记着家中亲人的农民宫点了点头, 愿意上郑雄这艘贼船。 他心里清楚这么做不对, 但是郑雄空口白话的虚妄许诺打动了他。 大妈没什么主见, 见几个男人都统一阵线他也嚷嚷道, 算我一个, 当兵的罪不是东西, 把他们枪下了看他们还敢不敢嚣张。 五人中就只有女大学生林诗语没有发表意见, 此时他一脸震惊地望着男友, 难以置信道, 佟佳琪, 我对你很失望, 他们是人民子弟兵, 他们在抵抗丧尸的第一线里, 却要谋害他们, 危难见人心, 今天我才知道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女朋友当众质疑让佟佳琪大失颜面, 其他人望过来的目光都觉得火辣辣的。 佟佳琪心里也觉得委屈, 在郑雄拔刀震慑的众人不敢发声的时候, 佟佳琪就意识到世道变了, 她不再是那个光环在身的名校大学生, 她这么卖力为郑雄摇唇骨舌, 不就是为了获得一只强能保护林诗语, 可林诗语却不能理解她。 诗语你听我说, 别拿你的脏手碰我。 现在的佟佳琪让林诗语觉得陌生, 她不再是那个有爱心充满正义感, 让她觉得踏实的学长, 看着她的脸林诗语都觉得恶心。 被林诗语甩开的手掌扬在半空没有放下, 佟佳琪的面容逐渐变得猙獰, 终于她做出决定。 温暖的手掌变成冰冷的巴掌, 重重抽打在林诗语的脸上, 啪得一声清脆响亮。 见货给我闭嘴, 你以为你是谁, 你爸要不是校长, 你在我眼里就是个屁。 陈姬在心里做梦, 都不敢表露出分毫的心理话, 此刻当着她的面直书胸义, 佟佳琪格外畅快, 看着林诗语难以置信的样子, 浑身激动的浑身都在颤抖。 佟佳琪做得好。 郑雄对佟佳琪的行为大家赞赏, 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 说道, 秩序已经崩塌, 过去人分三六九等, 现在不一样了, 枪杆子里出正拳, 只要有枪, 什么样的麻子没有。 人心堕落的速度是很快的, 成佛要历经三灾九难, 入魔就只在一念之间。 佟佳琪的眼中有火焰在燃烧, 主动表忠心道, 老大, 这女人跟咱们不是一条心, 把她绑起来, 不能让她坏事, 等咱们枪拿到了手再处理她。 好, 就听你的。 林诗语捂着脸眼圈通红, 泪水大滴大滴滚落, 说不清楚是脸更痛还是心更痛, 被佟佳琪拿出绳子捆在座位上, 听他们谋划着针对三名军人的阴谋。 从众隋大流的大妈还冷笑着看了她一眼, 仿佛在笑她不识时误, 枪声逐渐减弱, 灵星响起, 丧尸的咆哮声已经彻底听不到。 郑雄知道是军人赢了, 和其他的密谋者交换眼神, 对了一下说辞, 打开车门向石杰车厢赶去。 粘稠的鲜血厚厚一层铺满地板, 一脚踩上去要费些力气才能抬起来。 沈林坐在座椅上, 大口喘着粗气, 她的右臂已经被后座力震地彻底麻掉了, 失去知觉的手指还在一勾一勾做出扣动扳机的动作。 这场战斗是对沈林的一次巨大考验, 扑鼻而来的浓重血腥味充斥一切感官, 那一张张扭曲变形的视血面孔前腹后继, 让她没有半刻喘息的时间, 巨大的压力没有压垮沈林, 反而让她抑制更加坚决, 脊梁更加挺直, 她正在从文弱学生朝着百折不挠的战事蜕变。 激战过后, 沈林有些脱力, 坐下来休息, 打扫战场收集贵金属宝石的工作就交给张龙赵虎了, 两人初步搜索带着一小兜沾满鲜血的珠宝首饰来覆灭。 沈林一手触碰染血黄金, 脑海里顿时传来声音, 毫无疑问选择转话, 转化成功, 获得225斤, 目前财产总值为267单位金钱。 数额可观, 不枉费沈林不惜打空了子弹来对付这些丧尸, 马上又可以制造两名动员兵了, 我的队伍正在壮大。 价格低廉的动员兵无疑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也是爆兵的最佳选择, 如果有一万个动员兵, 沈林有信心恢复一座三线城市的生产和秩序, 如果用一万个动员兵价格来制造沈林所知, 最昂贵也是最先进的兵种火箭飞行兵, 则只能制造300个, 纵然有飞行优势, 可在丧失数量庞大的城市里连朵浪花都翻不起来。 意识沉入虚拟兵营之中, 选择动员兵开始制造, 睁开眼睛, 正看到之前逃走的几名幸存者又回来了。 第八章, 玉席, 沈林见了他们都懒得搭话, 危险来了就跑, 险情度过又回来, 这样的人不值得搭救。 张龙照虎也警惕望着其他人, 倒不是他们发现了什么, 这单纯是军人职业素养, 在危险随时可能发生的环境, 必须保持高度紧张的状态。 同志,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大妈望着一地狼藉, 眼底有畏惧之色, 一脸紧张说道, 这份紧张不是装的, 在刚涉杀了近百个丧尸的持枪军人面前演戏, 心里不紧张才怪。 对他沈林十分厌恶, 本不想管他, 听他求救却也不好置之不理。 出什么事了? 你慢慢说, 上了贼船只能一条道走到黑的佟佳琪, 生怕大妈不靠谱露出马脚, 抢了他的台词, 长官, 我女朋友逃跑的时候摔断了腿, 痛晕过去, 您要是不管他就死定了。 可这我也不是学医的。 沈林面露难色, 遇到这种情况他同样束手无策。 赵虎想了想, 说道, 长官, 我掌握一些战场医疗包扎的技巧, 或许可以救人。 动员兵不是工具人, 除了对沈林保持百分百绝对忠诚之外, 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特长。 很好, 人在哪里, 带我们过去看看。 沈林心未点头, 动员兵里能人多呀。 这边, 跟我来。 佟佳琪在前面领路, 一前一后是张龙赵虎, 不动声色把沈林保护在中间。 让一下让一下, 背后响起大妈的声音, 沈林回头望去, 她正死命往前挤, 硬挤到赵虎和沈林中间。 人怎么能讨厌到这种程度? 沈林不禁皱起眉头, 心中满是厌烦, 摆摆手示意, 赵虎不用在意。 沈林没想别的, 一心救援, 在她心里, 他们有人有枪, 实力比这些狼狈的幸存者强大太多, 幸存者怎么敢耍花招。 可她还是低估了人心中, 恨人有笑人无的阴暗面, 因为有枪械, 他们格外强大, 碾压丧尸, 也正因为枪械才被人觊觎。 连续穿越两节车厢无事发生, 正在此时, 铁轨前方突然出现一条漆黑隧道, 郑雄脸上爆发出惊喜神采, 天助我也。 火车驶入隧道之中, 黑暗吞没一切, 动手。 郑雄抱贺一声, 便生肘叶。 沈林立刻感觉到一双肥状的胳膊 从后面将她牢牢孤住, 力气很大, 她一时无法挣脱。 黑暗中, 前后都爆发激烈的战斗。 该死, 他们竟敢惊怒一瞬间填满沈林的心扉, 汉不畏死的丧尸没有击垮他们, 却在最想不到的情况下 遭到了同类的算计背叛。 隧道很短, 十几秒钟就渡过, 光明重现, 局面发生了逆转。 张龙肩膀插着一把匕首, 她的枪已经被郑雄夺走, 沈林枪代理的手枪 也被佟佳琪趁乱摸走。 唯一的好消息是偷袭赵虎的农民工失守被赵虎制服。 局势明朗, 两条枪对一条枪, 束缚沈林的讨厌大妈也回到郑雄身边, 洋洋得意望着沈林。 长官, 属下无能, 张龙仗红了脸, 羞愧难当。 不必自责, 责任在我, 小看了这群狼心狗肺的畜生。 审恨的林咬牙切齿, 瞳孔里要喷出火来。 小畜生还敢嚣张, 现在看看是谁有枪。 大妈站在郑雄身旁狐假虎威, 放肆击嘲着。 沈林微微眯起眼睛, 拿过赵虎的枪也丢过去, 说道, 你们想要枪都给你们又能怎么样, 枪里子弹都打光了。 第一部计划成功还在策划 以什么手段除掉三名军人 勇绝后患郑雄文言面色一遍, 抽出步枪弹夹一看, 是空的。 郑雄这笔他还熟练地用枪动作 也让沈林立刻明白, 幕后主使者就是这个面相不善的家伙。 沈林模样有恃无恐, 郑雄只当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还以为是和平年代, 不敢对他下手, 当即冷笑说道, 不管怎么说, 现在枪在我们手里, 你们一定有后背弹药, 立刻交出来, 或许我可以考虑放了你们。 你想放过我可我不想放过你, 你说怎么办? 沈林面无表情说着, 他头一回吃这么大的亏, 心中的愤怒在高压环境下越发旺盛。 张龙在沈林身前半个身位, 他没有拔出肩膀上的匕首, 一旦拔出来, 势必会失血减弱战斗力。 他要带着这份痛苦洗刷他的屈辱。 他可是长官召唤的第一个战士, 长官最信赖的人, 却连连失误导致长官遇险, 如果不是, 现在长官身边急缺人手, 他自杀谢罪的心都有。 郑雄哼了一声, 说道,没有枪你们就是梅牙的老虎, 还敢大言不惭, 就凭你们身披的这身体以为没人敢动你。 我告诉你, 世道变了, 识相地交出子弹藏匿的地点, 不让我把全都拿去喂丧尸。 火药味十足, 两伙人一言不合就要展开火拼。 郑雄心里把沈林当成初出茅庐的傻小子, 虽然枪里没有子弹, 但枪头上加装了刺刀啊, 比赤手空拳力还太多了, 竟然如此轻易地就把凶器交给他, 蠢笨如猪。 如此紧张的关头, 沈林却突然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然后完全不理会郑雄了, 安慰张龙道, 一时的成败根本不算什么, 好好疗伤, 继续为我效力。 长官, 我张龙的眼圈一下就红了, 赵虎在一旁看着也颇受感触, 长官如此爱惜士卒, 为他笑死又何妨。 小王八高子目中无人, 我今天非教训叫郑雄因沉着脸话, 刚说到一半, 眼睛突然瞪得溜圆, 他看到沈林身后又走来两名鹤枪实弹的战士, 局势再度逆转, 赶来的正是沈林刚刚制造完成的两名动员兵。 上等兵王腾, 李思木, 向长官报道, 别想吓唬我, 你们枪里根本就没子弹。 郑雄咆哮道, 虽然他这回有枪了, 可对面是五个人, 四个都是高大威猛的战士, 他们的长官稍显文弱, 也战斗在对抗丧尸第一线, 不是拖后腿的。 郑雄知道他必须要做出表率, 不然他身边的墙头草, 不知道又要倒到那边去了, 他挺着刺刀, 朝着沈林刺杀过去, 能先干掉长官, 或许可以让士兵失去斗志。 他不知道新来的士兵枪里 到底没有子弹, 他已经无路可走, 只能赌。 遗憾的是, 他赌输了, 击毙暴徒, 保护长官。 张龙医生大鹤 站在沈林身前严阵以待, 后方新来的两名动员兵 已经在同一时间开枪, 两发出膛的子弹击中郑雄胸膛, 百多斤的身体 瞬间被子弹击穿, 打飞, 如落叶向后飘零, 然后重重摔在地上, 吐出几口血沫就再没了动静。 丧尸只有抱头才能杀死, 人不一样, 身上的要害太多, 很小的创伤面积 没有得到妥善医治 都有可能导致后续感染而死。 第九章, 一星动员兵, 近距离爆发的枪声 就像鞭炮在童佳琪耳边炸响, 震得他头晕目眩一瞬间 失去所有的思考能力。 郑雄裂开的胸膛 泼洒出滚烫鲜红的血液, 还带着子弹的温度, 泼洒在童佳琪脸上, 这一刻一同裂开的 还有童佳琪的胆破。 黑沉沉的手枪重若千斤, 啪哒一声掉在地上。 长官, 这些刁民包藏祸心, 建议全部击毙。 赵虎提议, 张龙负义赞同。 之前他们诓骗说有人受伤, 是赵虎首先说 他学过医疗包扎, 救人印象强烈。 此时, 赵虎已经不再是 这些人为同类, 把他们当成敌人。 两个新来的动员兵不明所以, 沉默不语, 等待长官做决定, 无论沈林氏放逝杀他们 都无条件服从。 长官, 我错了, 我是受了那臭流氓蛊惑, 我认错我有罪, 您发发慈悲, 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 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郑雄在面前被杀, 嚣张跋扈的大妈 吓得腿都软了, 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她是真的怕了, 怕落得郑雄的下场。 现在知道是乡里乡亲, 早干嘛去了。 沈林冷冷瞥了她一眼, 她最恨的是郑雄, 然后就是为虎作娼的大妈。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第一, 立刻从火车上跳下去, 我不想看到你们, 誓死是活个安天命。 第二, 接下来的战斗你们打头阵, 如果能活下来, 一切我既往不救, 你们自己选吧。 两条路听上去都是死路, 大妈咕咚咽了口口水, 眼泪冲花浓妆, 勉强挤出一丝尬笑, 却比哭还难看, 说道, 长官, 我侄女年方二九, 貌美如花长得跟明星似的, 您放了我, 我介绍她给您认识。 闭嘴, 再废话我帮你选。 沈林瞪了她一眼, 她善善退回去, 不敢多言。 没耐心等她们磨蹭, 沈林还有事要做, 选好了没有? 再不选就跟我一起去对抗丧尸。 我, 我还是跳车吧。 大妈最先做出决定。 大妈还记得前段时间新闻报道, 一对情侣在火车上发生口角, 女子一气之下从火车上跳下, 却因为火车当时行进速度不够快, 只扭伤了脚踝, 后来在民警的批评教育之下认识到错误和男友重归于好。 大妈心知肚明, 跳车固然危险, 可是对抗丧尸那是一条实死无生的路。 车门拉开, 冷风嗖嗖地刮, 道路两旁是金黄麦田, 大妈已经没有退路, 咬了咬牙, 瞅准前方的一个草垛纵身一跃。 可惜她的身材过于肥胖, 远远没能抵达理想的落点, 摔在铺满碎石的车道外, 不知生死。 是生是死对沈林来说都不重要, 从她跳下这趟火车开始恩怨就两清了, 以漠世的困顿交通状况来看, 此生都未必能见第二次面。 你们两个怎么选? 沈林望向余下两人, 童佳琪双腿都在打仗, 她也想往下跳却没有勇气, 对抗丧尸更加不敢, 一个是现在死, 一个世代会再死, 童佳琪选二。 我不跳,老婆孩子还在家里等着我呢, 我必须得回家, 我跟你们干。 被赵虎瞬间制服的农民工态度坚决, 她是帮凶没错, 却也只是被时事大潮席卷的边缘人, 她的心计无法用善恶评价, 只是麻木。 很好, 王滕, 李斯牧, 丁锦他们两个, 如有一动立刻处决。 同样的错误, 沈琳不会犯第二次, 宁愿把他们当犯人一样防备, 也不像在被算计。 哦, 对了刚才, 你们说你女朋友摔断腿, 也是骗人的吧, 她不愿意同流合污被你们害了。 沈琳猛然想起童佳琪的女朋友, 在大妈胡搅蛮缠的时候, 她说了一句公道话, 没有, 她被太爷们绑起来了, 打算事后处理。 童佳琪低着头不说话, 农民工送上助攻, 联邦好男友, 真有你的。 沈琳朝童佳琪嘲讽地竖起大拇指, 这种人都能找到女朋友, 什么他妈的世道, 随即吩咐道, 张龙, 去把那女孩带过来。 童佳琪头垂得更低了, 她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林诗语, 心中满是悔恨, 早知如此还不如顺着林诗语, 谁知道郑雄这么草包, 谁知道这长官这么阴险, 说好了就三个人还藏后手。 情侣反目后, 重逢互相指责, 诋毁的狗血一幕并没有发生, 林诗语被安置在后方, 而她男朋友童佳琪 已经被征召前往一线战场, 留下来不一定会死, 这是给他们赎罪的机会, 因为规模最大的一波诗巢 已经被团灭, 前面连续几届车厢 都只有灵星几个丧尸, 不怎么用得上童佳琪和农民工黄祥怎么动手, 丧尸就被龙惊虎猛的张龙, 赵虎两人近战刺杀, 张龙的奸商经过简单处理,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就在她将刺刀插进第七节车厢 最后一个丧尸的眼眶, 她的身上冒出一阵 只有沈林能看到的绚烂金光, 同时沈林脑海中 响起滴滴滴庆祝的军号声, 张龙在历经多场战斗, 斩杀丧尸近百终于升星了, 在红颈游戏原作中, 士兵或是坦克等等作战单位 在消灭了一定数量的敌人后都会升星, 每一次升星, 攻击防御回复都会有全方位提升, 最高可以升到三星, 三星单位打无星单位就是爸爸打儿子, 一辆三星的天奇坦克基本等于无敌, 可以在游戏地图里横着走, 不过这都是游戏里的数据, 基于现实情况升星可能和游戏中的表现不同, 沈林询问阿雅差异在哪里? 伟大, 可可, 指挥官大人可以放心, 现实中比游戏内升星的表现更强, 每提升一星, 战士的力量敏捷等全属性都有小幅度提升, 提升射击精度并额外增加一个弹夹, 同时, 增强对丧尸病毒的抵抗力, 基本上一个三星的红颈战士只要不被狮群团团包围, 浑身多处咬伤病毒, 遍布身体各处都不会转化为丧尸, 一星红颈战士已经产生针对丧尸病毒的少量抗体, 沈林这边还在和人工智能阿雅沟通, 了解升星之后的详细资料, 张龙转过头朝着沈林庄重镜了一个军领, 他感觉到经过艰苦的战斗他变得更强了, 冥冥中得到的全新力量都是来源于伟大指挥官的赠予, 还有一些升星的福利, 阿雅是没细说的, 每一次升星对红颈战士身体素质提升的同时也会治疗他身上的伤势, 增加额外一个弹夹的时候顺带着补满他每日刷新的全部子弹。 第十章,前往东洋, 火车内空间狭窄, 一人转化很容易一传实实传摆, 如此狭小的范围内无论是逃跑还是抵抗都极其困难, 地形问题是导致前面车厢已经全部被丧失占据的主要原因, 升星过后的张龙战斗力再次有了显著提升, 百米之内但无虚发,力量增强, 闪转腾挪游刃更加有余。 在他的带领下, 很快清理了其他几节车厢的丧尸。 其实在火车中战斗的一大好处就是敌人只会来自一个方向, 那种丧尸四面八方围堵过来的危险场景绝不会出现。 危难中能看清一个人的本性, 黄翔拿出厚重东衣穿在身上增加一层防护, 主动跟在张龙后面打下手, 而佟佳琪见张龙战立强横大杀四方, 光明正大的缩在比沈林还厚的安全地区滑水。 这些沈林都看在眼里, 他嘴上没说, 什么人可以团结, 什么人必须放弃在他心里已经有了打算。 来到第六节车厢尽头, 卫生间里有细微的声音, 消息没错, 果然还有活人。 沈林一努嘴, 张龙立刻会议, 上前敲门道, 里面的人出来吧, 听到枪声了吧, 我们是军人, 现在已经安全了。 门颤微微拉开, 逼着的厕所里躲着三人, 微胖的列车长和两名乘务员, 幸好乘务员小姐体态苗条, 要是三个胖子藏在里面, 简直画面太美, 我不敢看。 里面温度高加上紧张, 列车涨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流, 一见到鹤枪时代一身军装的张龙, 眼泪都快下来了, 攥住张龙的手猛摇, 同志,幸亏有你们。 沈林轻咳了一声, 现在还不到感谢的时候, 问道, 你们能不能跟外界取得沟通? 现在各地的情况怎么样? 见沈林说话, 其他军人都一脸严肃的列车长一愣, 还以为人高马大的张龙是军官, 不曾想是这个看上去像大学生的年轻人。 列车长不敢怠慢, 忙答道, 在通讯方式彻底断掉之前, 总控中心发来信息, 病毒已经在各地开花, 这趟列车的的终点站粮食是万万不能去的。 为什么? 沈林听到故乡的情报, 不由地攥紧了拳头, 急切追问。 粮食是西北重城, 火车站每日旅客人刺过十万, 现在又正是寒假客运高峰期, 火车站人流庞大, 现在粮食火车站已经彻底沦陷, 火车网络也已瘫痪。 如果在粮食停车火车很难入站不说, 即便入站也要面对数以万计的丧失。 列车长慌而不乱, 条理清晰地将原油讲清楚。 火车不能入粮食, 列车长心里也很难受, 他家就在粮食, 不知道家人现在情况如何。 那, 应该怎么办? 沈林罕见得没了主意, 别看张龙在列车上大杀四方如入无人之境, 可这是在地形简单的列车, 而且丧失数量有限, 一旦下了火车, 面对数不清丧失, 就他这点兵力瞬间就会被丧失淹没。 总控中心失联之前, 给我们最后的命令是带领幸存下来的乘客前往东阳县, 东阳县火车站才整修过不久, 客流量稀少。 东阳县沈林去过几次, 有好几个高中同学就是东阳县人, 高考结束办酒席的时候她还去参加过。 东阳县留给沈林的印象就是破旧贫穷, 全县人口不过百万, 城区内也就三十万人, 和人口三千万绰号西北明珠的粮食相比就是农村。 在丧失病毒爆发的档口, 人越少就意味着越安全, 放在游戏中, 粮食开局就是地域难度, 东阳县则是新手难度。 也好, 就在东阳县安心发育一波, 等我拥有一支军队就杀尽粮食, 爸妈, 小妹, 你们一定要等我回来。 我们就去东阳县, 哦对了, 车长同志, 你会开火车吧? 这才是沈林最主要的目的, 找一个会开火车的人才让火车不要失控, 火车上工作人员就算不会开火车, 耳濡目燃也知道一些, 总比他们这些外行懂。 这当然, 不过我们的警块, 司机赵鹏也被感染了, 而且就在驾驶室内, 一剑被采纳感觉自己受到军官重视的列车长, 表现出干劲十足的样子。 战斗就交给我们吧, 你们去后方等待消息就好。 列车长连连称好, 同城务员向后面安全车厢走去, 路过黄祥和佟佳琪的时候, 还竖起大拇指, 在他眼中, 这两人明明不是军人却跟在一线战斗, 都是好样的, 他哪里知道内情。 接下来的战斗依旧是张龙赵虎当先, 不过更多战斗杀戮的机会留给了赵虎, 沈林希望能再培养出一个一星动员兵战士。 至于农民工黄祥和佟佳琪根本没有插手的机会, 他们选择留下和丧尸战斗而不是跳车, 在沈林心里就已经原谅他们了, 不过从表现看来, 黄祥有意悔过, 佟佳琪却在浑水摸鱼, 前面车厢也迅速被清理干净, 狭窄的空间丧尸一窝蜂涌进来, 就等于排好对等枪毙, 火车驾驶室内的最后两名丧尸被击毙, 赵虎的身上也冒出一阵绚烂金光, 升为一星。 沈林计算过, 张龙赵虎升为一星各自约击毙百名丧尸, 升为一星的条件取整数大概就是一百丧尸。 同时, 店后打扫战场的王腾和李斯木 也为沈林带来了许多贵金属宝石, 充值入系统之中, 耗尽的余额再次富裕起来, 足够沈林再造三名动员兵战士。 不过, 沈林不急着制造, 火车内部已经全部清理, 凭空冒出三个军人很惹人怀疑, 沈林打算等到没人的时候再建造, 反正以现在的火力 在列车上横着走都没问题, 就算真需要兵力, 也就三分钟的事便能将战力迅速兑现。 将道路大致清理, 将其他人也全都召集过来, 列车长操控火车, 沈林则在一旁询问一些驾驶火车的知识。 未来, 如果文明复兴, 铁轨就是沟通南北的生命线, 多了解一点常识肯定没错。 沈林的思维模式逐渐从一个大学生向掌权者蜕变, 在这个秩序崩坏的时代, 坏人愈坏, 强者愈强, 沈林正在成为能掌控自身和他人命运的强者。 第十一章, 战前激战。 抵达东阳县这段路程无波无澜, 半路上见到其他轨道上侧翻起火的列车, 向沈林昭示如果没有及时控制住, 列车可能会发生的另一种结果。 也正因为这辆侧翻的列车, 导致车内的丧尸遍布轨道, 清理丧尸浪费了一些时间, 导致抵达东阳县火车站的时候, 天色已尽傍晚。 黑夜即将到来, 有什么雄心壮志, 未来蓝图都要等到明天再去实施, 黑夜对主要依靠枪支的人类是极大的限制, 而对视觉听觉嗅觉全部得到强化的丧尸来说, 却没什么影响。 显然, 夜晚是丧尸的主场。 临下车前, 沈林对三男三女六名幸存者讲道, 咱们把丑话说在前头, 下了车之后, 不想和我同路我也可以理解, 我祝你一路顺风, 如果想要留下来, 那么一切事宜都得听我的。 沈林不是霸道总裁, 但一个队伍里只能有一个声音这个道理她明白, 沈林可不想她在前线浴血奋战, 背后又有人搞什么阴谋算计。 当然, 沈林也不会独断专行, 在她不懂的地方, 她也知道请教权威, 有合理的建议她也愿意采纳, 只是, 其他人只有建议权, 决定权她会牢牢握在手里, 所以把丑话说在前头。 一切服从长官安排, 列车长是体制内的, 她清楚沈林想要抓权的道理, 手无头不行, 沈林手下的军人都对其唯命是从, 她自然不会有反对意见。 佟佳琪撇了撇嘴, 心有不愤, 沈林看上去年纪比她还小, 凭什么这些人高马大的大兵听她的指令, 这让自视甚高的佟佳琪很不爽。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现在得靠沈林才能活命, 佟佳琪也不敢这时候跳出来找不自在, 只是心里暗暗琢磨怎样能展现她的聪明才智领导天赋, 让这些大兵认清谁才是真雄主, 早日弃暗投明。 没人反对, 沈林点点头继续说道, 既然接下来要相处一段时间, 有些事我也该告诉大家, 我是粮食人, 最终一定会回到粮食。 正好我知道东阳县有一秘密部队据点, 我将招兵买马, 壮大队伍, 然后回家。 一番发言, 沈林表明了三件事, 第一, 队伍之中只能有沈林一个声音, 第二, 她的最终目标是回粮食, 第三件事则是沈林为后续不断出现的战事, 找了一个让人信服的理由, 不然不断凭空出现的士兵肯定会引人怀疑, 沈林可不想暴露系统。 众人纷纷点头, 达成一致, 其实坐这趟列车的, 十个有九个都去粮食, 大家的目的是一样的, 都想回家, 只是碍于现在的局势, 不得不暂时停留在东阳县而已。 车门缓缓拉开, 人行道上铺着深红暗绿两色嵌合的花纹石砖, 张龙照虎在前, 沈林紧随其后, 脚踏实地的感觉比踩在摇晃的火车上让人安心得多。 车站刚刚翻修, 比记忆中的老旧火车站要干净整洁许多。 站台上零星有几个丧尸, 列车散发出来的刺鼻血腥味早就把他们吸引过来, 张龙没有开枪, 举枪便刺, 快儿迅猛, 几下就把丧尸全部刺杀。 车站是进不去了, 通往内部的大门被牢牢锁住, 外面还拴了两条大铁链, 透过玻璃窗网里望, 光洁的瓷砖上随处可见血迹, 里面摇摇晃晃, 怕不是有数百丧尸都被关在其中。 我知道员工通道在呢。 其中一个乘务员小姐曾在东阳县火车站任职, 见无路可走, 说道, 很好, 你来指路。 沈林赞许点头, 请随我来。 她穿着制服, 遮到膝盖的连体裙下露出黑色丝袜小腿, 高跟鞋踩在石砖上发出清脆塌声。 后车大厅不断传来的丧尸, 低吼, 让她心神不宁, 生怕哪里跳出来一只丧尸咬她一口, 把她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员工通道在火车站很少有人知道的侧面, 通道狭窄, 头顶的灯泡失去宫殿已经灭了, 众人只得拿手机照明, 小心谨慎从员工通道走出火车站外, 豁然开朗。 宽敞的站前广场已经成了一片修罗场, 地上横七竖八, 躺倒着十几具尸体, 更多的丧尸围在尸体旁, 啃咬吞吃着满足自己嗜血欲望, 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咀嚼声, 不断由尸体转化完成, 缓慢爬起, 加入这场盛宴。 一辆抛锚被困在路中间的汽车中还有幸存者, 她看见了沈林等人, 拍打车窗高喊救命, 可丧尸的动作比沈林更快, 闻声飞奔过去将这辆车团团围住。 救不了了, 走吧, 不要开枪, 顺着侧面走。 沈林摇了摇头, 丧尸实在太多了, 广场就有进摆, 马路上更是密密麻麻一片, 后车室内还困着数百丧尸, 不知何时能脱困。 贫困人口流失严重的东阳县尚且如此, 沈林无法想象粮食该是怎样的人间炼狱。 众人贴着墙根缓步前进, 尽量不发出声音, 可意外, 还是找上了他们。 一家超市中的丧尸发现了近在咫尺的一堆活人, 行动迟缓的丧尸一瞬间爆发出夸张的速度, 然后重重撞在玻璃门上, 发出冬的一声闷响, 响声不大并没有惊动广场上的丧尸, 可此时刚好临湿雨从门边走过, 闻听一响转头望去, 一张扭曲猙獰的面孔贴在玻璃门上和他距离不过半米。 刹那间大脑一片空白, 惊恐畏惧之下, 能表现出来的只剩一个本能尖叫。 啊! 尖叫声尖锐高亢, 仿佛聚光灯下纵情高歌的女高音, 一瞬间, 附近所有的丧尸视线全部聚焦此处。 沈黎心里咯噔一声, 心知这下坏事了。 保护长官, 张龙最先反应过来力声咆哮, 手当其冲炸了出来, 扳机扣死, 灼热子弹形成狂潮, 扑上来的丧尸像割麦子一样瞬间倒了一排。 长官, 快走。 赵虎拉着沈黎迅速往丧尸稀少的地方逃窜, 这时候其他人顾不上了, 能跟上就活, 跟不上也只能听天由命。 没怎么出力, 子弹尚且充裕王腾, 李斯木两人也面沉如水, 不断扣动扳机, 枪口喷出火舌。 想完全消灭丧尸根本不可能, 近处的丧尸还没解决, 远处的丧尸已经闻讯而来, 更可怕的是后车大厅内的丧尸 听到枪声正在玩命冲击大门, 有的已经撞碎了玻璃, 从侧面跳出来了。 快到这边来。 拐角处, 赵虎朝着还在苦战的三人挥手高呼, 他已经找到了避难所。 三人闻讯且战且退, 点射精准射杀进处丧尸, 来到拐角处猛地爆发出一阵强劲火力, 将丧尸剿灭大半, 然后跟随赵虎顺着小巷, 迅速冲进火车站相当偏僻, 不显眼的一家小旅馆, 拉下卷帘门用重物堵住门口, 这才松了口气。 第十二章,旅馆一夜, 黄翔席地而坐, 平复紧张的情绪。 略微肥胖的列车长 已经是躺倒在地上, 大口喘着粗气, 短短几百米路累得像跑了一场马拉松。 林诗宇偷偷观察 坐在旅馆柜台老板椅上休息的沈林, 挪不走去, 捏如这支欠道, 对不起,因为我差点害了大家, 都是我的错。 也是我考虑不周, 没有提前预见到这种情况的发生。 沈林并没有责怪她, 让林诗宇暗自松了口气。 前车之见, 后事之失。 沈林擅长归奈总结, 错误在她这里永远都只会犯一次, 绝不会在同一个坑里栽倒两次。 这次的经验让沈林明白, 这丧尸横行的漠视, 普通人根本靠不住。 的确, 引发这次意外的林诗宇, 可换了其他人突然近距离遭遇丧尸表现, 也不见得会比林诗宇好到哪里去, 没有经过磨练的一般人难当重任。 以后在行动的时候, 轻易不能带上其他人, 尤其是林诗宇, 心理素质太差。 在其他人休息的功夫, 两名一星的动员兵张龙照虎 就已经把旅馆上下都搜查了一遍, 丧尸全部击毙尸体从二楼丢出去, 确保旅馆内的安全。 日薄西山, 天色越来越暗, 到了用餐时间, 可经历了世界突变这样的巨大打击, 每个人都有些魂不守舍, 忘了吃饭这回事。 直到列车长远滚滚的肚子 发出牛蛙吼叫一般的咕噜声, 他尴尬笑了笑, 有没有东西吃, 我饿得受不了了。 旅馆有厨房, 自己去做。 张龙还不饿, 他出生还不到半天, 又经历了一次身心进化, 状态正佳。 那个, 我也有点饿了。 沈林的肚子也要造反了, 中午就没吃多少, 又经历了一下午的战斗 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 只是饿过境了 失去饥饿的感觉。 你想吃什么? 我这就去弄。 沈林一开口, 张龙顿时点头哈腰, 热切询问, 态度的区别 让佟佳琪羡慕有极度, 我要是有这么忠诚的手下 该多好。 随便吧, 有东西吃就行。 沈林很随意, 不用麻烦几位, 我们会做饭, 就让我们来吧。 之前为众人领路的 乘务员站出来说道, 两名乘务小姐 互相也有过商量, 战斗他们帮不上忙, 在后勤上一定要有所贡献, 才不会被抛弃。 在这人人自危的 接骨眼上, 一定要牢牢抱住 这些战士的大腿, 动员兵战士的强悍战斗力 他们看在眼里, 跟随强者生存才有保障。 我也去帮忙。 林诗宇也想证明自己 不是脱油瓶, 紧随其后。 经历了列车上那一起事件, 赵虎对外人充满了怀疑, 他不动声色去厨房看了几遍, 怕有人下毒暗害长官。 他有些反应过度, 过分紧张, 饥饿的感觉一涌上来, 沈灵芝觉得整个胃部都在抽搐, 饿得头晕眼花摇摇欲坠, 来到张龙为他整理出来 最干净宽敞的房间歇下。 不一会功夫, 张龙就端着一碗面进来了, 青菜挂面, 面上整齐码放一排切片腊肠。 长官, 面来了, 您先吃。 沈灵拿起筷子, 挑起面条, 吃了两口, 又把筷子放下。 怎么了, 不合您胃口。 张龙忙问道, 沈灵摇摇头, 说道, 你知道吗, 今天是我放假回家的日子, 我妈肯定做了一桌子菜在家里等我, 可如今我却孤身一人在这里。 张龙一时沉默, 他明白沈灵的心情, 他何尝不是远离了家人, 远离了故土, 甚至离开了他所身处的年代来到这里。 您不是孤身一人, 您还有我们。 张龙沉重的语气让沈灵恍然醒悟, 微笑道, 你说得对, 只要我们在一起, 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不该悲伤, 而是应该庆祝, 庆祝我们活下来。 抛下思乡的情绪, 沈灵大口吃面, 我想起来了, 每日发放的单兵口粮里有肉罐头, 您要不要来点? 不用, 青菜面挺好, 现在我是真没胃口吃肉, 看到肉我都会想起子弹爆头血肉模糊的场景。 沈灵摇头道, 张龙面带笑容, 这是第一次上战场的必然反应, 我还是新兵的时候也这样, 习惯就好了。 吃过晚餐, 天就彻底黑了, 疲倦难当的农民工黄祥早早找了个房间睡下, 胖车长选择和黄祥住一个屋。 旅馆有十几个房间, 一人一间房都有空余, 不过为求一个照应再加上抱团取暖的心态, 有人选择合住也很寻常。 沈灵站在窗口, 眺望远处的城镇, 有的地区还没有断电, 能看到高层亮起的灯光, 有些灯光明明灭灭一闪一闪向, 是在传递求救信号。 县城的夜晚从未如此热闹, 路灯下的街道随处可见行走的丧尸, 也有活人伺机逃走, 又被丧尸发现, 哀嚎声伴随丧尸的咆哮响起。 四个动员兵一合计就商量出了守夜方案, 张龙和王滕守前半夜, 赵虎和李斯牧守后半夜, 不只是侦查丧尸动向, 也是防止有人图谋, 暗害沈灵。 百分百的忠诚, 让四名战士不放过任何可能对沈灵造成危害的事情发生, 再得知两班守夜能够保证足够休息时间 不会影响明日的战斗, 沈灵也就点头默许了。 有他们守着, 沈灵也能睡个安稳觉。 隔壁房间, 仙仙束手点燃蜡烛, 伴着微光, 曾在东阳县工作过的乘务员柳依依坐在床边沉思着, 思考前路, 思考未来。 咚咚咚, 门外响起敲门声, 是谁会在这个时候敲门? 我是沈灵, 有事找你。 听到沈灵的名字, 柳依依的思绪一下火烦开了。 她来找我不会是为了那种事吧? 不不不, 不会的, 她看上去挺正派的。 可杂书上说, 在李崩乐坏的济世, 男人心中的授欲会成倍放大, 越是漂亮的女人命运就越悲惨, 知人知面不知心, 万一她真的想那个我, 我到底是反抗还是不反抗? 沈灵不知道就开个门的功夫, 柳依依会有这么复杂的心理活动。 你脸怎么红了, 发烧了。 沈灵见柳依依面色驼红, 问了一嘴, 没, 没事, 请进。 烛光映照在雪白墙壁上, 呈现在出暧昧的粉色, 见沈灵的目光转向床上, 柳依依更觉得无地自容。 刚才为了翻找蜡烛, 牙膏, 毛巾, 还有一盒套套就随意丢在床上, 不要问这东西哪来的, 哪个旅店宾馆少得了这个。 其实沈灵也不错, 身材挺拔, 外形良好, 看上去也没什么不良嗜好, 如果从了她以后, 呸呸呸, 柳依依你在想什么? 你对东阳县这一片熟吗? 沈灵开口, 柳依依的胡思乱想就进行不下去了, 显然这次沈灵找她是有正事。 柳依依松了口气, 心中有莫名有种失落的感觉, 她点点头, 正色答道, 周边还是挺熟的, 郊区就不了解了。 这一片熟就好, 我想跟你打听打听,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金店, 首饰店之类的地方。 人无横才不负, 只要有金银财宝沈灵的队伍 就会迅速壮大, 城市中哪里金银财宝最多, 自然是金店了。 向阳街西侧有一家珠宝店, 我去过几次, 距离这里只有1500米不到。 金店的话, 东阳县的两大商场乐购和沃尔玛都有。 以此地为出发点, 你帮我画一张简略的路线图, 这三个地点都标注出来, 没问题吧? 小事一桩, 明早我把地图给你, 那就麻烦你了。 说吧, 沈灵片刻也不停留离开了柳依依的房间, 她好像真的没想过那种事啊。 柳依依望着沈灵离开的背影, 难难道。 说实在的, 沈灵也不是坐怀不乱的证人君子, 看到床上那一盒不可描述物的时候, 她也动过心思, 只是她现在追求的不是儿女私情和身体上的享受, 扩大军队, 早日杀回粮食, 才是她时时刻刻放在心上的目标。 与此同时, 二楼佟佳琪也敲响了林施宇的房门, 她是来道歉的。 施宇,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当时朱油蒙了心才打了你, 我也很后悔, 我宁愿你打我十八掌, 打我一百八掌, 只要你能消气, 你打死我都行, 我真的真的知道错了。 佟佳琪姿态放得极低, 讨好说道, 交往的时候, 佟佳琪一直都是这么低声下气的火, 哪怕是她无理取闹, 也都是佟佳琪低头认错, 林施宇心软了, 可以想到她下午猙獰的样子, 以及说出心里话时的痛快神情, 软化的心又立刻坚硬如铁。 你走吧, 我跟你一刀两断, 以后你是你我是我, 别再来纠缠我。 仿佛晴天霹雳当头披下, 茫然, 愤怒, 怨恨, 此地无人, 佟佳琪内心深处的想法直观表露在脸上。 林施宇, 我跟你在一起两年, 这两年我对你怎么样, 你一清二楚, 现在我拖累你了, 你就把我当垃圾一样甩掉。 行, 婊子无情细子无义, 今天我算看明白了。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还用我明说, 摆明了你是看上那个姓沈的, 人家比我年轻, 比我有能耐, 我和他一比就像个废物, 你不就是这样想的吗? 佟佳琪心中的恨意无限放大, 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门煞时拉开, 露出泪流满面的林施宇, 分手难道他不心痛吗? 这段维系两年的爱情, 他没有付出真心吗? 在佟佳琪的口中, 却说成是他喜心厌旧潘高枝, 满心委屈, 他要跟佟佳琪当面对质一五一十讲清楚。 刚要说话, 他眼角的余光, 看到走廊拐角立着一人, 云衬身材穿着军装。 正是沈林, 他站在那里有一会了。 真是一出好戏, 哥们, 见到你我算知道什么叫人渣。 就听到沈林的声音, 佟佳琪像受惊的兔子惊慌望去, 脸上墙挤出一丝笑容, 手掌, 您来了。 沈林冷笑, 别拍马屁, 没用。 我给过你机会, 可是你做了什么? 浑水摸鱼, 把我当傻子糊弄, 现在又在背后造谣声势。 实话告诉你, 这次我上楼就是来通知你, 今晚是我庇护你最后一晚, 明天一早, 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再让我看到你, 就把你视为丧尸一起处理。 这个队伍里, 每个人都有存在价值, 哪怕是现在酿成大祸的林诗雨, 除了同佳琪。 此人心术不正, 又怨恨深埋, 留着他就像留一颗定时炸弹在身边, 早晚要爆发出霍乱。 下达最后通牒, 沈林看都懒得再看下的 贪坐在地上的童佳琪一眼, 下楼离开。 诗雨, 诗雨, 你救救我, 帮我说句话, 他一定听你的, 你不能看着我去死啊。 童佳琪颤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惊恐的模样, 在不见刚才恶语相像时的嚣张。 看他这副样子, 林诗雨的眼泪也止住了, 为这样一个人哭不直, 关上门躺在床上, 把脸埋在枕头里, 不去听童佳琪的哀嚎。 病毒爆发的第一晚, 旅馆内每个人都满怀心事难以安眠。 第十三章, 警犬。 这一晚, 有无数人命丧失口, 也有无数人为了生存奋起挣扎, 能在和平安眠的环境下 每每睡上一觉是最大的幸福, 只是此时还没几个人能意识到这一点。 童佳琪意识到了, 她知道今晚过去她将被队伍抛弃, 要独自一人在陌生的城市求生, 一想这个就充满了对未来的担忧和恐惧, 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好, 凌晨时迷迷糊糊睡着, 又被人唤醒。 张龙拿钥匙直接打开房门, 扯开被子冷脸以对。 天亮了, 你该走了。 大哥, 你跟长官通融一下, 就说我知道错了。 闭嘴。 张龙直接拿不满子弹的九五式 顶在童佳琪脑门上, 在废话, 我避了你, 你走不走, 不走我送你一程。 我走我走。 不敢多言, 童佳琪被张龙带下了楼, 其他人早都睡醒了, 他们已从黄祥的口中得知了事情原委, 望着灰头土脸被赶走的童佳琪, 连怜悯的表情都欠缝, 这样的害群之马早赶走对大家都有意。 沈林起得更早, 站在窗边观察了一早上丧尸的习性, 丧尸将成为人类最大的敌人, 要能做到知己知彼。 一早还真有发现, 丧尸的生物中和人类完全相反, 夜晚是丧尸最活跃的时候, 速度力量都有小幅度增强, 之前躲在车子里的人类在夜幕降临后 被强化过的丧尸硬生生凿碎了玻璃杀死。 凌晨时分, 丧尸经历了一晚上狩猎的活跃期后就来到了疲惫期, 这个时候他们的反应相对较慢, 无感也不那么敏锐。 确认了丧尸这一习性, 沈林选择在凌晨把童佳琪赶走, 这人不值得搭救, 沈林却也不会送她去死, 还是给她留了一线生机, 至于她能否把握, 就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至于会不会此心养出祸害, 沈林从不担心, 就算童佳琪真是天选之人, 处处逢凶化吉, 等她混成一个小地区首领的时候, 沈林估计早已坐拥千军万马。 早餐是柳依依亲自送来, 熬煮浓稠的白粥配煎蛋, 每人分一盒牛肉罐头, 早餐算相当丰盛了。 然而, 沈林的注意力根本不在早餐上, 而是柳依依送来绘制准确精致的地图。 每一个地标建筑都清楚标明在地图上, 街道的长短也贴合现实, 这样的地图让人一看就懂。 人才啊, 这画得太好了, 怪不得要用一晚上的时间。 沈林望向柳依依的目光有些炽热, 赞叹道, 没有啦, 以前绘制过火车路线图, 有些惊艳。 柳依依抿了一下嘴唇, 狭飞双甲。 沈林欣赏她绘制地图的能力, 更欣赏她认真负责的个性, 这是很难得的。 有了精确的地图, 沈林如虎添翼, 迅速解决掉早餐, 计划趁着清晨丧失不活跃的阶段, 迅速占领车站附近向阳街的珠宝店, 一个珠宝店内的金银首饰, 加起来得有百万联邦币, 充值入系统中, 她的余额直接就能冲上四位数。 从后门离开旅馆, 走之前, 沈林叮嘱众人, 注意安全不要发声太大的声音, 要给陌生人开门。 沈林不会小看人心崩坏的速度, 她会尽到最大努力保证其他人的安全, 如果他们不听话导致的任何后果, 那就是他们咎由自取了。 清晨的丧失果然十分懒散, 十米外的丧失根本察觉不到沈林等人, 即便察觉跟几步发现追不上就立刻放弃, 万一悠悠地游荡。 一晚上的狩猎结束, 丧失们暂时得到了满足。 离开旅馆之后, 沈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一个无人的僻静停车场, 开启系统, 如今系统中所剩余额还有三百, 沈林打算再制造三名动员兵。 指挥官大人, 阿雅觉得您应该多考虑一下兵种配合的问题, 一位制造最基础的动员兵并不是最佳选择。 之前, 沈林最富的时候, 金钱也不超过二百, 除了动员兵, 啥也造不起, 阿雅也就一直没提。 沈林知道多兵种配合比单一兵种要强, 不过现在她金钱太少, 动员兵物每价廉最适合。 指挥官大人, 阿雅已经基于现实情况对兵种做出调整了, 每一个兵种的价格都是合情合理的, 指挥官大人为什么不尝试着制造一只警犬呢? 精心设计的兵种被指挥官大人瞧不起, 只愿意制造动员兵, 阿雅好沮丧。 阿雅瘪着嘴很委屈, 真是怕了你, 好好好, 我们就制造警犬。 沈林对阿雅莫名有重养女儿的感觉, 根本无法拒绝阿雅的请求, 先制造了一个动员兵, 余下两百斤选择制造警犬。 指挥官大人最棒了。 阿雅双手捧在胸前, 眼中泛出星星, 做出夸张的动画表情。 这次满意了吧。 依等等, 警犬制造怎么需要五分钟? 谈话的功夫一个动员兵已经制造完成, 走到沈林身旁静里了, 而警犬的建造进度才走了五分之一。 请指挥官大人稍安勿造听阿雅解释, 目前指挥官大人没有实体建筑, 所以越强大的兵种所需要的建造时间就越长。 当指挥官大人拥有实体兵营后, 建造的过程会在瞬间完成, 该兵种将直接出现在兵营之中。 沈林点了点头懂了一些, 虚拟建筑的好处是存在于沈林的意识之中, 走到哪跟到哪十分方便也不会被摧毁, 但是功能残缺只有实体建筑的一部分。 可惜, 现在没有一块稳定的根据地, 而且她也建不起实体建筑。 五分钟而已, 沈林等得起, 坐下休息片刻, 忽见街角闪出一头漆黑猛兽, 朝着沈林飞速扑来, 沈林先一惊, 随后发自内心的清静感觉才让沈林意识到, 这头猛兽是刚刚制造完的警犬。 品种依旧是黑背狼狗, 但体型足有小牛独子大小, 体重超过一百公斤, 世界上最大的犬类高加索犬也比不上它, 四肢粗壮有力, 而且警犬的身上装配了厚重防弹衣。 让阿雅来为指挥官大人详细介绍一下吧。 警犬让沈林为之震惊, 设计出警犬的阿雅自是欢欣雀悦。 警犬配备重型合金钢板防弹衣, 因其专精进战, 要和丧尸近身肉搏, 所以拥有抗病毒体制。 而且指挥官大人知道, 警犬并不是主持战斗的兵种, 而是寻找和搜查, 经过专业训练的高智慧警犬拥有十岁孩童的智慧, 并能听懂主人的命令, 发达的嗅觉可以精确发现丧尸位置, 并给出有效预警。 第十四章 截狐 听完阿雅的介绍, 沈林对两百多斤的乖桥猛兽越发满意。 沈林的猜想是对的, 警犬对抗丧尸依旧比不上专职战斗的动员兵, 动员兵一梭子子弹下去就能打倒一排, 这一点警犬就做不到。 战斗上警犬依旧会有不小发挥, 但它真正价值是在侦查、 追踪和预警上面, 这三点在危机四伏的丧尸都市中 有多重要不用说也明白。 以后每支独立行动小队都必须配备一支警犬。 沈林已经在心中做出决定, 这是对警犬的最大肯定。 接下来要开展作战行动了, 沈林拿出地图, 上面清晰标注, 前往向阳街珠宝店需要经过两个十字路口, 第二个十字路口向右拐, 步行三百米, 极致。 珠宝店距离火车站不远, 街道上的丧尸不算太多, 比较难过的衣冠就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处。 刚才在街上时候, 沈林就看见前方的十字路口连环撞车, 发生巨大爆炸, 中心地带十几辆车都被烧得只剩焦黑的车辆骨架。 灾难现场聚集许多丧尸, 都是被爆炸巨响吸引来的。 看来要打一场硬仗了, 趁着早上丧尸不活跃, 我们杀过去。 检验战斗力的时候到了, 这场仗必须要打, 前面的十字路口是交通要道, 不止通往向阳街, 前往镇中心繁荣地带, 更无可避免要经过。 沈林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战士们是什么都不怕, 雄啾啾气昂昂, 紧握钢枪朝着十字路口挺进。 健壮的警犬当先开路, 鼻翼不断吸动, 嗅着大皮丧尸所在的位置。 经过专业训练的警犬, 已经磨掉了犬类, 跳脱的个性, 十分沉稳, 哪怕靠近丧尸, 也不会主动挑衅, 只有在被丧尸察觉的时候, 警犬才会暴露出凶悍的一面。 粗壮的前肢, 蕴含着无法抗衡的力量, 直接将丧尸扑倒然后, 吭吃一口咬断丧尸的脖子。 动作利落实力很强, 升到一星的动员兵进深寨, 也很难匹敌一只零星警犬。 沈林和警犬有一丝精神联系, 能听懂此刻警犬轻声乌液表达的意思。 附近无大批丧尸, 可以行动。 这是个好消息, 沈林传达给众人, 调动起大家的斗志。 接近十字路口, 便开始不断由丧尸察觉他们的踪迹, 光靠近战已经无法快速清理掉这批丧尸, 沈林当断则断, 掏出手枪砰砰两枪, 干掉了张牙舞爪的丧尸, 低吼道, 开火。 枪声煞时响起, 吴炳九五式突击步枪同时喷射出火蛇, 张龙照虎的火力尤其强大, 两人都升过星, 比其他人多了三十发子弹, 而且枪法也更准, 不间断开火依旧可以精准命中丧尸。 拥有抗病毒体制的警犬更是勇猛无前, 一头就撞进丧尸堆里, 冲散了阵型, 找机撕咬, 杀伤效率不落人后, 和他们比沈林的战斗力就有点感人了, 他也不抢求这个, 跟着队伍移动前进, 认真瞄准然后补枪, 效率慢但是稳定, 被靠被杀穿十字路口的时候也击毙了超过十个丧尸, 走,不要恋战, 沈林发号施令, 穿过十字路口, 众人加快脚步, 快跑穿过长街, 城市中战斗有一点不好, 即便打赢了一场战斗, 也不会给太长的时间搜刮战利品, 枪声会吸引来更多丧尸, 一旦陷入恶性循环, 难以脱身就麻烦了, 第二个十字路口道路保持通畅, 街道上丧尸稀疏, 张龙赵虎配合警犬进战迅速解决, 没有枪声就不会引来更多丧尸, 整理干净街道, 沈林带着战士们从容不迫拐入向阳街, 前方珠宝殿已经映入眼帘, 脚步一瞬间轻快, 一溜小跑过马路, 连红绿灯都不用管, 来到珠宝殿前, 沈林有点傻眼, 却见珠宝殿大门敞开着, 柜台全部被砸烂, 里面金银首饰不翼而飞, 他奶奶各找, 有人截足仙灯, 截了老子的壶, 沈林瞪圆了眼睛, 忍不住猛喷脏话, 他以为他来得够早了, 没成想有人比他动作还快, 估计是昨天病毒爆发, 混乱初期, 有心怀不轨的小毛贼, 趁机搞了一跳大的, 沈林还不甘心, 换了谁也接受不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走进珠宝殿内, 地上零星洒落几件首饰, 应该是打包时候掉的懒得捡了, 蚊子再小也是肉, 沈林不嫌弃, 捡起来冲入系统中小不损失, 妈的, 这回亏大了, 毛子在珠宝殿内扫着, 恨不得抓出这个小偷把他大卸八块, 遏制住愤怒的情绪和不理智的想法, 沈林叹了口气说道, 算了, 去附近超市带点物资回去, 也算没白来一回, 长官, 你看这个, 李思慕眼尖, 他看到地上一块碎玻璃片沾着血迹, 捡起来说道, 珠宝殿内很干净, 地上脚印很少, 这证明珠宝殿内并没有丧尸来过, 这片玻璃上的血八成, 是小偷打碎玻璃柜石受伤沾上的, 或许我们可以依靠警犬的超凡嗅觉找到窃贼, 文言警犬汪汪叫了两声, 跃跃欲试, 听上去有点玄幻, 这真的能行吗? 沈林觉得可以试一试, 失败了也没啥损失, 要能追回这批珠宝, 那可就起飞了。 抚摸了两下警犬光滑油亮的毛发, 将沾写的玻璃碎片拿到他鼻子前, 沈林说道, 找到血迹的主人, 警犬嗅了嗅, 把这个味道深深记住, 硕大的脑袋在沈林掌心讨好的蹭了蹭, 低头嗅着气味慢慢走出去, 离开珠宝殿的大门, 直接根据气味判断出窃贼逃走的方向, 拐弯走进旁边小区。 沈林见状恍然大悟, 窃贼洗劫珠宝殿的行动不是有预谋的, 而是是突然兴起的念头, 很有可能是附近居民一直眼红珠宝殿, 平常时候不敢动手, 在混乱初期趁乱抢了一笔。 小区里盘缓着十几个丧尸, 拉开距离丧尸就是靶子, 轻描淡写地将丧尸解决, 警犬停在了二单元的门口, 汪汪叫了两声, 就是这里了,破门。 小区内的防盗门相当坚固, 但这挡不住沈林夺回珠宝的决心, 张龙举起枪就要射爆门锁, 头顶忽然传来声音, 别破坏大门, 你们是干嘛的? 三楼窗户一个中年男子探出头来, 他穿着T恤, 胳膊上缠了一圈纱布,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找到你了, 毛贼。 一看他手臂上的伤势沈林, 就判断出他的身份了, 嘿嘿一笑, 抬头喊道, 嘿, 是不是你砸了珠宝店, 把里面的金银首饰都抢走了? 中年人当即色变, 心脏砰砰直跳, 心里已经是骂开了花, 卧槽, 这帮当兵的有病吧, 真TM多管闲事, 活人都不知道死了多少, 还在追查那批失窃的珠宝, 你不用害怕, 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没人会追究你的责任。 沈林先稳住他, 你想怎么样? 那批珠宝属于我, 而你把他偷走了, 现在我要你把他交出来, 不需要跟他虚于尾仪, 这批珠宝他交, 也得交不交也得交。 这珠宝我留着也没用, 长官我跟你说实话, 昨天抢完我就后悔了, 这批价值百万的珠宝就看着好看, 实际价值还不如一厢方便面。 这样吧, 长官, 小区里就有一个小卖部, 我家里断粮了, 你们帮我拿点吃的来我就给你们开门, 把珠宝还给你们, 也省得你们开枪了。 他是个明白人, 沈林专程找来就知道这包珠宝留不下了, 就算留下也没用, 还不如换点物资来得有价值。 沈林略意沉吟, 同意了他的交易请求, 部队实力不足以碾压失群的情况下, 能不开枪还是尽量不开枪。 可以, 你等着吧, 我们很快就回来。 多谢长官, 中年男人也很高兴, 摆脱麻烦还能换来一笔物资, 这不不亏。 走过十阶小路, 沈林带着两名动员兵来到他口中的超市, 其他人还在楼下盯着省得他跑了。 居民区内的小超市也遭到了喜捷, 货架东倒西歪, 商品散落一地, 不过喜捷的人手有限, 不足以搬空超市。 看来我们搜集物资的动作也得快一点, 晚了就没有了。 目前, 沈林还不需要为物资担心, 系统制造的动员兵自带 每日刷新的单兵口粮, 营养充足。 扛了两袋大米, 几箱方便面和一些薯片巧克力之类的零食 回到楼下。 中年人果断给沈林开门, 交易的时候心中还坠坠不安, 怕沈林不讲信用夺走他的财宝不留物资, 毕竟沈林他们人人配枪, 还有一条凶悍的大狗, 就算真不讲规矩, 他也只能咬碎牙往肚子里咽。 他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这点东西沈林根本就看不上, 交换过物资之后, 沈林带着一杯包金银珠宝离开了小区。 第十五章, 重装不兵, 都说, 圣是古董乱是黄金, 可到了连吃一餐饱饭都成为一种奢望的末世, 一个面包一桶泡面的价值比同等体积的黄金更珍贵。 就像沙漠中快要可死的旅人, 一瓶水和一块黄金, 二选一塔肯定选前者。 这次的交易给沈林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等过段时间局势稍微稳定下来一些, 他可以建立一个兑换站点, 工程室里的居民已对生存无用的黄金宝石, 换取食物汽油等等生活所需物资。 沈林能得到宝贵的黄金, 居民也能得到实惠, 双赢。 畅想着未来, 沈林将手伸到书包里触碰到了光滑闪耀的珠宝, 发现可收集贵重资源, 是否转化为系统金钱。 让我看看这次的收获有多少, 全部转化。 沈林搓着手掌, 肉眼可见的兴奋。 转化成功, 获得1755斤, 目前财产总值为1809斤。 爽, 街道上, 沈林忍不住激动地挥舞了一下拳头, 这不赚大了。 1700多斤啊, 沈林从没有如此富裕过, 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建筑界面, 现在也有底气点进去看看了。 一是沉入系统浏览建筑页面, 建筑显示的都是实体建筑, 但是可以通过沟通阿雅用半价建造虚拟建筑。 其中, 基础的建筑发电厂需要600斤, 雷达1000斤, 矿石精炼厂1500斤。 陆海空四大基础兵种建造设施分别为, 兵营2000斤, 战车工厂4000斤, 船物3000斤, 空纸布6000斤, 进阶建筑作战实验室, 核子反应炉, 核弹发射井等等建筑需要黄眼的五位数金钱。 看到后续的建筑所需要的夸张金额, 还以为一夜暴富的沈林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没脱离贫困县。 对后续建造沈林有简单的规划, 目前1800斤, 无庸置疑都会投资在集站立上, 等站立达到可以在东阳县城区内纵横无阻的时候, 沈林将会攒钱建造虚拟战车工厂。 在没拥有稳固的根据地之前, 沈林不会建造实体建筑。 战车工厂的建造对沈林意义重大, 想要回归粮食, 不能让战士们不行。 沈林需要坦克, 需要装甲车, 战车工厂正可以满足沈林的所有需求。 当前最紧要的, 自然是对战斗力的补充, 以目前的战备力量根本无法抗衡数量过千的师群。 这次建造警犬让沈林尝到了甜头, 他选择制造第二支警犬, 六名动员兵战士, 以及一名重装步兵。 一名重装步兵的造价就需要1000斤, 价格等同于虚拟兵营, 是目前兵营所能产出的最高级兵种。 沈林对重装步兵寄予厚望, 其他的单位都很快建造完成, 只有重装步兵还在缓慢独条。 我去, 重装步兵建造竟然需要半个小时。 等等吧, 我们原地休息, 吃点东西喝点水, 半个小时后前往乐购超市。 回到珠宝店的战士们安排活力满满的警犬放上, 其他人找地方坐下来休息。 接下来的战斗目标是横扫东阳县两大超市内的金店, 并搜集一批生存物资。 此时, 沈林麾下的队伍中有两只警犬, 11名动员兵战士, 以及一名还在独条的重装步兵。 半小时的时间, 沈林也没浪费, 休息一会之后, 带领战士们简单清理周边丧尸, 为附近居民做出一点贡献, 并再度得到七十斤战利品。 时间如白鞠过细, 半个小时匆匆已过。 外面突兀响起隆隆作响的沉重脚步声, 让人不由自主联想到穿戴全身板甲的古代贵族骑士。 声音逐渐清晰, 一名头戴钢盔, 身穿厚重防弹衣, 背后扛着火箭炮, 端着机枪, 犹如一尊一栋堡垒般的重装步兵出现在沈林面前。 上市, 陈宇豪向长官敬礼, 动员兵基础军衔是上等兵, 张龙召虎晋升一星后军衔提升为下市, 而重装步兵一出场就是上市, 更进一步军衔就是少尉和沈林同等。 介绍一下你的装备和能力。 他这一身装备沈林就能认出他的机枪, 经典轻机枪M249, 外号大波罗, 填弹量100发, 火力极强。 是, 长官, 军服, 睡袋, 单兵口粮等基础物品和动员兵一样, 重装步兵拥有的独特装备为高分子重型防弹头盔, 凯夫拉重型防弹衣, 歇尾式单兵火箭筒, 载弹量两发, 升星后增加两发额外炮弹, M249清机枪, 备弹量100发, 升星后增加备弹100发。 介绍完毕, 请长官指示, 乖乖, 没白等你半个小时, 你给了我一个惊喜, 火箭筒, 轻机枪, 你让团队的火力上升了一个档次。 沈林拍着陈宇豪的肩膀, 眼中满是欣赏, 他一个人的火力就比得上一支小队。 陈宇豪刚来就受到沈林的重视, 这让张龙十分羡慕, 却不嫉妒。 原因很真实, 因为陈宇豪的实力比张龙更强, 他这一身装备就有几十公斤重, 没有一副超人的体魄, 根本无法携带这些重火器, 更别提战斗了, 这是陈宇豪的能耐, 极度也没用。 当然了, 重装步兵也不是完美兵种, 移动速度就是弱点。 前往乐购超市, 需要徒步穿越半个城区, 离火车站距离很远, 重装步兵弥补了火力的不足, 却也拖慢了团队速度。 好在路上运气不错, 沈林发现路旁停着一辆翻斗卡车, 车门敞开, 钥匙还插在车上, 车主在病毒降临初期, 受到惊吓汽车而逃。 沈林不会开车, 本来打算这次寒假回家考驾照, 现在计划肯定是泡汤了。 不过动员兵中人才多, 掌握汽车驾驶这项技能的不少, 倒不用沈林专程去找司机。 有了这辆重型卡车就方便多了, 伴着轰隆隆的发动机, 声音不到中午就抵达乐构超市。 警犬第一时间跳下车, 一直保持沉默的警犬, 此时却冲着超市发出威胁的沉闷呼噜声。 这是一个警告, 超市内有数量庞大的失群。 昨天正是周六, 逛超市的人很多, 再加上超市内的工作人员, 上下五层数千平米的乐构超市 将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场所。 沈林深吸了一口气, 就算是龙坛虎穴也要闯一闯, 目前的战斗力已经达到一个巅峰, 想维持高速发展, 必须行险。 她正在与时间赛跑, 每多拖一日, 家人遭遇危险的可能就增添一分, 如果现在家人就在身边, 沈林不会如此急功近利。 在攻入超市前, 沈林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将卡车停在前门, 一来可以阻拦被枪声吸引来闯入超市的丧尸, 免得父辈受敌, 其次也是为了能够迅速将资源装车及时脱身。 一切准备就绪, 沈林几枪打碎旋转玻璃门, 带着一群精兵汉将冲入超市。 抗病毒体制让警犬无惧任何挑战冲锋在前, 沈林等人随后闯入。 进门急是一片宽敞大厅, 聚集着上百丧尸, 已经停止工作的左右个两条电梯直通二楼, 联邦知名的祥凤金店就位处二楼左手最显眼的店铺。 枪声吸引来丧尸的注意, 成群结队地缓步走来, 不用多说, 动员兵们纷纷开火。 体型比其他人庞大一圈的重装步兵陈宇豪开始发威了, 轻机枪暗249肆意咆哮, 释放出毁灭的子弹风暴, 超大的载弹量可以始终维持住凶猛的火力。 全副武装的陈宇豪化身大型收割机, 面貌猙獰恐怖的狮群则成了柔软的稻草, 收割机碾压过去就一排排成片倒下。 轻机枪的威力比步枪更上一层楼, 命重率稍低的缺点也在狮群密集毫无理智, 涌来情况下化为乌有。 迸发出的鲜血一瞬间染红了大厅前门和周边柜台, 残枝断壁, 横飞如同进了屠宰场。 战斗结束的比想象的要简单很多, 重装步兵陈宇豪杀伤的速率太过惊人, 他第一个弹夹还没打完, 头顶一阵金光升腾缭绕, 他升星了。 升星之后, 陈宇豪整体素质小幅度提升, 拥有微弱抗病毒能力, 最重要的是子弹瞬间补满并额外增加了一个弹夹, 目前陈宇豪拥有子弹300发, 火箭炮四发, 给他输出的空间, 不说扫平整个超市也能杀个七七八八。 第十六章, 临别赠礼。 这回张龙是真的有点酸了, 他是长官麾下第一个一星战士, 可看陈宇豪的杀戮效率, 长官麾下第一个二星战士恐怕轮不到他了。 心中的情绪不会影响张龙的战斗力, 百分百的忠诚意味着张龙把沈林的得失放在他自己之前, 他不会因为自身的小情绪而耽误沈林的战略行动。 精准的枪法保证但无虚发, 现在有陈宇豪保证火力覆盖, 张龙可以轻松自在点杀丧尸, 杀戮的效率不如陈宇豪也不慢多少。 不断有丧尸从上方跳下, 失去理智的丧尸可不知道走楼梯, 嗜血欲望驱动着他们下饺子一样从楼上跳下, 二三楼的还好, 更高层的丧尸跳下来没有当场摔死, 也摔得失去行动能力。 换过一次弹夹, 众人的枪口都因长时间开火变得滚烫发红, 面前拦路的丧尸终于被子弹风暴清洗一空, 沈林安排道, 陈宇豪,你带领其他人镇守一楼消灭丧尸, 保证道路通畅, 张龙照虎, 随我一起上二楼打包金银首饰, 警犬跟我一起行动, 遵命。 火力太猛, 没发挥空间的两只警犬听到号令一溜烟窜上二楼, 沈林随同张龙照虎紧随其后, 一楼是服装区, 二楼是生活用品区, 趁着张龙照虎搜集金银珠宝的时候, 沈林带着警犬往购物框里装了不少毛巾牙刷牙膏洗头膏等生活用品, 丧尸大部分都被吸引到了一楼, 二楼丧尸稀疏, 沈林带着两条警犬横行无际, 将购物框装满和张龙照虎会合。 已经打包完成, 请长官清点。 张龙将黄金装在大布口袋里, 入手陈殿殿足有几公斤重, 一打开金灿灿要得人眼睛也花了。 这要是放在以前, 这些黄金足够在市里买一套房, 当然, 以前也没机会光明正大打劫金店。 沈林对二人笑着说道, 毫无犹豫充值入系统中, 已经干瘪的系统余额再度充盈, 这一波比上一波还肥, 沈林直接凑够了2500斤。 这2500斤该怎么花沈林早有复稿, 此刻更是毫不犹豫, 心神沉入系统中, 哎呀, 我要花费半价制造虚拟战车工厂。 为您服务, 伟大的指挥官大人, 战车工厂正在火热制造中, 距离建造完成还需要两小时59分59秒, 敬请期待。 好饭不怕晚, 对于建造漫长的冷却时间, 沈林早有准备, 和阿雅到了个别, 关闭系统面板, 站在栏杆处俯视下方。 大厅的丧尸已经被杀光, 四面八方依旧不断有丧尸涌过来, 这就是沈林一直担心的事情, 丧尸源源不绝把他们拖入苦战的深渊。 沈林不见慌乱的底气是新增的重甲步兵陈宇豪的四发火箭弹, 有着四发火箭弹保底, 确保众人可以从容撤退。 上三楼食品区, 动作快一点, 能装多少东西装多少, 装不下就走。 分发口袋, 两名一星动员兵张龙赵虎步履雄舰, 一步跨四个台阶, 几大步就上了三楼, 把沈林甩在后面。 张龙直奔海鲜区, 赵虎直奔肉食区, 商场内已经失去宫殿, 这些个好东西再过段时间就全坏了, 赶紧都带上。 搜集物资有花费十分钟, 期间沈林听到阿雅在耳边传来提示, 又有两名动员兵升为一星, 现在他拥有四名一星动员兵了。 刚刚晋升的王腾意气风发, 见沈林三人两犬各自扛着口袋从楼上下来, 高声道, 接应长官和战友。 立刻有几名声面孔动员兵上前接过包袱, 将众人解放。 甩掉重腹, 张龙活动了一下肩膀, 端起九五式就是三发精准点射, 灼热枪口喷出燕光, 冲斥毁灭气息的子弹喧嚣出唐, 三颗被使血液致侵蚀的腐朽头颅当即炸裂。 击毙左侧包围的丧尸, 张龙放眼远处, 超市身处依旧有丧尸被枪声吸引, 朝着这边赶来。 长官, 得尽快撤退, 超市里的丧尸太多了, 我们子弹已经消耗过半, 要留一部分弹药应对突发情况。 张龙会报道, 沈林点点头, 今天的收获远超预期, 武装力量增添了一倍不止, 修建虚拟战车工厂后还剩下五百斤。 刚刚又在超市搜刮了一批生活物资, 沈林看见赵虎扛了两扇肋牌, 几十斤牛肉, 张龙也拿了一些新鲜海货以及冷冻鱼类, 沈林则扛了一些米面下来。 今晚能吃顿好的了, 沈林脸上露出笑容, 环境在艰苦, 也要保持对生活的情趣, 及时收手, 该回去了。 后队改前队, 大家保持阵型撤退, 陈宇豪, 把所有的火力都倾泻出去, 不用有所保留。 遵命, 长官。 陈宇豪死死扣住扳机, 火光将他坚毅的面旁映照得通红。 将物资送回车上的动员兵已经回来, 继续输出火力掩护其他人。 长官, 你先上车, 这里交给我们就好。 沈林摇头拒绝了张龙让他先走的请求, 让战士们先走, 我们垫后。 回头看了一眼, 其他人走得都差不多了, 只剩重装步兵陈宇豪, 和四名主动留下的一星动员兵战士, 沈林说道, 临走之前送他们一发火箭炮, 感受一下威力。 歇尾师单兵火箭筒是腾龙联邦的最新科技产物, 四四方方的正方形长柱状炮筒, 外形朴实无华。 火箭筒前面分成四个炮口, 可容纳四枚60毫米口径的火箭弹。 一开始只装在两枚火箭弹, 升星过一次四枚火箭弹终于填满。 陈宇豪摘下背后的纤尾师火箭筒抗在肩上, 他身高一米九, 身材雄壮榜大腰圆, 壮汉中的壮汉, 可相比他肩膀上扛着的巨型杀气, 他的体型又一下显得渺小。 瞄准方向,果断发射。 强大的后座力推动得陈宇豪身体猛然摇晃, 沈林还来不及感叹火箭筒后座力 如此之大, 火箭弹已经轰然炸开。 漆黑的浓烟伴随着熊熊燃烧的烈焰, 巨大的火光冲天而起, 威力炸透了一楼的天花板还余微不绝, 将二楼也轰了个天翻地覆。 掀起的气浪向四面八方扩散, 方圆数百米的玻璃全部被震碎。 爆炸的中心点已经完全化作一片焦土, 飞溅出的碎石砖片都迸发出有如此淡板的杀伤力, 这一泡下去蜂拥而来的丧尸全部被炸得四分五裂, 熊熊烈焰肆意燃烧, 将源源不断涌来的丧尸队伍轰出了断层, 随后而起的火焰更成了一条天然隔离带。 沈林耳朵被震得嗡嗡作响, 完全听不到任何其他的声音, 看着面前的被焚毁的垃圾厂一样的废墟, 酝酿半天吐出两个字——牛逼。 第十七章 清理火车站 隔着屏幕看火箭升空都比不上亲眼目睹爆炸来的震撼, 回到车上沈林还忘不掉火箭弹引爆的那一幕。 沈林坐在副驾位置上, 不时能听到后面响起的枪声, 没想一枪接上就会有一个丧尸倒下。 东阳县人均拥有车辆不多, 非节假日县城的主干道都是比较空旷的。 1.5吨重型卡车在道路上横冲直撞, 遇到前方拦路的丧尸直接碾压过去, 两侧试图追赶车辆的丧尸则被红警战士们当靶子狙杀。 道路通畅,丧尸松散,没有突发事件。 沈林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 意识逐渐沉入系统界面中。 战车工厂仍在建造, 距离完成时间还剩一小时四十分钟, 车辆载具界面已经悄然开放, 只是图标呈现灰色显示不可建造。 种类只有四种,并没有完全开放。 最便宜的载具装甲运输车需要600斤, 然后是价值900斤的多功能步兵车, 1200斤的灰熊坦克和1800斤的犀牛坦克。 多功能步兵车, 灰熊坦克和犀牛坦克都是红警的原生载具沈林在熟悉不过。 红警游戏中最便宜的载具就是多功能步兵车, 便宜,但非常好用。 其主武器为多功能炮塔, 拥有对空能力, 在游戏前期对抗零星的火箭飞行兵特别好用。 为什么叫多功能呢? 因为多功能炮塔会随着所搭载步兵的武器进行相应变形, 如果是狙击守在车上, 多功能炮塔则会变形为远距离狙击炮, 搭载步兵就是机关炮。 如果副驾驶位置乘坐的是一名毫无攻击性的工程师, 多功能步兵车又会摇身一变成为一辆移动修理车, 相当的万能。 多功能步兵车的优势在于造价便宜和多变性, 纯论杀伤力和坦克比起来, 嘿嘿, 那就差点意思了。 目前开放的坦克有两种, 灰熊坦克和犀牛坦克, 造价相差600斤, 这600斤的差价就在于灰熊坦克是轻型坦克, 犀牛坦克是中型坦克, 遭遇战役对一, 肯定是犀牛坦克完胜。 可是根据现在的情况让沈林选, 沈林会毫不犹豫选择灰熊坦克。 机动性更强对地形适应性良好的灰熊坦克, 在城市之中如鱼得水。 后三者都是红警本座中拥有的载具, 只有装甲运输车是阿雅根据现实做出调整新增的载具, 沈林得好好问问。 阿雅, 这个装甲运输车有什么说法? 装甲运输车, 最高可承载30名战士, 拥有400毫米厚的碳纤维装甲, 能有效抵挡口径80毫米以下炮弹的攻击。 四缸六轮全驱动, 超强动力能适应各种极端环境, 是指挥官大人远程行军的最佳选择, 也是阿雅为您精心设计的哦。 嗯, 沈林摸了摸下吧, 听阿雅介绍, 这装甲运输车还真挺不错的, 实际价值肯定远超600斤。 不过这装甲运输车没有搭载攻击性武器啊, 总感觉缺了点什么。 要是沈林路上没有捡到一辆重卡, 装甲运输车肯定是沈林的第一优先选择, 现在暂时有装甲运输车的替代品, 沈林决定她的第一辆载具选择是灰熊坦克。 现在, 沈林还剩500斤没有消费, 再凑700斤不是难事。 开坦克才是男人的浪漫, 要是有一辆坦克, 在东阳县可以横着走了吧。 沈林心想, 车速逐渐缓慢下来。 长官, 到了。 驾驶卡车的动员兵方锐轻轻推了推沈林, 说道, 已经回到了火车站旁边的小旅馆, 睁开眼睛, 沈林却见到旅馆紧闭的铁闸门前, 竟然有十几个丧尸在逗留, 早上还没有的。 不用沈林开口, 先下车的红警战士配合警犬, 就把丧尸就地处决。 之前是火力不足, 这回沈林没啥可怕的了, 当即下令清理火车站周边的丧尸。 张龙率领动员兵两两一组, 中近距离开火, 保持最高效率杀戮丧尸。 看到火车站里涌出大量丧尸聚在一处, 陈宇豪架起火箭筒简单瞄准, 火箭弹划出炮筒, 在火车站外轰然炸开。 台阶被炸得四分五裂, 拥挤着走出火车站的丧尸被一炮瞬间轰杀大半。 这回沈林没有开枪, 端坐在副驾驶位置, 透过明亮的车窗, 看着手下战士们与丧尸展开激战。 心里有种强烈的满足感和小小得意, 这些勇猛无畏的战士都是他的兵。 而且这才是丧尸病毒爆发的第二天, 以后他的战士还会更多。 说是激战, 其实就是一面倒的杀戮, 这就向现代军队和古代军队碰撞, 甚至丧尸还不如古代军队, 因为他们毫无纪律性, 全靠着无畏无惧的嗜血欲望催动着他们扑向人类。 如果子弹不限量, 动员兵的体力无限, 就靠着十几个人足够镇压东阳县的丧尸了。 看着一旁子弹打光抗着火箭炮等待丧尸集群的陈宇豪, 沈林想起一件事, 你今天杀了很多丧尸啊, 还没有二星吗? 陈宇豪道, 回禀长官, 造价越高昂的红颈战士越容易升星, 升一星所需要杀戮丧尸过百, 升二星翻三百需要三百, 升三星需要击杀丧尸整一千, 相当于再翻三倍。 今天属下杀死的丧尸已接近一千个了。 他这么说, 沈林更觉得奇怪, 那为什么你还没二星? 因为, 系统规定, 战士的军衔不能超过长官, 属下初始状态是上士, 升到一星提升军衔为少尉和长官一样。 得, 当我没问。 陈宇豪老老实实回答, 反而是让沈林颇为尴尬, 感情是自己军衔太低, 拖累了属下发展, 忙询问阿雅, 我到底该如何提升军衔? 当指挥官大人拥有的红颈战士超过三十人时, 军衔升为中尉, 超过一百人时, 军衔提升为上尉。 稍微一琢磨就明白其身意, 这个设定贴合现实, 当拥有一个牌, 也就是三个班三十人左右的兵力, 就可以晋升中尉。 在腾龙联邦的军队系统中, 排长的军衔就是中尉, 掌管三个连一百多号人的连长, 则领上尉军衔。 系统化领取整, 中尉, 上尉军衔拥有的战士定为三十, 一百。 战士们这么努力, 我不能拖他们后腿呀, 在一波前建造一辆灰熊坦克, 然后开始报兵, 先把军衔提升到中尉再说。 外面枪炮声震天响, 躲在旅馆被丧尸, 吓得不敢出声的众人, 倒是沈林他们回来了, 忙拉开卷帘门接应。 列车长欢天喜地跑出去迎接, 正看到一个浑身重装, 表情严肃的军人矗立在门口。 这位长官您是。 沈林推开车门, 从车上下来, 站定说道, 他原是东阳县秘密驻军, 县已被我招募, 外面也有很多人战士都是如此。 哦,原来是自己人了, 请进请进。 车长满脸堆笑, 怎么回事, 为什么门外会有丧尸? 沈林询问道, 说起这个列车长一脸气愤, 抱怨道, 还不是那个佟佳琪, 他趁着你们走了, 想要偷偷溜回来, 我们没给他开门, 他就大吼大叫, 故意引来丧尸, 真是个白眼狼。 还以为这家伙死了, 没想到还在外面蹦跶着。 明天, 我留一名战士在家, 他要是再赶来要他好看。 沈林冷哼道。 第十八章, 鼠患。 枪声从一开始激烈变得零星响起, 战斗已经结束, 战士们将尸体从道路上清理开, 在尸体上简单搜刮一番后, 回到旅馆中休息。 当战士都走干净了, 街道上除了呼啸的秋风, 再无其他动静。 此时, 火车站附近一个潮湿肮脏, 散发出扑鼻臭味的铁质厚重垃圾箱盖悄悄被顶开, 一双刻满了怨毒的毛子, 透过一丝缝隙打量着旅馆方向。 他看着排烟口放出的白烟, 撂想旅馆中的人们一定在开火做饭, 里面会很热闹吧。 越想心中的怨恨就越浓烈, 他正是被沈林放逐的佟佳琪。 被赶出门外的佟佳琪并没有自暴自弃, 他甚至还想着我命由我不由天, 混出一番成就来狠狠打沈林的脸。 不过在我命由我不由天之前, 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 没吃早饭就被赶出来, 又累又饿的佟佳琪想去便利店找点吃的, 正好便利店里只有一条瘸腿的老丧尸。 佟佳琪大喜, 这不是老天都在帮他。 然而几十秒之后, 他就被老丧尸教育了, 他不是老丧尸的对手, 仓皇逃出便利店, 这要不是老丧尸腿瘸他逃都逃不掉。 经过这一次的教训佟佳琪意识到, 离开那些士兵光凭他自己连生存都做不到, 就更别提一展拳脚了。 于是他灰溜溜地回到旅馆, 想找沈林低头认错求个饶, 正好赶上沈林和战士们都不在, 旅馆里只剩三名女子, 胖车长和农民工。 这下他威风起来了, 胁迫众人开门, 可是谁又会怕他一个小丑呢? 佟佳琪气急败坏, 却又无可奈何, 他在外面丢石头砸玻璃, 又故意大喊引来丧尸, 然后趁机溜走。 这时, 丧尸已经从凌晨的疲惫期 恢复了一些活力, 感官变得更敏锐, 想要在城市里随意行走根本不可能。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佟佳琪 一咬牙钻进了靠墙的绿色大垃圾箱里, 一朵就是一下午。 痛苦在他心里酝酿, 这份仇恨以痛苦为养料, 正在成长为参天大树。 饭菜的香味飘过街道, 钻进佟佳琪的鼻子里, 他咕咚咽了口口水, 已经一天没吃东西, 他饿得快没力气了。 凭什么我在这忍急挨饿, 你躲在里面搂着女人大吃大喝, 就算老子死, 也不会让你好过。 佟佳琪恨得咬牙切齿, 不知道是不是饿得出现幻觉了, 他隐约听到了滋滋叫声。 夕阳温暖的光线透入垃圾箱中, 佟佳琪看到了发出滋滋叫声 住在垃圾箱里的邻居, 他有着一双血红的毛子, 灰扑扑的毛发, 是老鼠。 妈的, 不管了, 再不吃我就要饿死了。 他朝着老鼠抓去, 手刚伸到一半, 却悬在了半空, 只见垃圾箱中一双又一双的血红毛子 先后亮起, 这里是赫然是鼠群的老巢。 不, 饿呀。 旅馆内热闹欢腾, 一张大圆桌上, 众人围坐一排。 油闷大虾, 蒜蓉扇贝, 蒸熟的橙子和花蛤装了一盆 自然牛肉, 粉蒸排骨, 炒了几盘石令蔬菜, 超市里拿回来的物资全都用上, 这一桌饭菜的丰盛程度堪比年夜饭了, 尤其是在现在艰难的时局下更加难能可贵,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张龙坐在旁边给沈林倒了一杯红酒, 一旁圆润的列车长凑去道, 请长官来讲几句好不好。 大家来点掌声, 女生们还较为矜持, 只是拍手鼓掌, 其他的红警战士们都闹腾起来, 纷纷要求沈林讲话。 行, 既然大家都想听, 那我就讲几句, 别嫌我扫兴就好。 沈林脸上也挂着笑容, 说道, 我知道, 这两天大家并不好过, 这场天灾打乱了日常的秩序, 也打乱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死亡的威胁萦绕在我们身边挥之不去。 但是, 混乱是暂时的, 灾难总会过去, 生活也将继续下去。 我向大家保证, 我的目的始终不变, 我会带大家回到粮食, 我会保证大家的安全。 掌声响起, 这番演讲不删警也不感人, 但每一句话都触动着大家心头最关心的话题, 这场灾难以及回家。 也有几句心里话要说给追随我的战士们。 我们的队伍正在壮大, 以后人会越来越多, 也许我不能准确记得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但我会始终记得大家共抗难关的这段经历, 感谢大家, 感谢你们每一个人。 掌声如雷, 张龙的眼角已经渗出泪水, 他被感动到了。 也请大家能够再接再厉, 让我们为混乱的世界重塑秩序, 让这个时代记录下我们的名字。 朱军, 请满饮此杯。 沈林高举酒杯, 仰头一饮而尽。 开吃? 话已经说到头了, 再说就都是螺圈废话, 沈林简单两字开启宴席。 柳一一手拖着塞, 吃饭都有些心不在焉, 她的脑海里还在不断重播, 放映着沈林演讲时的画面, 她被战士们所拥戴, 几句话就能感动得 钢铁一样的战士虎目含泪的画面。 繁忙的工作加上不美好的前段感情, 让柳一一很久没有想过 接触一个男人, 开启下一段爱情。 此刻沈林却让她再次有了 想要去走进一个男人的内心, 了解她的一切的冲动。 好酒好菜, 战友在旁, 加上这两日生死之间 徘徊的巨大压力需要释放, 沈林喝醉了。 她不清楚自己是怎么下桌的, 只有短暂的一个记忆片段 记得是两名动员兵战士 搀扶她回到房间躺下。 其他人也都喝得微醺, 各自回房睡下, 但其中一个红颈战士也没有。 战士中有酒量好的 也有酒量差的, 酒量差的滴酒不沾, 酒量好的也只是潜尝折止, 他们要是喝醉了 谁来保护沈林? 百分百的忠诚催生出的是 钢铁一般的意志, 这样的纪律, 历史上最强大的军队 也不可能具备, 依旧是两人一般轮流首页。 沈林在的时候, 沈林自然是说一不二的总指挥, 沈林不在, 红颈战士内部也有一套指挥体系, 按照军衔和资历决定 谁掌有话语权。 军中资历最深的 毋庸置疑是动员兵张龙, 他有指使其他动员兵 为他效劳的权利, 但他依旧亲自 只守第一班岗。 别的是可以让 其他动员兵为他分忧, 但守卫沈林安全这件事, 他非得亲自来才能放心。 夜渐渐深了, 房间内沈林的呼吸声 也逐渐匀称, 周围一片安详, 张龙闭起眼睛暗自养神。 忽然, 一声刺耳的尖叫声 割裂宁静的夜空, 周围房间都点燃了蜡烛, 战士们各自起床警戒起来。 沈林也被惊醒, 揉着眼睛问道, 是谁在喊叫? 不太清楚, 是二楼传来的。 迅速套上军装, 走, 跟我上二楼看看。 其他人也都在二楼, 聚在另一名 乘务小姐的房门口, 沈林分开人群, 和张龙进屋一看, 却见洁白的床单上 沾染着小片血迹, 乘务小姐捂着小腿, 表情痛苦, 而床下有一只 刚被打死的老鼠。 怎么回事? 沈林芒问道, 住在二楼的动员兵 王腾回答道, 房间里有老鼠, 不知道什么时候 溜上床咬伤了它, 我赶过来 打死了那只老鼠。 长官, 老鼠似乎也感染了病毒。 王腾小声补充了一句, 没, 没有, 它只是一只普通的老鼠, 我没被感染, 我不会变成丧尸的, 请大家相信我。 乘务小姐的听力很好, 慌忙否认, 它也曾在那辆丧尸列车上, 它很清楚 被丧尸咬伤的后果。 沈林表情凝重, 普通的老鼠 哪有那么大胆量 敢爬上床去咬人。 上前捡起那只 死老鼠的尸体一看, 老鼠的眼眸 赤红不满血丝, 尸体冰冷僵硬如同丧尸, 它感染了病毒。 第十九章, 第三天, 隔离。 沈林表情淡漠, 做出决断, 没说的, 隔离, 必须隔离。 沈林毫不犹豫, 事关病毒扩散, 这时候容不下半点富人之人。 也就是沈林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她不知道丧尸受咬伤人类之后, 是否会导致人类感染, 否则她可能会做出更冷酷的决定, 放逐, 亦或是处决。 沈林自身拥有抗病毒能力没错, 可战士们没有, 晋升一星的红颈战士, 也只是拥有抵抗像丧尸指甲抓伤擦伤这样的微弱病毒传播能力, 一旦被咬众医或是深入血肉的伤势一样要被感染, 决定虽然严酷, 却是对所有人都负责的选择。 听到隔离这两个字, 成务小姐如同被宣判了死刑, 埋头痛哭, 她不想死。 毕竟同是一场, 看着她这个样子柳依依心里 也不好受, 坐到床边搂着她的肩膀安慰道, 不会有事的, 只是隔离而已, 你看, 马上天就要亮了, 等到太阳升起来, 一切就过去了。 沈林挥了挥手, 示意众人离开房间, 有两名红颈战士自告奋勇看守这间房, 沈林点头应下, 其他人都先后出门, 沈林招呼柳依依依离开, 只能做到这些了, 希望她能挺过去吧。 柳依依叹了口气, 起身要走, 原本抱头哭泣的成务小姐却突然抱起, 伸手抓住柳依依的胳膊就要咬下去, 小心。 危急关头, 一直关注着感染女子的沈林第一时间飞升而起, 用军训时候教官传授的绝技, 凌空剪刀脚踢开了女子。 里面的动静一瞬间惊动了还没走远的士兵们, 咔哒咔哒打开枪保险的声音响成一片, 房门被一脚踹开, 一众战士端着步枪闯入。 此刻房间内, 沈林像母鸡护小鸡一样把柳依依保护在身后, 被感染的成务小姐坐在地上, 披头散发, 边哭边笑表情扭曲, 已经有些疯癫了。 柳依依难以置信地望着她, 他们一起共事两年, 平日离姐妹相衬, 大难临头之际也有她愿意抚慰姐妹的心灵, 可最后却是她信赖的姐妹想要拖她一起下地狱。 她是万万想不到一个平静的夜晚会经历生死危机, 泪如串珠, 心乱如麻, 脆弱的感情如紧绷的琴弦随时可能断开。 把她绑起来, 如有反抗就地格杀, 明早再见分晓。 沈琳脸上是化不开的怒容, 人心的丑恶再一次毫无保留的揭露在她面前。 红颈战士不由分说, 取来尼龙绳就把她捆绑在床头, 然后锁上门。 沈琳则是陪着受惊的柳依依回到楼下, 送她到房门前, 沈琳劝慰道, 以后少做这种傻事, 对人多些提防。 谢谢你, 你又救了我一次。 柳依依仰头望着沈琳, 两人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拳之隔。 她刚哭过, 水汪汪的眼睛里像是有一汪清泉, 干净清澈, 让人想要沐浴其中, 一时间沈琳看得吃了。 咳咳。 回过神来, 沈琳转过头去假装咳嗽, 为自己表露刚才的吃相而羞愧, 忙道, 你早点休息吧, 我先回去了。 别, 有老鼠, 我怕, 柳依依拉住沈琳的一脚, 小声道, 哦, 对对对, 你还不能休息, 谁也不能休息。 沈琳拍了一下脑袋, 她差点忘了危险, 还没有过去, 站在走廊喊道, 所有人立刻集合, 逐个房间排查, 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一定要查到老鼠洞的位置, 把她彻底堵死。 旅馆里并不安全, 病毒感染的老鼠竟比丧尸更具威胁, 起码丧尸会光明正大的来, 老鼠则是在阴暗的角落伺机偷袭, 实在可恶。 旅馆里烛光长明, 屋里屋外翻找的热火朝天, 沈琳也在屋里搬开衣柜, 床铺找老鼠洞, 心里暗暗想着, 高中时候我暗恋笑话, 导致成绩一落千丈, 这回又对柳依依动了心思差点误事, 果然书里成不欺我, 女人是老虎啊。 忙活了半宿, 旅馆内上下搜了个通透, 在厨房, 大厅以及客房内找到了数个老鼠洞, 浇灌水泥封死, 同时在各个鸡脚嘎啦的地方放上耗子药, 也不知道病毒变异的老鼠吃不吃耗子药, 做了总比不做好。 最终, 那名女乘务员还是没能扛过去, 挣扎了几个小时变成丧尸, 呛响一声, 动员兵连夜将尸体送出去。 也可以看出, 丧尸化变异老鼠的病毒传染性没有人类丧尸来得那么霸道, 还能存活几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研制出了抵抗病毒的血清, 也许她不会死。 因为老鼠和乘务员的事, 这一晚谁也没休息好, 每个人都心事重重, 胆小的胖车长更是从杂货间里翻找出来一个吊床, 他宁愿睡在吊床上也不敢睡在床上了。 生存艰难啊, 一只小小的老鼠都有可能要人命, 好在现在鼠洞堵上, 应该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沈林不紧张, 她拥有抗病毒体质, 这是她在末世生存的第一大保命符。 又睡了不到两个小时, 太阳升起, 生物中唤醒沈林, 无精打采喝了一碗小米粥, 半分钟就能穿完的军装她磨磨蹭蹭, 穿了五分钟, 其他战士也都打着哈欠。 红警战士也不是铁人, 一样需要吃饭睡觉, 没休息好战斗力会受到影响。 本来打算今天拿下第二个东阳县第二个金殿,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还是算了, 临时更改作战计划。 今天清理一下周边丧尸, 简单收集一下物资, 原定计划推迟到明天。 长官, 我们还有精力, 可以执行作战计划。 张龙倔强道, 沈林看了她一眼, 张龙瞳孔里血丝密布, 最疲惫就是她, 前半夜职守根本没睡, 后半夜又发生了老鼠伤人的事也基本没睡。 行了, 知道你英勇, 不过咱也没必要非得一口吃成个胖子, 慢慢来不及。 今天你在家休息, 如果佟佳琪还敢回来你就把它干掉, 全体都有, 出发。 来到屋外, 潇洒的秋风吹过人顿时一击零, 瞬间清醒不少, 战士列队登上卡车, 沿着环城公路在城市中巡游。 哪怕今天不供金店, 第一辆坦克的钱也准能凑够。 建造完战车工厂沈林还剩500斤, 傍晚清理车站丧失又缴获了400斤战利品。 一想到再凑300斤就能建造一辆属于自己的坦克沈林就充满了动力。 开车行了几百米, 沈林等人停车站前接连锁超市门前, 附近还有一家粮油店。 现在食品比黄金值钱, 是末世的硬通货, 沈林对食物的需求不高, 但她可以拿食物去和其他人交换物资。 战士们鱼贯涌入超市, 超市里有十几个丧尸, 开枪都不用就能轻易解决。 沈林和赵虎, 重装步兵陈宇豪把手在外面, 防止丧尸包围过来。 周围一片安静, 此时警犬却突然朝着朝着一边, 汪汪叫了几声, 传达的意思让沈林有些迷惑。 东南方向有宝物。 第二十章, 坟禁者。 指挥官大人, 距离您东南方向400米处有一个补给箱, 请注意查收。 阿雅俏皮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她不提沈林几乎忘记, 红井中有补给箱这个说法。 所谓补给箱, 类似当前大伙的吃鸡游戏中的空头, 在一局游戏开始后, 系统会随机在地图的某几个区域刷出补给箱, 拾取补给箱可能开出各种好东西。 就像是抽奖, 运气好在游戏前期爆出一辆天奇坦克直接横扫地图, 运气不好直接给一个动员兵也有可能。 不过, 阿雅会对游戏中的内容基于现实做出一些调整, 补给箱能开出什么来谁也说不准。 沈林望向东南方向, 那里是一片颇有年代感的老建筑, 补给箱就藏在其中。 等待战士们将超市中的瓜果蔬菜、 食品用品都打包装车, 沈林带领众人前往补给箱所在方位。 留两名动员兵看车, 沈林同其他战士跟随警犬的指引走入老旧的巷子, 灰白色的墙皮斑驳脱落, 墙面上明晃晃用红喷漆写着一个拆字, 角落苔藓生长, 上方横着几根亮衣煮肝, 这是一片等待拆迁的旧城区。 沿着砖石路向前走, 空气中的味道逐渐变得浓重, 粪便的臭味和血腥味混合, 极具杀伤力。 如此浓郁的味道, 警犬自然也闻到了, 脖梗的毛发微微炸开, 发出低沉代表威胁的乌叶声。 前方有情况, 小心戒备。 沈林低声说道, 压低了脚步声慢慢靠近, 前方杂草丛生的庭院里, 突然爆发出一阵剧烈咆哮, 院中的两株杨树摇晃不止, 叶片萧萧落下。 听着是犬类的咆哮, 声音却无比低沉浑厚, 刺声波震的人肝胆皆颤。 动员兵散开阵型, 所有枪口全部对准庭院的铁栅栏门上。 里面有人吗? 我们是搜救部队的, 你们不用害怕。 沈林尝试着喊了两声, 无人应答, 那沈林就当没人来处理了。 冲着陈宇豪点点头, 穿着重型凯夫拉房戴衣的陈宇豪 一马当先撞开栅栏, 闯入庭院中。 里面气味扑鼻, 到处都是梅花瓣一样的犬类脚印, 这里是一个非法狗舍, 狗舍中饲养的赫然是城市内 禁止饲养的猛犬, 藏骚。 早些年腾龙联帮掀起过一阵藏骚热, 黑商是幕后推手, 把藏骚形容得忠诚, 无比一生只认一个主人, 债力强大, 一只藏骚可以击溃狼群。 当时, 一支品相好的藏骚价值数万, 价格昂贵, 沈林的老爸一直想买一个, 不过碍于家里有两个孩子要养经济吃紧, 加上屡次爆出藏骚商主的新闻心思逐渐淡了。 随着热度褪去, 藏骚愚蠢狂躁的缺点暴露出来, 如今饲养藏骚的人已经越来越少。 走入庭院, 沈林立刻注意到庭院身处一个四四方方的木头箱子, 正是游戏中补给箱的形状。 想得到这个补给箱却并不容易, 眼眸星红残暴, 毛发斑驳身上呈现出不少咬伤, 壮硕如雄狮一般的藏骚拦在前面。 在它周围, 还有四只藏骚残破不堪的尸体, 都被这只丧尸化藏骚咬死了。 井犬的个头就已经够大了, 跟小牛犊子似的, 可这只藏骚比井犬还足足大了两圈, 并且似乎具备低级智慧, 没有像普通的丧尸一样一见到活物就不顾一切冲上来, 而是不断膨胀起毛发, 试图恐吓走这群给它强烈危险感觉的人类。 得到宝物之前都要打手关boss, 这是网游的套路啊, 不管了, 先把它干掉。 沈林发令, 同时向后撤退, 这只藏骚给它感觉也太过凶险,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现在它有了足够的战士, 不必涉险。 丧尸藏骚的智力的确不低, 它感知到了恶意, 在众人动手之前率先扑向一个红颈战士, 想要先发制人。 动员兵战士连忙开枪, 可丧尸藏骚的速度太快了, 子弹射在地面上, 建起一阵土了。 此刻, 丧尸藏骚已经来到动员兵身前, 猙獰的血盆大口朝着它的腰部咬过去, 藏骚和动员兵的距离太近, 此刻其他人都不好开枪援助, 厄运已经要降临到它的头顶。 咬人的狗不叫, 在藏骚愤怒咆哮的时候, 警犬没有出声, 在众人包围狗射的时候, 警犬悄悄来到一旁的草丛里, 俯下身子, 而在此时, 藏骚发动攻击露出破绽的时候, 两道黑影一左一右合围过去。 一只警犬吭吃, 一口咬住藏骚的后腿往后拖拽, 不让它伤人, 最早被沈林制造出的第一只警犬目露凶光, 狠狠咬住藏骚的喉咙, 并借助巨大的冲击力将它撞翻, 沉重地身体压了上去, 不让它起身。 三头猛兽, 浑身筋肉都爆发出来比拼着力量, 可惜藏骚不能以一敌二。 凶恶的藏骚被警犬控制, 刚刚死里逃生的动员兵稳定住颤抖的手腕, 枪口对准藏骚的脑袋哒哒哒开火射击, 一连打了十几颗子弹, 加上其他战友补枪, 被死死按在地上的丧尸藏骚再也不动了。 而杀死藏骚的动员兵头顶冒出金光, 它升兴了。 这只藏骚应该算是丧尸的进阶体吧, 杀了它顶上几十个普通丧尸。 升兴的这名动员兵是沈林最后一批制造的, 却比很多前辈都更快晋升一星, 这头丧尸藏骚功不可没。 沈林不急着开不给香, 蹲在丧尸藏骚尸体前观察, 十几颗挤压变形的子弹 嵌在藏骚的头骨中并没能击穿, 是一颗从眼眶里射进去的子弹带走了它, 这家伙骨头可真够硬的。 管中窥豹, 未来进阶体丧尸可能会越来越多, 届时需要更精锐的战士, 更强的火力, 普通的动员兵可能只能用来应付尸群。 希望是起人忧天吧, 丧尸根本不会变异, 那是最好的。 不管丧尸如何变化, 沈林都会保证部队进化的速度 会比丧尸更快。 绕过藏骚的尸体, 沈林把周围的战士都聚在身旁, 然后拾取补给箱。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补给箱拾取有可能出现一个效果, 就是补给箱附近所有单位全部生一星。 不过这次并没有出现, 补给箱开启, 一支银白色镂空枪管, 圆柱形燃料仓, 喷着烈焰喷漆的喷火器呈现在沈林手上。 恭喜指挥官大人获得特殊武器, 焚尽者喷火器, 以开启特殊兵种, 喷火兵, 造价为八百斤。 喷火器? 这东西厉害吗? 它不是厉不厉害的问题, 它真的是那种。 打住, 不要玩梗, 介绍喷火器的属性。 阿雅又露出委屈的表情, 见沈林没有安慰她的意思, 又一秒转换校园介绍道, 焚尽者喷火器, 枪体材质为耐高温各合金, 燃料仓装填高能燃块, 喷射火焰长度为十米, 温度为八百摄氏度, 五秒钟的时间即可烧熔丧失, 最高可持续喷射时间为两分钟。 这支补给箱出产的焚尽者喷火器,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但是阿雅建议最好还是制造喷火兵。 穿着隔热防护服的喷火兵, 可以更长时间使用喷火器, 升星之后更会额外增加一枚高能燃块, 为喷火器补充弹药哦。 知道啦知道啦, 先让我是视好不好用在考虑制造喷火兵的事情。 第21章 灰熊坦克 新枪上手,总要是一事威力。 沈林随同众人从旧城区走出, 朝着头顶空放两枪, 响亮的枪声在空中回荡, 不多时, 街头巷尾居民区里就涌出来数百丧失。 末室里什么都难找, 就丧失好找, 到处都是。 这一回专门是为了测试喷火器, 其他战士都在旁边架枪没有开火, 由赵虎使用喷火器试射。 本来, 沈林打算亲自出马体验一回使用重火器, 横扫千军的感觉, 被重战士拦下, 谁也摸不准喷火器, 会不会有危险, 万一烧着自己怎么办? 战士们对沈林的安危, 比沈林自己还要关心。 沈林不能用, 张龙又不在, 就交给赵虎来使用焚尽者喷火器。 沈林还是念旧情, 对最早跟随他的两名动员兵更看重一些。 丧失在长街上汇聚而来, 赵虎见时机已至, 深吸了一口气扣下扳机。 一条长达十米的火龙从银色枪口喷发而出, 隔着十几米沈林都感觉到一阵逼人热浪袭来, 皮肤被高温烘烤得紧绷。 没有直面火焰, 在后方观察的沈林都是如此, 被火焰卷中的丧尸当场燃烧成一个人形火炬, 在高温烈焰中几秒钟就烤溶了。 丧尸依旧前赴后继, 他们连死都不怕害怕火。 赵虎操纵焚尽者喷火器左右横扫, 数百丧尸集群却突破不了这一道火焰防线, 焦虎的味道四散弥漫。 将近两分钟时间, 数百丧尸依然尽数葬身于火焰之中, 中途赵虎的头顶就冒出一阵金光, 晋升为二星动员兵。 燃料仓中的高能燃块即将耗尽, 到后面的时候火焰的温度和长度都有所削弱。 可惜赵虎不是喷火兵, 他声星补满的是自带的九五式突击步枪子弹, 并额外增加一个弹甲。 短短两分钟, 焚尽者喷火器的强悍威力清晰地展现在众人面前, 一地黑乎乎的干枯尸体 已经证明了焚尽者喷火器是怎样的恐怖杀气。 但是,焚尽者也有缺点, 首先是燃料消耗过快打不了持久战, 就算是三星的喷火兵, 持续输出时间也就八分钟, 还要考虑喷火器过热的事情需要冷却一段时间。 这个缺点还好, 第二个缺点是沈灵无法容忍的, 他喵的喷火器不光把丧尸烧容了, 丧尸身上携带的金戒指金表首饰等战利品也全烧化了, 这一场仗打完唯一的收获是赵虎生了一星。 先留着吧, 关键时刻再用。 对喷火器沈灵又爱又恨, 一场战斗结束毫无收获沈灵实在接受不了, 只能将其数之高阁, 等到需要他的时候再拿出来。 至于喷火兵就得等到经济充裕再考虑制造。 继续今天的主要任务, 沈灵带兵巡游街道, 绕着环城公路走了一圈, 在通往梁市的高速路前停例会。 高速路已经被车辆堵死了, 丧尸成群结队徘徊在高速公路上, 横七竖八撞毁的车辆将道路完全封死, 想要走高速路回梁市有些困难。 往远处看, 道路中断的情况还好, 可谁也不知道梁市出口会不会也来这么一出, 到时候数不清的车辆拥堵, 无数丧尸集群给沈灵等人逼得进退, 不得就很难受了。 沈灵觉得这很有可能, 梁市的人更多, 想要外逃的人也数不胜数, 道路必然淤堵得不成样子。 如此一来, 就只能走普通公路了, 四十里路, 道路通畅也就一个小时的事, 倒没必要非得走高速。 沈灵在心里暗自琢磨着, 其他战士已经在公路上打起了游击, 高速路附近的许多丧尸都是私家车主, 家底殷实, 身上多少佩戴一些金银首饰, 十几个丧尸就给沈灵贡献了三百斤, 第一辆坦克的造价已经凑够了。 沈灵是一分钟都等不了, 立刻选择制造灰熊坦克, 建造时间一个半小时, 没办法, 等吧, 打打游击, 搜刮一下物资, 等待坦克造好的这段时间, 沈灵又凑足了两百斤, 建造了两名动员兵战士, 麾下所控制的红警单位一共有十六个, 两只警犬, 十三名动员兵战士加上一名重装步兵。 掐着表, 时间一到, 坦克的轰鸣声煞时响起, 屡带碾过公路, 一辆轻型坦克从公路尽头击驰而来。 坦克的速度并不慢, 只是看上去外形笨重, 灰熊坦克的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七十公里, 很快来到沈灵面前。 光比大小, 坦克比卡车还是要小不少, 但这全是金属铸造的铁家伙一看, 就给人非常结实厚重的感觉。 舱门掀开, 三名红警战士露出头来向沈灵敬礼。 车长陆奇, 驾驶员王峰, 炮手卢广源向长官致敬。 现代战争中, 一辆坦克内部标配三人, 一名负责掌控全局的车长, 一名坦克驾驶员, 加上一名炮手。 现在, 坦克炮弹都是自动装填的, 以前还得有一名填弹手, 标配四人。 沈灵也回敬了一个军里, 询问道, 灰熊坦克的具体属性如何。 回禀长官, 灰熊坦克配置600mm复合装甲, 主炮为85mm口径滑塘炮, 有效打击范围为3000mm, 最远攻击距离9000mm, 炮弹射速每秒钟2000mm。 一星状态下, 灰熊坦克拥有常规炮弹20发, 对抗坦克的贫油穿甲弹10发, 每升一星, 常规炮弹增加10发, 贫油穿甲弹增加5发, 并小幅度提升坦克射速以及精度。 车长陆其头头是道地 向沈灵介绍灰熊坦克的种种具体参数。 听在沈灵耳朵里基本上就是天书, 他不是军事迷, 听完介绍后, 沈灵只明确了一点, 这辆灰熊坦克在东阳县是无敌的。 长官要不要来坦克内部参观一下? 驾驶员王峰憨笑着邀请道, 行, 我有个大学同学, 开个三十几万的小跑车, 就狂得没边了, 如今, 我可拥有一辆造价要几百万联邦币的坦克。 要是有再见的一天, 我就把坦克开到他脸上吓死他。 炮手卢广员下车将沈灵扶上坦克, 从舱口进入。 进入驾驶舱内, 琳琅满目的各种精密仪器和按钮映入眼帘, 还好坦克内配备了炮手驾驶员, 要不然凭空给他一辆坦克也没人会开。 内部还有4K超清屏幕实时播放外部真实情况, 视野很广。 摄像设备是夜视的, 灰熊坦克拥有夜间作战能力, 等长官建造雷达之后, 坦克更可以实时调用雷达视野, 可以更远更精准完成作战指示。 好,太好了, 雷达很快就会建设, 面包会有的, 牛奶也会有的。 舒服地坐在驾驶位置, 沈灵心里越想越美, 她现在也算有车一族了, 而且有的还是坦克。 等什么时候发财了, 建造空置部, 搞架飞机耍耍, 岂不美在。 坦克的出现, 让沈灵军队的作战实力上了一个台阶, 作为陆战之王的坦克, 一登场, 就助力沈灵攻下了在城市中心的第二个金店。 这家金店位于沃尔玛超市中, 坦克炮直接轰碎了大门, 丧尸仿如出龙猛兽一般疯狂袭来, 可在坦克面前, 丧尸如同白纸一样脆弱, 85毫米口径的炮口接连发炮, 每一颗炮弹炸开的轰隆巨响, 小半座城都听得到, 普通的丧尸在爆炸中瞬间灰飞烟灭。 尸群被清理一空, 沈灵掏出小手枪率领着战士们一往无前冲进了从超市里, 坦克依旧在开炮掩护, 冲锋的路上炮火连天, 土石飞溅, 有种身临其境的战争氛围。 一辆坦克让这场艰巨的攻坚战变简单了, 每当有尸群集结, 立刻就有一发坦克炮缝上, 精准而残暴。 今天, 陈宇豪也格外卖力, 轻机枪开火不停, 换子弹的功夫也掏出火箭筒来一发, 坦克的出现让陈宇豪有了一丝危机感, 他要坚守重装步兵的荣耀。 第二十二章, 阔军与血战。 发了, 这回真发了。 沈灵闯入金殿手指不断触摸过精气手势, 密集弹出的系统提示音被沈灵自动忽略, 等金殿已经被沈灵掏空, 他系统中的余额已经变成了3290斤。 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重装战士带领一众动员兵对超市内的丧尸进行倾缴, 再度缴获战利品900余金, 沈灵的余额第一次冲破4000大关。 长官, 外面闻血而来的丧尸正在增多, 远处还有更多的丧尸向这边涌来, 要不要撤退。 被指派为通讯兵的红警战士跑过来, 气息不云会报道。 丧尸数量有多少? 初步判定, 怕是将近一万, 熙熙攘攘, 附近几条街区的丧尸都被炮声吸引过来了。 沈灵舔了舔嘴唇, 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搭建围墙, 围点打员, 今天我们搞一把大的。 是, 计划永远比不上变化快, 沈灵今天都没打算攻进电, 但坦克强悍的攻坚能力让沈灵看到了希望。 此时, 沈灵又做出一个接近疯狂的决定, 以几时对抗一万, 沈灵的底气就来自她还没消费的4100斤。 战士们已经来到超市门口紧张备战, 并选择好几条撤军路线, 等待丧尸大军来袭。 沈灵开启系统面板, 先来到兵种界面选择建造12名动员兵, 一名重装步兵以及一名喷火兵, 3000斤瞬间蒸发。 她现在需要极战力, 坦克固然强, 建造时间却需要足足一个半小时太慢了, 等到一个半小时过去, 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了。 动员兵建造速度是最快的, 每隔一分钟, 视野盲区就会走出一名动员兵向沈灵报告, 然后来到超市门口加入战局。 红井游戏所有建造单位分四大类, 第一类, 建筑, 兵营, 发电厂, 战车工厂等等都属于建筑类, 建筑是一切的前提, 拥有建筑才能打造相应兵种。 第二类, 载具类, 包括弹部线与坦克, 飞机, 巡洋舰, 恐怖机器人等等都算载具。 第三类自然是士兵, 各式各样的兵种花样繁多。 而第四大类就是沈灵从一开始就拥有, 但始终没有建造的防御单位。 防御单位初始一样只有四种, 建造金额100的围墙, 价值500的机枪碉堡, 1000的防空炮, 以及3000的光龙塔。 围墙很好理解, 只需要100斤就可以瞬间制造一条长为10米的钢筋混凝土围墙, 而价值500斤的机枪碉堡就能持续不断提供等同于重装步兵的火力, 造价仅仅只有重装步兵的一半。 同样的, 防御单位存在的弱点就是它无法移动, 围墙也好, 机枪碉堡也好, 建造在哪里它就永远在那里了。 在初期沈灵打游戏攻坚战的时候, 这些防御措施根本排不上用场, 所以沈灵始终没有建造过防御单位。 而此时, 沈灵准备打一场防守战, 防御措施能发挥出最大效果, 沈灵选择建造一条20米围墙, 以及左右两侧各一个机枪碉堡, 整整400200斤沈灵全部花光转化为战斗力, 只等一站。 围墙一分钟就可以修建好, 而机枪碉堡则需要5分钟, 此刻外面的枪炮声已经愈演愈烈, 沈灵赶赴战场。 坦克在公路上横冲直撞, 碾压炮击丧尸, 可阻挡80毫米口径以下炮击的坦克外部装甲, 岂是丧尸能撼动的? 如同一尊无敌的金属巨兽, 在丧尸之中肆意驰骋。 红警战士们则驻守在超市门前的广场上, 广场中多了几十名面目模糊不可见的工人, 正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建造围墙和机枪碉堡, 20米的围墙和口水的功夫就建造完成, 机枪碉堡也已具备雏形。 现在数量还不够多的丧尸 根本无法冲破子弹的封锁接近围墙, 不过沈林知道这才刚刚开始, 这一场战斗能真正检验出这支军队的实力。 天不知何时阴沉下来, 丧尸黑压压一片, 暗沉的千云似于远处的丧尸相连接, 天地间一片昏暗。 沈林用力喘了两口气, 初次面对如此庞大的尸群, 她有种强烈的窒息感, 但开弓没有回头见, 此战事在必行。 沈林的眼神变得坚定, 这是一个考验, 如果连这一关都过不去, 也就不要想着回梁氏了。 梁氏有几千万人, 以目前九成的死亡率来看, 丧尸的数量不会低于三千万。 万人规模的丧尸, 回到梁氏十万时全都不罕见。 红锦战士的智慧很高, 对自身的情况也有足够的了解, 几名快要杀戮一百个丧尸, 晋升一星的动员兵战士, 开始肆意开火, 在子弹将要打空的时候, 身上冒出一阵金光, 生星迅速补满状态。 依托围墙, 战士们可以毫无顾忌地释放火力, 此时两侧的机枪碉堡也建造完成, 哒哒哒喷射出火蛇, 重机枪的强大火力将尸群打退一段距离。 可是远处的丧尸还在源源不绝地赶过来, 天气转阴, 尸群人头攒动不见尽头, 死去的丧尸已经堆成一个小山包, 后方的丧尸却踩踏着先行者的尸体前赴后继。 在防守战开始的13分钟, 坦克也陷入了苦战, 几十个丧尸攀附在坦克上, 还有更多没能爬上去就被履带碾压而死, 丧尸将灰熊坦克团团包围, 攻不破坦克的外部装甲却也让坦克动弹不得, 只能当一个固定炮台来使用。 还在有生力军补充, 而子弹已经打光的动员兵冒着风险 来到近处的尸体堆中翻找出金银上脚给沈林。 丧尸攻不下来, 沈林等人却也无法将尸群彻底剿灭, 陷入拉锯战。 沈林则完全行驶红颈中基地车的职责, 源源不断将士兵掠夺回来的金属转化为极战力, 一名又一名动员兵加入战场。 火力逐渐跟不上丧尸前进的步伐, 尸群已经推进到距离围墙不到20米的距离, 此时坦克已经彻底被尸群淹没, 炮口都被丧尸堵死。 一切都在朝着坏的方向发展, 满脸硝烟血无痕迹的赵虎对沈林说道, 长官, 超过半数的动员兵战士子弹都打光了, 请长官做好撤退的准备。 转机来自战斗开始后的第15分钟, 一名喷火兵终于制造完成。 喷火兵严坤向长官致敬, 请求立刻加入战斗。 沈林点了点头, 沉默地向一块玩石。 喷火兵的初始军衔是中式, 比重装部兵低了一个级别, 这一点很关键, 意味着喷火兵在军衔不超过沈林的情况下到达二星。 以喷火兵的杀戮效率, 到达二星是轻而易举的。 一条火龙出现在战场上, 穿着墨绿色防火服, 手持坟浸着喷火器的喷火兵朝着狮群, 肆意拨散这灭世火焰, 一个个涌上来的丧尸像燃烧殆尽的蜡烛一样, 迅速融化在火龙之中, 配合着始终维持着高强度火力输出的机枪碉堡, 再一次将丧尸的攻势打退。 沈林望向远方, 他看到了远处已经不再有丧尸继续赶来, 这里所聚集的就是附近所有丧尸了。 望眉止渴, 此时沈林看到了象征胜利的梅子。 没有后续, 所有丧尸都在这里了, 只要把这里的丧尸全部消灭, 这片区域就算彻底肃清, 这场几时对抗一万的战斗胜利的将是我们。 沈林高声呼喊, 毕生的口号再度振奋起战士们的士气, 赵虎也不再劝说沈林撤退, 站在围墙上精准射杀丧尸。 胜利曙光就在眼前, 沈林思维再度活跃起来, 他看到了喷火兵杀戮的效率, 喷射火焰不到一分钟, 他就即将晋升一星了, 沈林见状立刻下令道, 严坤, 将你的喷火器借给王腾。 王腾也是较早晋升的一星动员兵, 他距离二星只差在杀死几十个丧尸, 但他的子弹已经耗光了。 遵命, 严坤将喷火器交给王腾, 使用喷火器的王腾十几秒钟, 就完成了通往二星的最后一段路途, 子弹再度补满他又龙精狐猛加入战斗中。 依葫芦画瓢, 沈林再度通过这样的操作, 帮助李思木也晋升二星, 然后将高能燃快还剩下三分之一的喷火器, 交还给严坤。 专业的喷火兵杀戮效率比动员兵更快更惊人, 拿回喷火器的严坤在15秒后晋升一星, 高能燃快还没有消耗完就立刻补满。 第23章, 中尉。 好消息接连不断, 又一名动员兵加入战场后, 阿雅发出提示, 恭喜指挥官大人, 您现在所控制的单位超过30, 您的军衔晋升为中尉。 几乎是同一时间, 陈宇豪身上金光亮起, 之前受限于军衔, 不能超过沈林, 只能维持一星, 此刻沈林军衔提升他也跟随提升星级。 二星的重装步兵, 拥有轻机枪子弹400发, 纤尾狮火箭炮6发, 火力强大, 犹如一尊一动的人形堡垒。 沉寂良久的纤尾狮火箭炮再次开炮, 火箭炮在狮群的中央炸开, 四散飞舞的血肉如同烟花般盛放。 经典轻机枪M249发出咆哮, 把尸群的嘶吼声都压下去了。 子弹在不断消耗, 丧尸的数量也在急剧减少, 胜利就在前方已经肉眼可见。 就像老尸流的寒假作业, 在多在场也总有做完的时候, 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到了完成的时候, 重温走过来的路才会发觉, 坚持收获的果实是如此甜美。 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喷火兵颜坤也在随后杀够了足够熟练过的丧尸晋升二星, 不过晋升三星距离他还有点遥远。 打空子弹的战士们纷纷走出围墙搜集战利品, 这一场煎熬的苦战达到了以战养战的效果。 沈林没有被击垮, 反而从战争中吸取到了更多的养分。 战利品只搜刮了附近的一部分, 沈林的系统余额就再次回到了四位数。 等到第二个重装战士从超市中走出, 战斗已经到了尾声, 他有些羡慕地看了看已经升到二星的陈宇豪, 带着向往投身战斗。 阴云逐渐散去, 这一场秋雨到底还是没下成, 一束温暖的金色阳光穿透乌云, 照耀的战士们脸上的汗珠闪闪发光。 坦克也被解放出来, 庞大的狮群变得零零散散, 已经没有他发挥的机会了。 打扫战场加收缴战利品, 沈林开始盘算着, 这一次战利品的收获大概在五千斤到七千斤左右, 这样规模的狮群目前的部队应付起来稍微有点艰难, 我还得继续增强军备力量。 如今, 继续留在东阳县已经没太大意义了, 是时候回家了。 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既担心回家的路上会遇到突发事情, 更害怕回到家之后发现家人已经全都遇难。 现在想, 再多也只是庸人自扰, 我相信爸妈一定不会被这场灾难击倒。 大方针已经定下, 明日启程回归粮食。 首先得解决的第一件事就是载具的问题, 沈林统计, 目前他麾下有动员兵36人, 警权两支, 喷火兵一人和重装步兵两人, 原本装载十几名战士卡车就有些装不下了。 如今加上平民40多人, 建造装甲运输车是势在必行的。 装甲运输车只造一辆勉强够用, 但是考虑到路上它还会再缴获战利品扩充部队, 索性一次造两辆免除后顾之忧, 而且装甲运输车比卡车安全很多, 卡车就用来运送物资, 部队和平民都乘坐装甲运输车走。 沈林现在才大气粗, 价值600斤的装甲运输车造两辆眼睛都不眨。 坦克也需要再来一辆, 一辆坦克的话稍显示单利沽, 两辆坦克协同作战是比较完美的。 第二批搜寻战利品回来的动员兵就给沈林带购了建造一辆灰熊坦克所需的1200斤, 沈林也不犹豫直接选择制造。 长官, 有一些幸存者找到了我们, 您要不要见见? 赵虎前来禀报, 这边枪炮声这么热闹, 加上丧失大规模来袭的阵势引起幸存者的注意不足为奇, 当然, 他们肯定是看到了是沈林这边胜利才敢露面。 见一面吧, 看看他们是否了解重要情报。 沈林点点头, 伸手让赵虎在前面领路。 赵虎同沈林以及两名鹤枪实弹保护沈林安全的动员兵战士来到街角的一家饺子馆, 幸存者悄悄藏着这里观察局势。 这位是我们长官沈林。 赵虎向幸存者介绍道, 沈林眼睛一扫, 将众人的情况收入眼底, 这十几名幸存者有男有女, 还有一个不到十岁的小男孩, 身上的衣服都沾着污渍和血迹, 脸色都有些发白, 像是饥饿所致。 长官年轻有为啊, 领导部队抗击失群, 您是对人民有益的英雄, 更是我们的大恩人。 和沈林对话的是幸存者中暂时的领导者, 名叫刘武, 男性, 31岁, 远脸看着面扇, 肌肉轮廓明显, 是一家跆拳道馆的馆长。 不用客气,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大家都是附近的居民。 沈林问道, 嗯, 我们都住这一片, 池子涵小朋友是我道馆的学员, 他父母来接他下课的时候, 正赶上病毒爆发, 其他人也多是学员家属。 只可惜我的很多学员, 年纪太小都没能免疫病毒。 说到这里众人脸上都露出伤感之色, 节哀, 会好起来的,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我多嘴打听一句, 长官您是哪个部队的? 一见沈林表情犹豫, 善于察言观色的刘馆长立刻说道, 您是秘密部队的不方便透露也没关系, 其实我们过来就是想投靠长官, 我们什么活都能干, 只要有一口吃的就行, 不知道长官的部队需不需要我们。 刘馆长带人冒着危险, 赶到这里就是为了投靠, 这支有枪有坦克战斗力惊人的部队, 他们在丧尸横行的末世里挣扎求存了三天, 深深明白活着不易。 道馆里的粮食在第二天就吃光了, 男人们商量着去楼下超市带点吃的回来, 十个人出去只回来六个, 带回来一箱方便面和几连酸奶, 就为了这点东西四条人命葬身失口。 前两日他们就已经听到枪声了, 只是那时他们不敢穿越危机四伏的城市去找这支部队, 这一回枪炮声就在附近响起, 刘馆长立排众议, 带着愿意和他走的十几个人来投靠军队。 诸位也都看到了, 我们是军人, 战斗我们在航, 恢复生产少不了大家的帮助, 诸位愿意相信我我很高兴, 只是我们明日就要开拔前往粮食了。 如果愿意和我走, 我将保证大家的安全, 不想走也无所谓, 附近街区的丧尸全部被我们清理干净, 大家可以放心住在这里, 多搜集一点物资, 小心谨慎一点也不会有太大危险。 沈林提出这个提议让人群一下子议论起来, 只有一个人态度坚定。 长官, 我家就在粮食, 我跟你们一起走。 刘馆长露出惊喜的神色, 没想到这支军队来自家乡。 并非所有人想法都和刘馆长一样, 很多人都不愿意离开东阳县, 他们出生成长都在这里, 对这座城市有感情。 而且沈林也说了, 周边丧尸已经清理一空, 他们来的时候也都看见了街道上堆起的尸山, 这样一来他们就更不愿意走了。 七嘴八舌的一顿商议, 最终结果如下, 馆长刘武、道馆学生池子涵 以及他的母亲王蕊三人 愿意与沈林同行。 其他人纷纷表示感谢, 然后告辞离开。 长官, 池子涵是我的学生, 他现在年纪还小帮上忙, 你以后有什么工作只派给我, 我干双倍的, 不让您的粮食养闲人。 刘武的情商不低, 他提前想到池子涵只吃饭不干活, 会招致别人风言风语, 主动揽则上身。 而且, 池子涵的父亲死在灾难初期, 孤儿寡母也不好过, 他也想着能帮着分担一些压力。 有情商有担当, 这个人不错。 沈林心里认可刘武, 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 摸了摸池子涵的脑袋, 说道, 老兄这话可就说错了,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 我有责任培养他们长大, 而且我这个人很喜欢小孩子, 一个八九岁的孩子 再能吃能吃多少。 而且沈林从不为粮食发愁, 孩子代表未来, 沈林供养他们, 他们日后自然会心向沈林。 刘馆长千恩万谢, 见沈林的战士们在收集贵重金属, 刘武也挽起袖子主动帮忙, 作为一个聪明人, 刘武知道好奇心旺盛不是什么好事, 他根本不问现在这个局面, 黄金失去价值沈林, 还需要这些贵重物品干嘛, 他是干活就完事了, 做一块砖, 做一片瓦, 哪里需要哪里就有他, 保证沈林的队伍里, 始终有他一席之地, 融入群体, 这是刘武的处事之道。 将黄金包好, 当着外人的面沈林就不向系统充值黄金了, 装着黄金的包裹塞进坦克里, 无人的时候他在充值。 回到超市外, 望着耸立的围墙和两侧机枪碉堡, 沈林惋惜地选择半价回收。 建筑和防御设施等不能移动的单位 都有这种选项, 半价回收。 机枪碉堡今天居功甚伟, 如果没有机枪碉堡根本不可能守得下来, 在战士们子弹耗尽的时候是机枪碉堡, 在不断持续开火打退失群才没让阵地失陷, 现在他们工程身退的时候到了。 无人察觉的巷子里走来面目模糊的建筑工人, 拆除围墙和机枪碉堡, 五分钟过后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一切都被拆除干净。 一切都收拾完, 两辆装甲运输车已经准备就绪, 和坦克一样, 装甲运输车自带司机, 就是没有炮手, 车长等人了, 就一个司机, 和装甲运输车一体算作一个单位。 坦克也是如此, 坦克里就算坐十个人, 也算一个红警单位。 刘武和学生母子被安排在了后面那辆装甲运输车里。 装甲运输车的外形像是扁平的大巴车, 前四后二一共六个防弹车轮, 外部涂着迷彩, 四百毫米厚的碳纤维装甲, 可以确保车内人员的安全, 一坐进来就感觉被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所包围。 沈林也是头一次进装甲运输车, 东看看西摸摸, 和另一辆车上局促不安的三人比可放肆多了, 毕竟这是她的造物。 咖啡机, 热水壶, 空调, 这可比坦克舒服多了。 沈林面露笑容, 同车的战士们也笑着附和。 第一辆一星灰熊坦克在前, 中间是两辆装甲运输车和载满物资的卡车, 后面刚刚建造完成的灰熊坦克垫后。 载具的升星要比兵种更困难, 灰熊坦克晋升一星就需要杀戮三百余名丧尸, 二星一千, 三星就是三千, 和战士比翻了三倍。 但也确实合理, 坦克的威力太强, 效率太高, 晋升所需杀戮的丧尸自然也就更多。 回战前旅馆的路上, 沈林也在考虑一个问题, 这么些人今晚住哪? 昨天十几个人小旅馆就有些住不下了, 他现在阔军还没有完成, 等把坦克里面那两大包黄金珠宝全部充值了, 肯定还会建造更多的战士, 那就更住不下了。 得趁着天黑之间找一个新住处才行。 沈林记得车站附近有一家宾馆, 去那里暂时落脚也还行, 反正今晚是在东阳县的最后一晚, 倒不用苛求太多。 今天, 佟佳琪那个无赖没找上来, 张龙在旅馆睡了一上午, 已经休息好了, 正坐在门口擦枪呼听旅带声轰鸣, 知道是沈林回来了, 不止如此, 他还带回了坦克。 匆匆上街迎接, 望着远处驶来的坦克装甲车队, 张龙嘴巴长成O型, 他知道自己今天一定错过了什么。 看上去气色不错, 休息舒服了吧。 沈林挑了一下眉毛, 笑道, 随后下车的有二星动员兵赵虎, 二星重装步兵陈宇豪, 初次见面的二星喷火兵颜坤, 作为沈林的第一个战士, 目前却还只有一星的张龙深深沮丧, 长官, 下次请一定不要抛下我。 不要急, 你是我最重要的部下, 下一个晋升二星的一定是你。 听到沈林的安慰, 张龙心里好受了许多, 他今天可没白留在旅馆, 他也有一个好消息要汇报。 长官, 今天我们连上广播了, 市里的电台频道和联邦电台都可以连接上。 沈林听闻大喜, 随后又气急地拍了一下巴掌, 我怎么早没想到还有广播呢? 快跟我说说现在情况如何。 现代人已经习惯了快捷方便的网络媒体, 连电视都很少看, 广播电台这种信息传播模式就显得有些原始了。 沈林一时间真没想到。 联邦电台公布, 目前数据统计, 这次的灾难腾龙联邦伤亡人数超过19亿, 幸存者大约在3亿左右, 并且还在逐日减少。 针对使人类感染为丧失的外星病毒特效血清正在研发之中, 能否使已经转化为丧失的人类复原科学家给出的答案是不能, 转化过程是不可逆的, 一旦完成转化这个人就已经死了。 并且联邦发出警示, 外星病毒具有聚集性与强进化性, 当某片区域内的丧失达到一定数量将会诞生一个进化体丧失。 目前,进化体丧失出现的方式不得而知, 总结出的规律是区域内丧失越多越密集, 进化体丧失可能出现的几率就越高。 不只是丧失, 人类在对抗丧失的途中会增强对病毒的抵抗性, 当抵抗性高到一个程度, 人类可以完全免疫病毒的威胁, 并有小概率自主进化。 不过, 目前对进化丧失以及人类进化者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所得到的信息不多。 关于丧失和人类存在进化, 可能沈林早有预感。 这次灾难的原因不只是外星病毒没那么简单, 沈林一息记得她获得系统的时候, 系统的提示音说检测到宇宙优能, 系统开启。 那粮食的情况如何? 沈林更关心的还是家乡的情况。 粮食电台目前正在循环播放两条信息, 第一条是希望市民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尽量逃离粮食, 目前粮食已经无法抗衡失群, 宣布彻底陷落。 第二条则是有幸存者在西河区市郊食品工厂建立了幸存者营地, 招收有一计之长的幸存者。 粮食的情况也和预想中的一样, 一片糜烂, 唯一的好消息是沈林家就在西河区, 幸存者营地在西河区, 他的家人很可能就在其中。 第二十五章, 离开前夜, 通知大家收拾东西装车, 咱们今晚在宾馆凑合一宿, 明天启程回粮食。 其实也没啥可收拾的, 他们来这儿才住了两天, 就是一些生活物资, 几名动员兵战士帮忙很快就打包完成装在卡车翻斗里。 当四名幸存者看见停靠在路边的坦克, 装甲车, 大脑完全一片空白, 他们不是在做梦吧? 这才几天功夫, 沈林从兵威降寡到现在旅馆都容赖不下他麾下战士, 再加上装甲车和坦克, 胖车长觉得他这辈子所有的好运气都用在被沈林从厕所里解救出来那一刻了。 37吨重的钢铁守护神越看越帅, 有着大家火在, 就不用再怕丧尸了。 几人上了后面的装甲车, 遇见刘武和王蕊母子, 一交流才得知原来今天沈林在镇中心消灭了丧尸境外, 对这支部队的战斗力有了全新的认识。 刘武也旁敲侧击, 询问起最早跟随沈林的幸存者们一些沈林的性格以及爱好。 一直都很沉默地黄祥说道, 俺和长官相处的时间不多, 但俺知道长官是个好人, 人也随和没什么架子。 爱好吗? 他可能欣赏有才华的人吧。 刘一衣补充了一句, 他始终记得那天他交给沈林地图时沈林那炽热的目光。 这样的目光他经常能看到, 只是那些人是缠他身子, 而沈林却是对他能力的赞扬。 刘馆长点点头, 将这些重点记在心里, 心中的戒备只剩淡淡一点。 能得到这么多战士的誓死效忠, 沈长官身上有这些闪光点也不足为奇。 林诗宇突然提出一点惊得众人无言以对, 我倒是觉得, 长官像个十七八岁高中生, 他表现的是很成熟, 但我感觉他身上有种高中生一样, 没有被社会污染的青涩稚嫩。 沈林年纪不大谁都能看得出来, 却没人去想他可能是还没走上社会的学生, 因为在他们心中沈林的地位太高了, 都把沈林当成长官, 当成守护神, 有意无意地把他当成掌管生死命脉的顶头上司一样, 去恭维讨好。 一时间众人沉默, 柳依依甚至开始心疼起沈林, 在本应该天真烂漫的最好年华遭逢大便, 几十号人指望着他活命, 肩负起难以想象的重担, 举举独行, 他的内心一定很孤独很煎熬吧。 坐在装甲车上享受着半可安宁的沈林, 不知道另一辆车上有人同情起他来, 如果他知道也只会笑着白手否认。 并非强装硬气, 沈林觉得有些人天生就是为了做大事的, 只是在和平的时代英雄也无用武之地, 现在正是他们一展身手的时候。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 沈林适应得比谁都快, 甚至他有一点乐在其中了。 除了红颈战事外, 没有外人, 沈林也就顺路将坦克里的两大包黄金悄悄充值了, 加上之前回收防御设施的600斤, 目前的余额总值为4300斤。 这其实不少了, 因为时间紧迫, 战利品搜刮的不是那么仔细, 而且加上焚尽者喷火器肆虐, 其中很多贵重物品已经彻底损坏无法拾取了。 而且他已经靠着一战养战的收获, 先后制造了五名动员兵, 两辆装甲车和一辆灰熊坦克, 实际收获大概在7000斤左右。 来到宾馆附近, 留下五名动员兵清理街道, 并看守车辆, 坦克, 其他人纷纷入住宾馆, 沈林同幸存者暂时在大厅等候, 战士们则去挨个楼层房间去排查, 虽然只住一晚, 安全问题也不能忽视。 生火做饭, 并未明天准备一些干粮, 晚饭是烙的糖饼配牛肉萝卜粉丝汤, 吃饱喝足, 闲聊了一会, 各自睡下。 宾馆的条件无疑比小旅馆要好很多, 床单被褥洁洁白干净, 石墓地板看不见一丝灰尘, 更不用担心老鼠动什么的。 刘姐, 你睡了吗? 突然响起的敲门声, 让柳依依心脏快速跳动几下, 听到临时雨的声音悸动又随之而止。 怎么了? 睡不着? 能源为电池的安全台灯释放出柔和的光辉, 映照得柳依依激如白玉, 她正坐在桌前看书, 温婉安静。 这样的气质总能让林诗宇她高中时候 那个温柔的女班主任, 不由自主心生亲近。 林诗宇穿着粉色的兔子睡衣在床边坐下, 眉毛微微皱着, 从晚饭开始心里就慌慌的,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 不会是想你男朋友了吧? 柳依依调笑道, 想她个死人脑袋, 把我大学四年的青春浪费在她身上, 我都毁死了。 女人们凑在一起不聊八卦是不现实的, 柳依依犹豫了一下, 还是问道, 你之前说沈长官很像个高中生, 你真的这样觉得吗? 我只是说从年纪上来看她很像高中生, 其他方面根本看不出来。 说到这里, 林诗宇脸上的笑容变得完美, 这可是没过保质期的小狼狗啊, 姐姐你可要把握住了, 别让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妖艳建火墙走了。 柳依依自残行贿低下头,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 你觉得合适吗? 嗨, 这有什么? 现在很多年轻的男孩子都喜欢找比自己年纪大几岁的, 可以像姐姐一样宠着她爱着她。 林诗宇满不在乎, 柳依依眼神闪动, 沉思无言。 昨晚没休息好, 导致今天没能加入战斗张龙十分懊悔, 但今晚她依旧为沈林守门, 她已经把这个当成一生的事业去做。 时至午夜, 张龙准备和第二班职业的战士交接了, 却突然看到睡在走廊的警犬已经醒来, 面朝着一个方向低声乌液, 浑身的毛都炸开了。 张龙当即面带凝重地拉开沈林的房门, 走到床边轻声呼唤道, 长官, 长官, 别睡了, 出事了。 听到出事两个字, 沈林顿时睁大了眼睛, 明亮的瞳孔折射月光, 周围很安静, 一点动静都没有, 哪里出事了? 长官, 警犬露出了遇到威胁的戒备姿态, 可能是有失群靠近。 连忙套上军装握紧冰凉的九二式走到走廊, 警犬也已经来到了门口, 对着沈林汪汪叫了两声, 刚才只是戒备, 现在已经是市警了。 沈林三步并坐两步来到窗边一看, 顿时头皮都抹了, 只见月光洒满的街道上无数星红眼眸灰色毛皮的大老鼠 成群结队朝着宾馆行军。 传令, 所有人准备战斗。 沈林语气低沉急促, 一只老鼠都让沈林等人折腾了一晚, 这回他们捅了耗子窝了。 趁着战士们集结的这个空档, 沈林也在观察下面的老鼠, 鼠群数量虽多, 却没有乱糟糟一团给人井然有序的感觉, 而且目的性很强, 很有策略。 它们分散包围宾馆, 有的攀爬管道, 有的在朝着地面打洞, 更有几十只在正门的老鼠, 配合着搭鼠踢到门把手的高度, 然后一起用力推开了宾馆大门。 很难想象老鼠会有如此之高的智慧, 就像是拥有人类的大脑, 人类的思维一样。 背后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控制鼠群, 老鼠不可能这么聪明。 鼠群表现出的智慧和团队协作, 让沈林意识到, 今晚最大的危机不在于老鼠, 而是在幕后控制老鼠的神秘黑手, 甚至昨晚上闯入旅馆的老鼠, 可能就是黑手的一次试探。 阿雅, 快出来! 沈林呼唤系统, 穿着蓝色毛绒睡衣的阿雅小粉拳, 揉着眼睛, 伟大的指挥官大人, 请不要在深夜调戏阿雅, 减少睡眠会让阿雅皮肤变差的。 不要顽皮, 我要建造虚拟雷达, 现在, 遵命, 指挥官。 玩归玩闹归闹, 阿雅正式上没掉过链子。 第26章, 鼠群掌控者, 雷达的建造需求是1000斤, 虚拟雷达半价就更便宜了, 500斤足够, 建造时间也只需要短短的五分钟。 宾馆大门无声打开, 铺天盖地的鼠群就此闯进来, 此时战士们已经集结完毕, 黑暗中一个个冰冷的枪口 蕴藏着无尽的杀意。 开火! 一声令下, 子弹喧嚣出唐, 复合木地板被密集的子弹 打得木屑横飞坑坑洼洼, 一只只被病毒感染后, 体型胀大变异的灰色大老鼠 在清脆响亮的枪声中接连死去, 脆弱的丧尸鼠在子弹洗地的情况下 瞬间死亡数达到300。 沈林抬起手腕看了一眼表上的时间, 刚过12点, 幕后黑手的运气不好, 她并不知道凌晨12点 沈林布下战士的子弹全部刷新, 此刻正是火力最强大的时候。 可惜的是, 一只丧尸鼠并不等同于一个丧尸, 不然这一瞬间, 沈林麾下不少临近升星的战士身上 都会亮起金光。 鼠群确实被某种力量控制着, 沈林注意到它们具备极强的集体意识, 但个体的表现很差, 老鼠本该是敏捷灵动的, 却被大一致控制着呆板地向前进军。 这种集体意识限制了鼠群的发挥。 如果说丧尸杀人是撕裂血肉, 将人生吞活泼, 那么丧尸鼠就完全靠病毒取人性命, 丧尸鼠单体实力弱小, 只有从不可思议的角度偷袭, 趁机在人身上画一爪子才能造成杀伤, 摆明车马正面对抗丧尸鼠实在不值一提。 战士们踏着鼠群尸体推进, 子弹将鼠群完全驱逐出宾馆大门, 街道上还有更多密密麻麻的星红眼眸。 在宾馆里一直不敢发挥, 怕引起大火的喷火兵颜坤端着喷火器咧嘴一笑, 然后蹲下身子, 枪口对准斜下方。 毁灭烈焰浩荡喷涌, 如同洪水决堤, 高温火焰直接将柏油露面烤得融化, 密集的丧尸鼠在这一刻迎来末日, 他们不像丧尸, 要持续五秒才会被彻底烧死, 火焰一扫而过丧尸鼠就死了一地。 如此恐怖的杀戮效率让鼠群的控制者坐不住了, 这样的伤亡效率太恐怖了, 用不上几十秒钟他的鼠群就要死完了。 撤退的命令依靠和鼠群的某种联系无声下达, 顿时包围宾馆的老鼠如退潮一般散去, 很快就消失在深暗的夜色之中。 长官,要不要追出去? 动员兵骑兵问道, 穷寇莫追,把正门锁死, 宾馆侧门后门也都封上, 晚上睡觉都加点小心。 沈林在街道上高声说道, 她这句话是说给幕后黑手听的, 出了这么大的事谁还睡得着, 是为了刻意麻痹她, 等到雷达造好, 到时候就见分晓。 这次打扫战场就是单纯的打扫, 一堆死老鼠的尸体上没有任何可供收集的资源, 清理到外面然后一把火烧掉。 众多幸存者也都被枪声吵醒, 来到一楼就看到遍地的死老鼠 暗自心惊, 同时庆幸还好战士们警惕, 要不然鼠群夜晚闯进来, 所有人都难逃一劫。 指挥官大人, 雷达已经建造完成, 现在您在心中默念雷达二字, 即可召唤出雷达界面。 阿雅提醒道, 沈林按照阿雅所说召唤出雷达界面, 就看到雷达用虚幻的线条勾勒建筑街道, 上面红蓝绿各色光点闪耀, 蓝多绿少, 红色则是密密麻麻一片。 阿雅继续介绍道, 雷达界面中, 蓝色光标是长官所拥有的红警单位, 绿色光标则是友善单位, 黄色光标是非友善, 有敌意单位, 红色光标则是被病毒感染的丧尸, 丧尸兽, 按照颜色深度表明病毒单位实力强弱。 目前, 虚拟雷达的探测范围为 掌官周围方圆5000米, 实体雷达可检测范围为虚拟雷达的10倍, 但不能移动。 沈林点点头, 阿雅介绍得很清楚了, 她所在的宾馆蓝绿色扎堆, 沈林很高兴幸存者们都对她心怀感恩, 真心实意地投靠她没有心怀鬼胎的。 方圆5000米内还是零散存在着一些丧尸, 颜色为普通红色, 数量不过百, 应该是民居内转化的丧尸被困在家中。 在宾馆东侧的雷达探测出的一条小巷内, 淡红色单位数之不清, 是丧尸鼠群, 而在淡红色单位之中, 有一个深红色目标。 沈林猜测得一点不错, 鼠群的确是被控制的, 控制鼠群的正是深红色目标。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袭击, 策划行动的是具备高级智慧的丧尸, 哼, 你还不知道被我发现了吧? 沈林黑着脸, 怒意惯凶, 这是第二次了。 阿雅, 有个问题咨询你, 淡红色单位丧尸鼠能否感染我的一星二星动员兵战士? 按理说动员兵升星过后具备微弱抗病毒能力, 普通丧尸的病毒扛不住, 病毒强度不足的丧尸鼠应该能顶得住吧。 但红色单位无法感染升星过的战士, 红颈战士升到三星后, 普通感染方式就已经可以免疫, 除非注入高浓度病毒, 异常强大的高阶丧尸才能感染。 英雄级单位则可以免疫任何方式传播的病毒。 这是阿雅第二次提起英雄单位, 英雄级单位大概就是红颈战士三星之后发展的目标吧。 很好,你的情报对我意义重大。 确认丧尸鼠无法感染升星过的红颈战士, 沈林知道他可以主动出击了。 目前,沈林队伍中有星级动员兵17人, 其中二星动员兵只有赵虎一人, 以及一名二星重装步兵陈宇豪和二星喷火兵颜坤。 沈林将所有星级战士全部带上, 并带了一条警犬,悄悄从后门离开宾馆。 沈林一直盯着虚拟雷达界面, 那个深红色的光点始终停留在小巷之中, 没有离开的意思, 他并没有发现危险悄然降临。 重装战士在两名动员兵的帮助下, 携带着重型火力爬上楼顶, 居高临下做好战斗准备, 喷火兵则守在巷尾包结后路, 两方面都已集合完毕。 沈林带着大部队浩浩荡荡挺进小巷, 刹那间, 枪械上装载的手电筒释放出十几道刺眼的光芒, 顿时将小巷内外照亮。 这里停放着七八个垃圾桶, 正是鼠群的老巢, 一个身影正矗立在小巷之中, 呆板的血红眼眸注视的方向正是沈林住下的宾馆。 灯光亮起, 他骤然回神望向沈林, 他面颊灰白无血色, 衣衫残破不堪, 浑身都有咬伤的痕迹, 但沈林依旧从衣物及相貌上掩认出他的身份。 佟佳琪 沈林惊呼出他的名字, 佟佳琪的面部表情一下子变得猙獰, 他张开漆黑的嘴巴, 发出尖锐利笑, 顿时, 垃圾桶里一条条灰毛大老鼠涌出。 动手 楼顶早就准备好的陈宇豪直接开炮, 一发些尾尸火箭炮直接将小巷化为火海, 垃圾桶被炸得四分五裂, 里面的鼠群也没能幸免。 狭窄的空间内火箭炮的威力得到最大提升, 扑面而来的爆炸余波和热浪让小巷外的沈林等人都倒退了几步。 恭喜指挥官大人, 您杀死一阶接近化丧尸, 属群掌控者, 获得英雄之正新号衣。 听到阿雅的提示音, 在看雷达之中深红色的光标消失不见, 沈林知道佟佳琪这次彻底完蛋了。 沈林想过佟佳琪可能会给她带来威胁, 但在她想象中佟佳琪还是人类, 却没想到佟佳琪会转化成丧尸, 而且还觉醒了控制蜀群这样的能力。 看到佟佳琪的那一刻, 沈林就全想明白了, 怪不得佟佳琪会处心积虑想要带领蜀群冲击宾馆, 佟佳琪是想找她复仇啊。 可惜她还是太嫩了, 完全没想到沈林会依靠着雷达直接锁定她的位置, 来了个神兵天将, 一炮把她和她的部队全部送上西天。 一定程度上来讲, 佟佳琪这小子气运也是鼎盛, 转化成丧尸, 还有这样的际遇, 如果不是警权赶官敏锐提前预警到危险降临, 沈林今晚可能难逃厄运, 如果不是建造雷达直接找到她, 她也许会变得越来越强。 但是, 没有如果, 其差一招就是死无全尸的下场, 这, 就是末世。 第27章, 进入粮食。 一切结束之后, 躺在床上的沈林回顾这场战斗, 看似一切尽在掌控, 其实有太多的侥幸存在。 归根结底, 现在沈林的实力还是不够强, 兵种不够丰富。 关于下一个阶段该如何强化自身, 沈林目前已有初步的想法。 变强的方式很简单, 有足够黄金即可, 那么到哪里去找足量黄金呢? 珠宝店, 银行金库, 以及缴获丧尸身上的战利品是一条路, 更细水长流的方法是挖掘金矿保石矿, 同时开放黄金与物资的交换市场。 心里有无数想法, 但这一切都得等回到粮食再逐步实施, 东阳县太小了, 已经无法支持它高速发展。 度过最为艰难的新手期, 沈林要带着军队闯入步步凶险的大都市, 开启新的旅程。 哎呀, 你刚才说杀死同家旗后, 我获得了一个英雄之证, 有啥用? 当指挥官大人麾下的战士晋升三星后, 可以通过消耗英雄之证的方式使该单位晋升为英雄级单位, 英雄单位完全豁免病毒, 拥有无限进化的潜力, 另外建造系统中特有的英雄单位也需要消耗英雄之证。 获得英雄之证的唯一途径只有杀死进阶体丧尸。 各兵种进阶需要消耗的英雄之证如下, 动员兵, 英雄之证星号三, 警犬, 英雄之证星号五, 喷火兵, 英雄之证星号八, 重装步兵, 英雄之证星号十二, 在巨类单位无法晋升为英雄级单位。 检测到指挥官已拥有英雄之证, 开放英雄级单位制造列表。 王牌狙击手, 纳塔莎, 英雄之证星号二十。 疯狂的爆破者, 超时空一文, 英雄之证星号三十。 心灵控制者, 尤里, 英雄之证星号五零。 战场女武神, 坦雅, 英雄之证星号七零。 系统中将英雄单位分为原生英雄和进阶英雄, 原生英雄为红颈原作就存在的稀有兵种, 现在被系统视为只能通过杀戮进阶体丧尸, 获取英雄之证, 才能制造的英雄级单位, 进阶英雄就显而易见了, 普通兵种一步一步爬到三星, 再通过英雄之证进阶强化后的英雄级单位。 两者之间难分高下, 但无疑, 像尤里和坦雅这样, 需要几十张英雄之证制造的英雄级单位, 先天就比其他英雄级单位要强很多。 坦雅, 那可是我梦里的女神, 要是真能制造一个活生生的谈雅出来, 飞飞飞飞飞飞。 沈林的笑容变得邪恶, 怀揣着这样的美好愿望, 慢慢坠入梦乡。 一觉睡到自然醒, 已经是上午九点了, 昨夜经历了一场风波, 劳心劳力的沈林睡过头了, 不过她是这支队伍的首领, 不会有人因此指责她。 抓紧时间洗漱吃了几颗水煮蛋, 就准备上路。 今日天气正好, 秋高气爽适合赶路, 沈林将队伍集结, 随便讲了几句, 众人陆续登车。 烧焦融化的马路上遍布昨夜战斗的痕迹, 远处的一条巷子完全被爆炸所摧毁, 焦黑被烤干的老鼠尸体随处可见。 沈林最后看了一眼东阳县, 登上装甲车驶向粮食。 放弃走高速路, 沈林选择走途经严谨村的小道, 严谨村是一个人口不过万的小村庄, 就算所有村民都转化为丧尸, 沈林也有一路碾压过去的能力。 道路一片畅通, 也有废弃的车辆被推到道路之外, 显然沈林他们并不是第一批走这条路的人。 通往严谨村一路无波无澜, 路上偶有丧尸也被坦克直接碾死, 后续的装甲车卡车安然通行。 中途需要经过道路坑洼的乡间泥土路, 坦克反而比装甲车更能适应极端道路。 半个小时的路程, 沈林等人终于到了严谨村。 车辆缓缓停下, 坦克车长陆琦通过对讲机向沈林汇报, 通往村中的道路被路障, 钉刺带封堵, 是否清理道路。 先不用急。 沈林表情明重, 她在雷达中看到, 严谨村中没有红色光点, 反而有不少黄色光点埋伏在附近的民居之中。 雷达中的黄色光点是有敌意单位, 这里的丧尸已经被清理干净, 道路是人为封上的, 目的就是防止外来人入村。 黄色光点有敌意, 沈林还不知道村里的人有没有武器, 保持警惕, 让张龙下车替她喊道, 村民们, 我们是前往粮食救援的部队, 请搬开车辆, 让出道路放我们过去。 沈林眉目低垂, 始终观察着雷达画面。 黄色光镖没有像代表友善的绿色转化, 里面的人也没有出来的迹象, 依旧埋伏其中, 沈林低声喝道, 好说好商量不行就威胁他们。 不用躲了, 我知道你们就在里面, 你们不想出来也行, 我们自己搬开路障, 谁要是敢轻举妄动, 一律开枪射杀。 里面依然没有动静, 沈林努努嘴, 让战士们下车搬开路障, 撤掉钉刺带, 动手的只有几名动员兵, 更多的人都架着枪瞄准民军内部, 谁敢冒头就是一缩子。 直到清理完成战士们回到车上穿过宁静乡村的小道, 这些黄色光镖也始终没出现, 很快沈林等人就离开了严谨村, 雷达的监视范围再也看不到黄色光点, 只有零星的红点。 长官, 这些村民心怀叵测, 我们就这么放过他们。 金属路障还好, 钉刺带完全是军事管制物品, 严谨村竟然拥有, 而且村子周围倒闭在路旁的丧尸, 可以看到都是被枪打死的, 幸存下来的村民恐怕不简单。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们没有轻举妄动, 围懒地管他们。 沈林此时归心似箭, 只要不阻拦她回家之路, 她也不想招惹是非, 心里清楚知道严谨村肯定发生过什么, 暗暗在此事记住, 暂时不做理会。 从严谨村到梁市的这段道路可就不太安宁了, 道路上随处可见车辆, 丧尸遍布途中, 坦克再度开炮, 装甲车也不时停下, 战时下车清理道路, 剿灭丧尸。 原本40分钟的路程走了三个小时, 才走完一大半。 中午时分, 在加油站附近休息片刻, 吃点干粮罐头填饱肚子, 上厕所解决一下个人问题, 休息了半个小时, 下午一点左右再度启程。 道路越来越宽敞, 丧尸也越来越多, 他们正在靠近梁市, 前方是一片立胶桥, 一辆轿车冲破护栏半截, 车身在桥上另外半截在桥下, 随时可能坠落的样子, 看上去十分危险, 桥下则是一片亲人规模的尸群, 沈灵看了一下雷达, 并没有颜色深红的光点, 下令开炮。 炮声如雷霆震荡, 爆破掀起盛大的火焰风暴, 将让雷达中集群丧尸, 直接空了一片, 连续几炮将尸群轰炸的零散, 战士们两轮扫射就清理干净, 简单打扫战场继续前行。 两辆坦克在宽敞的长街上并驾齐驱, 浩浩荡荡驶入梁市, 没有沿着直通市中心的大道笔直前进, 很快拐入西侧前往沈灵家所在的西河区。 眼前的景色越来越熟悉, 尽相情窃, 沈灵的手有些微微颤抖。 梁市第二高级中学, 这是我的母校啊, 我在这里读了四年书。 远远望见母校的匾额, 回忆的思绪立刻兴起, 她才刚刚离校一年, 可当车辆靠近, 透过护栏看到操场上穿着校服成百上千的学生丧尸, 她又沉默下来。 继续前行, 楼房变得低矮, 诗群也变得稀少, 这里接近城郊, 沈灵让车停靠在前方, 踩在人行道上。 望着连栅栏门都没有, 私家车随便停靠在路边的老旧小区, 沈灵一时间热泪盈眶, 她回家了。 第二十八章, 防空洞。 咔哒, 要是扭开门锁, 拉开门, 斜架旁边摆放的盆栽, 二十年前三百块买来的沙发, 依旧整洁如新没有多少磨损的痕迹, 还有承载了无数一家人其乐融融回忆的旧店室。 面前的一切都和她暑假离家识别无二致, 只是务事人不在。 爸, 妈, 我回来了, 就是晚了几天。 对着空气沈灵声音低沉道, 屋里没有血迹, 看到这一幕沈灵心中宁定了许多, 下意识地弯腰想要换上拖鞋, 笑了笑又觉得没有必要, 厚重的军靴踩在瓷砖上, 迈不进了大厅。 屋里稍显凌乱, 医疗及旧箱从杂物间里翻出来带走, 衣柜敞开着里面少了几件秋衣。 餐桌上留下一张字条, 笔记潦草, 是给沈灵留的。 哥, 爸妈都还活着, 我们去防空洞避难了, 如果你能回来就来防空洞找我们吧。 果然是在防空洞。 沈灵在听广播说, 梁氏在西河区有一个避难所, 就猜到是在防空洞了。 在百年前的战争年代, 西河区防空洞帮助市民躲过了多次敌军的战机轰炸, 防空洞历经战争检验, 证明其劳不可摧。 沈灵上小学的时候, 学校还组织过军事演习, 在老师的带领下前往防空洞避难。 防空洞等于安全, 这是西河区许多居民的心里留下的固有印象, 所以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 沈灵的家人会前往防空洞避难。 防空洞在市郊位置, 周边人烟稀少, 丧尸的数量也少, 街道上落叶堆了厚厚一层无人清扫, 两旁的树木叶片飘零, 一片萧索。 这附近的丧尸像是被定期清理过, 一路走来很少能看到红色光点, 坦克, 装甲车缓缓行驶在街道上, 下午三点左右抵达防空洞处。 防空洞入口狭窄, 入内却极其宽阔, 在保障生存空间的情况下最高可容纳五千人。 内部并非足球场一般的大空地, 蜿蜒分支也十几条岔路, 各自通向不同区域的避难处。 在防空洞深处的一片废弃区域, 周围堆积着废料垃圾, 惨淡的灯光照下, 一男一女正在此处。 男的二十来岁, 身材偏瘦, 眉毛很浓, 染着一头黄毛, 相貌英俊却透着一股邪气。 女的还不到二十岁, 年方二八正是青春无敌的年纪, 脸上略带一点婴儿肥, 然而倾国倾城的五官已经初见雏形。 田田, 我的心意你很清楚, 为什么一直躲着我? 我的心被你刺得很痛, 躲着你? 有吗? 那我正在和谁说话? 别逗我完了。 田田, 我对你可是一往情深, 你知不知道多少女人想要爬上我的床都被我拒绝了? 我为了谁啊? 还是为了你? 为了你我可以抛弃一片森林, 为了你我可以我明知道浪费人手, 还是派人满城去找你不知死活的哥哥, 我为你做到这种程度还打动不了你吗? 急切想要抱得美人归的男子名叫胡东, 防空洞的二首领, 除了玩女人之外, 他没什么过人的本事, 能成为二首领的原因很简单, 他堂兄是这儿的老大。 少女咬紧背齿,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再跟你讲一遍, 只要你能把我哥哥带回来, 你想要的我都可以给你, 如果你不能就请不要来纠缠我。 马尾一甩, 少女想要离开, 却被胡东拽回来重重推在墙上, 他斜笑着解开拉链, 露出还沾着唇膏印, 还算有肌肉的胸腹。 行啊, 敢跟我甩帘子了, 实话跟你说吧, 你是唯一一个能让我心动的女人, 所以我愿意陪你玩这么久, 可是现在我等不及了, 这鬼世道谁也还不知道明天谁会死, 宝贝, 别害骚, 我来了。 渴望已久的稚嫩花蕾即将在他的魔爪中绽放, 还没办事, 胡东就哼哧哼哧气喘如牛, 眼珠子憋得通红。 少女没有抵抗, 她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她只希望这一天能来得晚一些。 望着墙皮脱落斑驳丑陋的穹顶, 料想自己未来的人生也将这样会暗冰冷, 看不到一点希望。 司机此处悲从中来, 两行青泪从光滑白皙的面庞滑下, 没有遭遇意料之中的抵抗, 反而让胡东少了许多快感, 他撕扯少女衣服更加野蛮, 少女痴痛发出安鸣他, 这才得意大笑。 胡二哥, 别玩了。 脚步声匆匆而至, 提着一根棒球棍的青年快步跑来, 趁着胡东还没注意, 偷偷看了一眼快被包光如羊之白玉一样的少女, 偷偷咽了口唾沫, 紧张到, 外面闯进来好多军人, 有枪有炮的, 您快出去看看吧。 关键时刻被人打扰, 胡东一脸不悦, 我大哥呢, 他干啥去了? 大首领中午带人出去搜刮物资了, 还没回来。 胡二哥你说这些当兵的是不是来抢咱们粮食的? 少他妈胡思乱想, 把沈田给老子看好了, 老子头汤还没喝到, 你敢抢在老子前头, 我活撕了你。 不敢不敢, 青年连忙陪着笑, 朝着小弟耍了一番微风, 胡东只高气昂往外走, 嚷叫道, 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敢来防空洞撒野, 我大哥可是进化者。 闯入防空洞的自然是沈林, 他一分钟都等不了了, 坦克和装甲车留在外面, 幸存者也还留在车上没有妄动, 沈林直接带队闯入。 雷达监测显示, 防空洞内有平民数千, 绝大部分都是绿色光标, 但也有包括把守防空洞的门位在内, 还有少数百来个黄色光标颇为不善。 一心想要寻找家人的沈林, 也不愿意和面前几十个拿着片刀木棒腿都直哆嗦拦路的小老弟计较, 眯缝着眼睛说道, 让开,我不想说第二遍。 这里规矩森严, 这个时候谁也不敢第一个先溜怕被秋后算账, 一个个面面相去。 妈了个八子, 我们长官说话听不到是不是, 赶紧给老子滚。 赵虎见这群人半天没反应, 脸色迅速阴沉下来, 虎步上前一巴掌把一个社会小青年抽翻在地, 端起九五式直接顶在旁边一人的脑轮上。 冰冷的枪口一逼, 那人吓得腿肚子都软了瘫坐在地上。 正在这时, 一声嚣张的威胁传来, 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敢来防空洞撒眼, 我大哥可是进化者。 第二十九章, 杀意 进化者? 沈林不由倾笑道, 这么堂而皇之地说出来, 就不怕我们把他抓去切片研究。 沈林表现得很轻松, 这一伙乌合之众实在让他提不起小心来应付。 胡冬就没沈林那么洒脱, 他走出来看到几十个身材魁乌人, 整齐列队的精锐战士心就已经虚了。 在胡冬的想象中, 赶到这里的军人应该是穿着破旧军装衣衫蓝褛面有菜色, 日子过得很苦, 就算有几条枪也都是神剧中那种老旧磨损的拉栓式步枪。 他万万想不到这些战士一个个胳膊比他大腿都粗, 身穿整齐军装, 钢盔下是冷峻严肃的面孔, 很像是曾经在看守所看到的警察表情, 让他一见就浑身发软。 马上就能找到家人, 沈林的心情非常愉悦, 这些小流氓他根本看不上, 却也没下重手, 惩治他们也是因为毕竟沈林的家人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受到了他们的庇护, 看在他们曾保护过沈林家人的面子上, 沈林也不准备和他们一般计较, 甚至还打算给这处避难所留下一部分物资作为酬谢。 壮起胆子, 这么多人看着胡冬不能表现得太心虚, 昂首道, 切个鬼的篇, 广播都说了, 进化者才是人类的未来, 你们再厉害也只不过是普通人。 我看你们人还不错, 我们这儿就魄力收下你们了, 以后叫我二首领就好。 哈哈哈哈。 短暂沉默, 随即爆发出一阵哄笑, 沈林大笑不止, 其他战士也没能绷住, 笑容里带着嘲讽。 战士们心中, 沈林的地位和神一样崇高, 这小兔崽子竟然敢让他们心中的神区给他当手下, 怎么想的, 脑子里装的都是大殿吧? 长官, 我教教他怎么说话? 张龙捏着骨节发出脆响, 一脸不善。 算了, 今天我高兴, 放你一马, 以后说话想想清楚。 算了, 不跟你多废话, 我来这里是因为我家人就在此处避难, 一对夫妻带着小姑娘, 小姑娘叫沈田, 是我亲妹妹, 我爸叫沈建军, 我妈叫冯雪, 你们应该有人知道吧? 沈林说吧, 无人应声, 目光全都集中在胡冬身上, 他们当然知道胡冬正在追求沈田, 今天还把沈田带去死胡同了。 他妈的, 有没有这么巧啊? 沈田是这军官的妹妹, 老天不是在玩我吧? 冷汗刷得躺下来, 喉咙干燥得像是吞下一块火炭, 胡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眼珠在眼眶里乱转。 他们的表现很明显告诉沈林, 他们见过或是认识这家人, 但因为某种原因不敢说。 到底怎么回事? 沈林加重了语气, 依旧没人回答, 这事还是爆出去, 军官还不让手下把他们全秃秃了, 谁也不敢说。 沈林给张龙使了个眼色, 不动手这群滚刀肉, 还真以为他们是善男戏女。 突然, 远处有人来, 之前胡冬走出的偏暗走廊, 跑出来一男一女, 女子在前面逃难地在后面追, 边追还边喊, 胡二哥, 这小婊子跑出来了, 快拦住他。 沈林的嘴唇微微颤抖, 仿佛隔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他终于又见到妹妹沈田了, 同时沈林也注意到 沈田衣服被撕开, 露出大片雪白带着点点淤精的肌肤, 喜悦瞬间消散, 他的怒火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没有人敢动一步, 突发情况让所有士兵都把僵局起来了, 保险打开的声音如同奏响一曲死亡交响乐, 只有沈林穿过人群去迎接他的妹妹。 田田, 沈林的一声呼唤让沈田煽然泪下, 扑入沈林怀中。 他刚才听说有军人来到防空洞, 趁看守者不注意奋起勇气逃出来, 想要向军人求救, 却没想到这支队伍的军官正是他日夜思念的哥哥。 拿着棒球棍的青年也搞不清楚情况, 傻愣愣看着兄妹相拥, 然后他就看到军官突然从腰间掏出手枪对准了他的脑袋。 扣动扳机, 子弹出堂, 一捧热血从他脑后飘洒而出, 尸体向后栽倒, 溅起尘土飞扬。 哥, 你还活着,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我不是在梦里。 沈林轻柔地脱下军装披在他身上, 说道, 相信你的眼睛, 这一切都是真的, 大哥回来了, 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 现在你乖乖闭上眼睛, 不许睁开。 摸了摸, 沈田柔顺的长发, 见他乖巧闭上眼睛, 沈林的面孔顿时变得如同丧尸一样猙獰, 破体而出的杀一直冲云霄。 所有人都感觉到沈林身上散发出的惊天狂怒, 战士们的胸膛迅速起伏着, 他们能与沈林感同身受, 逐辱沉死, 此刻只等沈林一声令下就开枪扫射。 暴风雨, 将至, 恐怖的气压之中, 终于有人承受不住压力, 说出实话, 人是胡冬强暴的, 他惯干这种事情, 和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都是无辜的。 谁是胡冬? 就刚才和您说话的那个, 我草泥马, 刘建安你出卖我。 胡冬破口大骂, 转眼就被上前的战士一枪托砸翻在地上。 除了胡冬, 其他人都滚。 军官开了金口, 其他人都恨不得爹娘少生了两条腿, 急忙跑出这令人心惊肉跳的防空洞内。 满口牙齿都被砸得松动了, 胡冬挣扎着爬起来直哆嗦, 大, 大哥, 我还没来得及下手, 你们就来了, 我可啥都没干, 你干没干都对得起你这个结果。 沈林掏出手枪, 这一举动吓得他亡魂禁帽, 激动地向前走了两步, 我大哥是劲。 不等胡冬说完, 旁边战士又是一枪托将他砸趴下, 这回他爬不起来了。 在丧尸病毒爆发的第一天, 我遇到一个很讨人贤的大妈, 她劫持我, 抢走了我的手枪, 我没杀她, 让她跳车离开我的视线。 还有一个人, 她也曾背叛过我, 我原谅了她, 但她偷奸耍滑, 做害群之马, 我庇护了她一晚, 在第二天将她赶走。 明知道这样做可能会给我带来威胁, 但我依然没有杀她。 因为我觉得现在世界遍布危险, 普通人光是活着就无比艰难了, 如果没有必要, 我不想杀任何一个人, 哪怕她再怎么恶心。 但是, 你这么亡八蛋让我今天破了杀戒, 你说, 我该怎么感谢你? 胡冬趴在地上无法回答, 两枪托, 砸得她天旋地转双耳失聪, 沈灵更像是在自说自话, 反正她是一句没听到。 自嘲一笑, 沈灵自以为所有幸存者都能和谐相处, 为了人类共同的明天而奋战, 现在看来是她想得太美好了, 总有人不死不足以平民愤, 带出去解决, 给她个痛快。 是。 第三十章, 进化者, 林茵路下, 车队驶向防空洞, 车队有五辆车, 三辆面包车, 一辆货车, 各自装载物资, 打投的则是一辆二八跑车。 跑车里坐着两人, 司机四十来岁, 国字脸浓眉毛, 眉眼和沈灵如出一辙, 正是沈灵的父亲沈建军。 坐在副驾位置的, 则是胡东的堂兄, 胡奇伟。 大首领, 昨天的事, 考虑得怎么样了? 沈建军小心观察胡奇伟的脸色, 问道, 昨天什么事? 您贵人多妄事, 春来小学不是被困着十几个孩子吗? 那边也快断粮了, 您看看什么时候抽空去一趟, 以您的实力救出那些孩子, 那不是轻而易举? 沈建军陪着小新, 刻意讨好。 原来说的是这件事, 胡奇伟嘴角勾起一抹讥笑。 救人是没问题, 可是咱们防空洞的情况你也知道, 几千张嘴指着我吃饭, 他们无用却也能修修公事, 洗洗衣服, 制造简陋的武器, 可孩子能干什么呢? 他们什么也干不了, 只会哭闹平白惹人心烦。 可是, 沈老板, 平心而论我对你够仁义了, 其他几个苛责过我的老板, 现在下场怎样你不会不清楚。 沈建军顿时精神一领, 您说的是, 这事我不提了, 都听您安排。 灾难降临前, 胡奇伟是向各个超市运货的货车司机, 但他这个人有个毛病, 好赌钱, 常因此误事, 因为这个毛病没少挨骂遭人白眼, 如今他一招得势, 曾经和他有过矛盾的超市老板 都被他抓出来折磨之后杀死了。 只有向来与人为善的沈父没有骂过他一句, 这才逃过一劫。 也因他小人诈父的报复心理, 故意请他以前需要讨好地超市老板 沈建军做他的司机。 沈建军早不是为争一口气 可以付出一切的锐意少年, 他忍下来, 去一逢营讨好胡奇伟, 为家人换来更好的居住环境和一日三餐。 老沈啊, 还有个事我得跟你说说, 我弟弟大东你知道吧, 你相中你家丫头了, 回去之后给你闺女做做思想功课, 跟了大东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有什么好处忘不了你们家。 看在是老熟人的份上我才提前跟你说一声, 要是换了其他人家, 便直接抢了也让他们没话说。 提起昨天的事, 胡奇伟也忽然想起昨日堂弟胡东 求他讨要沈建军的女儿。 在他看来, 弟弟相中沈田那时抬去他们沈家, 懂事的话就应该主动把女儿送到胡东床上。 我回去好好跟丫头说。 沈建军说着, 微微偏过头去掩饰他眼中喷出的炽热怒火, 心中已有定计, 绝不能把爱女交托给胡东那个小流氓, 今晚就找机会逃出去, 回家也好去其他地方也好, 不能再让家人置身狼窝了。 就在他琢磨脱身计划的时候, 只听身旁胡奇伟一声惊呼, 卧槽, 坦克。 坦克? 什么坦克? 沈建军抬头一看, 却见防空洞外停着两辆坦克, 还有装甲车和翻斗车, 胡奇伟麾下跟着他为非作歹的小弟, 全都被赶住了防空洞外。 惊慌之下一脚刹车踩到底, 没系安全带的胡奇伟险些脑袋撞在挡风玻璃上, 恶狠狠瞪了沈建军一眼, 这时候也顾不上和他计较, 下车高喊道, 来个人告诉我, 到底他妈咋回事? 老大, 来了一伙军人, 他们。 这边的动静被坦克注意到, 巨大的金属轰鸣音, 坦克将主炮移向了巨堆的人群。 谁叫胡奇伟? 立刻进去, 我们长官要见你。 坦克顶盖掀开, 车长站起来高喊道, 被人间凶器指着, 胡奇伟顿时背后冷汗直冒, 这一炮下去, 什么进化者不进化者, 全都要化成灰烬, 他意识到了这伙人来者不善, 不要想逃跑, 谁敢跑立刻开炮, 看你们跑得快, 还是炮弹炸得快。 老大, 怎么办? 要不我们跟他们拼了, 妈的谁怕谁? 老大, 您说句话呀。 一群人七嘴八舌, 吵得胡奇伟心烦一乱, 全都给老子闭嘴。 拼? 拼个屁。 叹了口气, 胡奇伟也不想按照别人的安排走, 但局势不由人, 他可不敢用生命去挑衅战争机器。 我去见你们长官。 说吧, 胡奇伟黑着脸走入防空洞, 沈建军也跟上去, 他有些担心家人。 防空洞内已经完全被军人接管, 胡奇伟刚下来就立刻被两名战士左右包夹, 押送他去见军队的长官。 随同下来的沈建军本来也被军人严厉地目光注视, 但很快有人发现沈建军的相貌和长官很像, 应该是长官交代要找的人。 战士问道, 阁下可姓沈。 啊, 是。 沈建军一脸呆滞, 不明所以地点头。 沈叔叔请跟我们到这边来, 您的家人都被我们安置好了, 稍等片刻我们长官就会来见您。 听到肯定回答, 战士脸上立刻露出笑容, 语气尊敬, 请沈建军走另一边。 同志, 我不太明白, 这啥情况啊? 您想知道, 我就跟您说吧, 我们的长官是您儿子。 啥? 沈建军瞪远眼睛, 不敢相信他听到的是真的, 他儿子是这群精悍战士的长官。 手下还有枪有炮的, 不是在骗他吧? 您要是不信, 就先跟家人会面吧, 等长官处理完了事物就会过来了。 沈建军点点头, 先和家人会合最重要, 战士说的话, 是不是真的一会就知道了。 另外一边, 胡奇尾忧心忡忡, 被士兵押送到了沈林面前。 这就是他们长官, 看上去也太年轻了。 胡奇尾心底不禁有些轻视, 并不是想象中满脸落腮胡子的君汉, 沈林看上去文质彬彬, 像学者多过像军人, 软弱可欺的样子。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沈林, 沈建军的儿子, 沈田的大哥。 至于你, 你就不用介绍了, 你是谁你弟弟已经告诉我了。 胡奇尾故作姿态笑道, 原来你是沈叔儿子啊, 我还以为谁呢? 兄弟, 咱们算是一家人。 谁跟你是一家人? 少在这跟我打马虎眼, 你干了什么? 你是怎么坐上这个位子的我门青? 另外再告诉你一件事, 你弟弟已经被我杀了。 沈林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 在他没回来的这段时间, 沈林询问此地居民已经知道了胡奇尾是个什么货色。 防空洞一开始是几名附近的片警带着居民过来避难, 胡奇尾也在其中, 一开始他还很老实, 默默无闻, 不知何时成为进化者野心就再也遏制不住了。 他故意引来丧尸, 警察不明原因出去对抗丧尸, 他就在背后下黑手将几名警察害死, 又聚集了一批小混混在防空洞内为所欲为当土皇帝, 短短几天就有几十户人家被他迫害的家破人亡, 胡东犯下的罪责和他堂哥比起来就是小屋见大屋。 死得好, 我这个弟弟经常打着我的旗号胡作非为, 我早就想收拾他。 胡奇尾额头的青筋都鼓出来, 一双铁拳紧钻, 明明已经是怒不可遏, 却还装作通情达理的模样。 看着努力表演的他, 沈林只想笑, 时间不早了, 沈林急着和家人团聚, 就让闹剧到此为止吧。 沈林打了个响指, 得到受益的赵虎将配枪交给同伴, 赤手空拳走到场中, 面对胡奇尾说道, 我们长官听说, 你双臂力大无穷, 一巴掌可以把红牛罐拍成饼, 特让我来试试你的水平。 能打赢我, 放你一条生路, 打不赢, 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第三十一章, 搬迁计划。 进化, 这是个最近流行起来的词句, 丧尸中出现了进化丧尸, 幸存者中出现了进化者。 进化丧尸沈林已经见过了, 的确很强大, 如果沈林的队伍实力弱小, 还真有被进化丧尸团灭的危险。 进化者沈林对其是完全陌生的, 所以他打算废物利用, 让胡奇尾在临死之前展示一下进化者的特长。 有些亏吃一次就够了, 这回沈林不打算放虎归山, 大厅周边围着十几名战士, 无论胡奇尾是舒适营, 今天他都得死。 为了让胡奇尾能一展所长, 沈林派出了他最强的近战斗士, 赵虎。 张龙和赵虎二人是沈林最早的两名部下, 两人的个体实力也超过普通动员兵, 力量强悍的赵虎在近战侧所向无敌, 张龙强在他枪法远超同级。 而且赵虎如今是二星状态, 晋升过两次, 用他来测试胡奇尾的能耐刚刚好。 如同置身困龙的猛兽, 胡奇尾微微眯起眼睛, 眸子里放出胸光。 他不傻, 看到这个阵势, 他就知道今天自己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不过他不后悔, 进化者就该统治普通人。 小娃娃拖大, 竟敢让士兵和我肉搏。 哼, 等我活丝了这不知死活的大兵, 就擒拿了你当作人质。 并非完全没有机会, 胡奇尾从死局中看到了一条生路, 这群士兵把他想得太简单了,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进化者的厉害。 隐藏在宽大的袖管之下, 胡奇尾的手臂胀大了有一倍多, 原本就常年搬运锻炼出来的粗壁膀膨胀, 成了魔鬼筋肉人的样式, 每一根奔张出的血管, 有医用胶皮管那么粗, 血液急速奔流, 带来无与伦比的力量。 嗨! 胡奇尾吐气开声, 双臂张开如大鹏斩翅, 抡圆了朝着赵虎的脑袋拍过去。 仿佛拍武侠片一样, 他一双袖子被狂拥的力量炸开, 虽不如片片蝴蝶飞舞。 一掌把一拉罐拍成饼, 很多炼夹子都能做到, 但要想把坚硬的红牛罐拍成饼, 除非上液压机才有可能。 胡奇尾曾经测试过手臂的力量, 单手抓举200公斤杠铃超世界记录, 两臂力量加起来有上千公斤, 拥有堪比超级英雄般的距离, 这也是他骄傲认为, 进化者超越普通人类的原因。 我已经拥有超人的力量, 就应该享受超人的特权。 这就是胡奇尾最真实的想法。 战局之中, 胡奇尾的脸上已经露出了残忍笑容, 他知道赵虎的脑袋一定会像熟透的西红柿一样 被他双掌拍炸。 说时迟那时快, 赵虎身形一矮, 单手撑地, 身体已经贴低到挨着地面, 扫堂腿狂暴卷出, 胡奇尾来不及反应, 直接被扫倒在地, 他双腿可没有双臂那么结实可靠。 赵虎顺势栖身而上, 手臂如灵蛇出洞, 绕住胡奇尾的脖子, 然后用力一勒, 使出柔术中禁用的杀招, 裸脚。 一旦完成裸脚, 敌人是无法挣脱的, 只能像被丛林巨蟒缠住的普通人一样, 慢慢窒息而死, 所以裸脚在常规格斗中是禁止使用的。 但胡奇尾不是一般人, 他的力量远超普通人, 力大无穷的赵虎在他面前也有点不够看, 比大腿还粗壮几分的恐怖巨壁, 抓住赵虎的手臂, 缓慢般开病逐渐施加力量, 要生生扭断赵虎胳膊。 也正在此时, 胡奇尾的瞳孔骤然涣散, 脸上露出了疼痛表情, 赵虎拔出刺刀, 猛然刺穿了他的心脏。 干脆利落地解决掉胡奇尾, 赵虎敬礼汇报, 报告长官, 如果此人经历过系统的军事训练, 我不是他的对手, 但当我升到三星之后, 即便他武艺精湛我也可以和他周旋。 如果可以用枪的话, 我保证三百米之外, 他就已经是一具尸体。 沈林点点头, 能成为进化者的人肯定是有点东西, 放在古代说不定能混个万人敌的爵士猛将, 可如今是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 个体实力再强也无法撼动科技的力量。 当然, 如果真有进化者能强到像超人一样随意出入外太空, 呼一口气能冻结星球的程度, 以目前的科技力量的确是奈何不了这种强人, 但显然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怪物。 解决掉胡奇尾这个隐患, 沈林交给战士们一个任务, 将胡奇尾的手下小弟全员控制住, 然后召集群众公开审判, 根据罪行给予应有的惩罚。 沈林是真的一秒钟都不想再等了, 他要和家人团聚。 尽管沈田打过预防针, 沈父沈母看到身穿尖章已经同步更新成中卫一杠两星军装的沈林, 还是满脸的难以置信。 爸、妈,我回来了。 沈林眼睛发红, 经历一次次血战蜕变成钢铁战士的沈林此刻忍不住热泪盈眶。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冯雪上前紧紧抱住儿子,生怕再失去他,泪水沾十一斤。 父亲沈建军也很激动,只是他关注的点和冯雪不一样。 我说儿子,你啥时候参得军,也不跟爸妈说一声。 沈林黑黑一笑,借口他早就编好了,这不是怕你们担心吗? 而且我加入的是秘密部队,有保密条令,不能随便泄露。 儿子,你真的长大了,爸妈教不了你什么,以后的路要靠你自己走了。 沈建军在和战士的短暂接触中能感觉到儿子沈林在战士们心中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他开始意识到,沈林已经不仅仅是他的儿子,还是一支军队的长官, 后者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前者。 对了,胡其伟,你把他怎么样了? 提起胡其伟沈建军咬牙切齿,如果没有今天这事,沈建军还挺感激胡其伟的, 胡其伟不是什么好人,可毕竟他庇护了他们一家,多少有些恩义在。 直到沈建军得知胡其伟的堂弟胡东一图强报沈田, 如果不是沈林及时回来就让他得手了,恨得沈建军恨不得扒他的皮抽他的筋。 已经被战士击毙,以他犯下的罪责,法律还没失效前枪毙他一百次都不多。 沈父不住点头,儿子果然已经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了,雷厉风行的作风让他赞赏不已。 续了一会加长之后,沈林说出他接下来的打算, 爸、妈、小妹,防空洞不是一个好的栖身之所,入口狭窄,而且有安全隐患, 我打算挑选出一批踏实可靠的居民带走,建立一个更安全稳固的庇护所。 第32章,女同学,防空洞隐蔽,却不是九手之地,只有一个入口, 而且最多同时只能容纳两人并行通过,极其狭窄,一旦丧失大举进犯, 很容易给他们来个瓮中捉鳖,真出现这种情况逃都逃不出去。 这只是其一,其二则是环境太差,阴暗潮湿,臭气熏天, 沈林来时看到不少装在塑料袋里的排泄物, 健康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住时间长了也要生出疾病来。 除了这两点原因,还有更关键的一点,这里无法恢复生产, 几千人都在坐吃山空。 沈林的想法是在工厂或是农场建立据点, 让人们可以正常工作,为大军提供后勤保障, 而军人们则会保护平民的安全, 双方各司其职,这是最好的。 转移是在必行,但却不必急于一时, 首先转移的人员需要挑选, 沈林不想再招入害群之马了, 那些对群体无意的偷奸耍滑者必须被排除在外。 地址也需要选好,以工厂农场优先, 最好在郊外,游离在城市之外却并不远离。 离开新手村来到全新的地图, 沈林有太多事情需要处理, 沈林也没忘记胡其伟麾下的混混, 照过一名战士询问处理结果。 有几个杀过人的已经被判处死刑, 其他犯下抢劫强奸等罪过的被驱逐出房空洞, 少部分没胆子犯罪的则略做惩戒后将其释放。 这样的处置结果也还不错, 沈林随后离开房空洞来到陆地上, 附近的几处民居都已经被红警战士所占据, 其中一间民宅中存放在胡其伟的尸体。 胡其伟已死, 但他的尸体有极大的科研价值, 可惜沈林身边并没有专业的科研团队, 沈林打算向民间征兆, 希望能征庇有实力的科学家破解进化之谜。 防空洞里, 数百人在简陋的土制灶台上做大锅饭, 空间封闭烟, 根本散不出去, 厨房里烟雾缭绕, 热气腾腾。 今晚有俩菜, 土豆泥, 木耳炒蛋, 许许多多的人都聚在大厅端着餐盘等待开饭, 窃窃私语讨论的都是这伙军人 以及神秘未曾谋面的军队长官。 晚饭前, 沈林终于在士兵们的簇拥下和众人见面了, 昏暗的灯光映照出沈林清秀不乏刚毅的面容。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沈林身上, 沈林一点也不怯场。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 我叫沈林, 是这支军队的长官, 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粮食人。 很遗憾, 在灾难爆发初期我并不在粮食, 让大家受到这些地痞流氓的迫害, 对此我很抱歉, 也向大家保证, 只要我在一日就会保护大家的安全。 掌声熙熙落落, 初次见面, 沈林还没有得到人们的信任。 沈林不在意, 继续说道, 同时我也要强调一件事, 乱世当用重点, 任何罔顾法律, 破坏人民团结的不轨之徒, 我当对其处以最严厉的惩罚, 望大家惜之。 近期内, 我将会带领一部分人 迁移出条件恶劣的防空洞中, 重返地面恢复生产, 初步将时间定为半月后, 在我们将周边丧失清理完成之后。 欢迎有一计之长的居民报名, 就算你什么都不会做, 只要你愿意配合安排, 我们也将为你提供庇护。 另外, 部队现在急求基因生物方面 有杰出成就的学者, 我们将给予其最高规格的待遇。 将最后一句话说完, 沈林期待地注视人群, 无人应答, 微不可查地摇摇头, 沈林转身离开此地。 家人已经被沈林转移出防空洞, 和沈林从东阳县一起带来的 幸存者们在一起, 这些人都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是沈林可以信任的, 幸存者们得知一家三口是沈林的家人, 也都十分热情。 入夜, 沈林在靠近防空洞的平房柱下, 意识沉入系统之中, 正在浏览可建造的单位, 盘算着剩下的四千多斤, 怎么花能达到战里最大化, 突然有人敲门。 长官, 黄祥想要见你, 让他进来。 沈林对农民工黄祥还是挺有好感的, 人是有些沉默, 但他是肯干。 长官, 您能不能也帮着找找俺的家人? 黄祥一心记挂的只有他的亲人, 这个我早有准备。 沈林拿出纸笔交给黄祥, 你把你家住址, 以及你家人的名字都写下来, 这段时间我会带着战士们, 在城市中四处搜寻, 会专门去你们居住的地方查找, 而且我还打算去广播电台一趟, 让他们画一个专门的时段播放寻人启示。 黄祥激动得难以自持, 扑通一声跪在沈林面前, 长官, 您真是个好人, 要是有来生俺当牛做马, 也要报答您的大恩大德。 沈林忙把他搀扶起来, 苦笑道, 你不用这样, 这是我应该做的。 送走了千恩万谢的黄祥, 沈林还没等躺下, 战士又来报, 长官, 防空洞里有个女的想要见你, 说是你高中同学。 快让他进来。 沈林眼睛一亮, 他还真不知道有同学也在防空洞里, 可当他见到走进来的女子, 表情迅速平淡下来。 是你啊, 女子名叫糖果, 容貌娇好, 穿着十分大胆, 深秋寒凉天气, 穿着一件淡蓝色的低胸衣, 露出胸前大片雪白。 她是沈林高中时的斑花, 也是沈林曾经暗恋了两年的女孩。 高中时期的女生大多素面朝天, 少见会穿衣打扮的, 糖果是个例外。 沈林始终记得高一刚开学那天, 穿白色连衣裙, 画着淡妆带粉色蝴蝶发卡的那一抹倩影, 仿若仙女踏着祥云飞进沈林的心里, 让沈林浪费两年光阴, 在毫无意义的痴迷和暗恋上。 让她及时抽身而退的原因是, 沈林某天发现糖果和校外的不良少年举止亲密, 经过打听才知道她初中就因为和人去开房险些被学校开除。 那一瞬间, 沈林醒悟过来, 以前有多喜欢, 现在就觉得有多恶心。 高三沈林落榜选择再读一年, 而糖果没能考上大学选择走向社会, 去年过年时候, 听同学说她好像嫁人了, 当时沈林还感慨了一阵。 沈林, 两年不见你都当上军官了, 真让人不可思议。 糖果的毛子里带着崇拜, 悄悄把低胸衣又拉低了一点。 毕竟同学一场, 沈林也不好直接感人, 随口应付道, 事事难料啊。 你知道吗, 我嫁人了。 听说了, 不过当时我在外地读书, 你不会让我补分子钱吧? 沈林笑了一声, 不一定每段感情都会有好的结局, 她已经可以坦然面对往事。 我结婚之后过得一点都不好, 我老公他打我, 他家人也不喜欢我。 女人真是水做的生物, 刚才还好好的, 说着突然就渲然欲气。 沈林不知该说什么, 你婚姻不幸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跟我这哭诉什么。 见沈林没有来安慰她, 糖果咬了咬牙, 看来她得更主动一些了, 向前走了两步, 几乎要贴到沈林的身上。 我知道高中时候你一直喜欢我, 但是我那时候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如果能回到两年前, 我一定会接受你, 我好后悔。 她越说越靠近, 相风扑面袭来, 沈林却悄然后退两步, 面无表情, 那是以前的事了, 我已经看开了, 希望你也别抓着过去不放。 我有些困了, 有事就说, 你要是没事就走吧, 我想跟你在一起。 糖果被齿咬着下唇, 沈林的表情一点点变冷, 糖果的心也沉到谷底。 夫人, 请自重。 第三十三章, 春来小学。 依靠美色无往不利的糖果, 此刻被决难堪, 万万没想到两年过去当初, 他看不上的傻小子, 已经成长为他, 需要仰望的参天大树, 更让他无法接受的在糖果备胎名单里的沈林此刻, 竟然会毫不犹豫拒绝了他头怀送棒。 你该走了。 沈林语气冷硬推门送客, 一瞬间, 所有委屈涌上心头, 糖果扁着嘴, 幽怨地望了一眼不解风情的沈林, 灰溜溜被赶出门外。 天色已晚, 寂静地长街上一片漆黑, 萧瑟地秋风刮过, 传来远方丧失的嘶吼, 糖果浑身一哆嗦, 快步穿过街道躲回房空洞里。 突如其来的小插曲没有让沈林挂怀太久, 打开系统面板开始建造。 昨天已战养战, 消费了一番过后还剩两千多斤, 接近三千, 加上今天的缴获共有四千三百斤。 钱留着可不会下砸, 花出去才是正途, 可该怎么花, 这里面可有说法。 和阿雅商量了片刻, 沈林最终决定, 先建造十名动员兵, 造价一千, 然后建造一名价值五百的工程师, 价格五百, 以及两辆多功能步兵车, 总共花费三千八。 留下一千斤随机应变, 如果面临丧失围攻, 可以选择建造围墙 或者机枪碉堡等防御单位。 选择建造工程师 是和阿雅商议之后的结果, 工程师到达三星之后, 可以通过消耗英雄之症 转职科学家, 并且可以由沈林选择科研专业。 既然找不到科学家, 那就自己培养, 红井单位百分百中程度 远比外人更可靠。 两辆多功能步兵车 其中一辆用来保护身体素质 相当于普通人的工程师, 同时装载工程师多功能步兵车 也会变成维修车, 可以对载具进行维修。 另一辆则装载普通动员兵, 多功能炮台则会自动变形为 火神机关炮, 没有坦克炮那么暴力, 却可以持续输出火力, 也算比较强力的载具了。 由于工程师没有攻击性, 工程师升星只有一条路, 维修, 无论是维修桥梁, 维修公路, 维修建筑还是载具 都能得到不菲的经验, 升星的速度不比战士慢。 大城市中作战, 机动性必须要有保障, 因为城市中丧失的数量 多到夸张, 多到恐怖, 这是沈林多建造载具的原因。 陆续有新士兵产生, 不过天色已晚, 沈林就让其他士兵 直接去战士们休息的民居会合, 不用来他这里报到了。 困意渐渐袭来, 沈林看了一眼雷达, 周围多是蓝色的红警单位, 没有红色光点集结的迹象, 沈林呼吸变得平缓, 很快睡着了。 凌晨醒来, 沈林首先去看望家人, 和大家伙聚在一起吃了顿早饭, 沈林便准备开始今天的战略行动。 今天, 沈林的目标很简单, 打通前往电台的道路, 将粮食广播大楼 耐入自己的管辖范围中, 让广播成为他的喉舌, 把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就是沈林战略眼光的独到之处, 他没有一门心思地搜刮物资, 获取黄金, 而是先要掌握话语权。 掌控广播之后, 沈林能做的事情可太多了, 建立黄金义务的交易市场, 在城市中发布寻人启示, 招纳城市中的幸存者等等, 这是沈林今天首先要做的事情。 临出发之前, 沈母却突然叫住沈林, 说道, 春来小学还有几十个学生被困在学校里, 你看看能不能去一趟把孩子们都救出来。 沈母就是春来小学的数学老师, 她没有能力去救出自己的学生, 只能让丈夫向胡其伟提出请求, 可胡其伟怎么会干这种不利己的事情, 所以就这么一直拖着。 没问题, 我优先去救孩子们。 这是母亲的请求, 沈林怎能拒绝? 而且往小学走一趟也不费多大事, 沈林当即答应下来。 车队驶出郊区, 沈林规划了一下路线, 直奔春来小学, 并没有带上所有兵力, 留下五名动员兵一只警犬和一辆装甲车, 一旦发生丧失包围的情况, 沈林给士兵的命令是带上她的家人和相熟的幸存者驾驶装甲车逃出城外, 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一定要保证长官家人的安全。 春来小学位于古城街, 沈林的母亲风雪在春来小学工作了二十余年, 将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在这座学校里, 是资历很深的教师。 沈林和妹妹沈田小学都在春来小学就读, 沈林运气差一点, 刚好她的那一届正是亲妈冯雪带的, 她在母亲的眼皮底下当了六年的乖宝宝, 上了初中才开始放飞自我。 很多人好奇, 班主认识亲妈是怎样的体验。 沈林的回答是, 地狱也不过如此, 别人的孩子打起来还担心犯忌讳, 自己亲儿子什么都不用担心, 奏起来那叫一个顺手。 想了想, 小学生涯沈林唯一享受到的福利, 就是午饭比别的小朋友多一颗水煮蛋, 因为逢雪不爱吃鸡蛋。 坦克在前面横冲直撞, 根本不需要开炮, 履带直接将前面的丧尸碾成肉饼, 偶尔需要清理堵住道路的车辆。 不到二十分钟, 沈林抵达春莱小学的校门口, 装甲门车门打开, 一个个全副武装的红警战士先后下车, 皮毛油光水滑的警犬一下车就朝着春莱小学的方向咆哮。 这是危险预警。 沈林看了一眼雷达, 教学楼里存在着一小撮绿色光点, 幸存的孩子扎堆在一处。 丧尸的数量还真不到, 但有一个非常显眼的深红色光点, 有进化丧尸在校园里。 梁氏果然不愧地狱难度, 如果没有雷达和警犬预警, 他根本想不到普普通通的一间小学里会藏着一个进化丧尸。 学校里有进化丧尸, 大家小心点。 陈玉豪, 想办法占据制高点提供火力支援, 赵虎, 你带两名动员兵协同陈玉豪一起, 其他人跟随大部队, 我们优先救援孩子们。 遵命。 部队缓缓踏进校园, 停在校门外的坦克炮口已经对准了校园内部, 沈林时刻关注雷达, 雷达显示, 进化丧尸已经察觉了他们的动向, 正在以高速从学校后面爬上教学楼顶。 这只进化丧尸具备攀爬能力, 身手十分敏捷。 根据现有的信息, 沈林总结这只进化丧尸的能力。 第34章, 顾子诗。 一道黑影骤然窜上教学楼顶, 惊鸿一瞥只能通过外形看出他曾是人类, 此刻却以动物的方式四肢着地爬行。 他速度极快, 想抓住他并不容易, 就在沈林犹豫用什么办法逼他出来, 他双腿在楼顶一蹬, 隔着几十米朝着沈林凌空扑来。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变得缓慢, 沈林此时才清楚看到他的外表。 他穿着经历过血腥厮杀变得残破不堪的皮衣牛仔裤, 只教乌青尖锐, 双腿更显粗壮, 这是他极强弹跳力的来源, 拥有青蛙一样强力的双腿。 看到他那双腿沈林莫名联想到电影功夫里 施展蛤蟆弓腿部肌肉骨胀崩裂裤子的火云邪神。 进化丧尸迎着几十杆枪果决铺击下来的样子虽然很靓仔, 但他的选择无比愚蠢。 沈林喜欢这样的丧尸, 完全没有智慧, 和普通丧尸一样见了人就像疯狗一样扑上来。 左右两侧的战士步枪扫射, 枪口喷出火焰, 组成交叉火力。 在沈林的角度可以清楚看到弹痕将成澈的天空割裂。 子弹已经为丧尸编织成一张死亡之网, 进化丧尸在空中无法变相, 直接一头扎进网里被打成了筛子, 身体上遍布喷着热气的弹孔, 坠落在操场上。 伟大的指挥官大人, 恭喜您杀死一阶进化丧尸爬行者, 获得英雄之正星号一。 哎呀, 我记得我昨天干掉了一个进化者, 杀进化者不给英雄之正。 系统并不鼓励杀戮同族, 只有杀死进化丧尸才能获得英雄之正哦。 这样啊, 我明白了。 沈林点点头, 带着战士们去教学楼救援孩子们。 暂时, 沈林接触的进化丧尸只有两例, 属群控制者同家旗, 智慧不低, 而且似乎保留了一些生前记忆, 一门心思要找沈林复仇。 而这个爬行者虽然个体实力强劲, 但他完全没有智慧, 稍微聪明一点都知道不应该和枪械正面对抗。 以目前的情况可以胆大猜测, 进化丧尸大概分为两类, 一种是脑欲进化, 更智慧, 控制其他丧尸单位为其战斗。 另一种则是身体上发生进化, 或是四肢或是躯干, 强调个体站立。 料想进化者也是如此, 进化大脑或身体。 个例太少, 沈林现在只是猜测, 是否准确还得等见到更多的进化丧尸才能知道。 走入教学楼中, 灰枝不散的刺鼻师臭味让人直欲呕吐, 十几名被杀的丧尸四散在教学楼光洁的地砖慢慢腐烂, 大人只有两个其他都是小孩, 这只是灾难的一个缩影, 世界各地人间猎狱般的景象数不胜数。 沈林叹了口气, 走到三楼, 雷达显示沈林现在和幸存者处在同一楼层, 沈林没有继续往深处走怕吓到了孩子们, 就站在楼梯口喊道, 我们是救援人员, 丧尸已经被清除, 你们安全了, 大家可以放心出来。 沈林说完, 走廊远端的教室传出欢呼声, 门之亚一声打开, 梳着简单马尾, 带着圆框眼镜的女老师悄悄探出头来观望, 见沈林他们穿着整齐的军装, 老师脸上露出笑容, 招呼学生们出来, 感谢同志, 实在太谢谢你了。 女老师固子湿眼中渗出泪水模糊了镜片, 她和学生们真的快坚持不住了。 老师一个个死去, 只剩她带着孩子们躲在教室里不敢出声, 沉重的责任压在她柔弱的肩膀上, 沈林要是不来, 她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还好我没来晚, 沈林庆幸道, 对了,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 我妈也在春来小学教书, 是她让我来的, 她叫冯雪, 原来你是冯老师的儿子, 我常听她提起你, 没想到你参军了。 交谈着, 女老师的肚子发出咕噜声音, 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是沈林疏忽了, 她忙让战士们从行军口袋里 拿出压缩饼干和牛肉罐头分给大家。 遭逢大便, 父母不在身边, 死亡却长半左右, 孩子们变得沉默拘谨, 只有在看到食物的时候, 脸上才会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 带着感激, 举起稚嫩的手臂朝着分发食物的士兵们敬礼。 顾子湿饿的腿有些发软, 跪坐在地上, 小口咀嚼着饼干。 沈林也席地而坐, 带着好奇问道, 我记得灾难爆发的那天是周六, 学校应该放假才对, 孩子们怎么会被困在学校里。 学校期末组织了一个晚会, 有表演节目的孩子每周六都会来学校排练。 嘖嘖, 我当时在这场小学的时候可没这么多花样, 也就每年一次的运动会是值得期待的集体活动。 沈林感叹道, 时代在进步吗? 顾子湿回答道, 她说话慢条斯理的, 土字清晰标准, 沈林猜她一定是语文老师。 这几天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这个问题让顾子湿表情变得伤感, 周六放假学校没多少人的, 但是老人孩子抵抗力弱, 校长和很多孩子没有抗助病毒爆发的第一波攻势。 体育老师和我们几个帮助排演节目的老师一起动手封闭了校门, 在三楼躲藏起来。 一开始, 体育老师还能悄悄去学校厨房拿些吃的, 后面有一次他不幸被丧尸抓伤了, 他请求我杀死他, 可我没能下得去手。 我趁着他转化期高烧昏迷的时候把他送出去, 然后他就转变成一个行动异常敏捷, 可以轻易爬到楼顶的丧尸, 其他几个想要逃跑的老师全部被他杀死了, 只有我留在这里。 听着他柔声细语的讲述令人绝望的一幕幕, 沈林能想象得到他承受着怎样的压力, 语气变得温柔, 你是个值得尊敬的老师, 对得起为人师表这四个字。 谢谢,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安置我们? 顾子湿浮了一下近况, 睁着大眼睛凝视着沈林。 城郊有一个防空洞聚集了很多幸存者, 我打算先让大家去那里, 等过段时间我会另开辟一片根据地, 到时候你就带着孩子们跟我一起走, 我会保障孩子们的安全和衣食住行, 也会聘请老师继续教导孩子们, 直到他们长大。 带着一群学生肯定是没办法执行作战计划的, 好在天还早, 大部队留住学校原地休整, 让装甲车配合坦克将学生护送回防空洞去。 第一次见到坦克的学生们也显得十分兴奋, 用手去抚摸坦克冰凉的车身。 跑过一趟轻车熟路, 没用上40分钟车队归来, 沈林等人登车前往广播大楼。 在春来小学只是小打小闹, 即便有进化丧尸也被轻易解决, 去广播大楼势必要打一场硬仗。 广播大楼位于粮食经济开发新区, 旁边就是步行街, 地势开阔人烟稠密。 今天是大风天, 秋季的天气也不总是那么温和。 出门的时候, 沈林就感觉天色有点暗, 果然前往广播大楼的路上风就刮起来了。 秋季气候干燥, 无人清扫的街道堆积了许多落叶和沙粒, 大风起溪飞沙走时, 噼里啪啦打在装甲车上, 闭上眼睛倾听还以为外面在下冰雹。 离开车厢, 沈林军学踏上经济开发新区崭新的柏油路上, 煞时风沙扑面, 沈林压低了一些茂盐, 眯缝起眼睛望向前方高耸的广播大楼。 战士们脚步轻快迅速下车, 车一停下, 周围的丧尸就已经有合围过来的架势了。 坦克屡带轰鸣声就像一个扩音喇叭, 一路将丧尸的注意力全都吸引过来。 路上没有停车清理丧尸, 因为一路的丧尸实在太多了, 坦克在公路上横冲直撞一路碾压过来, 等到达目标地点, 迅速依托坦克建造防御攻势,阻击丧尸。 沈林掏出手枪瞄准了几秒钟, 扣动扳机一枪爆掉了50米外丧尸的脑袋, 每天都在练枪, 沈林枪法进步得很快。 优先清除后方追击的丧尸, 如果攻势不顺就直接撤退。 还没看到胜利的曙光, 沈林先把退路想好, 这里毕竟是粮食, 人口近4000万的大都市, 不比东阳县小打小闹。 二星喷火兵严坤先打头阵, 重装步兵陈宇豪受限于军衔为中尉和沈林等同一时, 还不能进阶三星, 严坤打算先拔头筹, 在长官面前露露脸。 喷火器开火, 一条火焰长树从银色漏弓的枪口喷射出去, 高温炙烤的空气都有些变形, 丧尸更是被瞬间点燃, 在火焰中挣扎片刻便倒闭当场。 已经进阶二星的喷火兵拥有两枚高能燃块被弹, 无法持续输出这一弱点已经弥补了许多, 他一个人就挡住了一方面袭来的丧尸, 两分钟持续喷射一过, 他需要更换高能燃块, 也需要冷却一下喷火器, 暂时退到后方。 严坤让出的缺口立刻由动员兵补上, 九五是自动步枪枪声清脆悦耳, 子弹击射而出遏制丧尸的攻势。 坦克随机应变, 炮击集群丧尸, 装载一名动员兵的多功能步兵车 也开始操纵火神机炮, 释放出撕裂一切的子弹风暴。 枪炮声隆隆作响, 将城市化作战场。 别看沈林现在部队人少, 但有枪有炮有坦克, 战斗力还是相当凶悍的, 万人规模的丧尸被轻易压制住, 打得节节倒退。 沈林的视野中不断能看到士兵身上冒出金光, 一直为没能优先晋升二星感到遗憾的张龙 终于在这场阻击战中升到二星。 可随后不久, 喷火兵严坤在第三枚高能燃快田入燃料仓, 不久后终于晋升三星, 金光伴随着一阵激昂的军号声响起, 沈林的第一名三星战士诞生了。 你升到三星之后有什么变化? 沈林兴奋地将颜坤召回, 询问道, 回禀长官, 升到三星后, 我的体力、 力量和速度得到大幅度提升, 高能燃快再次增加一枚, 同时我每日还会刷新两枚高爆燃烧弹。 高爆燃烧弹并不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 用一个啤酒瓶自己就能动手制造的燃烧瓶, 是真正的高科技武器。 高爆燃烧弹内部填充铝热剂加筹化汽油, 爆炸区域极大, 瞬间可燃烧的热量高达三千摄氏度, 而且爆炸之后的筹化汽油具有附着性和持续燃烧性, 一旦沾上就逃不掉。 另外, 属下还感觉到我对火焰的抗性提高了很多, 普通温度的火焰已经无法燃烧我, 也许晋升英雄单位我可以一定程度控制火焰。 严坤悄悄提出了想要晋升英雄单位的想法, 是否能晋升现在已经不受他的控制了, 全看沈林是否愿意栽培。 现在时机还不到, 你先等等吧。 喷火兵晋升英雄单位需要足足八张英雄之证, 还需要杀死六个进化丧尸, 沈林对三星单位晋升英雄级能得到什么提升无比好奇, 却也需要等待极其英雄之证。 晋升三星之后, 严坤的战斗力提升了一大截, 朝着远处尸群丢出一枚高爆燃烧弹, 巨大的火焰蘑菇冲天而起, 轩鹤的火焰腾空有百米之高, 落点中心的丧尸瞬间被气化蒸发, 火焰持续燃烧不息, 直接阻断了丧尸的来路。 一个个歪歪斜斜的丧尸冲入火焰之中, 迅速融化在无声息, 连丧尸这种旱不畏死的无智慧生物也对火焰产生了畏惧, 不再英勇向前, 迟处在火焰之外, 没有痛觉, 导致身上的肌肤被炙烤得焦黑, 酥脆也不舍得离开, 毕竟前方有几十个活人, 哪里舍得走? 有高爆燃烧弹封住一条路, 本来需要对付三方面, 敌人现在直接少了一路, 剩下两路很快就能被清扫干净, 沈林也开始派出战士们去街道上拾取战利品, 战士们先后带回金银珠宝, 让沈林的系统余额再度洗人起来, 沈林红光满面, 以战养战简直是无本万利, 用不了多久她就能扩军百人将军衔提升到上位。 连天的炮火已经吸引了广播大楼内幸存者的注意, 广播大楼里幸存者数量多达数百名, 其中一部分是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也有一些是附近的商铺员工, 居民来到这里避难。 不过,广播大楼附近丧失众多, 自身的防御也不完全, 算不上一个多好的避难地点, 广播上也就始终没有播报。 目前,广播大楼内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主示者, 人员划分良火, 广播大楼内本来的工作人员算作一伙。 外来的幸存者暂借广播大楼栖身, 衣食都自己自足, 他们的领导者名叫王渊, 和胡其伟还有点交情, 防空洞招纳幸存者的公告广播, 就是胡其伟让王渊帮忙宣传的。 龙步与蛇居, 这句话用在王渊和胡其伟身上不太恰当, 却很贴切。 这两个人能有交情, 自然是因为臭味相投, 都是一路祸色。 胡其伟喜欢窝里横, 王渊则是专门祸害外人, 要是有外来的幸存者, 要么低头扶手乖乖给他上供, 要么就被他悄无声息弄死, 夺人妻女用来拉拢手下。 和胡其伟一样, 王渊一样是进化者, 但和胡其伟不同的是, 王渊比胡其伟要有眼光得多。 胡其伟还霸在防空洞作威作福的时候, 王渊已经戴着人手攻下了警察局的装备裤, 人人配备手枪, 还假模假样穿着警察制服。 此刻, 沈林带兵居住附近丧尸的时候, 王渊还躺在大床上抽着雪茄, 搂着自己的情妇, 小弟慌忙推门进来。 王哥, 大事不好了, 有一伙军人来了。 知道了, 我又不拢。 枪炮声铺天盖地, 王渊早就听到了, 掀开鸭绒被不紧不慢, 提起裤子, 好像根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他的情妇也丝毫不在意春光外泄, 玩弄着酒红色波浪长发, 眸带春光朝着王渊的小弟抛着媚眼。 小弟哪敢胡乱看, 忙低下头。 王渊悠悠说道, 首先他不一定是来广播大楼, 可能是路过, 就算他目的地就是广播大楼, 别忘了我们现在可穿着警察的衣服呢, 别太心虚了, 我们就是警察。 小弟恍然大悟, 王哥教训的是, 我这就让兄弟们都精神着点别露线, 去吧。 说着不在意, 其实王渊心里已经高度紧张, 军人代表正义, 代表正统, 而且这伙军人不是草台班子, 他刚才从楼下看了, 有坦克还有喷火器, 火力足以碾压他们这火腔都还没用明白的杂牌军。 成竹在兄的样子不过是装给手下看的, 他是首领, 他不能慌, 他要是慌了底下人就全乱了。 其实王渊也是有战略眼光的, 他也看出了广播电台在漠视废土的重要性, 所以早早盘缓在这里, 居住地有的是他没必要非要死皮赖脸待在这里, 只是他现在人手不够, 火力不足, 计划迟迟不能展开。 外星病毒来袭对很多人都是灾难, 却也带来了机遇, 就像是王渊。 病毒爆发前,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996上班族, 辛辛苦苦上班赚的钱付了房租就不剩什么了, 别人夜夜升歌花天酒地, 他只能为了多获取一点薪水夜夜加班。 病毒爆发之后, 秩序崩塌, 曾经让他痛恨得脑满肠肥的老板为了一碗面条跪下来求他, 还主动把情妇送给他以求庇护。 王渊收下了他的情妇, 然后把面条倒进了马桶里, 看着饿得头昏眼花的胖老板趴在马桶前大口吞咽心中无比快意。 灾难降临, 他成了进化者, 有吃有喝有女人, 手下还有一群可供驱使的小弟, 这样的生活对王渊来说简直就像天堂。 谁想毁了他的生活, 不管是谁, 他就毁灭谁所拥有的一切, 军人也不行。 顺着扶梯缓步下楼, 每下一个楼层, 透过玻璃都能看到清理完丧失的那一伙军人, 距离广播大楼更近一步, 他们正是为了广播大楼而来, 王渊的眼神犹如则人而逝得饥饿凶兽。 第36章 火拼 灰熊坦克停靠在路边, 85毫米口径的炮口缓慢移动, 监察着失群动向, 随时做好炮击准备。 不断有动员兵从无人注意的街边商店, 巷子口走出, 来到门外会合。 又得到一笔资金的沈林大手一挥, 先制造20个动员兵, 扩充一下军队数量, 其他兵种的建造等他深思熟虑过后, 再行决断。 此刻沈林已经带着主力部队进入广播大楼, 受到一群警察的接待。 真是九汉冯寒林, 军方的同志们, 我们一直期待着你们到来。 为首的警察27、8岁, 一脸热情地上来和沈林握手。 幸会幸会, 还没请教。 沈林也没有拒人鱼千里之外, 和他握了一下手, 询问道, 哦, 我叫王渊, 吴柳露派出所所长。 沈林微微皱眉, 我见过吴柳露派出所的所长, 不是你吧? 一定是你记错了, 我任职已经有四五年了。 王渊笑容不减, 信誓旦旦说着, 心中却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小子不会真认识那个所长吧? 可能是我记错了。 沈林风清云淡道, 长官贵人多忘事啊, 可以理解。 王渊笑着附和, 背后已经是渗出一身冷汗, 这小子竟然在炸我, 好警觉。 咱们这儿干净的房间还有很多, 有水电供应, 要不让战士们洗个澡休息一下。 我这就让厨房准备准备, 一会边吃边聊。 王渊提议道, 神情严肃, 全副武装的战士 集合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任何破绽, 王渊知道, 想要战胜这个集体, 必须得分化他们逐个击破 才有机会, 所以他提出这样的提议。 战士们刚经历过一场大战 满身封尘血污, 谁不想好好休息一会, 王渊看准了沈林年纪不大, 威望不足, 想要用舒适的环境 引诱战士主动钻入陷阱。 可惜, 王渊的鬼欲心思注定要落空, 没有任何一个战士 提出想要去休息, 甚至连眼神都没有闪烁一下, 坚毅无比, 他们的行动全听沈林的指挥。 沈林回绝道, 没这个必要, 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 没时间吃吃喝喝, 广播必须耐入官方的掌控, 请你去把电台的工作人员 都请出来吧, 我和他们谈谈。 好, 诸位稍等, 我这就去。 陈寿, 邓涛, 陪好各位, 我去请人过来。 王渊说了一声, 带着几名警察迈步上楼。 来到二楼, 远离那群散发着 肃杀气息的战士, 王渊的心腹赵先勇脸上 露出一丝狠辣, 绝不能让广播电台的人和军人会面, 不然咱们做的那点破事 就全被军人知道了, 他们到底和我们是不是一路人 谁也不知道, 万一他们要当他妈的正义使者 为人民除害, 我们就完蛋了。 王渊也铁青着一张脸, 控制住其他人, 派几个嘴巴沿的下去和军人对话, 我们也要做好两手准备, 露线了就开战, 他们有枪, 我们也有。 说得对, 不行就跟他们拼了, 谁怕谁, 不就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玩命吗? 老子从出来混的第一天起, 就想到有这一天了。 军心可用, 王渊暗自点了点头, 不枉他这段时间苦心拉拢这些地痞, 不过在王渊心里, 他做好了第三手准备, 趁着其他人和军人火拼的时候, 他趁乱逃走。 王渊疯了, 才会想和职业军人火拼, 此处不留也自有留也处, 他可是进化者, 到哪里都有他一席之地。 此时, 下面沈林也和身边的张龙, 陈宇豪等人小声说道, 做好战斗准备, 我总感觉这些警察不对劲, 都小心这点, 别被他们打了冷枪。 沈林当然也注意到这些警察身上有枪, 这也是沈林没有像对付胡奇伟那伙人一样, 直接先捉拿在处置的原因。 毕竟子弹不长眼睛, 一旦焦上火, 他们自然是溃败, 但沈林这边也肯定会有战事受伤, 甚至死亡。 不一会功夫, 王渊带着几名电台的工作人员下来, 三男一女。 一个轻微谢顶的中年男人笑容温和介绍道, 各位长官好, 我叫张池, 是电台的执行总监, 这位是调音师小刘, 节目策划大周, 以及我们电台的金牌女主播张颖。 长官你有什么指示? 既然你问到我就直说了, 我来这里只为一件事, 我希望电台日后播报的内容要经过官方审批。 当然, 我也会对大家的安全提供庇护。 沈林还比较客气, 没有一上来就大包大揽, 让电台成为她的喉舌。 这是一件好事, 经历过鲜血与战火, 才知道和平有多珍贵, 在灾难初期电台死了很多人, 留下的这些人都是秉承着广播人员的操守, 在第一时间通过电台播报的方式, 将危机情况告知全市人民, 也因为如此, 他们错过了最佳逃生时间, 被困在了电台。 清理电台内的丧尸和防御外面, 试图闯入广播大楼的丧尸, 又让电台幸存的工作人员折损了一部分, 更深刻体会到了灾难的残酷与无情。 直到王渊带着他的手下来了, 保证了广播大楼不受丧尸, 侵扰他们的日子才好过了一些, 所以也愿意帮王渊宣传他朋友胡奇伟的防空洞据点, 让广大市民前往避难。 可最近这几天, 王渊逐渐暴露出他的本性, 电台这帮人都算技术人员, 没有他们电台就运转不起来, 王渊暂时没有向他们身中魔爪。 但其他外来的幸存者可就惨了, 许多不服从王渊的全部被人间蒸发了, 听话的则被王渊扣下家人, 为人质逼迫他们每日出去搜刮物资上供给王渊, 王渊和他手下的地体则坐享其成。 没人敢反抗, 王渊是进化者, 手下又有人有枪, 电台这帮人也只能养人鼻息, 不敢忤逆。 如今有军方介入, 无论是军备素养, 还是人品肯定比王渊这群臭鱼烂虾要好, 就算沈林的要求稍微有点生硬, 过分张弛, 也打心里愿意接受。 可问题是, 刚才王渊带人把他们电台的同事全部控制住, 威胁他们几个下来回绝沈林的一切请求, 将他们尽快赶走。 长官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只是我们广播人员有自己的操守, 该播放什么不该播放什么我们心里有数, 各位长官请回吧。 张弛的胸膛微微起伏着, 昧着良心说出这番话, 他知道他如果今天不这样说他的同事全都要完蛋, 调医师小刘低下头不敢看这群威武的军人, 总监这番话肯定要触怒军人, 吃巴掌都是轻的, 可他们的同事也是一起对抗灾难的战友, 此时此刻性命都在别人的掌控中, 只能听王渊的话。 王渊大为满意, 眯缝着眼睛脸上忍不住露出笑意, 你们不是军人吗? 军人的职责是保护平民, 可如今平民带头对抗你, 可不是我们, 你该怎么办呢? 张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一次低头就再也直不起腰杆, 这次要是让王渊顺心碎意, 以后他们也要像其他幸存者一样任由王渊欺凌见他。 唯一的救星只有面前这伙军人, 背后就是穿着警服的狼, 张颖不敢乱说话, 只能拼了命朝着沈林眨眼, 希望沈林能领会他的求救信号。 可沈林似乎没有看到, 板着脸说道, 既然你们不打算接受我的好意, 以后就别怪我们, 见死不救了, 兄弟们, 撤。 沈林一声令下, 军人们齐刷刷转身就要离开广播大楼, 王渊脸上的笑意再也遏制不住, 如果不是沈林, 他们还没走, 他几乎已经要狂笑起来了。 黄毛小子一个, 还他妈是个狗屁长官, 被老子玩弄在鼓掌之间。 果然, 这伙棱头军人还没搞清楚乱世的规则, 有枪有炮行事还瞻前顾后, 要是换了我, 不给我面子, 老子就开炮把广播大楼炸平。 其他几个伪装成警察的地痞也放松了戒备, 手臂松软垂下, 不再有意无意放在摸着手枪。 剑把弩张的气氛一下平缓下来,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落下帷幕的时候, 惊风大变。 沈林前脚刚踏出门外, 其他的战士心有灵犀的全部突然转身, 端起自动步枪对准了他们煞事开火。 谁能想到战士们会这么果决, 一声招呼不打, 对穿着警服的他们动手。 有心算无心, 顷刻间穿着警服的地痞伤亡惨重。 电台的四人全都吓傻了, 他们还以为是惹怒了军人要杀他们泄愤, 结果子弹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 身后的匪徒齐刷刷倒了一排。 草他妈的, 我们暴露了,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王渊怒吼一声, 掏出手枪苗也不苗碰碰, 朝前放了几枪, 身边的弟兄也随后还击和战士对射。 子弹横飞, 乱象丛生, 王渊却将手枪收起拔腿就跑, 他的速度不亚于大草原及时的猎豹, 只能看到一道影子瞬间窜出去, 枪口都跟不上他移动的速度。 第37章, 装甲战雄 女记者的眨眼信号其实沈林收到了, 但让沈林下定决心先下手围墙的 却不是这个原因。 在王渊带人归来的时候, 雷达上显示他们的人物图标 已经变成了刺眼的明黄色, 这是对沈林带有强烈敌意的标志。 雷达并没有那么智能, 在一开始他们谎言匡骗沈林的时候, 虽然沈林觉得这些人气质不像警察, 雷达中显示让他们的标志 依旧是象征友善的绿色, 沈林也没太过怀疑。 而在沈林要求他们换来电台员工后, 图标的颜色变了。 这一点让沈林确定, 他们肯定不是警察, 而且有胡其伟杀害警察的潜力在, 沈林对他们警服和手枪的来源 也产生了强烈怀疑。 人性本恶, 在灾难的催化下人性中的恶会 千百倍爆发出来, 沈林是见识过的。 在沈林说出撤这个字的同时, 他一直手伸到背后, 向战士们比划了一个准备开战的手势, 等沈林撤离到安全位置后, 战士们果断开火。 对付丧尸的时候, 沈林凭借病毒免疫体制 赶待在战斗最前方, 子弹不长眼睛, 混乱的战场上有时候一颗榴弹 都有可能让沈林小命归西, 作为指挥官, 他还是指挥就好了, 没必要亲自上阵拨命。 毕竟他拥有的是红颈系统, 不是战神系统。 在沈林下定决心的那一刻, 其实战斗就已经结束了, 一方面是系统出产, 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精锐战士, 另一边则用枪还不超过一周的地体混混, 一轮扫射就把他们的胆子吓破了。 半数人肩膀手臂中枪, 躺在地上哀嚎, 剩下的直接被吓傻了, 纷纷弃枪投降, 还有几个亡冤的心腹依旧在开枪, 他们多是穷凶极恶的歹徒, 战士们对待他们也没有手下留情, 几声清脆步枪枪想为这场战斗画上休止符。 情况不明, 沈林让战士们不要下死手, 不过有人想自寻死路, 那沈林也不会惯着。 此刻, 还在等待战斗结束信号的沈林, 却突然看到大厦侧门, 亡冤狂奔而出, 她的速度极快, 职业田径运动员也比不上她, 蹭了一下窜到街上, 几个呼吸的功夫竟然跑出几百米去。 长官, 是否要炮击? 坦克炮手通过无线电向沈林询问, 能打中吗? 雷达已经锁定她的位置, 只等长官下令。 在明黄色的图标之中, 树王渊所代表的光点比其他黄色光点大一圈, 这是代表她是一阶进化者的意思。 放虎归山, 后患无穷, 她要是不讨感和我面对面交流, 说明她虽然犯错, 但有改过之心, 但她逃跑, 就一定是做贼心虚罪无可赦, 把她打掉。 黄沙狂舞, 王渊踏风而行, 耳畔尽是呼啸的狂风, 顺风而行, 速度更快三分, 转眼间她已快跑到这条街道的尽头。 愚蠢的军人, 根本不知道他们得罪的是谁, 广播大楼你想要我就让给你, 几十个手下而已, 你要杀就杀, 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拉起一支更大的队伍, 等到我卷土重来的时候, 叫你们全部都死。 老家被一锅端了家底, 全部打光, 王渊心中的暴力快要满意出来, 他已经盘算好了他日要如何报复这股军人, 呼听一声惊天动地的炮声。 该不会是王渊想要回头去看, 头却刚偏了一点点, 刺眼的火光瞬间将它淹没。 从千米之外去看, 王渊渺小地像虫子, 攀升到几层楼高的爆炸, 产生的巨型火焰伴随着浓烈磅磨硝烟, 就像吞噬一切的巨口, 一口可以吞下千百个它。 雷达中, 黄色的光点已经消失, 王渊的野心和他的罪恶一同随着硝烟散去。 再度回到大厅, 沈林对四名电台工作人员说道, 这回有话可以直说了吧。 长官, 他们控制了其他同事用来胁迫我们, 请长官即刻发兵救援。 谢鼎总监眼泪都下来了, 有激动的泪水, 更多的是被身边突然爆发的枪战给吓得。 赵虎, 你领取和这位总监一起去救人, 敢反抗者一律格杀勿论。 遵命, 总监领着一对熊啾啾气昂昂的动员兵战士去解救人质, 沈林则询问剩下的三人, 广播大楼关于这场灾难有什么独特的情报, 这些穿着警服的帽牌货到底是什么来历。 女主播张颖的表现倒比两位男同事更好, 没有被枪声吓坏, 镇定自若和沈林对话。 从交谈中, 沈林得知一些关键信息, 梁氏广播电台现在和联邦总部电台依旧可以取得联系, 根据联邦政府接收到的信息反馈, 目前腾龙联邦98%的城市都已经完全失去官方力量的管制, 梁氏也在其中。 一些联邦层面的大事他知道的不多, 有关这伙人的恶行张颖一清二楚, 在他们凶狠目光的威胁下把他们干过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说出来, 还告诉沈林王渊和房宫洞避难所的首领胡其伟是至交好友, 两人都是进化者, 一定要小心两人合伙报复。 这个无需担心, 胡其伟得到了应有的制裁, 就在刚才, 王渊也已经伏法, 至于这些人, 就交给他们曾经迫害过的家庭去处置吧。 沈林的眼眸里满是冰冷, 这些为了一己私欲伤天害理心安理得的畜生根本不配为人。 长官饶命, 我愿意忏悔, 都是王渊逼我们这么干的, 我是无辜的。 砰砰, 张龙朝天放了两枪, 怒吼道, 全部闭嘴, 把人带走。 哭喊的声音远去, 大厅里终于安静了, 现在知道后悔, 早想什么去了。 张颖脸上不见一丝一毫的同情, 如果不是军人果决, 他也要沦为王渊掌中的玩物。 同一时间, 解救行动无比顺利, 上面威胁其他人的地痞流氓, 在听到枪炮声响起的时候就已经吓得两腿发软, 当场就慌了, 有几个吓得把枪都丢了, 还拖下井浮想装成无辜的幸存者, 却被群众逮了出来, 押送过去一起接受审判去了。 谢鼎总监张池再次回来的时候, 对沈林感激涕零, 完全同意之前沈林的提议, 并希望沈林能在广播大楼驻军, 保护大家伙的安全, 并把这里打造成第二基地。 沈林直接同意了张池的请求, 先不谈广播大楼自身拥有的巨大价值, 这里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点。 卫处繁华地段, 接近市中心, 在前往市中心的时候, 免不得要经过广播大楼, 在这里驻军有助于向市中心用兵。 赵虎对广播大楼的工作人员有营救之恩, 留他在这里主示大家都信服, 沈林并给他了留下20名动员兵 以及第二个制造出的重装步兵, 指挥权全权交给赵虎, 以保护广播大楼为主要目的, 闲暇之余也可以营救一下附近的幸存者, 清理丧失, 免得失群数量过多, 而且还可以收集一些贵金属玉石, 凑够一定数量上缴给沈林, 并叮嘱张池, 一旦有联邦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 一定要立刻联系他及时汇报。 将这边的事务安排完, 沈林带兵登车, 在幸存者们自发聚集欢送声中离开广播大楼。 天色还早, 为了确保广播大楼第二基地的稳定, 继续以战养战, 也让20名新增的动员兵都能生生兴提一提战斗力。 没有找规模太大的失群, 就在附近打打游击, 两个小时的功夫又收获了800斤左右, 同时也有13名动员兵升到一星, 距离动员兵全员一星已经不远了。 黄昏时分, 结束一天战斗的沈林带着战士们准备回家了, 坐在装甲车上的沈林看了一眼雷达观察附近情况, 却突然看到雷达标注的地图上出现了全新一种颜色的光点, 是灿烂的金色。 哎呀, 地图上的金色光点代表着什么? 是补给箱了, 指挥官大人。 原来如此, 以后搜寻补给箱不用全靠警犬的嗅觉了。 沈林点了点头, 通过无线电向坦克传递消息, 前方路口向右拐, 我们去捡补给。 上一次捡补给的经历不算美好, 得到宝物之前还打了一个守官boss, 这次就没这样的烦恼了, 补给箱位于路边绿植带的草丛里。 沈林几枪清理掉, 徘徊在附近的几名丧尸, 带着十几个战士来到补给箱旁, 用手触摸到木头材质四四方方的补给箱, 带着战士一起开不给沈林, 还是赌不计箱中可能会出现的附近 全体单位生一星的概率, 然而还是没能赌中。 象征生星的金光没有亮起, 反而眼前忽然变暗。 一尊将近四米高身穿厚重护甲的巨大棕雄出现在原地, 它像一座肉山, 遮挡住所有的光线。 恭喜伟大的指挥官, 您得到了特殊兵种, 价值1500斤的装甲战雄。 目前, 装甲战雄的制造条目已开放。 看着一脸憨厚表情, 有着圆滚滚脑袋, 比坦克整体只小一圈, 仿佛基因变异过一样的装甲战雄, 沈林的心中回荡着一个疑问, 这大家伙一顿饭要吃多少? 我不会养不起吧? 第38章 兄妹 光看她的体型差不多就能推算出她一天消耗的口粮, 差不多等同一个牌的战士。 红井战士每天都刷新一日份单兵口粮, 这是动员兵特有的福利, 这头装甲战雄系统可不管饭。 虽然像压缩饼干牛肉罐头, 自热米饭等种种的单兵口粮每天都刷新, 但大多数时候战士们都是和沈林一起用餐, 不能让战士们总吃罐头, 这玩意是应急用的, 常吃营养肯定跟不上。 战士越来越多, 投靠她的幸存者越来越多, 现在沈林已经开始逐渐感受到后勤的压力, 现在又添了一个饭桶。 对于装甲战雄的战斗力沈林一点都没有担心过, 系统造物一分钱一分货, 装甲战雄价值1500斤, 造价还要超过灰雄坦克, 算高阶兵种了, 她一定在某些方面发挥出的优势连坦克也比不上。 大脑袋圆滚滚的装甲战雄憨态可居, 没进入战斗状态还是挺可爱的。 沈林摸了一把她钢针一样粗硬的棕色毛发, 就当是养了个巨能吃的宠物吧。 新兵种入手, 沈林总是要测试一下战斗力的, 虽然沈林暂时没有多建造装甲战雄的打算, 无她, 养不起。 归途路上正撞见几十个穿街过是游荡的丧尸, 坦克掩齐西谷, 战士们连装甲车都没下, 沈林通过心灵上的微妙联系, 让装甲战雄解决掉这火丧尸。 装甲战雄在直立起来的时候高近四米, 四足行走身高也超过两米, 巨大的脚掌踩在马路上轰隆隆, 向一架坦克朝着尸群碾压过去。 系统建造的进战单位都拥有病毒免疫体制, 不用担心丧尸病毒的威胁。 靠前的丧尸主动扑向装甲战雄, 却像是被火车头迎面撞中, 骨头不知道碎了多少根, 夸张地飞了出去。 装甲战雄并没有认真对待这场战斗, 更像是游戏玩闹, 灵活的前掌抓起一个丧尸摔到墙壁上当场摔成肉饼。 拱、咬、拍, 劈着装甲的肥瘦身躯微微一个侧翻都轻易压死 连他毛发都伤不到的普通丧尸。 看装甲战雄作战就感觉太轻松了, 闲停信步像是过清晨的马路, 几十个丧尸就在玩闹中被装甲战雄轻易解决, 根本都没用上他最强大的武器, 十五厘米长, 粗力冷硬如黑药石一样的爪子。 棕雄爪子显得粗钝并不锐利, 在棕雄夸张力量的挥动下, 却能发挥出极为恐怖的破坏力, 一爪子抓下去钢板也撕裂了。 不错, 装甲战雄在冲锋陷阵, 割裂阵型上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如果未来出现了像影视作品中 终极体暴君那样个体力量强大的丧尸, 或许装甲战雄可以和他正面摆摆手腕。 装甲战雄的战略价值肉眼可见, 最值得高兴的是他的第一头装甲战雄是白嫖的, 直接省了1500斤。 要说缺点, 装甲战雄最大的缺点就是他的毛发太坚硬了, 撸起来不太顺手, 不如警犬。 沈林搓着趴在他脚边警犬的脑袋, 如是想到, 大型猛兽其实都这样, 他们的毛皮除了抵御寒冷控制体温之外, 还起到防御的作用, 看上去油光顺滑, 很好摸, 一上手才能感觉到其毛发质感粗糙坚韧。 坦克排前开路, 多功能步兵车, 装甲车紧随其后, 实名动员兵战士作为机动部队跟随两侧慢跑, 最后面是慢悠悠的装甲战雄。 野生棕雄在捕猎时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千米, 爆发速度甚至可以跟上汽车, 只是飞捕猎状态下, 因为体型庞大, 为了减少能量消耗, 装甲战雄不会全速奔跑, 保持着自行车航进速度的匀速前进。 沈林的队伍现在有模有样, 真有种游戏降临现实, 红警部队在城市街道上行军的感觉。 高楼大厦变得罕见, 绿色植被越发浓腻, 沈林他们回到了防空洞附近, 感知到的留守战士前来接应。 家里情况怎么样? 回禀长官, 一切如常, 今天有230人人报名愿意和我们一起行动, 经过审查, 233人通过, 目前已被安置在西河花园小区。 战士会报道, 做得不错。 沈林拍了拍战士的肩膀, 笑容中带着鼓励, 为长官效劳是我等荣幸。 身后的战士一同高呼, 声音惊动了沈田。 哥, 你回来了? 在生人面前, 沈田表现得很拘谨, 等到沈林和战士谈完话, 沈田才来找到沈林。 嗯, 爸妈都在干嘛? 爸在帮忙核查报名人员, 老妈在安抚学生。 老爹沈建军是个闲不住的人, 老妈逢学也是个热心肠, 尤其对学生十分关心, 常有已经毕业考上大学的学生回来看他。 爸妈有忙的事业就好, 就怕它们适应不了全新的生活, 人类是擅长遗忘的生物, 我们总归会忘掉过去, 重头再来。 说到这儿, 田田, 你打算做些什么? 我这里的米饭可不养闲人。 沈林开着玩笑, 家人陪伴左右她的心情, 时刻都保持着愉悦。 我才不要工作, 人家还是学生。 正是天真烂漫的花季, 沈田可不想被一份枯燥乏味的工作束缚住自己。 沈林哈哈一笑, 说道, 这可是你说的, 学生的天职就是学习, 从今天开始, 你每天一个小时锻炼身体, 一个小时练枪, 李思木, 你来叫他。 是, 小姐, 以后请多多指教。 即将升到二星, 也是沈林早期制造的动员兵李思木, 先是朝着沈林进了个军礼, 然后向沈田温和孝道。 余下的时间, 我会给你聘请老师教授学业, 高中正是学业繁忙的时候, 不要试图偷懒, 老师要来找我告状看我怎么收拾你。 不嘛不嘛, 我不想学习, 求你了沈田摇着沈林的胳膊, 一脸的不情愿。 沈田知道哥哥是为他好, 对锻炼身体, 练习枪法都不排斥, 他经历过绝望, 知道时代已经变了, 女孩子要有保护自己的手段, 可是上学读书是他最不喜欢的事了。 丧尸早晚会被击败, 总有一天秩序会恢复, 我可不想到那时候我妹妹是个文盲。 这事就这么定了, 没得商量, 爸妈也会同意我的观点。 哼, 臭哥哥坏哥哥, 不理你了, 我去找警卷完。 绕过庄甲车, 沈田突然惊叫一声, 闻声沈林盲赶过去, 却见沈田看到了慢悠悠不行而来的装甲战熊, 被庞大的野兽吓了一跳。 呃, 沈林还在发愁, 该怎么向沈田解释装甲战熊的来历, 这就是你的所在的秘密部队研究的生物兵器吗? 沈田歪着头好奇问道, 不用沈林解释, 他自己挠不出了一个合理的答案。 嗯, 对, 就是这样, 好可爱。 妹妹将双手捧在胸前, 眼睛里泛着红心。 可爱。 沈林没想到, 凶残的庄甲战熊在妹妹看来, 竟然是可爱的形象, 他肯定是没看到庄甲战熊杀丧尸, 像拍苍蝇一样轻描淡写的画面。 哥, 我可以去摸摸他吗? 想摸就摸吧。 沈林倒不担心, 庄甲战熊突然发狂的情况, 庄甲战熊的智慧比警犬还高, 非战斗状态的时候异常温和, 毕竟庄甲战熊的情况不同, 他是需要饲养员照顾的, 没有饲养员专职战斗, 每点生存技能的庄甲战熊是无法生存的。 抚摸大熊钢针一样的毛发, 沈田露出一脸幸福的表情, 他继承了沈父的爱好, 并且将之发扬光大, 一直就很喜欢大型猛兽。 沈林还记得小学时候, 老是让学生说出未来梦想的时候, 沈田说未来想去动物园当饲养员。 田田, 既然你这么喜欢大熊以后, 你就负责照顾他吧, 记得要用功读书, 不然就剥夺你饲养员的资格。 沈林走过去, 他耗准了沈田的脉, 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了。 知道了, 坏哥哥, 大熊, 保护好我妹妹。 哦, 庄甲战熊吼了一声, 表示他知道了。 第三十九章, 尚未与新兵种。 晚饭前夕, 沈林又带兵去防空洞里走了一圈, 露个面, 刷刷存在感。 百废戴星的末世, 最值钱的不是黄金不是淡水, 而是人, 人最值钱。 只要有人在, 秩序总会重建, 生产总会恢复, 人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像胡奇伟, 王渊这种人, 沈林就觉得他们不止坏, 还愚蠢, 一朝得适, 为了满足自己可悲的自尊心, 舅舅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就算没有沈林他们早晚必被反噬, 这样的人成不了事。 沈林不一样, 他把幸存者们看得很重, 哪怕是不能从事生产的孩子沈林, 也将他们看作未来希望的种子。 如果有可能, 沈林希望将防空洞里所有的人都带走, 强制的手段不可取, 一旦他这样做了, 在幸存者心里, 他和胡奇伟就没区别了。 想做到数千人自愿跟随, 沈林首先得建立双方的信任, 沈林他们是外来的, 再加上之前有胡奇伟霸占防空洞为非作歹, 极大伤害了此地的幸存者心灵, 沈林要用一段时间证明, 部队的存在对人民是有益的, 而且战士严格会遵守军纪,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用不了多久, 人心就会倒向沈林。 傍晚时分, 沈林和父亲溜湾的时候提出他的想法, 沈建国大为赞同。 沈林又说道, 近期我打算面向幸存者建立交易市场, 以粮食交换民间的珠宝, 黄金。 儿子, 你这是要千金买马股啊, 以无价的粮食换取无用的黄金, 以此来建立你的信誉, 这糟糕。 沈建国竖起大拇指, 目光满是慈祥, 真不愧是他的种。 沈建国有些误会了, 把自己儿子当成了成略在兄的枭雄, 他不知道黄金对沈林来说意义重大, 可不是无用的。 沈林真没想到建立市场还有这样的隐性收益, 摸摸后脑勺哈哈一笑, 说道, 我常外出, 市场的这事麻烦爸你多费心了。 行, 这事爸帮你你就放心吧。 和父亲聊天谈心一番后, 沈林又去见母亲, 冯雪此时正和顾子师一起安抚孩子们。 见沈林这个将他们救出魔窟的大哥哥来了, 孩子们都学着其他战士的样子向沈林敬礼。 沈林笑容温暖人心, 抱起这个孩子, 摸摸那个孩子的头, 十分和蔼。 妈, 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觉得吧, 孩子们的学业不能落下, 但是身体锻炼也得跟上, 现在读书是为了掌握知识, 硬是教育行不通了。 昨晚上你爸叮嘱我, 说你现在不一样了, 叫我不是总把你当孩子来看, 让我学着听你的意见。 你觉得这样做, 可行就这样做吧, 妈都听你的。 家里不用他操心, 学生们少了父母看护, 作为老师, 沈母将更多的关怀转移到可怜的孩子们身上, 只要对孩子们成长有益的他都赞同。 好, 防空洞里还有不少孩子, 您要是不嫌麻烦, 就一起接过来教育, 等咱们搬到新家园, 地方宽敞了, 就建一个学校, 也给孩子们一个立身之地。 你能这么想妈, 真是太高兴了, 儿子, 你是好样的, 妈为你骄傲。 冯雪笑着, 眼圈有些微微发红。 这两天, 她一直担心沈林会不会学坏, 以她现在掌握的力量, 比任何人都有资本为所欲为, 现在看来是她想太多了。 让外必先安内, 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沈林, 才能放心出征, 父母都有事情忙, 妹妹也没有浪费光阴, 这样的家才是她的避风港。 金屋西坠, 天色渐渐变暗了, 迎着夕阳余晖, 沈林步履悠哉走在街上, 警犬在前面撒着欢奔跑, 张龙, 王腾等沈林的禁卫跟随在后方。 黄叶铺满街道, 踩上去沙沙作响, 安静的城市让心灵都仿佛受到洗礼, 感觉到安宁。 饭后散布的沈林心神尘在系统之中, 系统统计, 她麾下此刻控制的红颈单位有76个, 系统余额为6100斤, 只需要建造24个单位, 她就可以晋升上位了。 晋升上位最大的好处是, 重装战士终于不用再受军衔的限制可以升到三星, 二星和三星间还是有不少差距的, 三星和英雄级之间更有一条巨大鸿沟。 现在有20名作战单位留在广播大楼, 探索城市还得留10名战士守护防空洞, 如果扩军就把这个人数再扩大一点, 留20人首家。 扩军的主体依然是动员兵, 沈林现在已经明白多兵种配合才是王道, 奈何动员兵性价比最高啊。 先建造20名名动员兵战士, 一条警犬, 一名重装步兵, 战士有了, 装甲运输车也需要再建一辆, 最后建造一辆灰熊坦克, 刚好凑足24个单位。 陆续有动员兵出现, 沈林都安排去战士们现在居住的大楼报道。 当最后一个单位灰熊坦克也缓缓从街边驶来, 沈林听到了阿雅兴奋的欢呼声。 恭喜指挥官大人晋升上尉, 您距离伟大更近了一步。 目前您的军装已经更换为上尉军服, 并额外开放全新兵种——防暴战士。 军衔提升还有这种福利? 沈林有些惊喜。 介绍一下防暴战士。 防暴战士,造价200斤, 基础身体素质和动员兵等同, 拥有装备,防暴盾, 轻型防弹衣, 巨矢防弹头盔, 沙漠之鹰, 被弹21发, 震撼弹两枚, 单兵口粮一日, 减一睡袋。 从装备上来看, 防暴战士火力肯定是不如动员兵战士的, 沙漠之鹰是威力顶尖的手枪了, 可和自动步枪能造成的杀伤没法比, 倒是防暴盾和震撼弹 沈林心中浮现出了多名防暴战士 举起防暴盾组成盾墙的画面, 在防守上防暴战士作用不小, 而且还有两枚震撼弹这样使用的投掷物。 震撼弹是闪光弹和阴爆弹的结合体, 哪怕在身边爆炸也没有杀伤力, 它的作用是利用高达170分贝的巨大噪音 加上强烈闪光使敌人造成眩晕效果。 在现代军事行动中, 震撼弹的效果多用于解救人质。 这东西对付人类相当好用, 一枚震撼弹下去直接让人暂时变成笼子瞎子, 震得七荤八素, 就是不知道对付丧尸有没有效果。 虽说丧尸也有感官, 主要依靠视觉和听觉捕猎人类, 但谁也不知道震撼弹能不能影响到丧尸。 如今, 沈林也算有钱任性了, 系统中还剩1700余金, 沈林直接选择建造两名防暴战士, 两分钟的等候, 第一名防暴战士已经出现在沈林面前。 上等兵吴志祺向长官敬礼, 助长官武运昌龙。 他左手提着厚重金属防暴盾, 右侧枪带上插着银白色沙漠之鹰。 沈林对沙鹰相当感兴趣啊, 哪个玩过CS的少年不梦想拥有一把沙鹰, 这是世界上威力最强的手枪之一。 威力并不关键, 最重要的是帅啊, 是真TM帅啊。 沈林很想拿他的配枪和吴志祺换, 他知道他开口吴志祺肯定会同意, 但他开不了这个口, 当长官的抢战士的枪像什么样子。 等待防暴战士制造完成的这段时间, 沈林让张龙抓来一名丧尸, 用铁链捆在电线杆子上, 对吴志祺说道, 你来测试一下震撼弹对丧尸有没有效果, 请长官后退100米。 震撼弹虽说没啥杀伤力, 但如果受到噪音和强光的干扰, 也是挺难受的, 等长官和战友们退开, 吴志祺投出震撼弹, 精确落在丧尸脚底。 下一秒, 巨大的噪音爆发出来, 伴随着强烈的闪光, 刚擦黑的天叉那间亮如白昼, 夸张的噪音比坦克炮轰炸还要吓人, 一瞬间迸发出的强光隔着白米沈林眼睛都流出泪水, 强忍着眼部的酸涩肿胀, 沈林好奇此刻丧尸的表现, 一直恶行恶状被铁链捆着, 都竭力伸长胳膊来要抓沈林的丧尸, 此刻呆愣愣立在原地, 沈林走到他进前去他也没发觉, 漆黑嘴巴里流淌出恶臭的咸水, 像是傻了一样, 直到过去两三分钟才恢复。 吴志祺说道, 丧尸对震撼弹的抵抗比人类更强, 如果是常人如此近距离被震撼弹影响, 没有十几分钟是不可能摆脱震撼弹干扰的。 测试得出结论, 震撼弹对丧尸有效, 但效果没那么明显, 无论是震撼弹打先手, 还是撤退的时候, 靠震撼弹掩护都是可行的, 只要丧尸不免一震撼弹就好办。 第四十章, 基地选址。 和家人一起吃了顿团圆饭, 沈林来到早期追随他的幸存者 现在居住的独栋民宅。 沈林和他们相处的时间更长, 多少有些了解, 等到基地修建好将幸存者都迁移过去, 这些人沈林都打算安排在身边 做一些清闲的工作。 胖车长胡浩家 有一定管理才能, 沈林打算让他去安排 防空洞的幸存者安家落户, 管理居民社区。 馆长刘武就让他去做体育老师, 教孩子们打拳锻炼身体。 基地落成, 建筑施工的活少不了, 黄祥是有经验的老工人, 让他负责管理施工队 也算无尽其用。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才能, 就算真的一无所常洗洗衣服做做饭, 干点杂活总会, 沈林的粮食不会养闲人。 当然, 有孤老、残疾, 没有照顾自己能力的孩子沈林 也会供他们吃饱穿暖不会, 把粮若扫地出门, 这是沈林的良心。 先召见胖车长刘武和黄祥, 沈林把他心中地打算告诉三人, 胖车长胡浩佳已是激动得难以自持, 沈林对他太器重了。 我保证幸存者安家落户不遇任何波折, 保证让居民社区有条有理, 忠诚于长官。 记住你说的话, 我希望你能做到。 沈林深深看了胡浩佳一眼, 胖车长在体制内摸爬滚打, 十几年爬到车长的位置能力肯定是有的, 但他身上同样有不清的官僚作风。 好在现在是末世, 谁拳头大谁当家做主。 哪怕是精通权术手段, 一身阴谋算计的野心家 在军队这样横扫一切的力量面前 也是没有任何抵抗之力的, 所以沈林对任何人都很放心。 只要进入他的阵营, 就没人有能力背叛他。 刘武对沈林的安排很满意, 他更想进入一线作战部队, 不过当老师培养孩子, 他也能接受, 毕竟他也做过教练。 黄翔就更开心了, 他打了一辈子散工, 不曾想在动荡的末世中 反倒成了公投。 与三人聊完, 巨师一脸笑颜走出门, 对这次沈林叫他们过来 目的还一无所知, 心中忐忑不安的临时语问 三个喜气洋洋的男人, 沈长官叫我们过来要做啥。 好事, 给大家安排工作。 刘武微笑道, 他是后来的, 却很好融入了这个集体。 是这样吗? 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 林诗语有些沮丧, 他从小娇生惯养, 在家里什么事都不用他做, 在外面更没有一技之长, 大学学的还是外国语, 他实在不知道 在如今情况下 外国语还有什么用, 跟丧师去讲了。 没时间顾影自怜, 比林诗语年长几岁, 这几天像姐姐一样 照顾林诗语的柳依依 拉着诗义的妹妹走进房间。 坐, 不用太紧张。 沈林给二女倒了杯水, 悠悠说道, 我打算选址建立根据地这事 你们已经知道了, 稳定下来之后, 我打算聘请二位做我的秘书, 帮我处理文案工作, 二位依下如何? 我同意, 柳依依想也不想就答应下来。 治下人口越来越多, 军队的数量也急剧增加, 现在柳依依想要见沈林一面都不容易。 她心里知道, 她和沈林之间不会有结果, 可心中飞蛾扑火的冲动 还是让她想要靠近沈林。 时日渐长, 每天遇到的新鲜事都很多, 临时雨渐渐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 恢复跳脱的个性。 关于佟佳琪的后续, 沈林没告诉林诗雨, 尸体都炸成灰了, 就让这一切过去吧。 那, 是你说的聘请, 那么请问长官大人, 我们的工资你要用什么支付呢? 林诗雨故作严肃, 这个, 我说给你们金银财宝, 你们要了没用, 而且我也舍不得给, 我说给钱吧, 那是把你们当傻子, 这玩意现在当柴火都嫌她不耐烧。 这样吧, 在新建立的基地中, 给你们提供更大的房子, 更好的生活条件, 衣食住行握全包。 对印象不错的林诗雨, 沈林多了几分宽容, 不是谁都可以和她谈条件的, 哪怕是玩笑也不行。 多谢长官大人, 林诗雨倒真不在乎那些外在的东西, 她在乎的是自己的意见, 被人尊重的感觉。 行, 你们回去仔细琢磨琢磨日后 该怎么开展工作, 等着上任吧。 说吧, 沈林起身告别, 长官大人慢走, 用卖萌的甜腻声音送别沈林, 林诗雨用肩膀轻轻撞了一下 站在窗边痴痴凝望的柳依依。 我的好姐姐, 刚才你怎么不说话? 说什么? 柳依依一脸迷糊, 都说恋爱的女人会变傻, 你还没恋爱呢就已经傻了, 当然是向她表明心意啊, 不然说什么? 你要先下手围墙, 我可都听说了, 昨晚上有个女的穿得很风骚, 偷偷去找长官了。 然后呢? 柳依依追问, 急切的声音透露着思思紧张, 被赶走了呀。 我就知道, 长官为人正派。 嘻嘻, 我倒觉得是她年纪太小, 根本不知道其中妙处。 你这疯丫头, 什么话都敢说。 灯火阑珊, 有细微的光从百米外的大仓库照出来, 这是安置装甲战雄的地方, 她体型太大, 附近就只有这里住的下她。 靠近些, 听到妹妹沈田的笑声, 放低了脚步, 慢慢走到门前, 门旁的战士静了个礼, 镖枪一样站在原地, 如一尊刚毅的石雕。 里面, 沈田趴在装甲战雄的肚皮上, 仰躺在地上的大雄把沈田抱在怀里, 一巴掌能拍断电线杆的雄掌, 此刻动作却无比轻柔, 看上去就很憨厚的圆脸上, 露出了人性化的欢快表情。 他们相处得不错。 看到这一幕, 沈林放心到了, 正转身要往住处走, 忽见门旁摆放着六个铁桶, 桶里还有一点血水和食物残渣。 小声问战士, 这不会都是庄甲战雄吃的吧? 是, 庄甲战雄一顿可以吃两百斤鲜肉, 可以吃饱, 吃饱的情况下一顿可以拐一天, 如果没有肉, 熊是杂食性动物, 蔬菜水果, 甚至米饭馒头等粮食都可以吃一些, 但是要吃的比肉多很多, 才能攻击体力消耗。 而且不能常吃, 主食还得吃肉。 嘶, 沈林倒吸了一口凉气, 庄甲战雄一顿比他一个月吃的还多, 现在物资充裕, 一头庄甲战雄他养得起。 在建立养殖场之前, 庄甲战雄不能多建造, 不然能活活把他吃穷了。 也太能吃了, 明天得让他杀一百个丧尸, 不能光吃肉不干活, 碎碎念叨着, 沈林回去休息了。 天宫不作美, 后半夜天空中闷雷阵阵, 悄无声息下起了迷迷小雨。 一场秋雨一场寒, 这一场雨交散了, 从夏季一直注流不去的燥热天气, 也浇灭了沈林今天打算进攻步行街的打算。 步行街在广播大楼附近, 沈林逛过几次, 街上有两家珠宝店, 一家品牌名表店。 如今繁华的步行街已经成为丧尸的天堂, 进攻步行街, 一是为广播大楼清理附近隐患, 顺带着也能收获一笔财富, 填充他空虚的系统余额。 可惜, 今天是雷雨天, 枪械在雨天作战会受到一定影响, 而且雨天道路湿滑, 事业受限, 不适合军事活动。 天意难为, 沈林只能临时改主意, 今天就去他选好的基地位置, 探一探究竟。 第41章, 别墅区。 沈林在梁市生活了20年, 要说选一个最适合作为第一座红井基地的位置, 沈林脑海内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东郊金城豪院的那块地。 金城豪院是腾龙联邦鼎鼎有名的房地产品牌, 专门建造最顶级的别墅住宅。 沈林读高三的时候, 金城豪院相中了梁市东郊的一块地, 打算在这里兴建一片别墅群。 东郊这块地是块好地, 土地肥沃, 这块土地上产出的水果蔬菜等农作物本地居民 愿意以高出市价三成的价格一价购买, 温室大鹏产出的草莓更是以甘甜鲜美灌绝粮食。 金城豪院看重了这一点, 现在有的前人越来越不喜居住在空气质量差的城市, 选择在郊外或是农村建造别墅居住, 养一些绿植, 开垦一块菜地享受耕种收获的喜悦, 这些富豪就是金城豪院的潜在客户。 不过别墅也不是说盖就盖, 首先要向联邦政府申请土地审批, 还要以最小的代价牵走本地居民, 然后才是建造别墅。 以金城豪院的实力地位要完成这件事再简单不过, 紧锣密鼓地修筑, 半年前别墅群已经初步建造完成开始售卖了, 七万一平米的天价当时还引起了一番热议。 选此地为基地好处有四。 第一,东郊土地肥沃一丰收, 第二,别墅区房屋众多, 省去了未幸存者在建新房的麻烦。 第三,东郊这一片也是粮食工厂的秘籍区, 炼钢厂,食品加工厂等等多分布在东郊, 而且距离市区不远。 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粮食东郊是一片开阔平原, 道路通常视野广阔,是交通要道。 种种极点都符合沈林的心意, 至于要不要选址在东郊, 沈林还要亲自去看一看才好。 雨水丰沛,天地间薄雾朦胧, 沈林坐在庄甲车上晃晃悠悠驶向东郊, 城市边缘肉眼可见地偏僻下来, 风景也越发好了。 西雨洗去浮沉, 路旁青草显得越发清脆, 草子已经深埋地下, 在肃杀万物的冬季到来前, 野草绽放出他最后顽强的生命力。 怪是,这一路走来没怎么见到丧尸啊。 沈林望着窗外嘀咕道, 倒闭路中, 泡在水坑里的尸体随处可见, 可却没见到一个活着的丧尸, 一路走来雷达上光秃秃一片不见一个红点。 灾难降临丧尸遍地横行, 能想到最荒芜的地方都有丧尸的痕迹, 东郊也不算偏僻了, 可一路走来却连没见到一个丧尸。 又前行了几百米, 车辆被逼停在路中间, 前方的道路被掘开了半米多深的沟, 稿子铁铲挖掘的痕迹十分显眼, 这是人为。 我有点明白了, 东郊也有幸存者聚集, 掘开道路这是不想让外来人进去啊。 类似的手段, 沈林不是第一次见了, 三天前她回梁市的时候, 途经严谨村的路上, 也遇到严谨村的居民用定次带和路障封路, 这火人的手段比严谨村的人还绝, 直接把路给绝了, 外人难进里面人难出。 那我们怎么办? 绕路。 坦克驾驶员王峰询问沈林道, 其他路他们肯定也绝开了, 别白费功夫了, 修路吧, 还好我们有工程师。 修桥补路是工程师的看家本领, 更能增长经验, 及早晋升一星。 甜土, 夯食, 铺利青, 工程师的工具箱就像叮当猫的口袋, 折叠铲, 夯土机要什么有什么。 在战士的协助下, 二十分钟道路就已经大体修复完成, 除了几条蛋蛋裂痕, 几乎看不出破损痕迹。 也不知道是黑科技还是超能力, 工程师的手艺让沈林震惊。 道路已经修复, 部队朝着东郊继续前进, 等待了一个早上前方终于是出现丧尸了, 丧尸在朝着前方行军, 听到了坦克隆隆的声音, 又回头朝着坦克扑过来, 渺小的身躯里根本就没有敬畏存在, 被坦克的履带直接碾碎。 距离金城豪院越来越近, 前方渐渐出现了打斗声音和丧尸咆哮声响, 原来路上消失的丧尸全部在此处聚集, 正在攻打金城豪院。 车队坦克停留在几百米外, 正在和丧尸激烈搏杀的幸存者们 并没有发现军队到来。 沈林已经下了车, 站在宛如一堵墙的庄甲战雄旁边躲避风雨, 拿出望远镜观察战局。 没有贸然参战的原因是, 此地的幸存者对外来人表现出了防备抵抗的态度, 不然不会掘开公路, 以这样的手段阻拦车辆。 金城豪院别墅区里的幸存者还真不少, 搭眼一看有上百人, 武器也是五花八门, 有砍刀有铁铲, 还有从拆下来铁栅栏打磨锋利的铁枪, 雷土围墙, 站在高处刺杀丧尸。 又有几个弓箭爱好者在后方用价格昂贵的复合弓射击丧尸, 剑法颇为精准, 一轮骑射就有几名丧尸倒下, 是杀戮丧尸的中间力量。 围攻别墅区的丧尸也不多, 数量粗略估计在两千左右, 已经死去了很多丧尸了, 尸体在土墙外堆得很高, 后来的丧尸踩踏着同伴的尸体就可以够到土墙上的幸存者。 这伙幸存者行军布阵颇有章法, 可惜聚集过来的丧尸越来越多, 不然他们还真守住了。 沈灵看得出他们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就在沈灵观察局势的功夫, 就有一个男人被丧尸扯入尸群之中, 惨叫了两声就没了声息。 动手! 大雄,去大闹一场吧! 沈灵不再等待,下令进攻。 一声令下, 枪声煞时响起, 终于引起了别墅区内幸存者们的注意, 站在高处的弓箭手看得最清楚, 激动大吼道, 有援军到了, 大家再坚持一下。 可下一秒, 他激动的情绪转变为震惊, 却见一头巨型披甲棕熊大胯部 超过一个个鹤枪实弹的战士冲锋过来。 京剧之下, 他将弓箭对准了装甲战熊, 颤抖的手臂却射不出这一件, 他知道弓箭别说熊身上的装甲, 就连他的皮毛都射不穿。 他身上有装甲, 应该是军人养的宠物, 不会闯进来大开杀戒吧? 灾难降临, 猪马牛羊, 曾经的猫狗宠物都有不少转变为 比丧尸更具威胁的丧尸兽, 弓箭手的父亲就死于丧尸兽的口中, 对其充满畏惧。 这是什么怪兽? 土墙上的幸存者更是惊骇万分, 就看到装甲战熊冲入尸群, 强横的冲击力直接将几十个丧尸 撞得飞到半空, 熊掌一挥, 掀起的净风险些把土墙上的幸存者吹下去。 后方的战士也随后赶到, 子弹比箭矢杀戮效率要快得多, 就看到外围的丧尸割稻子一样一排一排倒下, 加上冲锋陷阵肆虐的装甲战熊, 两千多丧尸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在减少着, 土墙上顽强坚持的幸存者压力骤减。 这还是丧尸和人类靠得太近沈灵, 怕动众火器误伤, 不然几炮就把扎堆的丧尸炸平了, 哪里还需要这么麻烦? 为了抵御金城聚集起来的失潮, 金城豪远别墅区的幸存者拼死抵抗了几个小时, 付出了十几条鲜活的生命都没有挡住的失潮, 却被外来的一伙军人用五分钟不到的时间扫平, 看着正在驶来的坦克和装甲车, 幸存者们一个个心里都说不出是怎样的滋味。 我叫沈林,是这支军队的长官。 沈林从装甲车上下来, 战士们整齐静里, 大雄乖巧地蹲坐在他身后, 像巨大的守护神, 让沈林略显单薄的身形充满了压迫力。 卧曹,沈林,真是你。 人群中传出一声惊呼。 第四十二章, 抗拒。 陈世荣,你还活着? 沈林卧曹两个字也差点脱口而出, 没想到这货还活着。 沈林在高中读了四年, 陈世荣也读了四年, 他俩做了四年的同班同学。 高中时代, 沈林和陈世荣还有魏凯, 他们三人关系最好, 上学放假都在一起玩。 整天买彩票做一夜暴富梦的魏凯, 前年高考发挥得特别好, 剩下两个考杂了的难兄难弟, 复读了一年。 这两人一个浪费天赋, 另一个则心思完全不在学习上, 反而对学校附近有多少个 不用身份证的黑网八一清二楚。 复读了一年, 沈林考了个二本也就知足了, 陈世荣再次落榜, 索性就不上学了, 托家里关系, 找了个工作走向社会。 这次放假回来前, 陈世荣还打电话说要请沈林吃饭, 结果突然爆发了世界性灾难, 社会秩序当然无存, 人际关系网崩塌瓦解, 幸存者实不存一。 本以为此生都难再见, 却不想在此时此地老同学, 好哥们再次重逢。 陈世荣激动地眼眶都湿了, 冲过来和沈林拥抱了一下。 魏凯没了, 你当时说你在回家的火车上, 我寻思你也对了, 你不是上大学去了吗? 啥时候参得君, 你早说我就跟你一起去了。 久别重逢, 陈世荣有一肚子话想说, 我知道, 魏凯死得惨啊, 爱。 叹了口气, 沈林说到关于我的世代会, 咱们慢聊, 这次我到这里是来考察室东郊的环境, 准备在这里修建一座军事基地, 这里就是我主义之处, 谁是这里主事? 是我。 背着复合宫, 留着一头精细修剪过的时髦鞋背青年, 分开人群走出来, 微微仰起头, 面对军队的指挥官沈林, 显得有些轻狂。 沈林,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梁氏金城豪院开发商吴杰先生的公子, 吴超群。 陈世荣道, 从他手工材质的西装, 腕上戴的金表和娇狂的态度, 都能看出他是个富二代。 谁用你介绍了, 人家没长嘴啊, 你一边待着去。 沈林面上不见笑意, 陈世荣腮帮子鼓起了一点, 有些委屈, 却也没反驳来到军队后方。 死党三人中, 沈林早上学一年, 年纪最小, 陈世荣和魏凯都比沈林大一岁, 但遇事拿主意的都是沈林, 陈世荣没主见, 魏凯不靠谱, 就沈林点子最多。 你能当家做主, 那掘开公路, 断绝通行也是你的主意了。 不是我还能是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给歌痛快话。 吴超群已经不是话里带刺了, 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 沈林对他们的地盘有意思, 这让已经是金城豪苑为大本营的吴超群, 激发起反抗意识, 表现出强烈敌意。 沈林还没表现出愤怒, 有人忍不了了。 逐辱沉死, 张龙眼睛瞪得流原, 怒道, 小王八糕子谁给你的胆量, 敢跟我们长官这么说话。 其他战士也都是面色不善, 释放出无形的压力, 史前怪兽一样的装甲巨熊 已经从松散的坐姿变成四肢着地, 后腿隐隐蓄力做出冲锋的姿势了。 不要动手, 诸位消消气, 咱们大家都是劫后余生的幸存者,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吴超群的父亲吴杰 这时候站出来打圆场, 板起脸训斥道, 阿群, 还不给长官道歉。 对不起。 吴超群相当敷衍, 懒洋洋地说了一句, 算了, 懒得和你个矛头小子一般见识。 沈林首长向下压了压, 张龙把枪放下, 冷哼一声, 锐利的眼睛一直盯着吴超群。 掘开道路是你们的选择, 我管不着, 你该庆幸我们的队伍里 有记忆精湛的工程师 很快修好道路, 不然我们没能及时赶到, 现在这里已经成了丧失的狂欢派对, 没你猖狂的机会, 小子。 笑了, 没有你们我们一样守得住, 吴超群不屑。 沈林脸色森然, 话不投机半句多, 继续保持你的自信, 这对你在末世生存下来 有很大帮助。 从自我感觉良好的 富二代身边走过, 沈林直接面向其他居民对话, 我来的目的, 是在此处建立军事基地, 本来我是打算直接征用金城豪院, 没想到各位已经在此地建造家园了。 明确告诉各位, 现在联邦98%的城市都已经完全陷落, 不会有联邦或者其他城市的支援, 我们部队的实力大家看在眼里。 如果我们在这里建造基地, 会给在场的所有人永久居住权, 并提供安全的保护, 以及劳动必有收获的和平生活。 如果大家不愿意, 那我也不会抢争, 我不是霸道的人, 你们自己商量一下吧。 该说的已经说了, 沈林掉头, 回到军中和陈氏荣旭就去了。 金城豪院的幸存者各自撤回营地, 召集别墅区的没有参战的老弱妇女都出来, 几百号人聚在一起, 吴杰复述了一遍沈林的话展开讨论。 众人七嘴八舌议论声分杂, 同意军队在这里建造军事基地的居民占绝大多数。 吴超群听得脸色发青, 走到吴杰身边说道, 爸, 你不会也同意军队入住吧? 这有什么不好? 因为鸡手不为牛后, 那些军人来了, 还有咱们的好日子过。 现在周边的丧尸也清理干净了, 我们根本不需要他们。 头顶上平白多了一个带着一群骄兵汉将的长官, 哪有当土皇帝说一不二来得自在? 这是吴超群抗拒的理由, 他想当一方霸主, 不想被别人掌控。 作为他爹, 吴杰一眼就看穿了吴超群心里的小九九, 想训斥儿子自私的想法却又有些犹豫。 曾经他是掌握经济命脉的一家之主, 吴杰自然是想怎么教训儿子就怎么教训。 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全是钱财没有用武之地, 年轻力壮, 射数出神入化还和几个富二代朋友组成弓箭队的儿子吴超群比他更强势。 要不是吴杰在居民中威望很高, 吴超群可不会跟他商量, 就像掘开道路这件事就是吴超群带着他的朋友干的。 其实吴杰心里也有些异动, 反正金城豪院现在已经彻底安全了, 军人对他们可有可无, 过河拆桥这种事正是商人最擅长的。 可如果就直接拒绝他们, 他们翻脸怎么办? 唯一担心的就是军人们的态度。 我不会直接拒绝, 我要让他们支拿而退, 不是我们赶他走, 是他满足不了我们的条件, 一会你什么都不要说, 让我去和他谈。 行, 万一谈崩了, 我再出来调和。 父子两人低声商议, 就把这事定下来了。 另外一头, 陈氏荣向沈林讲述这些天他身上发生的故事。 我记得是下午三点多一点, 我把被我家狗咬伤了之后, 我和附近邻居合力把疯狗打死, 邻居是个热心肠, 答应帮忙送我爸去医院, 我打车去单位找我妈。 就在路上时候, 病毒全方面爆发, 满城的人都疯了, 当时你是没看到啊, 丧尸疯狂地残杀人类, 感染的速度快到难以想象, 半个小时的功夫全程沦陷, 越是人口密集的区域, 越是难有人幸存。 我爸肯定是没了, 他被病毒感染, 我妈身体一直不好, 估计也逃不出来。 幸亏当时开车的司机师傅看情况不对, 拉着我就出城了, 要不然我肯定也完蛋了。 现在说起这些陈氏荣的情绪还算正常, 这些天被地理他都不知道哭了多少次, 再多的眼泪也都流完了。 节哀, 沈林声音低沉宽畏一声, 没事, 早想开了, 那你又是怎么到的这里? 司机师傅他有个弟弟在金城豪院做保安, 载着我到这儿投奔他弟弟, 不过他到的时候, 他弟弟已经死了, 帮助住户驱逐丧尸的时候被咬伤, 那时候金城豪院正乱, 我和司机师傅帮忙驱逐丧尸, 他们也就收留了我们俩。 可惜, 早上对抗尸巢的时候, 他也死了, 陈世荣很惋惜, 在这里他认识的人就司机师傅, 司机一去就只剩他孤单一个。 还好这时候遇到了好友沈林, 更值得高兴的是沈林现在成了军官, 他有一条粗大腿可抱了。 第四十三章, 剑裁, 关于吴超群这个人你怎么看? 沈林看出吴家父子在这里声望很高, 群众都信服他们, 显然他们并不是胡其伟, 王渊这样为祸一方的暴徒。 这是沈林能容忍吴超群冒犯的唯一原因, 沈林不是暴君, 不会因为面子受损就大动干戈。 尽管他有这样的能力, 但他不愿这样做。 吴超群挺狂的, 典型富二代, 不过他也确实有点能力, 他杀丧尸一点都不手软, 把别墅区的富人整合得铁板一块。 再多的我就不知道了, 没相处几天, 我大部分时间也见不着他, 他都和弓箭俱乐部同是富二代的朋友在一起。 陈世荣了解的不多, 那他平时有没有做什么恶事? 没有,我不知道。 据陈世荣所知, 吴超群有点看不上其他人, 就混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本想一口咬定, 考虑掉之人之面不知心, 还是没有说死。 动员兵齐斌大踏步走来, 说道, 长官, 他们商量好了。 好, 那我就见见他们。 沈林豁然起身, 跟随齐斌见到京城豪院营地派出的发言人, 吴杰父子。 吴超群上前, 脸上挂着假笑, 长官的提议我们考虑过了, 你想要在这里建军事基地没问题, 但有个条件。 说来听听。 沈林淡然道, 从一见面, 吴超群就在找茬, 表现出抗拒的态度, 这时候突然同意, 八成是有阴谋, 沈林倒要看他能耍出什么花样。 我们原金城豪院的居民要享有自治权, 不能和后来的泥腿子等同事之, 并且我要建立一个警备队, 本人担任队长, 装备由军方供给。 这就是吴超群的条件, 很简单, 也很过分。 首先就是他说, 想要自治权, 把金城豪院原住民独立在管辖之外。 更过分的是他想成立私人武装, 武器孩TM得沈林给他们提供。 你觉得我很像个冤大头是吗? 沈林冷笑, 听吴超群说出他的条件, 沈林倒是一点不意外, 早知道这小子不会这么轻易妥协。 不敢, 您可是军队的长官, 我哪敢戏弄您? 吴超群一开口就透露着一股阴阳怪气的味儿, 不同意就算了, 别跟我这耍心机, 你还真把这儿当成一块风水宝地了, 离了这里, 我的军事基地就建不起来吧, 只希望你不要为今天的决定后悔。 一位身长看了他一眼, 沈林一招手, 招呼战士们上车离开。 吴超群提出的条件就料定沈林不会答应, 一位相处, 他是这支军队的长官, 他也会不可能接受如此过分的条件。 如果沈林真的咬牙接受了, 那吴超群也很开心, 不但能保留自治权, 还空手套白狼得到一批武器装备, 无论是另起炉灶还是借机生蛋都能越加油刃有余。 当然, 以此让沈林支难而退那是最好的, 吴超群还不想放弃他的基本盘。 东郊的地理优势巨大, 基地兴建的地点还是选在东郊, 之前选择在金城豪院是因为那里有一片别墅群, 省去了修建房屋的麻烦, 不是说离了金城豪院基地就建不起来, 金城豪院的重要性没那么高。 上午又考察了几个地点, 最终决定基地落在距离城郊12公里, 金城豪院5公里外的一片荒地。 这里距离工厂更近, 道路也较为通畅, 周边有一条小河, 取水容易。 简单圈了一下地皮, 沈林初步计算, 第一座军事基地占地约有20个足球场大小, 最高可容纳居民2万人, 围墙建造长度合计大概在6000米左右。 100斤可以建造长10米高宽1米3米的钢筋混凝土围墙, 如此算下来6000米围墙全部使用系统建造那价格就高达6万斤。 基地不能是空壳子一个, 沈林肯定还要建造机枪碉堡, 光棱塔等防御措施, 以及雷达, 兵营等建筑, 那建造一座军事基地岂不是要消耗10万斤? 沈林在心里算了一笔账,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啊, 建造一座军事基地竟然要花这么多钱, 她肯定出不起。 防御措施和建筑那是肯定要建造的, 这笔花销免不了, 这些都是小头围墙才是大头, 得想办法在围墙上省点钱。 沈林将她建造的第一个工程师程亮叫过来询问道, 工程师精通维修和建造, 如果让你来负责建造这段长6000米的围墙, 不依靠系统, 大概需要多少人力和物力, 以及多少时间能建成。 程亮正色道, 建造如此长度的围墙, 起码还需要10名工程师, 以及百名左右的熟练技术工人。 材料上则需要沙子200吨吨, 钢铁300吨, 混凝土1000吨, 以及搅拌机、挖掘机、碎石机、 发电机、钻孔器等等工程器械, 数量越多越好。 如果一切齐备, 我有把握在半个月内将围墙以及内部基础建筑框架建好, 而且质量不会比系统出品差。 靠谱, 今天回去我就征召建筑工人和工程师, 一应材料我来帮你收集。 沈林大喜, 程亮这一番话帮她省了6万斤啊。 其实, 工程师程亮所需求的这些材料, 加起来的总值已经远超6万斤了, 系统出品肯定是划算的。 但是现在这些建筑材料器械不需要花钱, 就能免费得到, 俯师皆是, 花心思收集加上运输的时间几天就能凑齐, 平白省了6万斤, 这便宜占大了。 回程途中, 沈林特意去炼钢厂, 建筑工地搜刮钢铁等建材, 运输车装了几大车, 全部运往基地位置。 一下午的时间, 就将开工所需的建材集齐一小部分, 只等明天征召的建筑工人和建造的工程师 就位送往东郊就可以开始建造工程了。 回家又有一个好消息传来, 今天, 金银首饰兑换粮食物资的交易市场已经初步建成, 反响强烈, 光靠交易一日间就收获了2000斤, 而且隐隐有催生出废土拾荒者的苗头。 有几个对抗过丧尸胆子大的男人, 询问交换市场是否会一直存在, 如果存在, 他们将组成小队走上街头搜刮贵重物品以兑换物资。 这是件好事, 值得鼓励。 当晚, 沈林再次召集防空洞所有的幸存者, 宣布两件事。 第一, 交易市场会一直存在下去, 回收珠宝黄金。 第二, 征兆熟练建筑工人前往东郊建造军事基地, 一日三餐管保, 每天的工钱是一斤米半斤面, 以及蔬菜肉食的。 上次向民间征兆科学家鲨鱼而归, 这一次响应者云起, 有经验的工人纷纷报名。 通过交易市场的顺利开放, 沈林在幸存者心中的信誉已经建立起来了, 他们相信跟着沈林干有好处拿, 不担心沈林炎而无信扣押工资, 手下上百号精锐战士, 这么大个长官怎么会欺骗生斗小民呢? 第44章, 工献不行街。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当夜沈林又花费2500斤建造五名工程师, 在次日凌晨随同招募的建筑工人, 以及保护安全的20名战士乘坐装甲车前往城郊。 为了保障安全, 沈林还加派了一辆多功能步兵车随行提供保护。 目前, 沈林麾下有一个连的战斗单位, 其中20人驻守广播大楼, 20人留守防空洞, 20人被派往东郊基地。 看似战力分散大半, 实际上真正的精锐都留在沈林的队伍里。 目前, 沈林身边有一星动员兵29人, 二星动员兵17人, 一星重装步兵张雷, 二星即将晋升三星的重装步兵陈宇豪, 三星喷火兵严坤, 两名防暴战士, 两条警犬以及装甲战熊, 还有当前的核心战斗力, 三辆灰熊坦克都跟随主力部队行动。 沈林的作用就相当于红警中的基地车, 没了基地车, 什么建筑兵种, 全都无家可归, 精锐沈林肯定要留在身边, 保证他这个基地车的安全。 小雨熙熙丽丽下了一晚, 凌晨时分才停下, 等到了早上, 阳光刺破薄薄云雾, 照耀在湿漉漉的马路上。 没有天气预报, 不过根据经验也知道雨已经下完了, 今天可以恢复作战行动了。 洗漱换装, 沈林军装枪支穿戴整齐, 来到兵营和战士们一起吃早饭, 并商讨今天的作战行动。 吃饱喝足, 检阅部队准备出发, 沈林却惊讶发现队伍里混进来一个人。 陈世荣穿着军装, 混在动员兵队伍的末尾, 挺直了腰板, 也比身高最矮的动员兵矮半个头。 他一米七三也不算矮了, 可和人均一米八的精锐战士 一笔就错得不行。 我说你混进来干嘛? 军装哪来的? 沈林看笑了, 这小子不会以为他发现不了吧。 嘿嘿, 我找张哥借的。 陈世荣嘿嘿一笑, 他口中的张哥是 沈林的亲卫战士张龙。 要换了其他人, 我肯定赶人出去, 既然是你那就算了。 你这么想加入部队 如你的愿跟我们一起行动, 不过可提前说好了, 我不会特殊照顾你, 好坏这条路都是你自己选的。 我不后悔, 咱老陈可是纯爷们, 没道理看着你上战场 去拼我在后方坐享骑程, 有福同享有难也得同当。 陈世荣拍着胸膛大咧咧道, 一番话说得沈林心里暖暖的, 哥们还是靠得住啊。 步枪手上没有多余的, 有也不放心交给 还是新兵担子的陈世荣, 递给他一把从王冤部下里缴获的警用手枪给他, 简单教诲他怎么开关保险, 更换弹夹, 带陈世荣登上装甲车, 部队浩浩荡荡驶向广播大楼方向。 今日作战计划是清洗步行间, 顺便补充一下他逐渐空虚的系统余额。 通往广播大楼的路上丧尸零星几个, 被装甲战熊轻易料理。 前日已经被清理过一批, 这些丧尸多是外来至此。 想要把丧尸杀干净, 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因为丧尸实在太多了, 今天杀完, 明天又会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一堆, 只能定期清理保证丧尸的数量在一个可控的数量线上。 在五千米之内, 可以通过随身雷达和部队进行实施联系, 超过五千米就不行了。 赵虎带领驻守广播大楼的战士出来迎接, 从装甲车上下来, 沈林的脸色立刻严肃了起来, 只见广播大楼附近尸体遍布, 血流成河。 赵虎等人的脸上沾着血污, 军装也肮脏不堪, 原本队伍里有21人, 20名动员兵战士以及一名重装步兵, 此刻只剩下19人, 有两名动员兵战士不见了。 发生了什么? 昨夜有小谷丧尸袭击广播大楼, 其中有一个行动敏捷的进化丧尸, 一时不察, 有两名弟兄被他杀死了, 都是我的错。 赵虎一脸愧色, 之前跟随沈林的时候, 在艰难的战斗都没有一名战士倒下, 他这才独立带队两天, 就有两名战士死去, 内疚自责的情绪填满了心扉。 夜晚作战本就很难面面俱到, 更何况还有进化丧尸躲在暗中偷袭, 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拍了拍赵虎的肩膀聊以安慰, 赵虎本人没事就好。 战斗哪还能没个伤亡, 沈林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今天咱们就把附近的丧尸再清理一遍, 死去战士们的仇由我来报, 你们好好休息。 赵虎虎目含泪, 哽咽道, 遵命, 长官。 昨夜击溃失潮, 加上这两日打游击, 留住广播大楼的赵虎部队, 给沈林提供了价值1300斤的金银珠宝, 这样算下来只损失两名战士还是赚的。 只是仗不能这么算, 战士的生命也无法用金银来衡量, 系统建造的每一个战士沈林 都从来没把他们视为消耗品, 每个战士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他们有独特的故事, 在属于自己的时代留下过或平凡或伟大的足迹。 长叹了一口气, 沈林眼神变得坚定, 步行街上, 狮群熙熙攘攘, 无比密集。 几日前, 这里还不时发生这样的画面, 有物资耗尽躲藏不下去的人类, 试图逃离步行街, 却用任何手段都无法逃出数量庞大的尸群, 连转化成丧尸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渴望鲜血生肉的丧尸吞噬殆尽。 距离病毒爆发已经过去了一周多的时间, 没有一个幸存者能逃出去, 整条步行街上, 在沈林雷达地图上都被红色光点占据, 密密麻麻没有半点杂色。 外围的丧尸从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嘶吼声, 他们发现了沈林等人, 丧尸们也有一套独特的沟通方式, 通过吼声一传十时传百, 疯狂嗜血的氛围立刻传遍了整个尸群, 朝着战士们涌动。 歇尾尸火箭炮和坦克炮一同在尸群中央炸开, 伴随着冲天的火光一瞬间金芒炸亮, 一星重装步兵这一炮少说干掉五百个丧尸, 直接升到二星, 而已经不再受军衔限制的二星动员兵陈宇豪一炮下去 直接升到三星。 这几日下来就没少杀戮丧尸, 只差临门一脚的灰熊坦克也有两辆升到一星, 后建造的那辆灰熊坦克今日一战也必然能够升星。 狮群实在太密集了, 动员兵战士扣动扳机的手都有些发白, 山呼海啸, 狮群仿佛无穷无尽, 步行街上的丧尸少说有两万, 这一战不少战士都会升星。 侧面的严坤自由开火, 火龙席卷, 黑烟滚滚, 火焰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在狮群中蔓延。 晋升三星获得的两枚高爆燃烧弹投掷下去就能阻断狮群, 不过这样做了长官肯定不会高兴, 因为高温火焰焚烧下去不会存留任何的战利品。 一轮喷火射击之后, 严坤就退到后方, 把更多的机会让给需要杀戮升星的战士, 局势完全可控, 没有恶劣到需要靠他力挽狂澜。 庄甲战雄此时已经冲入狮群之中大开杀戒, 力找一挥就有一排丧尸被切成几节。 他宽厚的脊背上爬满丧尸, 大腿上也挂着七八个丧尸, 可惜丧尸根本咬不穿他身上的重型庄甲。 密集狮群也挡不住庄甲战雄奔腾的步伐, 身上的丧尸不断被甩下来, 然后被追击的狮群践踏而死。 战斗直接进入白热化, 步行街上布满坑坑洼洼的炮弹坑, 晋升三星重装步兵的陈宇豪拥有八枚火箭弹都已经射空了, 操起M249顶在最前方对着尸巢开火。 现在他装填子弹100发, 被弹300发, 足足有400发子弹, 一个人提供的火力就相当于一个小机枪碉堡。 枪炮声震耳欲聋, 丧尸的嘶吼声, 战士的咆哮声, 沈林大声指挥的声音陈宇豪全听不见了, 声音太多太繁杂, 他耳朵已经短暂失聪了。 战斗一开始, 陈宇豪还放了几枪, 可惜都没打中, 可随着烈度激增, 一张张是血残暴的面孔成排倒下, 从来没经历过大阵仗的陈宇豪完全吓傻了, 手指像是灌了签一样不听使唤, 扣动扳机就不撒手, 子弹打光了也没办法操控僵硬的胳膊去更换弹甲。 战斗太过激烈, 沈林根本无暇关注陈宇豪, 战场的局势, 丧失死伤的速度, 以及还要用心观察雷达, 戒备净化丧失的突袭。 小心二楼, 保持高度戒备的沈林立刻发现了一旁饭店二楼, 有一个黑影撞破玻璃, 凌空扑向井然有序的战阵。 两名防暴战士举起盾牌挡在沈林身前, 局势太混乱, 发挥不出作用, 留守阵中的警犬此刻高高跳跃, 张开力尺遍布的血盆大口咬住了空中扑下来的敏捷型净化丧失, 另外一条扑空的警犬也随后轻盈跃下, 和同伴合力几下子将净化丧失撕扯的支离破碎。 沈林又收获一张英雄之正, 两只警犬也凑够了杀敌术晋升一星, 皮毛越发油亮, 体型也庞大了一些, 一场危机消散于无形。 一开始队伍是且战且退的, 丧失的数量太多了, 层层逼近根本杀不完, 可随着坦克不断开炮, 战士们子弹疯狂倾泻, 失群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被消灭。 几天之前, 沈林面对一万丧失都打得惊心动魄, 如今规模扩大一倍, 其中还隐藏着多个净化丧失的两万失群沈林, 也能举重若清应对。 其中试图偷袭的敏捷型净化丧失被警犬消灭, 一发坦克炮还炸死了一个不知道什么类型的净化丧失, 反正一枚炮弹落下沈林, 就听到阿雅提示他杀死了一名净化丧失获得英雄之症。 此刻失群之中, 浑身浴血的装甲战雄发现了一个力量型净化丧失, 他身高两米, 身材壮得像是施瓦辛格的丧失壮汉, 一直渴望着一场势军力敌战斗的装甲战雄咆哮一声, 四足脉动, 高速冲撞起来的装甲战雄像是势不可挡的火车头, 仰起的巨大巴掌轰然落下仿佛天降雷伐, 那力量型净化丧失举起剑朔手臂抵抗也完全无效, 双臂直接震断脑袋都被拍到了胸腔里。 伟大的指挥官大人, 您击杀了一阶净化丧失剑梅者, 获得英雄之症新号衣。 不知不觉沈林已经集齐五张英雄之症了, 再凑三张就可以让喷火兵晋升三星了。 这是失群中最后一个净化丧失了, 随着剑梅者被装甲战雄击杀, 再也没有丧失可以阻挡肆意横行的装甲战雄。 进化丧失悉数阵亡, 宣告这股失群的末日已至, 不断有新的战士升星, 然后子弹补满精力充沛, 继续全力射击, 失群的数量已经不足四分之一, 灭亡就在旦夕。 装甲战雄能吃是能吃, 可也真厉害呀。 一阶进化丧失在他面前像婴儿一样无力。 第四十五章, 第一个英雄级。 战斗已经结束了半个小时, 硝烟始终萦绕在步行街上空, 久久不散, 鲜血与火药的味道充色口鼻。 动员兵战士们像辛勤的攻凶一样 在战场上忙碌着, 掠夺战利品, 归拢尸体集体焚化。 一场苦战结束, 沈林的队伍中只有一名动员兵受伤, 还不是在战斗中受伤, 而是在打扫战场的时候, 被一个半张脸都被子弹轰碎了的 却还没死透的丧尸咬了一口。 动员兵升到一星 就已经拥有微弱抵抗病毒的能力, 升到二星这个能力再次强化, 这种程度的病毒 根本无法让动员兵转化成丧尸, 这是阿雅亲口说的, 确信无疑。 病毒不危及生命, 却让那名战士高烧浑身发冷, 一副重感冒的样子, 披上一件军大衣回装甲车上休息去了。 陈宇豪和颜坤各自带队去金殿, 珠宝殿搜刮宝物, 张龙站在沈林面前, 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正在困扰着沈林。 就在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 沈林第一个建造的单位, 动员兵张龙终于在接近半个月的辛苦激战中晋升了三星。 几个小时前, 陈宇豪成为三星的时候, 也和沈林提过想要晋升英雄级单位的想法, 每一个三星单位都心心念念着想要晋升英雄级, 张龙也不例外。 这不,战斗一结束立刻就找到了沈林。 长官,我知道, 部队讲究公平, 晋升英雄级这事得有个新来厚道, 严坤和陈宇豪都比我更早晋升三星, 讲道理我应该排在第三位。 只是我明明有种感觉到我晋升英雄级要比他们两个更容易, 我作为长官麾下第一个战士, 我有必要先去探探路, 为兄弟们摸清楚英雄级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张龙一脸正气, 把跑关系走后门说得冠冕堂皇。 沈林笑着摇头, 战士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比较和睦的, 头一次出现竞争就是在晋升英雄级单位的先后顺序上。 作为指挥官, 我应该一视同仁, 但是我也跟你明说了, 只有杀死进化丧失我才能获得帮助你们晋升英雄级单位的英雄之证, 目前我所拥有的英雄之证不够严坤或者陈宇豪晋升英雄级。 所以,便宜你了。 谢谢长官,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张龙咧开大嘴, 眼睛眯成一条缝, 笑得跟夺牡丹花似的。 张龙心里清楚, 他知道这是沈林照顾他, 看在他的面子上才魄力允许他优先晋升三星。 成为英雄级, 正是每一个红颈战士日夜渴望的。 为了能早几天, 张龙豁出这张老脸跑到长官这讨个面子。 心中默默呼唤系统, 眼前浮现出了红颈面板, 沈林打开单位列表, 找到动员兵张龙的条目, 上面清晰显示张龙的名字后面有三颗星标, 证明他已经是三星圆满的作战单位, 可消耗三张英雄之症使张龙晋升英雄级单位。 没什么可犹豫的, 沈林也好奇成为英雄级之后, 红颈单位会有怎样的变化, 选择确定。 一时间, 从不喊苦喊泪受伤, 也不吭一声的钢铁硬汗, 此刻却因为疼痛面部表情扭曲, 额头上冷汗渗出来, 但又迅速恢复如常。 就像是沈林受系统改造进化成病毒免疫体制时, 也是在那短短一秒钟仿佛遭受十大酷刑一样, 痛处强烈, 但一瞬间也就过去了。 感觉怎么样? 沈林问道, 我感觉我的力量速度比三星的时候更强了, 整体来看强化了三分之一, 发生最大改变的是我的眼睛, 我的视力大幅度提升了, 我能清楚看到空气中的每一粒微尘, 我能看到三十米外匍匐在墙角蜘蛛身上的每一根毛发。 我想, 我现在应该是他们口中的进化者了。 张龙将他身上发生的变化告诉沈林, 进化者吗? 官方说, 进化者身上有无限可能, 是人类未来的灯塔, 对抗丧失的唯一希望。 不要懈怠, 将你身上的潜能开发出来。 是。 长官, 我会继续努力。 进化者是生命层次上发生了进化, 身体经过某种能量或者是病毒改造, 拥有一项特殊能力, 这就是进化者, 也是红颈系统中的英雄级单位。 最早遇到的进化者胡奇伟, 他双臂有千金利, 利大无穷, 还有王渊, 他进化的部位是双腿, 速度快如奔雷俊马, 而且有极强的平衡性, 飞檐走壁不在话下。 张龙进化的部位则是眼睛, 拥有极强的静态和动态势力。 无论进化哪个部位, 进化者整体身体素质都会得到一个不小的提升, 不然身体会承受不了进化部位的负担。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 进化者不意味着一定比非进化者更强, 当时胡奇伟就被还是二星的赵虎轻松干掉, 王渊快如奔马死在了坦克炮下, 就算让现在成为英雄级单位的张龙去找装甲战雄单挑, 他的结果也不会比那个力量型进化丧失好多少。 进化者意味着更多变的手段, 无限的可能, 却不意味着拥有绝对的力量。 张龙先一步成为英雄级单位让搜刮归来的闫坤和陈宇豪颇为羡慕。 羡慕归羡慕, 极度却不至于, 机会又不是只有一个, 早晚能伦得到他们, 等着就完事了, 长官不会忘了他们。 长官, 这是我在荣达金殿收获的黄金, 请查收。 闫坤亲自捧着一包黄金交给沈林, 陈宇豪也不甘落后, 将比闫坤整整大了一圈的包裹上脚, 长官, 这些是我在庆隆古玩店和御园珠宝店找到的。 两人争相在沈林面前刷脸, 为的自然是早日晋升英雄级单位了。 好, 辛苦你们了, 做好准备, 下次晋升英雄级的就是你们, 这次咱们按照先后顺序来, 优先让你们俩得到晋升。 沈林也让他们两个宽心, 张龙是个特例。 这场针对步行街的拉锯战持续了两个小时, 事后打扫战场花费的时间, 远远超过两小时, 将所有的尸体集中, 一把大火焚进了这里曾经诞生的罪恶。 伴随冲天烈火, 沈林将缴获的所有战利品先后冲入系统中, 系统余额第一次突破五位数, 16900斤。 金灿灿的数字让沈林心里充满了满足感。 啥也不考虑, 就建造灰熊坦克造十辆还能剩4000多斤, 建造动员兵更是一瞬间能多出169名战士, 军衔升到少校需要拥有300红警单位单位, 这样造一波就只剩不到40个单位就能再提升军衔了。 这两种做法都太极端, 沈林只是随便想想不会这样做, 多兵种配合才能让队伍的实力最大化发挥。 就像是这次作战, 多兵种各司其职, 一场遭遇战打得井井有条, 就连没什么发挥的警犬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拦截住了试图冲击阵型的进化丧尸将其击杀, 不然让进化丧尸闯入军中一定会生出大乱。 暂时, 沈林不打算继续建造作战单位, 不进攻势中心, 目前的战力是完全够用的, 而且这次苦战让不少战士都升了一星, 战斗力又有不小的提高。 资金前所未有的充裕, 根据地也已经选择妥当, 沈林终于准备要建造实体建筑了。 天色还早, 弹药和体力都已经消耗殆尽的战士们不适合再战, 今天的作战目标已经圆满达成, 沈林率部班师回营, 一部分战士留在家中休息, 精力还旺盛的沈林乘坐坦克前往东郊基地。 第46章, 实体建筑。 工人们正在辛勤工作, 地基已经夯实, 脚手架勾勒出磅礴建筑群的雏形。 挖掘机搅拌机运转起来的声音压住了坦克的履带声, 担任工程总指挥的程亮正在建造图纸上写写画画, 没注意到沈林已经来了。 他敬业的态度沈林很欣赏, 没打扰他, 驻足围观了一会, 等程亮把这一段的施工图纸画完起身活动脖子的时候才看见沈林来了, 而且在这待了好一会的样子。 程亮挠了挠头, 一脸尴尬长官您怎么来了, 我有些入神了, 不好意思, 让长官久等了。 没事, 你是一心为工, 好样的。 长官谬赞, 还却不缺人手, 建材够吗? 程亮道, 像昨天那么多的材料再运两批就足够了, 工人暂时不缺, 不过人多也可以加快工程进度, 最快的话一周时间就能初步建成, 可以将第一批居民转移到基地中来。 太好了, 房空洞那边又不少人申请想要来工地, 明天我就把人和第二批材料一起送来。 今天是工人的薪水第一天发放, 粮食足斤足两, 肉类蔬菜都保证新鲜, 在临湿雨, 柳依依统计审核后发放到每一个工人家中。 信任是一座城墙, 每一次城市手信的举动都在城墙上添砖加瓦, 如今这座城墙已经出具规模,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相信陈无忧。 和城亮简单沟通了一下工程的事, 沈林来到基地的核心腹地, 这块地上没有任何施工的痕迹, 这里是沈林早就预定好的位置, 只等资金到位立刻起建筑。 关于实体建筑该怎样建造, 沈林心中已有副稿。 首先, 发电厂需要建两个, 一个用来维持其他建筑的电量供给, 另外一个用来给民用设施供电, 两座发电厂短时间就不需要为电量发愁了。 单个发电厂的价格是600, 大手一挥, 沈林兴建两座发电厂, 余额直接抹去1200。 电厂有了, 接下来是今天花销的大头, 兵营和战场工厂。 虚拟建筑和实体建筑各有优劣, 就算不修建实体建筑, 沈林一样可以随时随地建造士兵坦克。 修建实体建筑的好处是, 取消建造冷却时间, 开放更多兵种, 开放额外兵种还好, 取消冷却时间这个可太实用了。 价格越高的兵种建造耗时越长, 要真出现危急关头, 需要临时建造一批战士保护, 或建造一辆坦克逃生, 可却因为极长的冷却时间, 导致不能立刻将战力变现, 后果不堪设想。 钱花出去才是钱, 不然就是一堆数字。 实体建筑是必须要建造的, 而且越早越好, 早建早受益, 正巧沈林手上有一笔资金, 直接就把实体建筑落实了。 建造不是一瞬间完成, 又是从事业死角地方, 走出一群不见面墓地建筑工人, 以极快的速度搭造建筑。 恭喜指挥官大人, 实体建筑落成见证了您通往伟大的道路, 额外兵种已开放, 请指挥官大人查看。 兴奋地搓了搓手掌, 不知道这次系统会给他什么惊喜, 沈林开启系统面板。 兵种建造列表按照价格排序, 从上到下分别是动员兵, 100, 警犬, 200, 防暴战士, 200, 工程师, 500, 喷火兵, 800, 重装步兵, 1000, 装甲战熊, 1500。 这些都是沈林现在拥有的兵种, 其中动员兵, 警犬, 工程师和重装步兵是虚拟兵营自带的四种原生兵种, 喷火兵和装甲战熊则是空头补给箱获取到的特殊兵种, 防暴战士则是军衔提升开放的额外兵种。 此刻, 实体兵营新增的两项兵种排在最下方, 价值贵得吓死人。 火箭飞行兵, 3000, 超时空军团, 7000, 很早, 阿雅就拿来举例的火箭飞行兵终于是开放了, 3000斤, 我低个乖乖, 1万斤也就能建造三个, 超时空军团就更夸张了, 7000斤才能建造一个。 一分钱一分货, 游戏中火箭飞行兵的机动能力无双无对, 而超时空军团更是近乎超能力部队一样, 每个超时空军团的战士都可以通过科技装置自由穿梭空间, 选好弱点就可以瞬间移动过去。 可以说, 这两种兵种绝对值这个价, 但这些顶级兵种是否适合现在的他, 显然是不适合的。 超时空军团再厉害能上天入地, 他也是一个人, 7000斤沈林可以建造70个动员兵战士, 火力足以镇压万人规模的丧尸, 超时空军团肯定做不到这一点。 这些顶级兵种是需要等到沈林的势力成型, 到了后期根本不缺钱才会成小队建造的稀有单位, 未来他们一定会派上大用场, 但现在华尔不实。 兵营的建造开放了两个新兵种, 战车工厂的建造同样开放了两种全新载具。 说全新也不太恰当, 因为这些都是红井原生单位, 只是之前没开放而已。 载具列表价格由低到高分别是, 装甲运输车600多功能步兵车900灰熊坦克1200犀牛坦克1800V3火箭发射车4000天骑坦克1000000。 前四种最先开放的载具除了犀牛坦克, 其他三种沈林全都建造过了, 犀牛坦克的适应性不如灰熊坦克, 所以沈林没选择建造。 而新增的两种载具和新增的兵种一样, 一个字,贵。 纯一火力论, V3火箭发射车的威力可称第一, 一轮火箭骑射可以打掉建筑物半血, 天骑坦克也比不上它, 但是V3火箭发射车玩过红井的都知道, 它脆。 伤害高壳也是真脆, 而且机动性奇差无比, 优缺点都十分鲜明。 天骑坦克就不用说了, 陆战之王, 真能养出一个三星天骑坦克红井地图都可以横着走, 你已经无敌了。 180毫米口径的主炮有两门, 超后装甲可以轻松抵御中型坦克的穿甲炮弹, 作为超重型坦克, 机动性也是天骑坦克的一大弱项, 但没有V3火箭车那么明显。 基础寺建筑中, 兵营和战车工厂都有了, 船务短时间内不会建造, 西北地区不靠江不靠海, 没船务生存的空间。 空纸不肯定是要建的, 但不急于一时, 现在粮食都没有档平, 也不是很需要飞行单位。 基础建筑外, 沈林只打算建造一个雷达, 还有珠如盒子反应炉, 矿石精炼厂, 维修工厂以及作战实验室什么的价格高昂, 那些功能沈林暂时也不需要, 建一个雷达就好了。 虚拟雷达的监测范围是方圆5000米, 实体雷达就将范围扩大了10倍, 足足5万米。 半个城区都在雷达的检测范围内。 而且, 战士们可以通过雷达信息网实施沟通, 再也不用担心, 出现昨夜广播大楼被狮群攻击沈林, 却一无所知那种情况, 现在只要在方圆5万米内, 无论发生任何情况, 沈林都可以通过雷达监测到。 这一趟一共消费7200斤, 系统余额又跌落回四位数。 花钱的感觉当时是爽得不行, 事后却感到一阵空虚, 有点像某些男人女人都爱做的事。 建筑要等到明天才能修建完成, 沈林又在工地观察了一会, 准备回去休息了。 临行时, 负责保护工地安全的动员兵王腾, 找到沈林。 长官, 今天中午的时候, 放哨的战士发现有人在暗中偷窥基地, 那个人很警觉, 我们刚发现他就跑了。 是不是金城豪院的人? 附近只有一个幸存者聚集地就是金城豪院, 而且昨天还闹得不欢而散, 沈林怀疑他们也在情理之中。 无法判断, 他是往相反的方向逃走, 当然也有可能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迷惑我们。 沈林微微眯起眼睛, 不用管他, 等明天雷达建好, 届时再有人试图窥探基地, 可以通过雷达找到他的位置, 将他捉拿。 明白。 第47章, 夜席。 梁市东南方向石屋里处, 有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这里绿水环绕青山延年, 远离喧闹繁华的城市。 青山监狱就坐落在此地。 地方偏僻, 监狱人可不少, 青山监狱是粮食最大的监狱, 最多的时候关押罪犯超过3000。 病毒爆发的时候, 越狭小的环境越密集的人群就越危险, 但青山监狱是个例外。 原因一想就能明白, 监狱里关押的多是抵抗力强的青壮年男子。 病毒爆发最危险的初期, 只有不足一程的人转化为丧尸, 被预警轻易镇压, 尸体清理出去。 但是, 乱世的景象已经显现, 看守监狱的狱警们担心家人安全, 都想回家看看家里情况如何, 一时间争论不止。 监狱长是个有原则的人, 外面再怎么乱他们这里不能乱, 狱警要是都走了, 谁还看守这几千号如狼似虎的犯人。 这些囚犯要是跑出去, 祸害的是整个粮食。 他强令狱警不许回家, 加强看守, 同时取消了每日放风。 狱警是留下了, 可也埋下了隐患。 当晚就有一名心怀不满的狱警和监狱中的犯人达成约定, 趁着夜色将犯人放了出来。 巧言令色匡骗狱警利用他打开潘多拉磨盒的正式在粮食爬窃圈子里颇有声望, 绰号鬼狐的罗一珍。 鬼是说他出手如鬼魅, 能由锅里捞铜钱, 手指尖夹着一个小刀片, 一秒钟之内就能划开一兜掏出钱包, 无人能察觉。 最猖獗的时候, 一趟列车上有十几个人钱包失件, 全是他下得手。 胡则是说他心思诡诈如胡, 计谋百出。 正是他巧妙利用了狱警归心四箭, 对监狱长怀有怨恨的心理, 答应帮他合理将监狱长赶下台, 然后放他回家, 诱骗他开门。 门开之后, 一切可就由不得狱警了, 鬼狐当即配合狱友将狱警勒死, 夺取他的钥匙, 打开了所有牢房的大门。 至此, 监狱的天就算变了, 囚犯的人数远远超过狱警, 不愿屈服的狱警们被残忍杀死, 监狱长也在对抗疯狂的囚犯时, 殉职身亡。 监管的官方力量被抹除, 监狱成了罪犯们的天堂, 曾经恨之入骨的监狱高墙, 此刻成了保护他们安全的屏障。 一手谋划叛乱的罗伊珍和赤手空拳, 杀死16名狱警, 击杀监狱长的进化者何天保, 被囚犯们推为首领。 半月以来, 罗伊珍出谋划策, 何天保带队执行, 兵不屑任拿下了同样有幸存者聚集的食品加工厂 以及五道村养殖场等地, 获得了充足的食物和补给, 在囚犯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 能被关进监狱里的, 不说全部吧, 九成都是从骨子里烂透了的坏人, 在丧失控制的区域掠夺资源, 怎么比得上直接抢其他的幸存者聚集地来的安全? 这一日, 打探消息的探子回来, 脸色惨白, 找到罗伊珍。 罗伊珍此时一脚踩在凳子上, 嘴里叼着根香烟, 在桌子上和几个狐朋狗友推牌酒, 玩得兴起, 抓过眼神空洞, 头发散乱的女人按在牌桌上, 滚烫的烟头点在女人雪白的肩膀。 疼痛让她从恍惚中回过神来, 瞳孔里满是恐惧和屈辱, 泪水一瞬间流淌下来。 罗伊珍见状发出几声怪笑, 当着众人的面一点也不避讳, 身子压了上去。 哎哟, 老刘回来了, 今天打探到新的幸存者聚集地了吗? 说话这人叫刘静, 罗伊珍的心腹, 看着老大, 搞女人, 羡慕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这娘们是上次打食品加工厂的时候抢来的, 赵九一直渴望着能打下一座幸存者营地, 大肆劫掠一番, 也带回来个女人给她暖被窝。 倒是发现了一处, 不过有点棘手。 探子赵九凝重道, 怎么个棘手法, 说来听听。 罗伊珍停下来, 正是重要。 我今天沿着东河走了十里左右, 看见有一群工人正在修筑围墙, 好像是要在这里修建避难所, 工人有一百多号人, 都是精壮汉子。 哼, 才一百多, 咱们这足足有两千人。 刘静冷笑一声, 要光是这样就好了, 那里还有军人, 个个有枪, 有丧尸靠近就一枪打死, 枪法准得很。 眼睛也很毒, 我隔着几百米偷偷观察都被发现了, 他们看我不是丧尸就没开枪, 追不上我放我跑了, 要不然今天我够枪能回来。 现在说起来, 赵九心脏都狂跳不止, 这是他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有多少军人? 罗伊珍表情也严肃起来, 这事儿必须得重视, 青山监狱距离军人修建的营地不远, 得知到这伙邻居的底细。 肯定超过十人, 没看得太清楚我就被发现了。 你去通知天宝哥过来, 我有事找他商量。 罗伊珍眼珠转了两圈, 记上心头。 时间慢慢流逝, 天色渐晚, 青山监狱的铁闸门缓缓拉开, 四猛虎出闸, 两百来人拎着砍刀铁棍的罪犯, 骑着摩托趁着夜色前往军事基地方向。 罗伊珍站在哨塔, 看着车队消失在视野里, 脸上微微露出笑容。 在确定军事基地有军人镇守, 罗伊珍就知道不能和他们起正面冲突, 军人有枪, 他们没有, 一旦正面冲突必是溃败的下场, 只有趁机偷袭才有胜算。 偷袭也得讲究策略, 罗伊珍让骑手每人带一桶汽油, 趁夜泼在还没有建造完成的建筑上, 然后一把火毁了这个基地。 理想的结果自然是基地毁人亡, 把所有人都一把火烧死在基地中, 能趁机抢夺几支枪来那是最好的。 就算没能烧死那些军人也无所谓, 只要把他们的基地毁了, 让他们的心血复制东流, 将军人从这片土地赶走即可。 在罗伊珍看来, 此际必能建功, 不存在失败的可能。 夜色是突袭对天然的掩护, 到地方就趁黑颇油, 然后点火就跑, 能有什么难度。 然后, 剩下的人都埋伏在河边, 等他们取水救火的时候, 再出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届时豪虎难敌群狼, 鹤枪实弹的军人 也挡不住汗不畏死的罪犯。 此时, 沈林已经回到防空洞避难所, 和家人在一起吃晚饭。 妹妹沈田很快吃完去喂大熊, 母亲在刷碗, 老爹抽着烟和沈林聊白天营地上的事。 一切都是那么安宁祥和, 沈林还没察觉到, 针对新基地的阴云 已经笼罩在东郊上宫。 第四十八章, 急速之缘。 王腾是个宽厚的人, 从不争抢, 用现在的话来讲教佛系。 他也是长官麾下第一批动员兵, 曾陪伴沈林度过最艰难的那段时光, 就因为比张龙照虎晚出现一个小时, 受到的重视远不如张龙照虎他也从不介意。 能拥有第二次生命, 为英明仁德的长官效力, 为人类生死存亡而战这一宏伟目标, 王腾已经知足了。 再说, 长官对他一点也不差, 将守卫魏建成新基地这一任务交托给他 已经证明了长官对他的信任。 实体建筑即将建造完毕, 新基地也有了雏形, 在长官的带领下,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望着即将建成的兵营, 战车工厂, 王腾脸上渐渐露出笑意, 天已经黑了, 王腾依旧镇守在这里, 这些实体建筑是长官耗费了许多资源建造的, 不容有失。 忽然, 宁静的夜色中景铃声大作, 枪声也随之响起, 出事了! 王腾的眼神一下变得锐利, 不见面目的系统工人们不为所动, 继续完成建筑。 怎么回事? 王腾盲问向他跑来的动员兵战士, 忠视, 我们被包围了。 包围? 王腾面露惊荣。 刚才有战士在巡逻的时候, 发现黑暗中有东西在动, 本以为是丧尸, 打开手电一看, 才发现是一个个人正在朝围墙泼汽油。 就在战士解释的功夫, 大火已经冲天而起, 刹那间点亮了漆黑夜空。 从上空往下望, 火焰成员环状将基地完全封锁在内。 我们该怎么办? 战士呼吸急促, 水火无情, 想到所有战士都有可能葬身火海的结果, 他已经心如乱麻, 无法思考。 你立刻带几名战士去保护好工程师, 协助一起安抚工人, 我们不能自乱阵脚。 通知其他人来这里集结, 外部围墙被烧毁已成定局, 火势太大就不了了, 保证建筑的安全是我们唯一能做的。 那, 火烧到这里该怎么办? 我已经做好了训职的准备。 王腾毅然道, 画壁, 一时沉默。 王腾坚如钢铁的不屈抑制感染了战士, 他不再慌乱, 朝着王腾进了一个军礼, 带领几名战士前往工棚安抚工人们的情绪。 爆裂的火焰疯狂肆虐, 在汽油的催化下无物不然, 脚手架被烧得轰然崩塌, 火焰再逐渐向内推进。 王腾带领战士们端着钢枪, 守卫在还没完成的实体建筑前, 以血肉铸成城墙。 所有人都不发一语, 瞳孔倒映火焰, 沉默得像是一尊雕像。 与这里的寂静截然相反, 工棚那边已经快闹翻天了, 火焰燃烧, 热浪滚滚, 急剧上升的高温让人们丧失了理智, 有人想要救火, 有人想着趁乱逃出火海, 争论得脸红脖子粗, 工程师试图安抚完全无效, 气氛越来越疯狂, 已经快要形成暴乱的雏形。 终于, 在不可挽回之前, 战士们及时赶到, 朝天空放了几枪, 刺耳的枪声中断了无休止的争吵, 之前和王腾对话的年轻动员兵理想大吼道, 所有人都给我闭嘴。 火烧不到这里来, 外面放火的暴徒很快就会被镇压, 相信军队, 我们会保证大家的安全。 放你娘的屁, 火都他妈烧到家门口了, 还想着糊弄人, 赶紧让开道路, 放我们出去。 热血上头, 有工人做出了不理智的选择, 毫不客气地回对战士。 世上多的是微微而不怀德的小人, 看来是长官对他们太好了, 敢登鼻子上脸。 理想的脸色逐渐冷漠下来, 对着咆哮的暴鸣, 开了一枪, 穿膛而出子弹从他耳边划过, 子弹的高温在他耳朵上 啄出深红色的烫伤, 身体上的疼痛被心灵上的恐惧完全镇压, 跳出来当出头鸟的工人被吓傻了, 冷冷站在原地一动不敢动, 服从指挥, 危急时刻谁在散布恐慌, 立即枪决。 乱世用重点, 内部人爆发的动乱更甚于肆虐的火焰, 起码一时半会火烧不到这里来。 然而, 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火势扩大蔓延, 暴徒持续不断向里面泼洒汽油, 战士们隔着火焰大幕朝着外面开枪, 在完全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下, 枪械也失去了威力, 没有伤到一个人, 反而暴露了自身的弱点。 外面的暴徒开始嗷嗷吼叫起来, 像是在故意挑衅, 希望长官能及早发现不对, 派兵来支援吧。 动员兵战士火箱内扩散的火浪 逼得缓慢后退, 脑中只有这一个念头, 如今的局面光凭他们根本无法解决, 火焰熊熊燃烧, 外面还不知道藏了多少暴徒, 像是饥饿的猎狗一样, 等待狮子露出衰弱的一面, 就恶狠狠地扑上来。 距离沈林离开东郊已经过了五个小时, 那些不见面目, 烈火肆虐也视若无睹, 仿佛天塌地线都无法让他们多看一眼, 全部心思都扑在工程上的工人们, 此时如潮水褪去般走入黑暗中消失不见, 建筑终于建造完成了。 此刻, 已是晚上七点半, 文明时代负面, 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很大转变, 七点多钟, 放在以前正是美好夜生活的开始, 夏天时候, 三五好友聚在一起撸串喝酒, 天气凉了, 不爱出门就躲在家里闷头刷具, 放学下班这段, 可以由自己独立支配的时间总是有无数的事情可做, 但这一切随着末世到来宣告休止, 在资源紧张, 连活着都耗尽全部力气的幸存者, 天一黑就早早睡觉, 攒下足够的体力去应对明天全然未知的生活, 仿佛又回到了日出而坐日落而息的农耕时代, 沈林也是如此, 往常七八点钟就睡下了, 可今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心绪不宁, 睡不着觉, 总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披上大衣出门散散心, 正看到张龙在门口站岗, 沈林笑道, 你都是英雄单位了, 放哨职业这事就不能交给别人来做, 这不是屈才了吗? 张龙黑黑憨笑, 长官您就别取笑我了, 什么英雄不英雄的, 我在厉害也是您手下的兵, 保护长官的安全就是我贯彻一生的事业, 马屁拍得不错, 笑骂一句, 沈林神情变得惊喜, 系统发来提示, 实体建筑终于建造完成了, 现在他建造单位再也没有冷却时间了, 急造急用, 方便得很, 而且最重要的是雷达终于开放了, 他人在家中坐就能看到方圆几十里的情况, 这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太好了, 沈林当即打开全新的雷达界面, 将目光放在东郊方向想看看那边情况, 然后瞬间, 他脸色变得难看无比, 长官, 怎么了? 张龙敏锐察觉到沈林神情变化, 东郊遇袭, 沈林从牙缝里吐出这四个字, 东郊基地方向, 上百黄色敌意单位将他的部队和工人们困在基地之中, 沈林不知道具体情况, 但他的精锐战士竟然被逼得动弹不得, 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 全军集结, 援救东郊, 沈林的一声号令扰乱了宁静的防空洞避难所, 防空洞内的居民偷偷观察迅速集结的战士, 走出仓库的装甲战雄, 以及启动的坦克趁着夜色驶离营地, 纷纷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路上, 沈林就通过雷达覆盖范围内可以通过对讲及自由交谈的能力, 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沈林毫不犹豫, 直接进入系统界面选择建造, 余额飞速消耗, 东郊基地的战车工厂缓缓使出两辆灰雄坦克, 兵营中走出两名重装步兵和二十名动员兵战士, 实体建筑建造无CD强悍之处, 展露无遗, 东郊营地瞬间战力翻了几倍, 沈林对新单位的命令只有一个, 将所有冒犯天威的暴徒全部消灭, 坦克横冲直撞穿破火海, 火箭炮都炸不穿的外部装甲还怕区区火焰, 履带碾出一条安全道路, 重装步兵和动员兵紧随其后, 外面还拎着汽油桶得意地朝着基地里泼洒汽油的暴徒, 看着无视火焰闯出的钢铁巨兽整个人是猛逼的状态。 为什么这里有坦克? 暴躁的进化者和天宝捏着探子赵九的喉咙将他拎起来愤怒地质问, 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 赵九不会已经投靠军队故意引他们入府吧。 事与不是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在坦克现身的一刹那, 所有人的结局都已经注定, 周围是广阔的大平原, 逃跑的结果就是被士兵当靶子被打死, 而交战那就不用谈了, 一群拿着骗刀铁棒的罪犯和穿着重型防弹衣拿着轻机枪的战士对抗。 何况周围还有坦克, 几个富于顽抗地被当场枪毙之后, 其他的暴徒很快认清现实, 纷纷跪在地上双手抱头。 动作无比熟练, 毕竟他们都有过被逮捕的经验。 第49章 审判 不是每个人都心甘情愿被逮捕, 何天宝直接捏碎了赵九的喉咙, 鼻孔大大扩张, 脸上的表情如同一头疯狂嗜血的野兽。 从我成为进化者的那一刻, 开始我就发誓没人能再禁锢我, 你们也不例外。 寒冷的秋叶, 何天宝鼻子里喷出两股热气, 像愤怒的公牛一样开始冲锋, 速度不快, 却给人一种势不可挡的感觉, 这是装甲战雄冲锋的时候才有的情况。 立刻投降, 赋于顽抗者一律击毙。 王腾的警告没有任何作用, 何天宝气势如虹。 劝阻无效, 何天宝一心寻死王腾也就不客气了, 枪口喷出火蛇, 每一颗子弹都直备要害。 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子弹打在他的脑袋上, 从头皮划出一条深刻伤痕, 裸露出反射金属光芒的头骨, 子弹只在他的头骨上, 只留下淡淡擦痕。 怪不得他有这样的底气, 他有一身钢筋铁骨, 不是夸张, 物理意义上的钢筋铁骨。 要知道, 这可不是好几枪才能打死人的小口径手枪, 这是一块青石板都能瞬间打穿的现代自动步枪, 血肉之躯在步枪面前就像豆腐一样脆弱。 何天宝却能抵挡步枪子弹, 他的能力在进化者之中都算最顶尖的了。 自持有一身钢筋铁骨, 胆大妄为的何天宝冲击严密防守的军阵, 他甚至想要凭借一己之力力挽狂澜。 对此战士们惊讶了一秒, 一秒钟之后, 何天宝死了。 他这完全是找死行为, 子弹打不穿他的骨头, 但人的身体不全是由骨头构成的, 战士们一同开火, 一瞬间足以消灭小骨失权的子弹风暴, 直接把他打成筛子, 心脏碎裂, 有头骨保护的大脑, 也被震荡地像一碗摔碎的豆花。 所向无敌的首领和天宝战死, 其他暴徒的胆都要被吓裂开, 老老实实抱头蹲下, 不敢诈刺。 然而, 战士们半天都没有把他们怎么样, 有胆大的暴徒询问战士要怎么处置他们。 动员兵战士诚实回答, 等我们长官到了让他来决定你们的下场。 这一句话让暴徒彻底绝望, 原来这些士兵啊, 坦克什么的还不是军队的全部力量, 他们的主力部队根本不在。 暴徒们恨死了暴信的赵九和出主意的鬼胡萝一针, 根本就没摸清楚情况瞎却八报信, 罗一针也是他妈蠢蛋一个, 真信了赵九的鬼话, 可把我们害苦了。 正在赶往事发地点的沈林密切关注基地的情况, 听到传呼机里, 王腾传来劫报, 他终于放松下来, 靠在座椅上揉着眉心。 二十分钟的功夫, 沈林终于赶到, 从坦克上跳下来, 他看到的是满目疮痍, 火已经被扑灭了, 浓重的烟泪还消散不去, 脚手架垮他, 夯实的地基被烧得漆黑焦脆还冒着热气, 还好战士和工人们没有伤亡, 刚修建好的实体建筑也保住了。 就是他们是吧? 沈林密切眼睛扫了暴头蹲了一地的暴徒。 没错, 长官。 王腾答道, 暴徒们心里一颤, 知道宣判他们命运的人来了。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谁一五一时把这件事的起因交代清楚, 我不杀他。 沈林淡淡道, 言外之意就是不交代的全都要死呗, 暴徒们不敢有丝毫隐瞒, 七嘴八舌讲述。 一个一个说, 你先来。 乱糟糟的什么也听不出清楚, 想人群开了一枪打在空地上震住他们, 沈林直接点了一个情绪最冷静的。 长官, 我叫钱默, 青山监狱的囚犯, 进监狱的原因是我媳妇和邻居偷情, 我一时冲动把邻居打得重伤, 被判了三年。 我们这些人都是青山监狱的囚犯, 灾难爆发之后, 囚犯里很有威望的罗伊珍和何天堡 带领我们推翻了监狱长, 把狱警全都杀了, 占领青山监狱自己当家做主。 期间, 我就是凑数的, 我发誓我没有杀过一个狱警, 说一句谎话天打五雷轰。 占领监狱之后吧, 罗伊珍和何天堡带着我们打家结社。 先是派人出去打探消息, 找到幸存者聚集地就汇报, 然后带人前去劫掠, 今天下午出去打探消息的赵九 查到了您这里的情况, 就回去汇报。 罗伊珍点了我们这些人, 带着汽油来放火烧基地, 之后发生的事您都知道了, 我们这帮乌合之众那是贵君的对手。 囚徒钱莫先把自己摘了出去, 装成一副无辜的样子, 然后把事情真相全都说出来, 这他不敢扯谎。 长官您别信他的, 钱莫这王八独自最坏, 打马家到口的时候看上了一个娘们, 就把他老公杀了, 把人抢走, 没几天就给祸害死了。 卧槽你马, 理财你少血口喷人。 钱莫眼睛瞪得溜圆, 杀气四溢, 不等他发作, 暂时立刻上去将他控制住。 你们继续检举, 谁要是知情不报故意隐瞒, 等到查清的时候和罪犯同罪处理。 不用挑拨他们自己就内讧了, 沈林直接让他们互相检举。 事情的起因他们说的都大致相似, 不会有错了, 今天下午, 战士们发现的那个人就是已经被杀死的探子赵九, 他倒没有错估形势, 罗依珍的计划也很合理, 只是他们都想不到沈林可以通过远距离知道这里的情况, 直接在兵营和战车工厂来建造兵种扭转战局。 最后, 他们互相攀咬的结果就是, 这里面没一个好人, 想来也是, 监狱里足足有两千多人, 为什么偏偏就选了这一百人出来,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坏得冒烟的真罪犯。 沈林当即下令, 将钱墨在内的十几个杀过人的凶犯当场处决, 枪想过后, 其他的罪犯都被吓得脸色苍白。 沈林道, 光是攻击军事基地这一条罪过就够关你们十年了, 不过让你们吃牢饭简直太便宜你们了, 基地是你们烧的, 接下来的一周之内, 你们全都要在这里做苦力, 每天只有一顿饭, 一周之内, 如果基地建不好, 所有人全都死, 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 如果你们完成建造, 我就破例放了你们。 王腾, 好好看住他们, 谁敢跑就开枪。 无人反对, 不少罪犯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这是最好的结果了, 靠劳动削减罪行, 这不就和劳改表现好的可以减刑一样吗? 将这边的事处理完, 沈林再次登上坦克, 今夜大军出动可还没见过穴呢, 就在今晚, 拔除青山监狱这个毒瘤。 青山监狱中, 罗一真遥望着远处, 兴起的火光渐渐灭掉露出了笑容, 看来和天保他们是得手了。 跟班刘静吹捧道, 还以为军人有多厉害, 在罗老大的计策下还不是乖乖受死。 说的是啊, 有罗老大在, 我们的日子比以前还滋润, 以后会越来越好。 马匹生接连不断, 罗一真越发得意起来, 放在以前, 他不过是社会底层的一个小流氓, 就算一手偷窃的本事, 放眼粮食都难逢敌手, 也没有人会来溜絮他, 现在他凭借自己的头脑什么都有了, 这样的乱世, 他是越来越适应了。 车辆行进的声音渐渐驶来, 天保哥他们回来了, 开闸门。 刘静兴奋高呼道, 罗一真的脸色却有些变化, 别开, 这声音不对劲。 他脚步匆匆来到控制室, 操纵探照灯朝着路面上照射过去, 强光映照出路上景象, 他脸当场就白了, 却见三辆坦克朝着监狱驶来, 身后还跟着数辆装甲车。 完了, 全TM完了。 罗一真身后的几个喽啰, 更是吓得瘫倒在地, 这回捅了马蜂窝了, 不是和天保回来了, 是军人们找上门来了。 而且最惨的是, 监狱为了防止越狱的可能, 除了正门根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离开, 他们全都被堵死在监狱里了。 三辆坦克停靠在门前, 几轮骑射就可以将监狱彻底摧毁, 85毫米口径的坦克炮威胁下没人刚妄动。 人立起来超过四米, 进阶到一星的装甲战雄挥动着运有万军之力的巴掌拍下来, 监狱的铁门被直接轰飞, 飞行了十几米重重落在地上, 烟尘滚滚。 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挺进监狱, 枪声响了一会, 将试图抵抗的死硬分子被清除, 局面完全控制住, 沈林在张龙等人的保护下走入监狱, 审判一致。 第五十章, 一周, 涌道中横尘几具尸首, 战士们分立两侧, 沈林像是监狱的主人一样昂首阔步走进来。 之前众星捧月, 被马屁鲸包围的主角 罗一臻此刻缩在人群里, 不敢作声, 把存在感降为零。 然而, 他想躲藏也没用, 沈林已经打听清楚情况, 空有蛮力的何天堡 只是罗一臻手里的一把刀, 最该死的正是握刀的人。 谁叫罗一臻? 沈林声音微言道, 罗一臻当然不会主动跳出来, 心里默默祈祷, 其他人一定不要出卖他, 背后却忽然有人推了他一下, 他跌撞出人群, 暴露在士兵们的枪口下。 长官, 我, 把他带走。 沈林不给他任何诡辩的机会, 直接让士兵将他带下去, 他的下场不言而喻。 罗一臻是聪明人, 见到沈林如此果决, 他就知道不可能有半点机会, 其他人或许能逃得一劫, 他是必死无疑, 身体里全部的力气被抽空, 如同等待实施死刑的犯人, 行尸走肉一样被拖下去。 此刻, 一个难题摆在沈林面前, 监狱里还有两千多人, 这里面有好有坏, 一刀切肯定不行, 搞什么内部互相举报也很麻烦, 两千多人这得举报到什么时候去, 沈林决定抓几个典型出来杀鸡警猴, 然后派兵管制。 一番手段施展下来, 青山监狱的犯人静若寒蝉, 感觉又回到了成为囚犯被管制的生活。 青山监狱还是有不错发展潜力的, 监狱外墙就是天然围墙, 里面两千多精壮男子在人手稀缺的末世 肯定能派上用场, 但这一切都有个前提, 得先磨一磨这些罪犯的性子, 将其中的恶人挑出来, 留下还有改造空间的犯人。 这是一个长期计划, 一天两天是办不成的, 要将这件事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 得留下一个可靠的军官监管。 沈林心中已有人选, 就让建造的第二个重装步兵, 目前已经二星的张磊管理青山监狱, 老同学陈世荣协同辅佐, 并留下一辆灰雄坦克, 一辆装甲运输车, 三十名动员兵战士, 两名重装步兵, 一名防暴战士和一只警犬, 作为驻扎在青山监狱的武装力量。 青山监狱距离军事基地只有十几里路, 可以作为基地的外部屏障, 一旦再出现基地被围攻的情况, 青山监狱分基地也可以立刻发兵支援内外夹击, 两处成脊脚之势。 用人自当不移, 有意将青山监狱打造成分支的的沈林, 将青山监狱的管理权权交给张雷和陈世荣, 确认罪魁祸首罗一真死去, 沈林便带队回防空洞。 折腾了一宿, 沈林闭上眼睛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没睡上几个小时就被生物中唤醒, 晨练时候困得只打哈欠, 战士们的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不过这几天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军事行动, 也不影响。 最近一段时间, 沈林都在操心东郊基地的事, 没有制定战略计划, 求稳为主, 等到东郊基地落成, 居民全部迁移完毕, 沈林将正式开始向市中心用兵, 收复粮食。 这是一个艰巨且宏伟的计划, 不是一两个月能做成的。 接下来一周的时间内, 沈林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 彻底扫平防空洞通往东郊路上的丧尸, 确保居民迁移时, 这条路线不会受到丧尸袭击。 第二件, 沈林通过雷达扫描, 发现在东郊基地附近周边, 还有三十余个小型的幸存者营地, 比青山监狱规模小多了。 她挨个走访, 和大部分基地都建立了联系, 建设了私人电台并留下传呼机, 如果遇到无法抵抗的丧尸攻击, 可以向东郊总部基地求援。 总是有人把沈林的一番好意, 当成想要谋害他们, 拒绝和东郊基地建立联系。 对此, 沈林表示无所谓, 沈林又没求着他们, 懂是听话的, 沈林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也不费她什么力气, 不听话的那就随她去, 路是自己选的, 好坏都得自己担着, 沈林不会管他们。 东郊基地建设很快, 沈林又征召了两百名工人, 建造十名工程师, 再加上一群想要赎罪的苦力囚犯 没日没夜地干, 终于在一周时间内, 东郊营地正式建成。 城墙高耸, 二层连排房临次致笔, 就是外观粗糙没有精细修饰, 房屋的坚固性是得到工程师认证的。 庆祝基地建成, 当夜举行篝火晚会, 这处基地蕴含了所有人的心血, 这就是他们未来的家, 晚会上每个人脸上都是笑容洋溢。 囚犯也是如此, 每天的高强度劳动让他们分不出心思想别的, 感觉真的实现了自我救赎, 围着篝火饮酒欢歌, 不由得泪流满面。 沈林见状不住点头, 这些人还没有烂透, 真正罪无可恕的早就被处决了, 留下的帮凶通过这段时间的 她是勤恳的劳动改造, 在沈林的心里已经得到了认同。 一周之内, 沈林没怎么费心思搜刮金银, 通过和其他幸存者营地的物资交易, 以及广播电台以及青山监狱游击练兵, 还有主力部队这几天猎杀丧尸的收益全部汇总, 沈林的系统金额又回到了五位数。 一有钱沈林救手养, 而且明天就要迁移居民了, 扩充部队很有必要。 同时也要建造一些防御设施, 毕竟这里是主基地, 许多珍贵的实体建筑都留在这里, 安全问题一定要加倍重视, 绝不能让一周前夜席的事件再次发生。 光棱塔性价比不高, 沈林不选择建造, 正门左右两侧建造四个机枪碉堡, 城墙上布设防空炮台, 以及哨塔炮楼等非系统建筑 也在工程师的指导下建造完成, 就着防御设施, 等嫌万人规模的狮群赶来冒犯都不会战事出马, 就会被防御设施全部消灭掉。 作为工程总指挥, 沈林最早建造的工程师成亮 也终于通过建造累积的经验值到达三星, 只需要消耗六张英雄之证就能晋升英雄级单位, 科学家, 并可以由沈林选择科研方向。 但成亮的排队在颜坤, 陈宇豪后面, 沈林之前答应过他们, 英雄之证凑够之后优先他们两人晋升。 这几天没有发起大型战役, 只有通过雷达发现一个落单的进化丧尸派装甲战雄配合坦克部队, 过去轻易干掉收获了一张英雄之证, 当前英雄之证的数量为三。 防御设施建造完毕, 沈林又对军队进行了扩充, 将一万两千斤全部消耗完毕后, 沈林目前队伍结构组成如下。 动员兵153人, 其中一星动员兵69人, 二星动员兵15人, 三星动员兵2人, 英雄级动员兵1人。 警犬9只, 两星警犬1只, 一星警犬3只。 防暴部队10人, 其中4人为一星。 喷火兵2人, 皆为三星, 毕竟喷火兵升星太容易了。 但最先建造出来的喷火兵, 严坤喷射火焰的威力和控制力, 都要超过后建造出的喷火兵, 两者的天赋差距若言可见。 重装步兵也是同理, 一共6名重装步兵, 两人三星, 其余皆为两星, 陈宇豪要强于同为三星重装步兵的青山监狱掌管者, 张磊。 装甲战雄经过一周的密集战斗, 也已经升到了两星, 他的战力很高, 但杀戮的速度比不上使用重武器的重装步兵和喷火兵。 再具方面, 沈林拥有灰熊坦克10辆, 犀牛坦克1辆, 多功能步兵车3辆, 装甲运输车15辆。 犀牛坦克的获得很有趣, 它并不是沈林建造的, 而是拾取补给箱开出来的, 可能是艾雅看到沈林独宠灰熊坦克有些不太高兴, 发给沈林一台犀牛坦克让他感受一下威力。 确实, 犀牛坦克比灰熊坦克要大一圈, 坦克炮的口径也比灰熊坦克更大, 不过沈林还是更喜欢灵活的清醒坦克。 晚会结束, 沈林躺在东郊基地独栋指挥官府邸的床上, 思考着明天, 明天是最重要的一天, 一周的努力就为了这一天, 希望不会出什么差错吧。 第五十一章 降温 最近几天气温逐渐降低, 在今天达到了一个最低点, 水杯里的水表面冻结一层冰片, 沈林披上大衣走到窗边, 对着窗户喝了口气, 水汽喷在玻璃窗上凝结成片片双花。 气温降得太夸张了, 龙冬时分也不过如此, 灾年啊。 沈林摇摇头, 凯探道, 居民的日子越发难过了, 南北方的冬天是不同的, 常有人说南方的寒冷是魔法伤害, 北方的冷是物理伤害, 物理伤害只停留在表面, 而魔法伤害却沁入骨髓。 这句话有道理, 但却并不属实。 南方的冬天的确很冷, 那种湿冷冷起来, 穿着羽绒服都能把人冻成狗, 可再冷不至于将人冻死, 北方的干冷冷起来是要人命的。 沈林小时候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新闻, 冬夜一醉汗醉倒路边, 第二天一早行人发现的时候, 已经成为一具僵硬的动尸。 包括最近几年这种事也不稀奇, 还有贪玩的小还没戴帽子, 出门顶着寒风玩了几个小时, 把耳朵冻坏死了, 变黑死去再到脱落, 这一不可逆的过程会在几天内完成。 在没有集中供暖的时代, 苞米杆、木柴和梅是家家户户 过冬必须的战略储备, 如果储备不够一家人都要受冻, 甚至可能会冻死。 这种事很罕见, 但也不是没发生过。 今年降温来得快而迅猛, 沈林提前预感到要降温的时候 就带兵去商场搜刮了大批冬衣发放, 包括青山监狱也分到了几千件冬衣, 东郊基地的暖气管道也在火热架设中, 沈林会保证基地中所有人吃饱穿暖。 可撒落在城市的零星幸存者, 这个冬天会有很多人熬不过去。 冬天到了,防寒军装现已发放, 全军已经更换完毕, 指挥官大人也要保重身体哦。 阿雅暖心的声音适时响起, 沈林转头望, 衣架上挂着一套崭新的冬季军装。 沈林更换了全新的军装, 军装后时不显臃肿, 内衬还缝着网状的防弹夹层, 穿上去温暖舒适, 安全性也有足够的保障。 嘴角一出淡淡微笑, 沈林道, 谢谢你, 阿雅。 不用客气, 为指挥官大人服务阿雅化尾的语气, 又开始俏皮地上扬, 听到表扬明明已是满心兴奋, 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可爱极了。 走出门去, 军营中战士们也穿上了全新的军装, 旁边战车工厂中, 战士们正在为装甲运输车更换雪地防滑轮胎, 很多是不需要沈林特意去说, 战士们自己就做了。 为了应付冬天行动会造成更强的体力消耗, 早上食堂准备了冰糖红枣粥, 虾仁馄饨, 葱油饼配牛杂汤, 酒足饭饱, 战士们陆续登车, 前往防空洞方向迁移居民。 现在再聚多了, 沈林不用和战士挤在一辆装甲车里, 都是单独乘坐一辆装甲车, 今天有些不同, 得知迁移消息从青山监狱赶过来凑热闹的陈世荣和沈林坐一辆车。 青山监狱那边情况如何? 有几天没去青山监狱视察了, 沈林询问道, 还是老样子, 战士爱岗敬业, 囚犯老老实实。 哦, 对了, 这是这几天战士们狙击小规模师权的缴获, 张雷哥让我带来交给你。 陈世荣递过来一包金银, 沈林自然不会当着别人的面收入系统, 随手放到一旁。 大林, 你很喜欢收藏金银珠宝。 对啊, 林诗宇那丫头一直说我是贪婪的巨龙转世, 喜欢亮晶晶的东西, 还说我每天晚上睡觉肯定都是枕着财宝, 我也真不怕个得慌。 沈林玩笑道, 因为系统的缘故, 沈林对贵金属玉石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喜爱, 关于这一点也有很多人猜测原因, 沈林一直都没有正面回答, 也没有人回去追究这件事, 很多人都有独特的体好, 有的人喜欢收集邮票, 有的人喜欢收藏货币, 沈林对财宝展现出了过分的偏爱, 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你要是真喜欢, 我倒是有个好宝贝可以送给你, 绝对大气上当刺。 说来听听, 沈林来了兴致, 去年明达集团的老板六十大寿, 本市的商会众多老板融了一百七十斤黄金, 铸造一条等人高的金龙送给他贺寿, 现在就摆放在集团大厦展览, 你要是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一百七十斤, 沈林倒吸了一口气, 这条线索太有价值了, 一百七十斤黄金铸成的龙雕充值入系统中, 那就是足足八万五千斤, 这是他这辈子都未曾接触过的庞大财富, 不过明达集团在市中心, 等到沈林准备对市中心用兵的时候, 明达集团一定是他必须要去的地点之一。 打开广播, 广播中也在播放东郊基地建成, 并宣告全市的幸存者, 欢迎每一个人入住东郊军事基地, 军方会对居民的人身安全提供全方位的保护。 回归粮食的这十几天, 沈林也做了不少的事情, 将广播电台内入管辖范围, 占领防空洞避难所, 青山监狱, 在东郊落成军事基地, 并与周边的小型幸存者聚落, 结成战略同盟。 沈林已经在市郊地带彻底站稳了脚跟, 当她将市中心也扫荡干净, 在市中心繁华地带建成第二座军事基地, 那么毋庸置疑, 她将成为粮食的主人。 这是沈林正在努力的目标。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当前最主要的是, 要把防空洞避难所的居民迁移到东郊基地, 将人口扩充起来, 有足够的人口才能激活工厂、 农厂和牧场, 初步恢复生产。 来到防空洞避难所, 街道上停着十几辆公共汽车, 等待迁移的居民穿着棉服与绒服, 站在街道上等待护送的军队到来。 沈林在防空洞避难所中 已经建立起了无可比拟的信誉和威望, 最早宣布迁移消息的时候, 居民都是有些抗拒的, 现在则是争先恐后报名, 为了能让辛勤劳作的工人们 能早一天和家人团聚, 第一批千亿的居民多是工人的家属。 妹妹沈田已经和装甲战雄分别了好几天, 此刻军队回归防空洞避难所, 她没有先来问候哥哥, 而是直接跑到车队后面去见大雄了。 沈母和顾子师带着学生 也在第一批千亿的居民中。 胡浩家正在组织居民, 上任不久的体育老师刘武 照顾孩子们登上公交车, 这辆装载孩子们的车辆他亲自开。 林诗宇和柳依依两名娇俏可人, 同时还很能干的小秘书 被沈林直接接到装甲车, 最早跟随沈林的幸存者黄祥 此时已经在东郊基地了, 他是第二批带着工人们 前往基地开工的工头, 他这个工头也就是管束工人, 工程上的是工程师一把抓。 所有人先后登车, 沈林观察了一下雷达, 周围情况一切如常, 宣布开始迁移。 坦克部队打头阵, 前后都有装甲运输车, 将搭乘居民的公交车保护在中央。 你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来, 这句话放在末世格外应景, 为了确保今天首次迁移能顺理完成, 沈林最近几天一直带领战士们 清理通往东郊道路上的丧尸, 来的时候路上零星丧尸都见不到, 可归途的路上, 却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股失群, 数量大概在数千, 沈林已经提前通过雷达发现。 前方路段发现丧尸踪迹, 大家不要慌乱, 我们有坦克, 我们有数之不尽的精锐战士, 请大家静候片刻, 清理掉这部分丧尸, 我们将继续向东郊基地进发。 沈林的声音通过对讲机传到各个公交车里, 曾经的胖车长, 现在管理居民社区的何浩佳立刻忙碌起来, 挨个公交车跑, 安抚群众, 把他曾经跟随部队的经历讲出来, 何浩佳从不怀疑, 丧尸能威胁到这支越来越强盛的军队, 他要做的是把他的信心传递给所有的居民, 让畏惧丧尸如虎的居民们也相信, 丧尸在我们的军队面前不堪一击。 光靠言语无法打动人心, 沈林也决定展示一下军威, 坦克在街道上排开, 狮群刚在街角路面的时候就是一轮骑射轰过去, 煞时间炮击声震耳欲聋, 爆炸掀起的毁灭风暴泯灭一切, 雷达中聚集的狮群红点的规模一下子小了三分之一。 动员兵伸手脚舰, 迅速下车列阵射击, 重装步兵监抗火箭筒, 配合坦克一同炮击, 没到一分钟的时间, 在连天的炮火中失群已经被消灭干净。 留下一车战士打扫战场, 车队继续前进。 车上的群众惊得说不出来话, 他们都是普普通通老百姓, 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 就算电视上电影里见过战争画面, 哪有亲耳听到震天烈地的炮声, 见到湮灭一切的子弹风暴来得更震撼。 没有感情只懂得杀戮的丧尸, 在这支军队面前就像土鸡娃狗被瞬间摧垮, 那是曾经在居民们心中萦绕不去的噩梦, 逃到防空洞的居民都曾亲眼见证人类文明秩序, 在嗜血的丧尸面前不堪一击的场景, 每个人都惊慌逃窜, 顾不了其他。 而此时, 那令他们望而胆寒的梦魇在炮火中化为灰烬, 当他们路过硝烟滚滚, 火焰熊熊, 被炮击的弹坑遍地的路面遍布丧尸残骸时, 心中的骄傲油然而生。 这就是我们的军队, 有这样一支军队保护我们, 丧尸还有何惧? 第五十二章 屠夫 这起突发事件只是迁移途中的一个小插曲, 起到了积极正面的效果, 军队战无不胜的信念植入居民心中。 击溃这股不满万的诗群, 一路上在吴波兰, 车队顺顺利利开回东郊基地, 工人们都聚集在正门迎接家人, 头顶上挂着红色欢迎条服, 新家建成, 家人团聚, 两件喜事凑在一起。 庆祝这一盛事, 也给居民们贴贴标应付即将到来的寒冬, 沈林决定, 中午杀猪载羊, 大摆宴席款待众人。 宴席, 这在资源匮乏的末世是一个无比奢侈的字眼,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对后代他们的年轻长官沈林歌公颂德。 在地下生活了快一个月的居民, 终于能自由地行走在阳光下, 心中的激动和喜悦转化为对沈林的感激, 每个人都知道, 衣食无忧不受丧尸侵扰的生活是沈林带给他们的。 一旦军队撤离, 他们又要过上苦日子, 更怕出现一个胡其伟这样的恶魔残害他们。 在宴席开始之前, 要为居民安排好住房, 除了沈林的官邸是精装修的, 其他人的房屋都一个模子刻出来, 制式, 粗糙, 坚固。 能拥有这样的住宅大家都很满意, 他们满意的当然不是粗陋的房屋, 而是周围高耸的围墙, 士兵出入的兵营和停放坦克的战车工厂, 安全在末世比什么都珍贵。 拿基地里的最简陋的活动板房和外面的独栋别墅去换他们也不换。 外面热闹非凡, 兵营中, 沈林皱着眉头, 关闭了对讲机。 就在两分钟之前, 赵虎发来信息, 从今日凌晨开始, 市区内不断有丧尸在向城外转移, 这种现象很反常。 迁移途中遇到的小谷丧尸并不是意外, 处于某种未知的原因, 丧尸在不断离开市中心区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得到的信息太少, 市中心不在雷达的检测范围内, 沈林对市中心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丧尸越密集的地带, 进化丧尸出现的数量就越多, 或许在这个时候, 市中心已经有二阶进化丧尸, 甚至三阶进化丧尸出现了。 失群异常的动向是不是被智慧型丧尸驱使? 沈林心中朦胧冒出一个猜测, 智慧型丧尸的出现早有苗头, 当初死于火箭炮轰炸的鼠群控制者童佳琪 就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智慧, 并且记得一部分生前的事情, 一心要置沈林于死地。 无论丧尸还是人类在进化上都有一个共同点, 都会对单独某一项能力, 或者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进化, 拥有智慧, 可以控制尸群的丧尸进化部位一定是恼欲。 童佳琪就是粒子, 她的速度和力量都不突出, 防御能力也和普通丧尸一样, 但她可以控制鼠群, 这样的能力显然是和神秘莫测至今科学无法解析的大脑有关。 没有智慧的丧尸进化成再恐怖的样子, 沈林都不担心, 再厉害的个体都挡不住枪械火炮, 刀枪不入又如何? 数千度高温的高爆燃烧带一样可以将其烧成灰烬, 可丧尸一旦有了智慧就截然不同了。 处之即死的病毒从来都是丧尸最大的武器, 驱使一只敏捷灵巧的丧尸猫趁着夜色攀过城墙钻进基地, 就有机会将数千居民战士全部转化为丧尸。 希望不是我猜的一样, 得尽快将居民全部转移, 然后以防空洞为桥头堡, 向市中心用兵,不能再给丧尸成长的空间了。 沈林知道, 现在很可能粮食内就有智慧型丧尸了, 就算暂时没有用不了多久, 也一定会进化出来。 突如其来的猜测让沈林心情沉重了不少, 宴席上简单说了几句著词, 对未来的展望, 对付吃了几口沈林回到兵营, 开始准备下午再次发车接一批幸存者。 早一日将群众转移, 就能早一日对市中心用兵, 沈林开始感觉到时不我待了。 此时, 距离东郊军事基地十五里以外的京城豪院, 背着弓箭, 作为营地中间力量弓箭俱乐部的成员, 也是吴超群的好哥们王牧, 从东郊基地方向回来, 带来了第一手情报。 他找到派他前往打探消息的吴超群, 说道, 确认无误, 军人在工厂区附近建立了营地, 他们动作够快的, 一周时间就把营地建成了, 上午我还看到十几辆在满平民的公交车开进营地, 我走的时候他们在庆祝, 里面在杀猪, 好不热闹。 王牧有些话狼, 这话匣子一打开就停不下来, 这伙军人兵强马壮, 光是坦克就有不下十辆, 装甲车有几十辆, 全副武装的战士何止数百? 嘖嘖, 当时咱们要是让军人们留下来就好了, 有这群狠人在哪里还用咱们为营地的安全担忧? 闭嘴把你, 要是军人留下, 现在那些臭烘烘的泥腿子难民, 现在就搬进了你家别墅了, 你忍得了。 吴超群瞪了他一眼, 我忍得了, 家里人都没了, 就我一人住几百平的别墅, 还挺无聊的。 撇了撇嘴, 王牧还是没把心里话说出来, 劝道, 吴绍, 没必要对军人抱有那么大的敌意, 其实人家挺友善的, 你当初那么排斥把人家逼走, 人也没说报复回来或者说怎么样的, 你觉得他们好就去他们那边, 我这妙小, 容不下你这尊大神。 嘿, 我怎么闻到一股酸泪? 王牧玩耳一笑, 没有把朋友的抱怨放在心上。 两人聊着天, 门外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跌跌撞撞跑进来, 神色惶恐, 有大批丧尸来袭, 你们快去看看吧。 吴超群和王牧对视一眼, 面色都变得凝重, 不敢怠慢, 忙走出门去爬上木料搭建的少楼上往远处望去, 一波数千规模的狮群成群结队, 走在公路上朝着别墅区的位置慢悠悠地前进。 他们的目标也不是别墅区, 只是沿着公路走, 要经过别墅区。 狮群规模大概砸三千左右, 比上午, 沈林遭遇的狮群还小不少, 在沈林眼里, 不满万的狮群只能算小股, 在这里, 数千规模的狮群已经算大批了。 丧尸来袭, 王牧嘹亮的喊声将别墅区所有的居民召集过来, 别墅区的开发商, 也是民面上的管理者无解面带惊慌, 不是附近的丧尸都被杀干净了吗? 哪里又来的狮群? 不知道, 是小范仙发现的,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 召集居民抵御丧尸。 危机关头, 吴超群展现出果断的一面, 短短几分钟时间, 在丧尸抵达之前, 所有居民都已经镇守在各自的岗位, 手中已经拿着长矛, 铁棍依托栅栏门和土墙防守, 弓箭部队站在高处严阵以待。 别墅门前的土地颜色暗红, 这里沾满了丧尸的血液, 曾有数千丧尸倒在这里, 这次他们一定也能守住, 吴超群坚信这一点。 狮群抵达别墅区附近, 就有嗅觉敏锐的丧尸发现了别墅区内隐藏着许多人类, 发出声声嘀吼偏转方向走向别墅区, 越来越多的丧尸开始转向, 最前方的丧尸已经抵达栅栏外, 开始用身体撞击。 进攻, 吴超群一声呐喊, 刹那间蹲身在土墙上的居民纷纷站起来, 举起铁枪往下戳刺, 丰锐的铁枪顿时刺穿了几十个丧尸的头颅, 弓箭队也同时开火, 一时间飞黄如雨, 第一波丧尸的攻势当即宣告失败。 以别墅区居民表现出来的战力, 或许真能守住上千规模的狮群, 但是, 这次狮群中有一个进化丧尸, 狮群中央, 有一个身高2米4, 腰肥如水缸, 腰间围着肮脏不堪沾满血污的白色围裙, 憨肥的硕大巴掌各拿一柄夸张切肉刀的高大丧尸, 发出一声回荡在旷野中的嘶吼。 打扮酷似屠夫的丧尸一声咆哮, 狮群寂静无声, 仿佛残暴国王讲话时瑟瑟发抖的沉民。 卧槽, 这是什么鬼东西? 闻声望去, 吴超群惊呆了。 吴超群根本没接触过境化丧尸, 他无法想象病毒为什么会孕育出如此夸张恐怖的巨汉, 激活他, 不能让他靠近。 王牧吏声嘶吼, 当先朝着屠夫丧尸射击, 然而蕴含巨大动能的复合弓射出的箭矢却无法穿透他肥厚的脂肪层, 箭头只扎进去一点, 随着屠夫丧尸奔跑起来, 身上的肥肉浪涛一样涌动箭矢就被挤压掉落。 轰隆, 屠夫丧尸尘尖撞破了外围栅栏, 内部土墙在势大力沉的撞击下也呈现出密密麻麻的裂纹, 肯定撑不住下一次撞击了。 少楼上的王牧身形一阵摇晃, 屠夫丧尸夸张的距离轰得大地都振战不止, 战斗站不稳肯定无法射击了, 弓箭队的青年眼睁睁沿着屠夫丧尸第二次撞击直接冲溃了土墙, 土墙后来不及闪躲的居民直接被砖土碎块压在下面, 眼看是活不成了。 屠夫丧尸冲入人群, 又挥起两柄一米多长的大气肉刀, 沾满鲜血和病毒的屠刀掀起疯狂杀戮, 不断有人被屠刀斩杀, 像一个巨大的螃蟹挥舞霜前, 挤刀下去便砍得幸存者肝胆尽烈。 大家快逃吧, 守不住了。 不用人说, 大家也都意识到别墅区已经完蛋了, 这时候不跑就来不及了, 有人还冲回去通知家人, 有人连家人也顾不上了, 夺落而逃。 看到这一幕的吴超群心里一凉, 别墅去完了, 他称王称霸的野心还没来得及开始就已经结束。 第五十三章, 被盗而驰, 千里之堤毁于乙穴, 当防线被撕裂第一个逃跑的人出现, 队伍的人心就散了, 正是兵败如山道, 溃败只一瞬间的事。 有护兰和土墙隔着, 丧尸癫狂嗜血的面孔, 尽在眼前人们也能克服心中的恐惧, 大家都知道, 他们碰不到我, 所以这些原来都是普通居民的人才能凛然不惧抗击丧尸。 如果再经历极场苦战, 人们的心态调整过来, 成为坚毅不屈的战士也许不会溃败得如此之快。 遗憾的是, 事事没有如果, 发生了就是发生了。 我TM弄死你啊。 家园被毁, 战友被杀, 一切转变都源于屠夫丧尸, 王牧恨得红了眼睛, 不断开弓, 一根又一根箭矢射向屠夫丧尸, 可屠夫丧尸的防御根本不是冷兵器能攻破的, 箭矢射在屠夫丧尸身上, 仿佛蚊虫叮咬, 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让屠夫丧尸把注意力转移到他身上。 我们已经失败了, 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吴超群还保持着冷静, 抓着王牧的胳膊声拉硬拽, 把他拖走。 被野兽追击的时候, 并不需要跑过野兽, 你只要跑得你同半快就行了, 这个道理放到现在这种情况也很合适。 防线被屠夫丧尸撕裂, 庞大的尸群顺着被撕开的缺口, 源源不断涌进别墅区, 防守的居民乱糟糟一团, 吴超群知道, 这是他们的机会, 别墅区居民的生命可以帮助他们拖住失潮, 给他们争取宝贵的时间。 年轻力壮又经常锻炼体力, 过人的吴超群和王牧这样的人, 毋庸置疑是逃生机会最大的。 身后的哭闹声, 哀嚎声不绝于耳, 吴超群根本不为所动, 拉着王牧步履脚健穿过风景秀美的街道, 其他居民还在慌乱收拾行装的时候, 吴超群已经率先逃离。 把还没从战斗状态脱离魂不守舍的王牧送出去, 吴超群又折返回别墅区, 片刻后, 别墅区的后门燃起大火, 封死了逃生的出口。 背景是冲天而起的火焰, 吴超群神色冰冷卖悠悠悠离开别墅区, 找到王牧会合。 怎, 怎么起火了? 王牧不傻, 他猜到了什么, 声音有些颤抖询问道, 不用胡思乱想了, 火是我放的, 只有这样做才能确保丧尸不会追上我们。 可是, 里面的人, 您叫我赴天下人, 休叫天下人赴我。 吴超群仰着头, 明明吃了败仗, 此刻却桀骜得不可一世。 王牧低下头, 有些不敢直视吴超群。 这一把火葬送了别墅区所有人的生路, 包括他自己的亲生父亲, 吴超群这都能下得去手, 王牧实在觉得曾经的好友此刻变得有些可怕。 吴超群轻轻拍了拍王牧的肩膀, 安慰道, 你也别怪我心狠, 丧尸攻进来他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我这一把火说不定还能烧死屠夫丧尸, 也算给他们报仇了。 对于王牧的感受, 吴超群是要照顾一下的, 王牧是他好朋友, 而且他心眼实在, 伸手不凡, 是他身边的左膀右臂。 当时, 吴超群可以带上自己的父亲一起逃, 但他没有这样做, 而是选择了王牧, 因为王牧的价值更高。 王牧低着头, 木然道, 如果当时你没有赶走那些军人, 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这一问, 让吴超群的脸色瞬间冷漠下来, 人们容易宽恕别人的错误, 却很难原谅别人的正确, 因为王牧的正确, 就是吴超群自己的错误, 很少有人能坦诚接受自己的过错。 此刻, 王牧却没有理会吴超群的感受,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眼神焕发出光彩, 对, 还有希望, 我们可以向军人求助, 他们一定会救我们的。 你疯了吗?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吴超群的语气无比严厉, 我清楚得很, 吴哥, 谢谢你救我, 但是我做不到把大家都扔下, 等死自己逃跑。 王牧深深地看了吴超群一眼, 突然转头朝着军事基地的方向狂奔, 他奔跑的轨迹也很奇怪, 忽而走直线忽而转弯, 像是在躲避什么。 果然, 就在王牧跑向军事基地的时候, 吴超群举起弓, 可惜王牧已有防备, 这种无规律的走位是攻守很难预判的。 他太了解自己的好友了, 王牧清楚, 一旦他的选择和吴超群不同, 吴超群必会对他动手。 妈的白眼狼, 恨恨骂了一声, 吴超群气急败坏放下攻, 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离开。 无论军人会不会来, 能否救下别墅区, 吴超群的所作所为都让他自觉于此地, 他必须得走。 军事基地外, 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车辆发动前往市区, 沈林已经计划好了, 下午一趟, 晚上一趟, 把所有的幸存者全部转移。 一道身影从远方急驰而来, 暂时发现汇报沈林。 长官, 要不要拦住他? 不用, 放他过来。 沈林瞄了一眼雷达, 光点显示为绿色, 是友善单位。 长官, 我代表别墅区的幸存者向您请求救援。 人还没到, 王牧的喊声已经到了。 和沈林同坐一车的陈世荣认出了王牧, 说道, 大林, 这人叫王牧, 是弓箭俱乐部的, 和吴超群走得很近, 小心有诈。 不用担心, 他一个人翻不出浪花来。 装甲车门拉开, 沈林走下车, 对于这个面孔沈林还有印象, 此人身手不错, 建设得也很准, 弓箭俱乐部离数他杀的丧尸多。 不要急, 把实情原委慢慢说来。 长官, 不能不急啊, 都火烧没毛了, 我求求你赶紧向别墅去发兵, 营地被丧尸攻破了, 路上我慢慢解释。 王牧一脸急躁, 不像是假的, 沈林短暂思考了几秒钟, 立刻有所决断, 尽管别墅区的人对他不友好, 他还愿意相信王牧一次。 上车, 部队兵分两路, 张龙, 你带领二排三排的战士 去接应幸存者, 坦克一半跟你走, 其余人全部随我去救援别墅区。 谢谢长官, 谢谢长官。 王牧不满血迹脏污的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泪水在眼眶里旋转, 跟随沈林上车驶向别墅去。 路上他也用简短的语言把事情讲清楚, 包括吴超群放火断后的事。 您叫我赴天下人, 修叫天下人赴我, 好狠毒的心性, 此人不除必为大患。 这是沈林第一次对一个人生出忌惮之心。 第五十四章 英雄战屠夫 隔着两里多地就看到别墅区方向天空一片橙红, 黑烟滚滚向天, 像是点燃预警的烽火台。 部队加速前进, 三分钟就赶到别墅区, 此刻丧尸正在召开血肉盛宴, 大肆咀嚼着别墅区居民的血肉, 最早战死身体, 残缺不全的居民已经慢慢从地上爬起来, 转化为丧尸加入这场盛宴之中。 无人意志的火情很快旺盛起来, 多处别墅起火, 风景秀丽的花园被踩踏得不成样子, 人工湖里倒是还有十几个幸存者飘在湖面上, 丧尸不会游泳, 入水集沉, 别墅北面的人工湖成了救命稻草。 这就是别墅区高空俯视下的全景, 这里已经彻底沦陷, 近时会让丧尸变得更强, 饱尝活人血肉的丧尸表现出旺盛的活力 以及极强的杀戮欲望, 感官也敏锐地不像话, 战士们离得还远就被丧尸发现了, 提起速度朝着刚出现的活人奔跑。 哒哒哒, 前方的动员兵战士毫不犹豫开枪, 枪口喷出火焰, 冒出淡淡的硝烟, 一轮骑射消灭掉正门口盘缓的几十个丧尸, 枪声戛然而止。 练习弓箭的射手会专门锻炼眼力, 王牧那双能看到百米外麻雀身上有多少根羽毛的锐利双眼, 却完全无法捕捉子弹的轨迹, 枪声响, 丧尸倒下, 中间没有任何延迟。 在自动步枪面前, 需要无比谨慎费尽心力才能艰难对付的小谷丧尸, 仿佛砍瓜切菜一样被消灭了, 这让王牧不禁感慨, 果然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冷兵器的位置了, 弓箭只能娱乐, 对比杀戮丧尸的效率上, 弓箭比枪支差了几百倍。 和那些追求时髦玩票性质的弓箭俱乐部其他富二代相比, 其实王牧已经很不错了, 起码他的射数是真正具有杀伤力的, 比骑手无腹机之力的普通人要强太多。 在王牧自残行贿的时候, 战士们已经挺进别墅区了, 枪声此起彼伏, 别墅区内的丧尸此时远远不止两千, 居民也全都转化为丧尸。 王牧的双手在颤抖,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此刻变得猙獰是血, 尽管心里清楚他们已经死了没得救了, 却还是下不去手射杀他们。 不过, 战士们的杀戮效率极快, 也不需要他出手。 徘徊在街道上在战士掩护下搜寻幸存者的警犬, 突然停下朝着前方发出低沉代表威胁的乌业声。 沈林也在雷达中发现了一个明显大了一圈的红色光点。 小心, 前方有进化丧尸。 沈林提醒一句, 前行五十米, 中于拐角处一堵在王牧描述中恐怖无比如同将士魔王一般的进化丧尸真容。 他的身高已经超过人类极限纪录了, 这不是人类能拥有的身高, 算高个儿的沈林和他放在一起对比估计直到他的胸口。 他的肥胖程度就更夸张了, 圆滚滚的身材估计四人才能合胞。 最可怕的是他懂得使用工具, 街道上满是他用两柄恐怖涂刀切割下来的血肉碎块, 他进食要比其他丧尸挑剔得多, 场景看起来修罗炼狱一般。 陈世荣直接就没忍住弯着腰干偶不止, 沈林也是为理上下翻涌, 勉强压下来, 给我干掉他。 战士们不再等待, 一时间枪声激烈, 灼热的子弹杀伤力远超弓箭, 终于打进了屠夫丧尸的脂肪层。 屠夫丧尸的身体一瞬间打进了成百上千颗子弹, 肮脏的围裙顷刻间破碎, 露出坠肉层层的恐怖肚皮, 不断有黑色宛如石油一样的血液 从身上的弹孔里缓缓流出。 这要换成普通丧尸, 在如此密集的弹幕攻势下, 可能已经四分五裂了, 可对屠夫丧尸来说, 这只是小伤而已。 长官, 让我来解决他。 晋升英雄级单位的张龙眼中战火熊熊燃烧, 对付普通丧尸, 根本显不出他进化后的身手。 成为英雄级的张龙全面进化, 不可再用动员兵的老眼光去看他。 张龙请占医院强烈, 沈林也不好打击他的积极性, 点头同意, 为了以防万一, 照来慢吞吞赶来的装甲战熊压阵。 屠夫可能是二阶进化丧尸, 他表现出来的实力要超过一阶进化丧尸一大截, 不过沈林在装甲战熊的乌溜溜的小眼睛里看到的是轻松随意, 二星状态下的装甲战熊依旧拥有碾压屠夫丧尸的实力。 颜坤和陈宇豪两大三星战力也严阵以待, 随时准备支援张龙, 同时他们的心中也有好奇, 晋升英雄级的张龙战斗力到底提升了多少, 如果张龙还是三星动员兵, 十个他加在一起大概才能和屠夫丧尸有一战之力, 要想消灭这个恐怖怪物, 起码要伤亡过半。 平整的街道上, 张龙已经朝着屠夫丧尸发起冲锋, 他速度极快, 却又富有势不可挡的力量感, 让人不由联想起草原上狂奔的犀牛。 屠夫丧尸发现了这个挑衅他的虫子, 螃蟹一样高举起, 两柄屠刀朝前挥砍, 可他的速度在张龙眼中过于过于迟缓, 双足重彩大地, 脚下像装了弹簧一样, 身体蹭得腾空而起, 恰到好处躲开血腥味扑鼻的刀锋, 旋即曲起膝盖, 正撞在屠夫丧尸坠肉堆积的下巴上。 他这已经不能算是双下巴了, 层层叠叠起码七八层下巴。 这一瞬间, 张龙的起跳高度足有两米, 这还不是他的极限, 只是这个高度刚好合适。 势大力尘的膝撞, 把屠夫的脑袋撞得猛然向上扬, 颈鼓发出清脆的鼓裂声, 张龙右手反握地 作战匕首挥前横切, 屠夫丧尸米其林轮胎一样的脖子, 横裂开一条巨大伤痕, 黑色石油喷泉一样涌出。 这一刀造成的伤害, 比之前上千颗子弹还要强。 张龙把握住了电光火实践的机会, 左手大拇指挑开, 捏着手里破片手雷的开关, 顺势将手雷塞在他脖子的伤口处, 然后把屠夫丧尸的双肩当木马一撑, 做出体操运动员般的翻院, 灵巧地跳到了屠夫丧尸背后。 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 张龙轻盈落地的一刻, 手雷轰然炸开, 屠夫丧尸的脖子被当场炸碎, 庞大的身躯也被炸得失去平衡, 重重摔倒在地上, 大地都有些震战。 这个必评为沈灵给出82分, 剩下18分以666的形式发给他。 卧槽, 几天不见张龙哥怎么变这么厉害, 老婆快出来看上帝。 陈世荣眨巴眼睛, 不敢相信他看到的这一幕。 干脆利落地伸手, 杀戮在他这里宛如艺术, 这就是进化者吧。 不, 一般进化者没这么厉害, 只有经历过正规军事训练的, 能完全掌控自己能力的精英战士, 才能做到。 王牧比陈世荣这不学无数的家伙, 有文化多了, 彩虹屁夸的张龙心花怒放, 可惜这话不是长官说的, 不然他能把这句夸赞当成木之名, 等他死后刻在墓碑上。 王牧是真的被震撼到了, 他是亲眼看到屠夫丧尸如入无人之境攻陷别墅区的, 这样的凶残丧尸, 他觉得起码得调几辆坦克过来, 才能轰死他, 却没想到保护这位年轻长官的禁卫战士, 出来一个就把屠夫丧尸三下五除二干掉了。 同时, 心里越发对吴超群当初的决策不满, 如果军人选择在别墅去扎营, 何至有此大祸? 大家都不用死。 屠夫丧尸还没死透, 阿雅没有弹出击杀提示, 他的身体还在蠕动, 想要站起来。 真男人可以不回头看爆炸, 但必须要补刀。 张龙端着进阶英雄后, 系统改造过, 涂着漆黑色毒蛇喷漆的九五式地狱魁蛇, 对准屠夫丧尸的脑门, 扣动扳机。 一颗颗子弹穿皮入骨, 打进屠夫丧尸的脑袋里, 这回他死透了。 伟大的指挥官大人, 您麾下的英雄级单位张龙杀死二阶进化丧尸屠夫, 获得三张英雄之证。 果然是二阶进化丧尸, 杀死二阶丧尸有三张英雄之证吗? 如此一来, 我又凑够八张了, 可以让颜坤也进阶了。 沈林转头看了一眼颜坤, 却见颜坤和陈宇豪用一种渴望又委屈的眼神望着沈林, 他们也被成为英雄级单位后张龙的战斗力给惊住了, 这何止十倍增强, 简直打破了兵种极限的天花板。 不用急, 下一个就是你。 沈林拍了拍颜坤的肩膀, 他已经凑够了八张英雄之证。 张龙的强大战力, 让沈林看到了普通单位进阶英雄级单位到底有多大的增强, 他现在巴布的有成千上万张英雄之证, 把麾下战士全部转变为英雄级单位, 这样别说粮食, 麾下成千上万进化者, 腾龙联邦他都可以横着走。 第五十五章, 控活者。 别墅区北角的人工湖, 吴超群的父亲吴杰飘在湖心, 身体沉在水下, 头露在上面。 湖里还有几个幸存者, 一开始有十几人, 有人水性不好, 体力也不够, 挣扎几下就沉下去了。 就怕被其他幸存者缠上荡成救命稻草, 被一起拖下水, 吴杰早早游到湖心。 回忆起十几分钟前的场面, 实在是狼狈不堪, 会合起来的几十个幸存者被丧尸追得仓皇逃窜, 逃到湖边像赶鸭子一样一个个扑通扑通跳进湖里。 北人水性好的不多, 当场就有超过半数的人直接淹死了, 也有会水的被不会水的人 死死缠住, 拖入湖水之中。 正是见到这一幕, 吴杰宁愿游到水深五米, 水下暗流汹涌的湖心, 也不愿和其他人互相扶持。 危难关头, 连亲生儿子都靠不住, 何况他人。 不幸中的万幸是丧尸不会游泳, 追下水的丧尸直接沉到水底, 连个泡都没冒就没了影子。 淹死了几个丧尸, 其他丧尸也就学聪明了, 在岸边等待, 用星红的毛子贪婪盯着湖里的幸存者。 半个小时大概就是他们的极限了, 如果没有救援, 要么体力耗尽沉入水中淹死, 要么冒险上岸突围被丧尸捕捉, 两条都是死路, 就在所有人都陷入绝望, 飘在湖水中等死的时候, 枪声响起。 吴杰激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挥动双手在湖水里扑腾起来, 大声呼救, 咕嘟咕嘟呛了好几口, 水才老实下来, 静静等待救援。 没有让幸存者等太久, 把拦路的屠夫丧尸干掉, 沈林就安排王牧带着几个战士 救援人工湖中的幸存者。 晚宫搭建, 王牧先手发起进攻, 箭矢贯穿入丧尸的眼眶 从后脑射出来, 丧尸仰面栽倒当场死去, 动员兵冷静点射, 几声枪响, 湖边蹲守的丧尸纷纷被抱头击杀。 被王牧搀扶出水的时候, 吴杰心情真的有点复杂, 当时围墙被屠夫丧尸攻破, 吴杰也在现场, 那个时候他立刻去找儿子吴超群 想要跟他一起逃, 可吴超群根本就没理他, 拽着王牧夺路奔逃。 吴杰毕竟年纪大了, 腿脚跟不上年轻人, 追了几步就跑不动了, 在背后呼喊痛骂吴超群都无动于衷, 只带着他认定的心腹王牧逃离。 这逆子肯定想不到, 王牧跟他根本不是一路人。 吴杰了解吴超群, 想让他向军人低头认错球员, 根本不可能, 援军是王牧请来的, 王牧和他分道扬镳了。 吴叔,你没事吧? 见吴杰动得直发抖, 富贵的威胖身躯, 炮得浮肿, 连忙将外套脱下来, 披在吴杰身上。 我没事,多亏了你, 不然吴叔这回死定了。 吴杰子青涩嘴唇哆嗦着面带感激, 要谢就谢吴哥吧, 要不是他拉我一把, 我也逃不出来, 哎,可惜没能救下其他人。 别提那个小畜生, 要不是他一意孤行, 又怎会有这么一遭? 吴杰拧眉瞪眼, 吴超群将吴杰抛弃的那一刻开始, 父子就已经反目了, 此刻的关系比仇敌还要紧张。 他们还在交谈, 战斗已经到了尾声, 战士们在打扫战场, 击杀零散的丧尸, 顺便搜集别墅区里的 有价值的战利品。 王牧叹了口气, 没说什么, 他心里的想法也已转变, 将幸存者们带到他家别墅, 换上一身干燥衣裳, 免得冻出病来。 阿牧啊, 你是怎么请来的军人? 换上新衣服的吴杰不复之前狼狈模样, 好奇询问王牧道, 也没怎么费力气, 我就说别墅去有难, 长官就二话不说, 就派兵跟我来了, 别看长官年轻, 可真够有魄力的。 王牧对沈林的称呼 已经变成了长官二字, 短暂相处, 他对沈林已是心悦诚服。 能轻易干掉屠夫丧尸, 这样恐怖怪物的顶尖进化者战士 都忠心耿耿追随沈林, 可想而知, 沈林的人格魅力有多强? 末世光有人格魅力还不行, 战略和军事素养沈林 无疑也是顶尖一级的。 没有深入了解过沈林的王牧, 给沈林脑补了一大堆 扑朔迷离的背景, 军方秘密培养的未来领袖, 联邦某位帝国元帅的私生子等等。 那长官打算怎么安置我们这些人? 吴杰又问, 这个话题也是其他幸存者所担心的, 文声都凑过来, 期待一个答案。 长官说了, 大家要是想留下可以留下, 要想跟他走去军事基地生活也没问题, 一切都由大家自己选择。 不过到了军事基地之后 就和外面不一样了, 有组织有纪律, 一切要听组织的安排, 谁也不能坏了规矩。 王牧复述一遍沈林的原话, 车上沈林就是这么说的, 要是没经历这次灾难, 大家或许还会考虑考虑, 被人管束着肯定不如自己做主来的自由。 可经历过这次大家也都明白了, 只有活下去才有资格追求自由, 留在这里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 要屁的自由。 我愿意追随长官, 去军事基地生活。 我也是, 以后就麻烦王老弟多照顾了。 不敢当, 大家既是邻居又是战友, 互相帮扶而已。 王牧没敢大言不才硬下来, 他心里也有些打鼓, 不知道在新基地里, 他又会是怎样的位置。 别墅区, 收集完战利品充值入系统中的沈林, 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细线, 别墅区果然豪富, 粗略搜刮就让沈林收获了八千余金, 这比搜刮金店来得还快呀。 别墅区还有搜刮的价值, 只是现在还有不少户人家, 还有人活着。 沈林不好意思把人家家里值钱的东西搬空, 等到把居民们都转移到军事基地, 别墅区没人之后再彻底搜刮干净, 估计又能大赚一笔, 起码能为部队增添几辆坦克。 和所有的别墅区居民达成一致, 王牧带众人来见沈林, 把他们商讨的结果告知, 一致同意加入军事基地。 沈林也没有丝毫借地, 笑着欢迎, 之前他们拒绝那都是无超群上窜下跳搞鬼, 沈林不会介意, 让居民们收拾好东西, 十分钟后送他们回基地。 金银首饰基本没人带, 居民们携带的包裹里都是郁寒的衣物和米面粮油, 在大家心里生活物资要远比钱财来得重要, 金银早已是无用之物。 沈林见状欣喜不已, 让张龙带领一部分部队护送居民回基地, 沈林则留下来收尾。 第二次搜刮可就细致多了, 所有有价值的贵金属玉石珍珠全部拆除下来, 沈林再获得六千金, 这次针对别墅区的用兵行动让沈林不费吹灰之力, 收获一万四千余金, 这可真是天降横财。 而且还顺路消灭了二阶进化丧尸屠夫, 得到了三张英雄之证, 目前英雄之证已有八张, 终于轮到喷火兵阎坤进阶英雄级了。 在战友陈宇豪艳线的目光中, 严坤昂首挺胸来到沈林身旁, 敬了个军礼, 默默等待。 八枚英雄之证悄然消耗, 改变在严坤身上发声。 他的体温逐渐升高, 站在严坤身前的沈林竟然感觉到汹汹热浪逼人。 严坤眉头紧簇, 表情疼痛, 持续了几秒钟体温恢复如常, 面色也平缓下来。 他晋升英雄级的动静可比张龙大不少。 沈林连忙问道, 进阶英雄级之后你有什么变化? 报告长官, 首先是我的武器由普通焚尽者喷火器增幅, 强化为焚尽者魔龙, 同时我的身体素质也有了全面的提升, 不过比不上张龙那么惊人。 我真正获得的能力是控制火焰。 控火? 这可是真真正正的超能力啊。 沈林微微张开嘴巴, 震惊了几秒钟后伸出手, 请开始你的表演。 严坤摊开手掌, 表情变得严肃。 蹭! 一缕火苗从掌心窜起, 足有二十厘米高, 温度也就是很普通的火焰, 可也是货真价实的超能力了。 我去, 这回你可牛逼大发了。 沈林竖起大拇指, 发自内心的赞叹道。 严坤却露出苦笑, 长官, 我的能力听上去很吓人, 远没有长官 你想象的那么厉害, 控火的能力更多的是 让我可以完全发挥出 焚尽者喷火器的威力, 至于我自身的能力提升到巅峰, 也不过等同于一把燃料 更多的焚尽者喷火器而已。 进化者也不是无极限的进化, 进化者也有天花板, 科幻电影中那种一人成军, 可以扭转战局的超能力者 几乎是不会出现的。 就像是严坤, 他的进化能力算是最顶级的那一序列了, 到达巅峰的严坤或许可以一己之力摧毁一辆坦克, 可让他一个人面对一支坦克部队, 同样也是被急火秒杀的下场。 严坤的表达让沈林有些失望, 但同时也安心不少, 至少他不用担心会出现超人那种 现代军事力量完全无法限制的猛男。 麾下的战士一星二星三星连续强化, 然后进阶英雄级, 已经拥有单条消灭二阶进化丧尸的能力了。 作为战士们的长官, 沈林最近也在锻炼身体, 练习枪法, 可他本身的战力还是连最普通的动员兵都比不上。 如今, 严坤又得到了控火的超能力, 更是让沈林羡慕不已, 哪个男人心中没有一齐当千的英雄梦? 心里痒痒的沈林询问系统, 阿雅, 你什么时候让我也晋升个英雄级单位啊, 消耗多少英雄之政都不是事, 我慢慢咱。 也没别的意思啊, 我主要是想吧, 我作为长官战斗力也太低了, 脾脆血薄, 你也不想看到我哪天被人斩首计划干掉了不是。 第五十六章, 少校套装。 指挥官大人的初始状态为卫官, 奖励抗病毒体制和少卫套装。 当指挥官大人军衔提升至校官时, 发放奖励初级进化者体制模板以及少校套装。 当指挥官大人军衔提升至降级时, 将奖励高级进化者体制模板及少将套装。 原来军衔提升还有这样的好处, 这下沈林对成为少校更有兴趣了。 少校军衔对应的腾龙联邦军官职位为营长, 系统具体要求为拥有300红警单位, 目前沈林麾下的红警单位已经超过200, 又有了这一大波资金入账。 先建造50名动员兵战士。 沈林大手一挥,5000斤直接消失。 下一秒,动员兵战士整齐队列从街角走出, 气宇轩昂。 警犬来5支, 防暴战士也来5名。 即便有雷达也总有观测不及时的时候, 警犬能提供警示, 也是身边的一道重要防线。 防暴战士就不用多谈了, 防御属性拉满, 力气、盾强能第一时间构建其稳固的防御攻势。 重装步兵又建造三名, 喷火兵和装甲战雄并没有选择建造, 没有选择建造的两个兵种都是补给箱开出的特殊兵种, 的确威力不俗, 但有那么几个就够用了, 多了反而不好。 目前已经花掉了一万斤, 载具还没有建造, 沈林的身上就冒出一阵金光, 这是系统的进阶提示, 沈林麾下掌控的红警单位已经到300了, 他现在是少校了。 恭喜指挥官大人, 您的军衔提升为少校, 初级进化者体制模板已加载, 少校套装正在发放。 没有亲身感受不知道战士们成为进化者, 承受了怎样的痛苦的沈林, 现在终于知道了。 像是有千万根针顺着每一个毛孔, 刺进自己的大脑, 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急剧突变, 发出疼痛的讯号, 沈林忍受不住痛苦闷哼一声摔倒在地, 身体攻成一只主熟的大虾, 脖子上的每一根青筋都爆了出来, 额头上青色的静脉血管清晰可见。 长官, 张龙惊呼一声, 上前将沈林扶起时, 改造已经结束了。 来得突然, 结束得也很快, 但那种如坠阿鼻地狱般的疼痛沈林, 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不禁一番寒撤骨, 哪得梅花扑鼻香。 沈林看着自己粗壮起来的胳膊, 胸腹上的快快肌肉如花钢炎一样坚硬, 不负之前软啪啪的感觉。 恭喜长官, 您也成为英雄单位了, 接下来的几天, 您会不断适应自己的能力, 大概一周左右将完全掌握自身进化能力。 在进化者这条路上, 张龙是所有人的前辈, 他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刚成为进化者后 不会立刻掌握自己的全部能力, 有一个简短的适应期, 通常在一周左右。 熟练运用能力将缩短这段适应期, 完全适应之后将开始进化能力漫长的成长期, 最后达到巅峰期。 沈林活动了一下拳脚, 一拳打出抽打, 空气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身体轻盈, 仿佛能一蹦三尺高, 他跳跃了两下, 试试发现真的随随便便原地弹跳的高度超过一米。 这样的身体素质, 就像是注射了超级士兵药剂的美国队长。 和美国队长比, 我好像就缺个盾牌啊。 少校套装发放完毕, 套装中含有宇航材质恒温防弹少校军装, 绝对免疫爆头伤害少校军官帽, 蕴含十平方米随身空间的少尾金怀表, 日光充能三小时, 即可激发一次能抵御两万娇耳打击的能量护盾戒指, 以及全球限量版纯金沙漠之鹰一把。 身上的军装完成分解重塑, 尖章也更换为校官两杠一星的样式, 有黑的九五式变成了全球限量版纯金沙漠之鹰, 入手陈甸甸足有一公斤重, 真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 武器金沙鹰充值入系统中也能换不上前。 军装、军帽、 手枪这老三件是沈林本来就有的, 完成了更新换代。 少尾金怀表和能量护盾戒指这两样新物件 蕴含了难以想象的未来科技。 少尾金怀表就相当于主角人手必备的空间戒指, 心念一动就能在身前 开启一个银色线条勾勒的虚幻十平米空间, 可以自由存放物品。 能量护盾戒指看上去平平无奇, 就是一个普通的银色指环, 一旦激发就会在戒指处浮现出淡蓝色的原型能量护盾, 能抵挡两万胶尔能量打击, 两万胶尔基本相当于一颗炮弹近距离爆炸的威力。 这不正是沈灵刚念叨的美国队长盾牌吗? 说成为进化者, 阿雅立刻就满足了她的愿望, 说却一个盾牌系统, 转手就给发了一个能量护盾戒指, 沈灵真有种时来天地皆同利的感觉, 放在玄幻小说里, 她也是身负天命的主角了。 就是她这主角命格来得有点晚, 别的主角第一集就开始秒天秒地了。 建造还没有完成, 城市作战, 再具就是士兵的堡垒, 长途行军, 再具是士兵的双腿, 沈灵又建造了三辆装甲运输车, 两辆灰雄坦克, 终于是把这笔巨款消化了, 军衔提升, 自身战力提升, 部队的实力也有小幅度提升。 麾下有一个营的战士, 十几辆坦克, 二十几辆装甲车, 基本上是沈灵的最强形态了, 下一步就是进攻市中心。 将别墅区彻底搜刮完毕, 丧尸的尸体集中, 然后一把火焚烧, 免得病毒扩散, 部队启程离开别墅去。 车上沈灵也试验她的新能力, 一颗婴儿拳头大小的石子, 在沈灵面前上下漂浮, 忽左忽右, 宛如自由的精灵在空气中游荡, 这正是沈灵的进化能力, 念力。 沈灵的进化部位应该是脑欲, 进化的时候, 痛感最强烈的部位就是大脑, 进化的能力肯定跟脑欲脱不了干系。 和颜坤一样, 念力听上去很美, 沈灵全力开启, 念力推动石子, 可以让石子以每秒百米的速度推进出去, 钢化玻璃都能一下砸碎, 但这威力和她手里的沙漠之鹰, 一笔那就差太多了。 如果没有红颈系统, 没有枪支弹药, 进化出的念力将成为沈灵在危机四伏的城市中活下来的依仗。 但是, 沈灵麾下坦克大炮应有尽有, 麾下战士猛锐无双, 面对成千上万的尸群都能碾压过去, 她这念动力也就只能当作玩具平日里消遣。 好处终归是有的, 沈灵现在单纯拼战斗力三星动员兵都不如她, 真有内部之死活刺客地把沈灵当成军队的短板来一次斩首行动, 进化者的体魄加上念力会叫她做人。 基地里今天热闹非凡, 对新家充满好奇的居民在基地各处参观, 足迹遍布除了军营、战车工厂以及实体建筑等 不允许普通居民涉足管制区域以外的地方。 主力部队回到基地的时候, 第二波居民也已经迁移完成, 接到沈灵命令的张龙已经带队出发进行最后一次迁移, 将防空洞避难所最后一批居民迁离。 别墅区原有400余人驻扎, 经历过这次灾难后, 幸存者只剩32人, 其中一部分躲在各家各户的地下室, 暗门阁层里, 听到枪炮声响起知道援兵来了纷纷响应, 最后在王牧和吴杰的牵头下顺理成章, 合并入东郊军事基地。 基地内登记了他们的个人信息, 发放通行证以及房屋, 目前房屋还不紧张, 一人一栋都安排得下, 基地建造初期就是奔着能容纳一万幸存者去的, 连排两层楼房有4000栋。 鸡脚嘎拉零散布设活动板房作为巡逻军人休息的地方, 同时在基地内外也布设下明哨暗哨, 甚至居民里沈林也安插一些眼线。 有人集会密谋沈林会第一时间知晓, 她对基地的掌控力达到百分之百。 未来, 沈林也会考虑继续收纳幸存者, 达到基地所能容纳的上线后, 再考虑开辟新基地, 或者继续扩大基地的规模。 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傍晚, 基地的街道上亮起路灯, 整座基地最高的建筑就是沈林的关底, 将地下室也算上足有五层, 站在顶楼阳台上, 千家灯火映入眼帘。 不时能看到街上有部队巡逻走过。 这里, 以后就是我的新家了, 我会将这里维护好, 这是我作为这个家主人的责任。 哥, 吃饭了? 来了。 楼梯口传来妹妹沈田的声音, 沈林应了一声, 快步下楼。